第892章联合做生意 实际上 此时已经到了饭点儿 罗府几个大厨一起动手 很快酒菜就摆了上来 罗姓招呼众人入座 端起酒杯道 各位同僚 现在我们不谈公事 只是吃饭喝酒 续续同僚之意 在吃饱喝足之后 我们再细谈 全听大人吩咐 众人也真是饿了 一个个真是做到了食不语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到两克钟的时间便吃完了饭 罗姓便带着众人又回到了大堂 分兵主落座 有丫鬟上茶 带丫鬟退出去 鲁大庆将大门关上 守在了外面 罗姓坐在主位上 沉默不语 紧锁着眉头 一副想办法的模样 那几十个官员也都屏住了呼吸 期待地望着罗姓 大约过去了一刻钟的时间 当气氛已经压抑的令那几十个官员心情沉重的时候 罗姓终于松开了眉头 宁声道 各位 你们这些年在詹事府 空余时间那么多 就没有自己做点儿什么生意 众人的脸上便露出了苦笑道 大人 我们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而且我们这些人都不是京城人 本家都不在京城 还都是寒门子弟 否则也不会被打发到詹事府 如此 作为寒门 我们亦没有钱 而没有背景 这如何做得了生意 所以 我们都是在外面帮忙写点儿什么 或者算算账 或者给人当当老师之类的 如今被吏部盯得死死的 自然便失去了这些工作 这样不行啊 罗姓摇了摇头道 我们得有自己的生意啊 这样才能够过上读书人的生活吗 众人眼睛俱视一亮 罗姓最早的称呼是什么 大如 后来的称呼是什么 君神 最近的称呼是什么 才神 不错 就是财神 自从罗姓经营士博斯一来 他就被冠上了财神的名号 而且是实打实的名号 没有半点而须 将大明财政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不是财神是什么 如今大明财神要带着他们一起做生意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砸到了他们的头上 一时之间 他们幸福的都要晕了过去 全凭大人吩咐 几十个人呼啦一声站了起来 兴奋地望着罗姓 罗姓摆摆手 让他们坐下 然后目光扫过众人道 刚才你们说的没有错 想要在京城这个地盘上做生意 不仅需要钱 还需要背景 如今我们先来谈谈钱的问题 我们各自出钱来做一个生意 什么生意由我来想 不知道各位同僚是否信得过我 信得过 信得过 如果信不过大人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值得信任了 好 既然如此 你们先一个个说说 都能够拿出多少钱来 然后我们按照出钱多少来划分股份 我估算了一下 这个生意需要一万两千两银子左右 咱们先按一万两千两银子算 一万两千两 众人都吞咽了一口口水 面面相去 然后一个个结结巴巴的说出了 自己能够拿出来的银子数目 这些人还真是没有一点而隐瞒 甚至拿出这些钱之后 他们就只能够吃康厌菜了 但是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跟着财富赚钱的机会 所以都亮出了自己的家底 但是 他们没有多少钱啊 当一个个人 亮出来自己的家底时候 罗信都不由无奈的苦笑 一个个人最多的才能够拿出二百两 最少的只能够拿出一百两 二十几个官员合起来 也才拿出来不到五千两 罗信最后干脆自己占据了五成的分子 将剩下的五成分子平均分给了 那二十几个官员 让每个人拿出来一百五十两银子 有拿不出来的人 罗信先给垫上 等着分红的时候 再扣除 股份分完之后 大家都眼睛亮亮的望着罗信 期待着罗信说出来究竟做什么生意 罗信这个时候也不再藏着 干脆的说道 我准备在京城的东西南北四个区域 各自开一个书店 书店 众人都神色一争 书店的生意倒是不错 最起码不会丢身份 卖书也是高尚的一种行业 只是京城已经有很多书店 在开书店能够赚钱吗 而且京城那些开书店的人背后可都有着背景 能让他们就这么开下去吗 众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马庆山只好又站了起来 拱手道 大人 如今我们做生意的钱是解决了 但是正如大人您刚才所说的 想要在京城做生意 还需要背景 据卑职所知 京城那些书店都是有背景的人 罗信摆摆手道 你想到的那些背景根本不足为据 真正的威胁来自徐杰 徐杰 众人都是一愣 罗信笑道 我们刚开始开书店的时候 我们的身份也许还不会暴露 但是随着你们一个个都老老实实的在詹士府待着 而且还过得有滋有味 再加上我们书店火爆之后 必定会有有心人调查我们书店的跟角 所以最终我们这些人是隐藏不住的 徐杰费了这么大的劲儿 就是想要对付我 如何肯让书店开下去 那怎么办 众人的脸上都现出了恍然之色 徐杰啊 对他们来说 那就是庞然大物 无非就是两个办法 罗信淡淡的说道 一个是公平竞争 一个是暗地理使手段 所以 我也不准备隐瞒我们的身份 我会找一个府中下人来经营书店 然后对外宣称 他们都是我罗信的朋友 谁敢暗地里使绊子 我罗信就杀到他的家里 把他家给砸了 众人的脸皮子不由都抽搐了起来 不过转而易想 罗信可不是单纯的詹士府佐树子 人家还是武侯 是军神 军人的性子就是如此 你得罪了我 我就带着人去把你家给砸了 你又能够如何 这样的事情 如果放在别人的身上 脱不开一个被罢官的结果 甚至会被徐杰参议本 将罗信打入天牢 但是 罗信不同了 如今罗信当初在玉西宫内和家境地的对话 都已经传遍了京城 谁都知道罗信想要辞官归故里 家境地不同意 所有人心中都清楚 只要罗信不造反 就是把哪个重臣的家里给砸了 不 哪怕就是给徐杰家砸了 家境地顶多把罗信叫过去 训斥一顿 也不会处罚罗信 新号 新号 第893章欢声笑语 如此一来 罗信还怕什么 恐怕罗信将话放出去之后 没有人敢招惹罗信 敢招惹他们开的书店 就是徐杰也不敢 如果徐杰家里被罗信砸了 最终却不能够将罗信怎么样 那才丢人 威望大减 会给高拱绝佳的机会 所以 在背景这一块 不会再有问题 钱有了 背景有了 那如今就剩下开书店赚不赚钱了 大人 这书店真的能够赚钱 马庆山有些担忧地说道 如今在京城已经有很多书店了 我们投入这么多 什么时候才能够把本钱赚回来 罗信便笑道 你是担心什么时候才能够分红吧 嘿嘿 众人都善善地笑了起来 这个书店赚不赚钱 那得看是谁做 别人想做 在众多书店的围剿中 恐怕只有破产这一条路 你们不要忘记了 徐杰不会任由我们赚钱 虽然因为我的震慑 不会按地理使绊子 但是却可以公平竞争 比如降价 逼迫我们关门 啊 众人吓得都张大了嘴巴 不用吃惊 罗信淡淡地说道 所以要有所准备 第一 我们要降低书本的成本 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购买书 而是要自己印刷 我会成立一个印刷作坊 如此我们的成本就会降下来 但这也只是和对方有了拼的底牌 却不足以令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所以 我们还必须有第二步 那就是我们的书要博 我们有这个条件 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 詹事府啊 詹事府喜马那边可是有着书库 你们以后每天上班的工作之一 就是每个人去喜马那边借一本书 抄写下来 然后让印刷作放雕板印刷 如此我们的书籍一定比其他书店种类多 这便是是一个优势 当然 我们使出了这个招之后 徐阶他们也会如此 以他们的能力 想要将书籍的种类多起来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 他们毕竟落后了一步 等着他们增加书籍种类的时候 我们的书店已经打出了名气 他们想要重新争夺客户 并不容易 这就是先手和后手的区别 妙 众人的脸上都现出了喜色 还有第三步 罗信笑咪咪地说道 还有第三步 众人都睁大了眼睛望着罗信 罗信笑着说道 这个生意是大家的 所以大家都要出一份力 而且还不让大家白出 能够赚到钱 哦 众人精神更振 每一双眼睛都像小太阳一般 亮亮的望着罗信 我们出一份儿杂志 杂志 那是什么 准确的是 我们出一本故事会 故事会 对 就是一种小博册子 每个月出一期 里面收录十几个故事 这些故事可以是一个完整的短篇故事 也可以是长篇故事连载 这本故事会就由我们一起来创作 省得你们这些人整天待在詹士府 无所事事 估计我们的四个书店 从购筑房产到装修 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你们白天就在詹士府抄书 抄完一本 便交给我 我会组建了印刷作坊 将这些书籍印出来 而你们晚上回去 便构思一些故事 然后交给我 我会审查 过关的会给润笔费 不过关的 没钱 重写 众人闻听 剧都跃跃欲试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都是文人 文人最拿手的是什么 写东西啊 能够通过写东西赚到钱 还有比这个更美的事情吗 大人 您准备写什么 我 罗信摇摇头道 我每天得审查你们写的稿件 哪里有时间去写 不过 我可以请一个人来写 谁 众人心中都泛起了兴趣 有谁还会让罗信去请 黄石翁 黄石翁 众人神色一争 继而便是狂喜 他们知道黄石翁吗 简直是太知道了 黄石翁写的蜀山传那可是在当初风靡了整个大明上下 如今很多茶馆还有很多说书先生在讲蜀山传 嘉靖帝就是一个修道狂 所以整个大明对于修仙之类的画本十分风靡 如果罗信真的能够将黄石翁请出来 这个故事会绝对会大火 实际上黄石翁就是罗信 罗信能够写出来一本修仙的小说吗 太能够写了 后世的网文修仙小说实在是太多的 不过罗信却不想直接拿出来一个抄写 那些小说虽然说很精彩 但是用词造句与大明完全不同 所以罗信准备自己写一本 怎么写 很简单 将以前看过的修仙类网文小说综合一下 选出精彩的利益 然后把背景换成蜀山传的背景 把人物的名字也改成蜀山传中的人名 然后起个名字叫做蜀山传二 众人都兴高采烈的回去了 第二天 罗信先是将家里的管家陆元派出去 在东南西北四个区域挑选能够开书店的房产 然后购置下来 同时 一直留在府上的那四个公布的大将 便不准备让他们回去了 就让他们刁板 那两个木匠干这些事情没有问题 再从家丁中挑选一些心灵手巧的人跟着做学徒 一个印刷作坊就组建起来了 这一天 罗信根本就没有去詹士府 只是忙忽这些事情 到了晚上 那二十几个官员又来了 带来了他们的入股银子 还有他们抄好的书 这些官员问起书店的房子购置了没有 罗信告诉他们有了范围 还需要最终确定 众人在一起欢声笑语的喝了一会儿茶 便一一告辞 时间在众人的忙碌之中过去了三天 这三天 詹士府左树子这帮子人 精神头可是相当的好 一扫之前的忧愁 一个个脸上都挂着喜色 每天都忙忙碌碌 吏部的人依旧每天来好几次 以前他们来到詹士府 那些官员的脸上都露出讨好之色 但是 如今却没有人在搭理他们 每个人都头不抬的在那里抄书 这些吏部官员挨个房间看 每个房间的人都在低头抄书 根本就没有人搭理他们 即便是他们没话找话 想要问问他们这是干什么 却遭受了一片白眼 那些吏部的人便信信地离去 星号 星号 第894章定地点 一连几天 都是这种情况 这些吏部官员就有些沉不住气了 层层汇报到徐阶那里 徐阶沉吟了一番 让吏部官员明日一早便去 看看罗信那些手下是不是一进入詹士府 就开始抄书 还是等着他们去装个样子 第二日 詹士府 左肃子办公房间 二十几个官员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一个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昨夜想了一个好故事 一定会被大人选中 拉倒吧你 就你那古板的杏子 能够写出什么来 还得看我 你也不怎么样 另一个官员道 还得看我 看我 看我 每个屋子都热闹了起来 这些人一边打开书 铺纸 研磨 一边互相调侃 而就在这个时候 四个吏部官员偷偷地走了进来 耳边就听到每个房间里都传出来看我 看我的声音 还有哈哈大笑的声音 看我 四个吏部官员面面相去 看我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请了一个风尘女子 在里面争风吃醋 偷偷头趴窗户看 却没有没有见到一个女子 只有一群大老爷们 一边在那里整理着饼墨纸燕 一边欢欢喜喜地喊着看我 这 他们都疯了 这个时候 有人看到了他们 房间里面立刻静了下来 正好大家也都整理完毕 便开始静静地抄书 煞时间 每个房间里传出来的只有抄书的声音 四个吏部官员面面相去 最后不得不转身离开 在他们的身后爆发出肆意的大笑 另四个吏部官员满脸铁青 这个消息又层层传到了徐杰那里 徐杰又沉吟了一番道 也许是他们找到了给人抄书的活吧 他们这帮子人也只能够找到这样的活 既不耽误他们做衙门 也不耽误他们赚钱过日子 那我们就这么让他们抄下去 徐杰轻轻摇了摇头 面含讥讽地说道 他们每日都在抄书 而且是人人抄书 这么大的量 不可能是给某个人加抄 一定是给某个书局抄书 给我将京城的书局一家家查 如果发现了 让他们立刻停止 让詹士福那帮子人抄书 张居正微微皱了一下 没头到 不会吧 现在的书局不都是印刷吗 不是 徐杰道 太悦 你不能够在家里死读书 也应该没事出去走走 刁板印刷的成本很高 一旦印刷出来 别说卖不出去 就是卖得慢一些 都会大量积压资金 对于那些书局来说 书卖不出去 你就是废纸 他们就是赔钱 所以 除了已经试验出来会大卖的书 他们才调版印刷 其余的书他们还是会雇人抄写 明白了 我这就去查 这一日 罗信来到了詹士福 这些人见到已经有五天没有来的罗信罗大人来上班了 这一定是有事情啊 便跟着罗信 便跟着罗信来到了大唐 罗信让鲁大庆将大门关上 然后在外面站岗 罗信的这番举动 令这二十几个官员都兴奋了起来 眼巴巴的望着罗信 罗信含笑道 各位同僚 如今四个书局的门面已经购买了下来 他们分别在 罗信一边说着 一边铺开纸 拿起笔在纸上画着地图 将四个书局的位置画了出来 二十几个官员看着 便不由微微皱起了眉头道 大人 这四个门面的位置不是中心啊 罗信翻了一个白眼道 就那点而前还想买一个中心的位置 嘿嘿 众人不由尴尬地笑了起来 而且 罗信淡淡地说道 就算是有足够的钱 我也不会去买中心的位置 知道为什么吗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剧都摇头 要不说你们不通商呢 罗信用手指点着他们道 我们做的是什么生意 书局啊 去书局的都是一些什么人 读书人啊 你们还知道是读书人 我以为你们会认为是买猪肉的人去书局呢 读书人讲究一个一个身份 讲究一个静雅 在闹事中心反而起反作用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选在偏僻的地方 你们好好看看我选的这四个地方 分别都是东西南北四个区域的闹钟取静之处 正符合读书人的身份 又接近闹事中心 大人智慧 大人英明 众人大拍马屁 好了 不用拍马屁了 一旦把我拍晕了 生意赔了 可别怨我 哈哈哈哈 众人放声大笑 来人止步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出来鲁大庆的声音 屋子里就是一镜 众人都知道是力部的官员又来了 罗信便放低了声音道 今天只是告诉你们一声 门面已经买回来了 今天就会开始装修 还有 你们一会儿等着力部的人走了之后 把你们抄好的书 还有你们写好的故事交给我 我带回去 是 大人 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了争吵声 一听就是力部官员要闯进来 而鲁大庆不让 罗信便摆摆手道 大家散了吧 卑职等告辞 二十几个官员便向着罗信失礼 然后打开门向着外面走去 门一开 便看到门外鲁大庆和四个力部官员对峙 只是刚刚对峙 还没有进一步发展 便看到了门打开 二十几个官员走了出来 而罗信则是坐在大堂主位上 眼镜微微眯着 蹬着他们四个人 冷声喝道 你们要见本官 在这里赌门争吵什么 还有没有读书人的修养 有没有围观的德性 是不是要本官餐你们一本 四个力部官员脸色就是一变 屈东灵杖红着脸道 我们要见大人 你的书童不让进 我们是例行检查 闭嘴 罗信宁声喝道 你想要见本官就能够立刻见到本官吗 你去见徐阶的时候 就直接闯进去 不需要通报吗 你屈东灵气的浑身发抖 你能够和徐阁老相比吗 星号 星号 第八百九十五章理念 怎么就不能够比 罗信淡淡地说道 我作为侯爷 品级并不比徐阶低 难道你就可以直接闯我的衙闷 你再这样一次 信不信我将你打出去 好好好 我会将此事禀告徐阁老 赶紧滚 罗信厌烦地摆摆手 如同在轰苍蝇 屈东灵带着三个官员气哼哼地走了 在他看来 今天这个事情 就是罗信故意的 一定是那些官员将事情通知了罗信 罗信今日特意把人召集在大堂内 等着他硬闯 然后如此羞辱于他 罗信 你等着 我以后一天来八遍 我治不了你 我还治不了你的属下 屈东灵一边嘟嘟囔囔的 一边离开了詹士府 他离开不久 罗信也离开了 鲁大庆拎着超好的书和那些故事手稿跟在了罗信的背后 回到了家里 陆远便立刻进入到罗信的书房内 侯爷 陆远啊 有什么事情 侯爷 这四家书局准备如何装修 是不是和其他书局一样 罗信想了想到要有点而区别 我们购置下来的房产并不在闹市中心 所以面积很大 是 这样 我们每个书局有三层吧 是 陆远咧了咧嘴 他真不明白弄一个书局要那么大的地方做什么 有那么多的书吗 第一层这样 罗信铺开纸提起笔 在纸上画了起来 一边画着一边解说着 实际上 罗信就是把书局装修成后世的书店的模样 一排排书架 然后在门口有一个收银台 每个进入书店的人都可以随意观看 看好了 来收银台交钱就可以了 别看这小小的改动 却给了顾客很多自由 随意了许多 心情也舒畅了许多 但是 陆远却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道 大人 这样会不会有很多来我们书局白看书的人 不要担心这个 罗信淡淡一笑道 我们把第二层这样装修 当罗信画完第二层的装修图之后 陆远便不由一愣道 大人 这不就是一个学堂吗 不错 这里叫做借阅室 那些买不起书的人 可以在这里借阅 不过这里不提供纸笔 也不允许抄写 只能够在这里看 一本书我们只收五个铜板一天 也就是说 如果你拿着一本书 在这里看一天 也只需要五个铜板 当然 如果你在这里一天看两本书 那就需要十个铜板 陆远思索了一下 点头道 不允许抄写 只是让他们在这里看 一本书他们要反复看很久 不是五个铜板就够的 如此算来 倒是会赚一些 这些都是小钱 真正的大钱在第三层 第三层我们要把它装修成一个园林的模样 里面摆放一些小型树木 还有花草 设计的格局要典雅 而且这里还提供茶水和点心 也提供笔墨纸燕 这里就是一个读书人交流切磋的地方 档次一定要高 让每个进来的读书人 都会觉得这里天生就是读书人应该待的地方 一进入第三层 都感觉自己的心静了下来 书卷气都浓了三分 而且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进入到这里的 想要进入到这里 那需要身份 即便是你有身份 也不能够随便进来 这里我们要搞会员制 会员制 路员很迷茫 会员制就是一种制度 我们一个书局还要有制度 路员大张着嘴巴惊问道 为什么就不能够有 再说了 什么一个书局 书局只是第一层好不好 第一层我们开成书局超市 索性罗性也把后世的语言给用上了 书局超市 超市 就是让大家随便看 看中了 自己去门口收银台付钱 这个很好理解 好处刚才我也给你说了 但是 第一层书局超市 我们要有经营理念 经营理念 路员已经完全猛逼了 我们要有几个口号 第一 书印刷的质量最好 第二 书的种类最多 第三 价格最便宜 仅凭这三点 就会对整个京城所有的书局形成冲击 继而辐射全国 我们不必要在全国都开设书局 只要把我们印刷的书籍批发给他们就好 路员抓了抓脑袋 有些跟不上罗信的思路 罗信也没有催他 而是静静的等待 大约过去了一刻钟的时间 路员道 侯爷 价格最低这一项 想要做到不容易啊 雕板很贵的 不贵 罗信大手一挥道 我们不做木板雕刻 我们做签字印刷 木板雕刻消耗很大 印不了多少板 就会自己模糊 这还如何做到质量最好 而签字不同 十分扛消耗 我们的价格会降到极低 根本不是其他书局能够相征的 什么是签字印刷 路员又猛逼了 这个你不要管 说到这里 罗信一笑道 你只要知道这会极大的降低成本就好 而且印刷的质量极好 如此 我们不仅不会赔钱 而且还会赚的比现在那些书局赚的多 我们来说说第二层 第二层我们求的不是财 而是名声 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地方 让京城那些穷人也能够在我们这里看上书 一旦他们有钱了 便会在我们这里买书 而且我们一旦名声传出去了 也会让更多的人来我们这里买书 这就是广告 你不要忘记了 在大明这个社会 名声很重要 更何况 第二层也不会赔钱 只是赚的少一些罢了 第三层 我们要办的是会所 会所 就是一个聚会的场所 不过是高档场所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来的 就是你拿着大把的钱 想要进入这里也不行 必须有会员卡 会员卡 嗯 就是一种身份的证明 我们设立金卡和银卡两种会员卡 金卡就是用金字制作的 银卡就是用银字制作的 持金卡的人和持银卡的人是有区别的 第一 持金卡的人可以带一个没有卡的人进入第三层 而持银卡的人则不行 第二 持金卡的人有专门的人服饰 而持银卡的人没有 星号 星号 第896章又要办一份儿杂志 还要有专门的人服饰 去牙行 给我去买50个懂得琴棋书画的年轻女子 长得要好 气质要好 琴棋书画差点而没有问题 以后请老师培养 路员便杂吧杂吧嘴道 这可不便宜 罗信也杂吧杂吧嘴道 也是 又不能够减少那帮子人的股份 算了 这些人不用你去买了 我来想办法 咱们接着说 这些女子到来之后 有持黄金卡的人来 便有人去专门服饰 如果没有 他们就轮班招待那些持银卡的人 不过不是一对一 不过不是一对一 而是一个对好几个 嗯就一个对一桌吧 那些持卡的人就是要的一个身份 他们不在乎钱 你想象一下 持金卡的人可以带朋友来 而持银卡的人却不能够带人来 持金卡的人坐在那里 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一个人服饰 而持银卡的人 一桌才有一个 这档次一下子就比出来了 那些持金卡的人能不出去宣扬吗 那些被他们带进来的没有持卡的人 能不出去宣扬吗 能不买一张卡吗 那些持银卡的人 虽然在持金卡的人面前丢了份儿 但是在没卡的人面前 那就是两个字 骄傲 三个字 有面子 他们能不出去宣扬吗 如此 想要入会的人还不是一群一群的 这个路远有些为难的说道 弄些女子在第三层 那会不会被当成封月场所 这对声誉不好 不一样 罗信尧头道 我们这里的女子 要比封月场所内的清官人还要轻 我们这里的女子只是弹弹琴 唱唱歌 陪着下棋 或者红袖天香 封月场所中的那些清官人 还要陪酒吧 我们这里不行 怎么说呢 我们这里的女子就相当于汉林院中的疏离 如果有人敢在第三层放肆 拉着我们的人陪酒 或者想要摸摸碰碰 第一次警告 第二层取消会员 永远不让进入 对了 到时候要叫他们礼仪 不是那种女子礼仪 而是士林的礼仪 就按照礼部那套礼仪叫 我和你说 罗信弹性大发 我们就是要营造一个师叔礼仪环境 哪怕是女子 也是一副书卷器 也是一副不落于男子的彬彬有礼 想要碰我们的人绝对不行 人就贱 读书人更贱 当官的读书人最贱 越是不让他们碰 他们越是趋之若鹜 陆元擦了一把汗 心道 大人 您也是读书人啊 您也是当官的读书人啊 不过 陆元的脑子里已经产生了一种画面 一种赚钱的画面 他承认罗信这番设计 那绝对是绝了 会成为京城一个读书人的圣地 而且 在第二层我们会经常的举行讲学 而那些公开讲学的老师就是那些三层上持卡的人 好为人师 这是人的通病 更是读书人的通病 更何况这还能够为他们扬名 就是为了这个 也会有很多人来购买会员卡 与此同时 他们的讲学又会吸引更多的读书人来第二层 这就是良性循环 那 会员卡都给什么样的人 什么叫给 罗信翻了一个白眼道 那叫卖 卖 陆元又猛逼了 还要钱 你这不是废话吗 不要钱 我费这个功夫干嘛 那 那 多钱 陆元结结巴巴的问道 嗯 罗信想了想到 金卡就一张一千两银子吧 银卡二百两 十 什么 陆元更结巴了 不要吃惊 实际上也不是买 合送差不多 罗信解释道 如果我们明马实价的卖 反倒被人诟病 说我们书局据是铜锈 破坏了我们书局的名声 我们这是送 他们那些钱只是提前存在我们这里 然后他们在第三层会所内喝茶吃点心 水果之类的 需要花钱吧 但是他们不用从身上掏钱 那多丢粪儿 他们只要报上他们会员卡的卡号 直接从他们存的钱里扣除就可以了 这多有身份 吃完 喝完 玩完之后 都不用接触那些铜锈 只要爆出他们的卡号 便可以结账 这是多么的牛 多么的雅 多么的云淡风轻 多么的有身份 对 我们第三层的口号就是拒绝铜锈 陆元咧了咧嘴 还拒绝铜锈 那些铜锈你早就都搬回家了 好吧 不过想一想 这还真是一种意境 而且这种意境还真是吸引人 特别是吸引那些读书人 那些有身份的读书人 恐怕会更吸引那些没有卡的有钱人 比如商人之类的 也许会出现那些商人 八戒有卡的读书人带着他们去第三层 嗯 会花费大价钱去八戒 那些有卡的人 说不定带一次人去 就把买卡的钱赚回来了 哦 不 我们不卖卡 是送卡 他们的钱只是提前存在我们这里 陆元想着想着 脸色猛然一变 那些商人有钱啊 他们买卡没问题啊 如果那些金卡都让那些商人买去了 这什么会所的档次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啊 大人 那是不是只要有钱 就都可以买卡啊 当然不是 那样还怎么会叫做远离童秀 首先想要拥有我们会员卡的人 必须有着读书人的身份 最差也要是秀才 童生都不行 没有功名坚决不行 第二 必须是儒家大师 或者是历届科考三甲出身 这样会不会卖不出去啊 陆元担心的问道 刚开始肯定卖不出去 嗯 也不能够这么说 我就可以买吗 这就是一个噱头 吸引人的噱头 太高身家的噱头 慢慢便会都来买的 不过 你说的也对 刚开始还要有别的方法 让我想一想 罗信揍起眉头想了一会儿 眼睛一亮到 第三 你不是大师和三甲也可以 但是必须是发表过文章的人 而且就算没有发表过文章的人 也不要紧 我可以给他们一个发表文章的机会 我再出一本杂志 故事会是通俗杂志 再出一本高雅的杂志 上面都是读书人写的精彩文章和诗词 这本杂志就叫 就叫士林名片 只要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人 都拥有持有会员卡的资格 第一期 我会在这本杂志上写一篇文章和一首诗 再邀请复兴社的人写 星号 星号 第897章 游说 陆远又咧了咧嘴 以罗信在士林的号召里 有着他写的文章和诗词的杂志还不卖封了 罗信是谁 大儒啊 如果有人写的文章和诗词 能够在罗信这个大儒发表过的杂志上 出现 那是多大的荣誉啊 那些士林读书人还不封了一般的给士林名片投稿 别以为徐杰的属下不会投稿 就算他们不投稿 京城和徐杰不对付的大师有的是 想要出名的人有的是 这杂志一定会大卖 同样的便会有更多人买会员卡 侯爷这脑袋究竟是怎么长的 路员兴高采烈的走了 罗信也起身奔着工部去了 想要制作签字 那必须用签和锡 而且还需要雕刻工匠 这些只有工部有 罗信用钱购买一些 完全不成问题 在工部带了不到半个时辰 罗信便带着两个雕刻工匠 用车拉着千和锡回来了 如此罗信的府上就有了两个铁匠 两个木匠和两个雕刻工匠 将制作签字的想法和大概的程序告诉了这六个人 罗信就离开了 罗信相信 以这六个工匠的水平 用不了多久就会研发出来 他们只是缺少一个灵感 当灵感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一切都不成问题 然后 罗信又离开了家 去了贾家楼 要了一个包厢 然后在包厢里换了一身衣服 从贾家楼的后门溜了出去 直奔冒生胡同 来到了居住在冒生胡同内的王翠翘的据点 王翠翘眼睛一亮 脸上竟是笑容 迎了上来 柔声道 老爷 您怎么来了 不欢迎 罗信扬装将脸一沉 哪能呢 王翠翘柔柔的笑道 这不是有锦衣卫盯着老爷 害怕老爷危险吗 罗信伸手将王翠翘揽在怀里道 想你了 就来看看 王翠翘趴在罗信的怀里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道 虽然知道老爷是因为正式来的 但是切身听道 心中欢喜 啪 罗信的大手在王翠翘的屁股上拍了一下道 老爷我是有正式 但是却也是真心实意的想你 王翠翘用小脑袋顶着罗信的胸膛 柔柔道 切身知道 罗信拦腰将王翠翘抱了起来 一脚将房门踹开 然后走进房间 反脚将房门踢上 直奔床踏 半个时辰之后 王翠翘瘫软在罗信的怀里 罗信搂着王翠翘 一只手在红蕾上揉搓着道 翠翘 轻楼一般都从那里购买 有琴棋书画弟子的女子 我说的不是那种精通的女子 只是一般的女子 王翠翘趴在罗信的怀里 慵懒地给了罗信一个媚眼道 老爷想要开个轻楼 啪 罗信的大手在王翠翘裸露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换来了王翠翘一声英宁 老爷是那样的人吗 那老爷要那些人干什么 先别问 告诉我轻楼都从哪里买人 牙行啊 真的是牙行啊 嗯 王翠翘轻轻点头道 牙行都有着一些人 专门调教年轻女孩子 然后卖给轻楼 那些女孩子可是牙行正到来的 有的是 王翠翘点头道 总有家破人亡的人卖而卖女 稍有姿色的女孩 便会被牙行买去 然后进行调教 不过 大部分女孩都是被拐骗 被绑架的 将北方的女孩拐骗绑架到南方 将南方的女孩拐骗绑架到北方 罗信的眼中现出了一丝利色 如此说来 我将牙行给灭了 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绝对的替天行道 王翠翘用力点头道 这件事交给你了 罗信陈生道 把京城内的牙行给我杀个遍 然后留给我一百个会情奇书画 气质和相貌好的女子 余下的人 有去处的 发给他们一些盘缠 让他们自行离去 没有地方去的人 如果你这里能够吸收 就吸收 不能够吸收 就送往台湾 那里缺人 好 王翠翘点头道 虽然是在京城 不过做这件事 也只是麻烦了一点 七天 给我七天的时间 我会做的没有丝毫痕迹 那老爷我可是要再次谢谢你 罗信翻身 又将王翠翘压在了身下 不一会儿 房间内又响起了粗气声 罗信神清气爽的回到了府中 听了路员的汇报 如此一切都在有效的进行中 四个书局开始同时开始装修 印刷作坊也开始研究签字 罗信去看了一下 已经有了成果 只是签字的硬度还差了一点儿 需要再实验和锡的配比 两个铁匠说 明天一定能够实验出来 第二天 罗信没有去看签字弄得怎么样 而是去拜访了几个如灵大师 这些大师听到是罗信前来拜访 都迎出了门外 罗信在如灵的名气和威望 还是很大的 他的那本恐梦何必 就是这个时代的巅峰之作 罗信能够前来拜访 那绝对是一个有面子的事情 当他们听说罗信的来意时候 整个人都兴奋了 罗信准备印刷一本书 里面发表一些文章 其中罗信自己就会在里面 写一篇文章和一首诗 邀请他们共襄盛举 这如何不让他们激动 这可是和如道宗师在一本书上发表文章啊 别说罗信还给润笔费 就是不给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强迫脑袋 所以 这些人都激动的答应了 罗信拜访了一天 到了晚上才回来 跑去印刷作坊一看 果然签字制作出来了 当即便让两个雕刻工匠开始克制签字 到了次日 他又开始拜访一些 在朝围观的有才学的官员 昨日他拜访的都是一些 已经退隐的如道大师 那些人自然会欣然接受 但是罗信知道 围观的人想的事情就多了 未必会答应自己 所以 他直接先奔着高拱去了 将自己的来意意说 高拱便望着他笑道 不气 怎么想起出书了 闲啊 罗信笑道 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便想着坐点儿 对文坛有意义的事情 高拱便伸出手 指点着罗信笑道 不止于此吧 星号 星号 第898章 张世杰见价 罗信便笑 他知道高拱的意思 再说他借此结交一些官员 为结党铺路 实际上 罗信还真是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也没有否认 高拱坐在那里 寻思了一会儿道 也罢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一件对文坛有意义的事情 老夫就为你写上一篇 多谢老大人 罗信笑咪咪地说道 他知道高拱会答应 一方面 以高拱的清高 最喜欢的就是学问方面的事情 这方面的吸引力对他太大了 另一方面 高拱也十分自信 他不认为罗信靠着为别人出本书 就能够把他的属下拉走 罗信有着高拱这个招牌 余下的事情就好做了许多 那些人原本还在沉思 一听到高拱都同意给罗信写文章了 立刻便答应了下来 这一天 罗信除了没有去拜会徐杰的手下 将高拱和清流中有才学的人都拜访了一个遍 收获很多 这些人答应的文章和诗词 已经够罗信出好几期杂志的了 第三天晚上 罗信又在家里摆宴 将复兴社的人请来聚会 又邀请到了不少的文章 第四天 晴霜一早来到了詹士府 当那些官员听说 罗信这次让他们写的是正经文章和诗词 每个人都激动了 写故事不算什么 不会出什么名 就是出名了 对文坛上的声望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反而会被士林说成不误正业 但是 做文章和诗词就不同了 这可是真正的刷声望啊 文人那个不爱名啊 虽然罗信和他们说了 即便是他们写出来 也未必就能够发表 需要通过他的审核 但就是这样 也让他们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如此 罗信有事收获了一些预定的文章 乐呵呵的离开了 罗信这几日的忙碌 都会挤到徐杰的桌前 徐杰真有些不明白 罗信这究竟是要做什么 难道真的是想要出本书 难道罗信还真以为帮着别人出本书 就能够把别人拉到他的阵营了 这是不是有些太想当然了 不过 想了想罗信如今的局势 被家境地忌惮而打压 有着他和高拱两座大山随时防备着他 罗信想要在这种夹缝中求生也实在是太过困难 如今罗信的詹士福还没有乱起来 他已经在佩服罗信了 虽然不知道罗信究竟用什么方法 让他那些属下没有怨声再道 但是对于罗信的手段他还是很佩服 如今罗信的第一次出手 压制了詹士福的属下 究竟是什么手段 徐杰还没有看清楚 这罗信又第二次出手了 这第二次出手 徐杰同样没有看清楚 他实在是弄不明白 罗信费这么大的力气 又出钱 又出力 出这么一本书究竟是为了什么 两次出手 让徐杰有些眼花缭乱 望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张居正道 太阅 之前让你盯着罗信 可是看到罗信有什么动作 有 罗府的管家路员如今在装修四个门面 四个门面 徐杰的目光就是一宁都在哪儿 他要做什么 地点在东南西北四个区域各一个 至于要做什么 查不出来 那四个门面都被背部遮挡 看不到里面 而且日夜有着罗府的家将守护 我们的人根本就进不去 徐杰轻轻拖着胡须思索道 看来罗信这是要做生意了 难道是他让詹士福那帮子属下入股了 说到这里 徐杰点头道 不错 就是如此了 以罗信财神之名 他那些属下就是砸锅卖铁也会出钱入股 如此也就能够解释詹士福那些官员 为什么如此平静了 张居正也皱起了眉头道 恩师 以罗信理财之能 不管做什么买卖都一定会赚钱 如此詹士福不仅不会出问题 而且那些官员还会和罗信紧紧地绑在一起 以后罗信指冬 他们绝对不会往西 这是个麻烦啊 麻烦倒是没有 以詹士福那帮子废物 又会帮上罗信什么忙 只是这样一来 我之前的那番运作就是失去了效果 徐杰紧紧地锁起了眉头 思索了一会儿道 太阅 你出面约请一下京城的那些商人 但是却不要有所举动 等着罗信开业之后 看看他究竟做哪一行 然后我们联合那一行打压罗信 让他赚不到一个铜板 还要赔钱 我看他能够赔多久 至于罗信出的那本书 我们看看再说 徐杰抬手揉了揉眉心道 这本书的事情 说不得我们只有当作不存在 毕竟有着那么多低士林大儒 还有官员写了文章和诗词 如果我们稍微抨击 就会招惹了整个士林 整个罗信还真是不消停 他此举虽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但是却赚取了不少的名声 恩师也无需担心 张居正道 只是一些虚名罢了 等到我们破坏了罗信的计划 让他的生意不能够赚钱 到那个时候 那些把家底都投进去的詹事府官员 恐怕连杀了罗信的心都有 到那个时候 罗信势必焦头烂额 也是 徐杰点点头 随即又叹息了一声道 张世杰进京了吧 是 张居正点头 玉西宫外 张世杰站在大太阳底下 他已经在这里站了一个时辰了 家境地却并没有传他进去 张世杰此时虽然沐浴在阳光之下 但是却心里冰凉 他在杭州做的事情 他自己十分清楚 原本以为自己做的巧妙 虽然上交的银子比罗信在的时候还少 但是却可以用海上战事来糊弄家境地 而且海上也确实发生了战事 一个突然出现的台湾岛 开始征服琉球 就在他动身前往京城之前 得到的消息是 台湾岛那个什么南海王已经彻底占领了琉球 正在休整 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 此时就连胡宗县就紧张至极 日夜地方南海王入侵大明 以南海王如今的实力 可是要比当初的王子厉害了许多 星号 星号 第899章 陈冤旺 张世杰虽然拿了大头和徐家分了 只给了家境地小头 却是一点而都不担心 这不是在京城还有着徐家吗 就算有什么事情 徐家也应该能够摆平 所以 他将银子派人压界进京之后 便依旧吃喝玩乐 完全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 但是 他没有想到徐家的大公子 徐鲁青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且直言告诉他 这件事被胡宗宪揭露了 陛下大发雷霆 这件事情他张世杰 必须一个人扛下来 如果牵连了徐家 徐家如果因此倒台 他张世杰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 但是 如果张世杰一个人将此事扛下来 徐家便保证给予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总之就是一句话 这件事别想着徐家帮忙了 如此一来 张世杰变马爪了 他知道自己必须将此事扛下来 他知道自己最多被罢官抄家 但是只要家境地死了 徐家不倒 他就必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以家境地的年龄 还会活多久吗 只是张世杰也不想就这么被罢官了 俗话说 指着别人不如指着自己 如果能够在不牵连徐家的状况下 还能够保全自己 那才是最佳的方案 正站在阳光底下 反复思索着策略的时候 便见到黄景走了出来 张世杰急忙在脸上堆起了笑容道 卑职见过黄公公 黄景淡淡地望着他道 陛下宣你进殿 谢陛下 谢黄公公 张世杰心中充满忐忑地跟在了黄景的身后 进入了玉熙宫 一进入到玉熙宫 便跪倒在地 晨 张世杰拜见吴皇陛下 万岁万岁万万岁 家境地拿起玉树案上的一叠纸 向着张世杰扔了过去 冷然道 你自己看看吧 张世杰跪在地上 将那些纸张一页一页地剪了起来 然后细细看去 脸色便便的苍白 后背被汗水已经湿透 心里不由把罗姓 胡宗宪和那些商人骂了一个底朝天 他此时心中已经知道 自己就如同一个苍蝇落进了油锅 前途光明 却是死路一条 而这个油锅就是罗姓 胡宗宪和东南商户集体给他准备的 换句话说 就是他被人格耍了 张世杰一直在在京城围观 根本就没有地方官的经验 但是偏偏还觉得自己出身京城 智谋必定超过地方官 否则 为什么自己是京官 而那些人是地方官 来到杭州之前 他也是谋划了好久 兵书战策都读了好几本 最后觉得无非就是打击一己 扶植自己的心腹 便足以将东南士博斯掌握在手中 但是当他到了杭州之后 却发现真的和自己想象的差了太多 自己对经商 税务 包括地方衙门的管理 完全是一窍不通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务时和务虚有着很大的差别 他在京城静务虚了 真到了务时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如何开展工作 于是 他便拿出了在京城务虚的本事 排除一己吗 听话的 用 不听话的 靠边站 如此一来 很快便有一批人聚在了他的周围 送礼的 拍马的 这些人包括官员 也包括商户 甚至他心中还有些忌惮的五大世家 也送来了礼 开心了 张世杰开心了 心中觉得这务时也没有什么嘛 于是 他便进行了第二步 准备开始蚕食大名海茂 这要从商户开始 不管是什么环境 总有得意的 和不得意的 就算是公平如罗信 也有些商户遭受到罗信的打压 但是这罗信的威名下 只有谨小慎威 如履薄冰的过日子 如今罗信走了 张世杰来了 正所谓一朝君王一朝臣 而张世杰也有意给他们机会 他们也很快地和张世杰联合一片 形成了一股势力 但是 等到他们这股 以张世杰和徐甫为主的新生势力 向着大名海冒发 出攻击的时候 却遭受到了强烈的反弹 差点而闹出杭州府罢工罢事的事情 如果是罗信遭遇此事 他一定会使用霹雳手段 正如他当初所做的那般 但是 张世杰如何有这种手段 只好不甘心地退缩了 只是张世杰并不认为 这是因为自己的智慧不如罗信 而是因为自己资本不够 和徐甫商议了一下 如果自己这边有着足够的资本 那完全可以抛开大名海冒 将和藩国商人的生意垄断 张世杰有这个权利 如今不敢这么做 只是因为没有那个资本垄断 于是 他们就想到了走私 无论那个世界 没有比走私更加赚钱的生意 所以 走私就这么开始了 而且收益令张世杰和徐甫心惊 按照这个赚钱的速度 用不了两年 他们就可以把大名海冒抛到旁边 让大名海冒名存实亡 到那个时候 大名海冒那些人就要跪在他们面前哭求 刚开始他走私的时候 也十分担心大名海冒来捣乱 但是后来却发现 大名海冒那些人只要有生意做 有钱赚 并没有多大抵触 于是他便逐渐的减少大名海冒的份额 虽然大名海冒那些人也来抗议过 但是却没有像自己那样过激 这让他的心变越来越大了 如今他是明白了 那些人是在暗地里整理他的材料 暗地里整理藩国进出的货物 而能够将包括五大世家在内的那么多商户 凝聚在一起 做这件事情 除了罗信 没有别人 这件事根本就是罗信安排的 而且最后举报的又是另一个大佬 胡宗宪 这完全是要把他枉死里整 他没有想过是因为自己太贪 想要把五大世家逼得家破人亡 也没有想过是他先要侵夺大名海冒 他也没有想过 如果他不这么做 别人根本就不可能如此针对他 他只是想到自己被人耍了 心中变起了愤恨之心 将这些东西看完之后 头上响起了家境地的声音 看完了 臣看完了 你可知罪 回陛下 臣知罪 何罪 家境地的声音更冷 臣愚昧 臣被小人糊弄了 臣是冤枉的 话落 张世杰趴在地上 痛苦失声 臣对不起陛下的栽培 臣万死 哦 家境地的声音更冷 你冤枉 心号 心号 第九百章 他要干什么 臣冤枉 臣真的冤枉 家境地冷冷地看着张世杰 再不言语 张世杰便趴在地上 一边哭着 一边喊着冤枉 但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得不到家境地丝毫的回应 他的喊声便渐渐的消失了 只剩下了哭声 接着哭声也越来越小 最终变成了抽气 最后抽气也没有了 便像一个死人一般趴在了地上 哭完了 家境地声音平稳的没有丝毫的波动 张世杰的身子就是一斗 挣扎着说道 臣冤枉 你冤枉 家境地的声音寒冷如冰 朕将一个好好的士博司交给了你 这是朕对你的信任 但是你却辜负了朕的信任 半年的收入竟然要比罗姓在十 少了三分之一 张世杰 你和你主子的胃口是不是太大了一些 臣 臣冤枉啊 张世杰不到最后 不可能承认 更何况家境地还点出了他的主子 他的主子是谁 徐杰啊 陛下 臣自从到了杭州之后 担惊截律 兢兢业业 鞠躬尽瘁 如履薄冰 说人话 家境地冷声道 张世杰的身子便是一斗 臣 臣是辜负了陛下的信任 但是但是 这不是臣对陛下不忠 也不是臣贪婪 而是 而是 而是什么 张世杰吞咽了一口吐沫道 陛下 臣在离开京城之前 臣知道自己一直在京城围观 没有半点儿地方官的经验 更没有经营士博司的经验 为了把陛下交给臣的差事做好 所以臣一到杭州 便去拜会罗信 请教罗大人 如何将士博司经营好 罗大人告诉臣 士博司一切都走上了正规 只要按照原有的规矩 用原有的人就好 臣便信了 但是 那些人 那些人 欺负臣不懂这些东西 又听信了罗大人的话 对他们充满信任 便被下面那些人钻了空子 内外勾结 还打着臣的旗号 直到如今 臣才知道他们竟然敢走私 臣才输血浅 辜负了陛下的信任 请陛下治罪 吃家禁地吃笑了一声道 巧言吝啬 臣不敢 张世杰哆哆嗦嗦地说道 不敢 那挣的钱哪去了 臣 臣 张世杰又突然大哭了起来道 陛下啊 臣到了杭州之后 才知道是如何的艰难 杭州已经被罗大人掌控得 如同铁板一块 臣的政令根本就出不了衙门 根本就没有人听臣的 那些人勾结在一起 将臣架空 如何为所欲为 大肆走私 笋公肥私 原本臣是这样想的 先放弃一段时间利益 整治励治 等着剔除了那些蛀虫之后 再抓士伯斯金银 就是送给陛下的那些银子 也都是臣千辛万苦才争取来的 家禁地的眉头一挑 他的心中浮现出一个念头 难道罗信的人离开了杭州 但是士伯斯还掌握在罗信的手中 但是他依旧没有给张世杰好脸色 当初罗信在杭州 遇到的困难比你多 罗信能够克服 你为什么就不能克服 陛下啊 罗大人当初可是有着七级光那支军队 臣可是什么也没有啊 没有军队 那些牙医有暂时没有收服 沉沉苦啊 那你为什么不上奏 张世杰一时没有想好理由 便低着头趴在那里沉默 回话 看着张世杰那模样 再想起自己损失的银子 家禁地便一股无名火涌上了心头 随着他这一声高喝 脑子都嗡嗡作响 整个脑袋感觉到一阵阵的一张一缩 仿佛就要爆炸了一般 一直平静的家禁地 突然这么一声抱贺 让张世杰不由一哆嗦 再也不敢保持沉默 立刻开口道 陛下 杭州官商勾结 官匪勾结 商匪勾结 错综复杂 在没有弄清楚这些官节之前 臣也不敢贸然上奏 一旦陛下因为臣的奏章而下了决定 而这个奏章内容 臣又不敢确定准确 误国误明 臣担当不起啊 你自然是担当不起 你一个小小的杭州之府 是伯斯提举 误国误明的事情还轮不到你 那是内阁的事情 家禁地神色开始变得苍白 脑子有着一阵阵眩晕 心中开始变得烦躁 徐杰举荐你成为杭州之府 是伯斯提举 而是伯斯半年之内 藩国商人增加了一倍 但是关税却比原来少了三分之一 你们竟然贪了四百余万两 徐杰举荐的好 你也对得起徐杰 但是 对得起正吗 难道你们的眼中只有徐杰 而没有正吗 张世杰的心脏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心中的不安在扩大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陛下要处罚徐杰吗 不行 这绝对不行 我完了 只要还有徐杰 我会卷土从来 但是 如果徐杰完了 我可是真正的完了 张世杰将心一横 猛然抬头道 陛下 臣没有贪 徐阁老也没有贪 臣和徐阁老都冤枉 家禁地的呼吸变得粗重 看着张世杰的身影都有些模糊 只是感觉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 想要开口 却变得艰难 陛下 虽然如今北方战事平定 但是当初黄台级入侵大明 致使大明赤地千里 明不聊生 灾明遍地 东南如今又有倭寇出现 那股倭寇已经占领了琉球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入侵大明 巴蜀吐司作乱 南汉北落 这些事情都是徐阁老担惊解虑 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徐阁老 如何会贪 在臣离开京城之前 徐阁老还把臣叫到了跟前 让臣一定记住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警告臣不要贪 也兢兢业业为陛下做事 啪 嘉靖一拍桌子道 你没有贪 徐阶也没有贪 挣的钱自己跑了 这都怪成没有把事情做好 没有掌控士博斯 给了下面人机会 张世杰就是重提 让嘉靖帝不由又想起了罗信 一个念头不可遏制的浮现了出来 难道罗信真的抓着士博斯不放 虽然他已经被调回了京城 却依旧是士博斯背后的掌控者 他要干什么 星号 星号 第901章 嘉靖昏厥 嘉靖帝只觉得头痛欲裂 思维都开始变得混乱 连话都说不出来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此时身在哪里 在做什么 要做什么 一旁的黄警注意到嘉靖帝的脸色变得苍白 呼吸变得粗重 连眼眸都变得浑浊 一个星不由提了起来 上前两步 轻声道 陛下 陛下 嘉靖帝似乎听到一个极为遥远的声音在召唤他 想要动 但是却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已经支配不了身体 放入灵魂出窍了一般 额头上的汗水如同溪水一般流了下来 他不由疲惫的闭上了眼睛 感觉到自己变得恍惚了起来 陛下 陛下 黄警见到嘉靖帝闭上了眼睛 汗出如江 不由焦急的提高了声音 陛下 陛下 嘉靖帝身子一歪 昏死了过去 黄警神色变世一变 立刻转头望向了张世杰 冷然道 张世杰 你跪安吧 张世杰也看到了嘉靖帝昏死了过去 心中便是一抖 哆哆嗦嗦地退出了玉玺宫 神色恍惚地向着外面走去 叫御医 黄警的声音就变掉了 立刻便有小太监匆匆地向着门外跑去 黄警又唤了几声臂下 嘉靖帝没有丝毫的反应 黄警的脸色变得沉重 目光中现出了犹豫之色 最终向着一个小太监使了一个眼神 那个小太监轻轻点头 然后悄然退出了玉玺宫 向着皇宫之外行去 罗姓正坐在家中的书房内 鲁大庆轻轻敲门进来 罗姓抬头一看 便见到在鲁大庆的身后跟着一个小太监 脸色就是一变 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人 皇上晕过去了 那个小太监颤声说道 你来的时候 有人看到你吗 没有 奴婢是从后门进来的 嗯 黄公公还有什么话让你带了吗 没有 好 你立刻偷偷回去 是 那个小太监离开了 罗姓默默地坐了几夕的时间 朝着外面喊道 鲁大庆 侯爷 去通知王翠翘 让他立刻派人严密监视高拱和徐杰 他们两个一旦进攻 立刻通知我 是 鲁大庆匆匆离去 万大全 大人 立刻去武军营找我爹 让他做好准备 是 万大全也匆匆离去 罗姓坐在书房里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玉西宫内 太医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黄景道 公公 陛下无大爱 只是身体虚 睡一觉就好了 这就好 这就好 真是谢天谢地 黄景脸上紧张的神色松弛了下来 吩咐宫女看家境地 然后给那个太医使了一个眼神 向着门外走去 那个太医跟在了身后 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大树下 黄景紧盯着那个太医道 陛下究竟如何 那个太医额头上就流下了汗水 淒淒爱爱地说道 陛下年龄大人 上了年纪 自然身子变虚 只要平时多注意休息就好 真的 黄景原本浑浊的目光猛然爆射出金光 那个太医 淒淒爱爱 但是却依旧坚持自己的说法 黄景知道逼问不出 便摆摆手让他离去 然后自己又回到了玉西宫内 一脚迈进大门 伸手招呼过来 一个小太监 压低了声音问道 陛下醒了吗 还没有 黄景脸色阴沉地走进了寝宫 站在床边 望着躺在床上的家境地 家境地的面色极度苍白 额头上不时地渗出嘘汗 黄景俯下身去 轻声唤道 陛下 陛下 但是家境地却没有丝毫的反应 黄景将家境地的宽大衣袖挽起 便见到他的胳膊上 伸着一排排通红的暗窗 不由叹息了一声 将衣袖又给放了下来 搬了一个凳子 坐在家境地床前 眼中满是忧虑 如果家境地就这么死了 他怎么办 罗信还没有成长起来 必定是徐杰和高拱相争 自己会有好日子过吗 罗信曾经千叮咛万嘱咐 如果陛下一旦昏迷 一定要及时通知他 难道 罗信想要武力扶持豫王上位 黄景步有打了一个冷战 这种事情放在别人身上 不可能发生 即使是放在徐杰和高拱的身上 也不可能 俗话说 秀才造反 三年不成 高拱和徐杰虽然贵为内阁大佬 但是在军中却没有什么威望 而罗信则是不同 当初黄台籍兵临城下的时候 可是罗信率领着武军营防守京城 在武军营中的威望极高 恐怕登高一呼 响应者众多 更何况 罗信的父亲罗平还在武军营中 难道他罗信真有这个打算 黄景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他希望罗信能够武力夺功 有害怕罗信这么做 要知道罗信一旦这么做了 那可是不成功变成人 屋子里很是昏暗 黄景就坐在这种昏暗之中 心神一时之间有些恍惚 同样昏暗的屋子里 罗信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在等待着消息 等待着家境地归天的消息 内阁 高拱和徐杰各自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阅览着一个个奏章 只是两个人都有些心不在焉 因为两个人都知道今天是家境地 照见张世杰的日子 徐杰有些心神不稳 这种情况已经很久都没有了 哪怕是严嵩在世的时候 他每天都受着严嵩的打压 心神也稳如磐石 但是 今天他的心神却不稳了起来 心中轻叹了一声 他心中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地位变了 当初他在严嵩之下 就如同一条潜藏的毒蛇 在暗处盯着明处的严嵩 所以他能够稳如磐石 但是如今他已经不在暗处了 身为内阁首辅 那是真正的明处 明处的中心 而高拱却与徐杰不同 他并没有像徐杰面对严嵩那般 将自己隐藏起来 而是明刀明枪的和徐杰干 徐杰很适应这种争斗 所以也没有过心神不稳的状况出现 但是 一直被他忽略 觉得自己能够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罗信 却如同他当年一般 不 不是像他一般 当初徐杰便如同严嵩的一个根屁虫 在严嵩的面前唯唯诺诺 将自己完全地隐藏了起来 而罗信则是不同 他没有在徐杰面前戚戚爱爱 反而在各种场合也和徐杰相争 但是 罗信与高拱有着明显的区别 高拱是完全的明刀明枪 而罗信既有着高拱的明刀明枪 又有着徐杰的阴险 完全是高拱和徐杰的融合体 徐杰一直被罗信的明刀明枪所迷惑 没有想到罗信在暗地里给了他这么一下子 星号 星号 第902章各方反应 他现在非常担心张世杰 一是担心张世杰扛不住家境帝的压力 最终把他给牵连进去 那他徐杰可就彻底完了 另一个便是张世杰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了下来 但是徐杰也留给了家境帝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如此在和高拱的争斗中 徐杰就会落在了下风 无论从那个角度上讲 罗信这一击都让徐杰非常的难受 罗信 徐杰在心中咬牙切齿 这个时候 一个树立走了进来 来到了徐杰的面前 声音不大不小 正好也让徐杰对面的高拱听到 徐大人 张大人已经离开了玉熙宫 回家了 回家了 徐杰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喜色 随后眼中又现出了不解之色 无论怎么讲 家境帝也不应该就这样放过张世杰啊 张世杰可是被锦衣卫压界进京的啊 对面的高拱则是皱起了眉头 他也弄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结果完全出乎预料 难道嘉境帝对徐杰会如此信任 徐杰将那个树立招到了跟前 压低了声音道 立刻去张世杰家里 把他在玉熙宫内详细的过程问明白 是 大人 那个树立轻轻点头 然后匆匆离去 而此时的高拱也招过来一个树立 让他出去打听一下 武军营 罗平已经悄然安排了下去 一旦罗信的命令下来 罗平掌控的正义军立刻会兵分两路 一路前往豫王府保护欲望进攻 一路前往皇宫 控制皇宫 玉熙宫 水 躺在床上的家境帝突然开口说话 陛下 黄景一下子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水 水 快 黄景对外面喊道 传太医 立刻便有小太监端着一碗水走了进来 黄景接过那碗水 用羹池先喝了一口 试试温度 这才开始为家境帝 为了半碗水 家境帝又沉沉睡去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太医拿着药箱走了进来 黄景闪到了一边 那个太医急忙上前诊脉 然后脸上献出一丝轻松 转头望着黄景道 黄公公 陛下没事了 只要睡上一夜 就会恢复 嗯 你退下吧 太医退下之后 黄景悄悄地离开了寝宫 将一个小太监招了过来 傅耳低声说了几句 那个小太监便点点头 匆匆离去 内阁 两个疏离几乎是前后脚走了进来 一个直奔徐杰 一个直奔高拱 扶在两个人的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 高拱和徐杰脸色都是一变 然后猛然抬头 对视了一眼 便起身 向着外面走去 一路上 两个人谁也不言语 只是两个人的眉语之间都隐忧重重 很快两个人就来到了玉西宫外 他们两个并不敢直闯玉西宫 而是请小太监回禀 要面见皇上 黄景听到小太监禀报 起身来到了玉西宫外 望着徐杰和高拱淡淡地说道 陛下正在闭关 有事明日再来吧 黄公公 陛下他高拱抢先一步 低声道 高大人慎言 黄景淡淡地说道 高拱的脸色就是一致 徐杰缓步上来 朝着黄景拱手道 黄公公 我们有要事面见陛下 还请黄公公通禀 咱家说过了 陛下正在闭关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陛下出关 徐杰淡淡地说道 罗府 鲁大庆匆匆地进入到罗姓的书房 侯爷 徐杰和高拱进攻了 罗姓豁然站起 脸色变得凝重 来回在地上走了几遍 猛然站住了脚步 宁声喝道 传令 大人 门外传来了万大拳的声音 近来 罗姓宁声喝道 万大拳走了进来 罗姓猛然张目 他看到了那个之前给他通风的小太监 又跟在了万大拳的身后 目光便落在了那个小太监身上道 黄公公有何口训 大人 那个小太监上前几步 站在罗姓的面前 目光看了看万大拳和鲁大庆 万大拳和鲁大庆便立刻离开了书房 并且把房门关上 大人 陛下醒了 罗姓平静地点点头 低声问道 太医怎么说 太医说 陛下睡一夜就会恢复 嗯 你回去吧 是 奴婢告辞 那个小太监悄然离去 罗姓望着关上的房门 停顿了两膝 呼 终于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缓缓地坐在了椅子上 不到万不得已 他也不想武力解决问题 如今听到家境地无事 反倒心中轻松了不少 他相信只要再给自己一段时间 汇聚在他身边的力量会更强大 到了那个时候 也许就不用武力解决问题了 侯爷 门外响起了鲁大庆的声音 罗姓略微沉吟了一下 并没有立刻通知父亲解除准备 向着门外道 等 皇宫 玉玺宫的井宫内 家境地躺在床上 沉沉入睡 黄景坐在一个井凳上 一缕斜阳透过窗户 洒落在他的半边身子上 残阳如血 罗姓独自坐在窗前 望着窗外的残阳如血 五军营 罗平披挂整齐 手中握着大枪 站立在台阶之上 仰望着天空中的如血残阳 玉玺宫外 徐杰和高拱站在大门外 两个人都不言语 也没有彼此对视 只是两个人的脸色都十分沉重 时间在窒息中度过 徐杰抬头望向了对面的高拱 而几乎在同时 高拱也抬头望向了徐杰 两个人几乎同时一动脚步 走到了一起 徐杰压低了声音道 高大人 如果陛下 高拱点点头 也压低了声音道 我们要早做准备 要不要通知玉王过来 徐杰摇了摇头道 不行 如果陛下无事 我们这就是犯了机会 但是 徐杰压低了声音道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这里等 而且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玉玺宫 如果陛下真的 而且没有遗诏的话 我们就替陛下写一个 你要矫照 那高大人有什么办法 高拱默然片刻道 如果锦王夺功呢 星号 星号 第903章散了吧 不会 徐杰道 锦王在武军营并没有势力 他指挥不动武军营 踏踏踏 门内响起了脚步声 徐杰和高拱立刻闭上了嘴巴 望向了大门 便见到黄锦走了出来道 陛下召见两位阁老 高拱和徐杰眼镜就是一亮 匆匆随着黄锦走进了玉玺宫 穿过过道 进入寝宫 便见到家境地坐在床上 靠在床头 目光清冷地望着徐杰和高拱道 你们两个急着见证 合适 徐杰和高拱两个人心中一致 两个人总不能够说是来看你死没死吧 高拱心中一动 轻声道 陛下 我们听说张世杰无罪释放了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 是否放张世杰会杭州 徐杰顿时便恨得牙根痒痒 在这个时候把张世杰提出来 是不是怕陛下把这件事给忘了啊 张世杰 家境地微愣 随后一点点回忆了起来 此时他刚刚恢复 脑子还不太好使 此时一点点回忆 脑子便又开始痛了起来 脸色现出了一丝苍白 心中多了一丝烦躁 先让他在家里等着 你们也退下吧 是 陈告退 高拱和徐杰退了出去 家境地常常吐出了一口气 然后望向了黄景道 我睡了多久了 黄景急忙达到三个多时辰 朕很久没有睡得这么久了 家境地叹息了一声道 再给朕拿点水而来 是 黄景急忙从暖炉里面拿出水 端了过来 用羹池喂着家境地 又喝了半碗水 家境地轻轻地摇了摇头 黄景这才将水碗放到了一边 家境地望着黄景道 太医怎么说 太医说 陛下没有什么事儿 只是操劳过度 身子有些虚 家境地便闭口不言 呆呆地望着屋顶 黄景也不敢言语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不时地偷偷看家境地一眼 半想 家境地怅然叹息了一声道 黄伴伴 朕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陛下 黄景扑通一声便跪在了地上 痛苦失声道 陛下 陛下 老奴这就去传太医 让所有的太医都来 家境地摇了摇头道 那些太医没有用 朕的身体朕自己知道 朕感觉 如果朕再不能够在修道大图上得到突破 便活不了多久了 这是朕的一劫啊 陛下 黄景向前爬了两步 双手把着床延道 陛下 宫内的太医没有用 我们可以请宫外的医生 你真是糊涂 家境地皱了皱眉头道 和你说过 正是修炼的原因 不是身体的原因 再说了 宫内的太医都没有用 宫外的那些雍医会有用 有用 有用 黄景连连点头道 陛下 您还记得李时珍吗 李时珍 家境地神色一动 那个器官不作 如今被大明百姓 称之为神医的李时珍 对对对 就是他 陛下好记性 这个人倒是名声很响 只是他如今咸云也鹤 谁知道他在哪里 知道 知道 黄景急忙道 你知道 家境地眉头一挑 是 老奴知道 李时珍如今在罗信府中 你怎么知道 家境地的目光陡然变得锐利 黄景心中就是一陡 急忙道 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玉王殿下想要生个儿子 便委托罗信寻找李时珍 罗信还真把李时珍给找到了 如今正在给玉王调理身子 又是罗信 家境地低声道 黄绊绊 张世杰说的那些话 你也听到了 你说会不会是罗信 虽然离开了士博斯 但还是在暗中掌控士博斯 这 老奴不知道 黄景低下了头 不过低下的头 那目光却在闪烁 心中暗道 看来陛下有开始怀疑罗信了 罗府 罗信的书房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然后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进来 鲁大庆推门走了进来 反手将房门关上 轻声道 侯爷 徐杰和高拱回去了 呼 罗信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道 去通知我爹 散了吧 夜 徐杰的书房内 张世杰拘谨的坐在徐杰的对面 正在详细的讲述着 在玉西宫内和家境地的对答 当他讲完之后 有些心虚地望着徐杰 徐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道 不错 没有想到你还有一点而极致 说不定这次你能够躲过一劫 真的 张世杰眼睛一亮 有这个可能 徐杰淡淡地说道 陛下原本就忌惮和猜疑罗信 如今你把责任隐隐地推到了罗信的头上 这便会让陛下改变调查的方向 说不定陛下还会命你回到杭州 深入调查此事 这真的可能吗 非常可能 徐杰点头道 陛下老了 有时候脑子不是那么清楚了 呵呵 张世杰的脸上便现出了喜色 心情便稳定了不少 这心情一稳定 心中便生起了脑恨 望着徐杰道 大人 这件事情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们不能够就这么放过罗信 徐杰摇了摇头道 不好办了 张世杰急道 他这么在我们背后因我们 难道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能够这么算了 只是如今对罗信没有什么好办法 罢官 没有理由 外派 这绝对不可能 一旦外派 他便浓入大海 更不好控制 张世杰眼珠子转了转道 卑职听说 大人您让吏部每天去三次詹士府 嗯 徐杰点头道 原本是想着让詹士府那些官员愤恨罗信 然后闹起来 便有了整治他的理由 但是 如今罗信似乎和他的那些手下联合起来 要做什么生意 倒是让老夫白忙了一场 大人 我们可以举报罗信经商 愚蠢 徐杰呵斥到罗信会亲自去经营吗 这根本就抓不住罗信的差错 那 不要紧 徐杰摆摆手道 如今还不知道罗信想要做什么生意 等着知道他做什么生意 我们可以分两步走 一步是让人去捣乱 一步是联合所有的同行 挤兑罗信的生意 让他赚不到钱 如此 他的那些属下 可是将家底都交给了罗信 到那个时候 罗信就招惹的大麻烦 新号 第904章 谣言 那些钱 张世杰有些担心的望着徐杰 徐杰的目光变得锐利 谁让你走私的 这个 我和二公子经过商议 只有撇开大明海贸 才能够真正的掌握海上贸易 所以 我们准备自己成立一个海贸公司 只是本钱不够 所以 所以 才走私 这个逆子 徐杰骂道 然后又凝声道 你们真的贪了四百多万两 是啊 张世杰点头道 这不是为了尽快掌握海贸吗 早一点积累够了本钱 便可以早一点将大明海贸抛到一边 但是 你们贪的也太多了 张世杰立刻委屈道 这都是二公子定的 所得的银子二八分 二公子拿八 杯子取二 徐杰不由抬起手揉了揉眉心 张世杰弱弱地说道 要不 我们把钱还给陛下 糊涂 徐杰等着张世杰道 这岂不是在告诉陛下 那四百万两银子 确实是被我们贪了 那 怎么办 这样 徐杰思索了片刻道 你立刻安排人 四处宣扬罗信 在士博斯贪污受贿了大笔银两 如今正在用这些钱 在京城开了四家生意 这四家生意 第二日 还不到中午 整个京城到处都在 谈论罗信 在京城东西南北 四个区域做的生意 在谈论罗信 于东南贪污受贿 更是有不少人跑到罗信的四个门面处去观看 纷纷指点 中午 罗信刚刚回府 陆远便匆匆赶来道 大人 出事了 罗信便将脚步一顿道 什么事 不要慌 外面四处都在谣传 说大人您在东南大肆贪污受贿 赚了大量的钱 如今在京城一下子便盘下四个门面 说您是大贪官 大贪官吗 罗信略微思索了一下 脸上便又现出了笑容 向着府里走去 大贪官就大贪官吧 没什么了不起的 大人您 罗信摆摆手道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哦 陆远望着罗信离去的背影 抓了抓脑袋 他实在是不明白 罗信为什么会如此淡定 而罗信一走进书房 整张脸便阴沉了下来 砰 一掌狠狠地拍在了桌子上 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 徐杰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罗信开始在桌子上铺开纸张 然后提笔开始在纸上写了起来 大约两刻钟之后 他的心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在心境完全平静之后 罗信将毛笔放在了一旁 这才坐了下来 一直站在门边上的鲁大庆 急忙出去 一会儿端着一壶茶走了进来 轻轻地放在了罗信面前的桌子上 为罗信蒸了一杯 然后又将桌子上的笔墨纸燕收了起来 这才退到了一边 站在了那里 罗信端起了茶杯 轻饮了一口 开始思索着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谣言 这一定与张世杰有关 张世杰会不会和家境地说了什么 而就在这个时候 Mong 门外传来了万大全的声音 大人 有人求见 罗信朝着鲁大庆使了一个眼神 鲁大庆便将房门打开 便见到了那个熟悉的小太监 又站在了门外 罗信的心中便是一动 那个小太监走进来 压低着声音道 大人 黄公公让您去老地方等他 什么时候 下午 准确时间 小太监摇头道 黄公公只说是下午 需要等着陛下睡去 才能够有机会出宫 罗信点点头 向鲁大庆道 带着这位小公公去领五百两银子 谢大人 小太监的脸上现出喜色 向着罗信失礼道谢 然后跟着鲁大庆喜滋滋的离去 贾家楼 罗信在二楼临窗的位置 已经坐了一个多时辰了 但是黄景却依旧没有来 罗信的脸色虽然极为平静 但是心中却浮现出一丝交集 不时地透过窗户向着外面掌握 猛然间 罗信的目光一亮 看到了黄景穿着一身便衣 顺着街道向着贾家楼走来 罗信收回了目光 向着房门望去 不一会儿 房门被推开 黄景出现在门口 快步地走了进来 反手将房门关上 而此时的罗信已经站了起来 朝着黄景拱手道 黄公公 黄景来到桌子前 先是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然后一饮而尽 这才一屁股坐在了罗信的对面道 不气 出事了 此时的罗信却表现出极度的平静 脸上现出沉稳的微笑 拿起茶壶为黄景蒸上一杯 然后又给自己的茶杯倒满 放下茶壶 这才平静地说道 什么事 慢慢说 不要慌 看到罗信平静的神色 黄景也不知道为什么 慌乱的心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道 不气 你今天上午就没有听到什么 听到了啊 罗信淡淡地笑着说道 不就是四处都在谣传我罗信 在东南大四贪污受贿 如今用贪污的钱 在京城盘下了四个大门面做生意吗 那你还做得这么稳当 罗信举起茶杯示意 黄景端起了茶杯 却又放下道 没心思喝 罗信的心中就是一领 能够让黄景都没有心思 可见事情小不了 便放下茶杯 含笑道 好 不喝 在下洗耳恭听 爱 黄景先是叹息了一声 然后严肃地望着罗信道 这次事情可真是不小了 紧接着 黄景便将张世杰在玉西宫内与家境地的对答 详细地说了一遍 然后眼巴巴地望着罗信 罗信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然后舒展开来道 如此说来 这张世杰是想要把水搅浑 最好是把我拉下水 而且如今看来 他们很可能有着成功的希望 就是啊 黄景一拍大腿道 陛下如今虽然是将张世杰软禁在他家里 但是在这之前是什么状况 那可是派景一为将张世杰抓进京城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陛下开始怀疑你了 你贪点而前 陛下不会说什么 毕竟你为陛下赚了更多的钱 但是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而你如今已经离开了士博斯 却依旧暗中掌控士博斯 赚取大量的金钱 你想要干什么 这让陛下如何不忌惮你 如何不猜疑你 星号 星号 第905章 朕就那么像傻子吗 我没有 罗信双手一摊道 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 而是陛下怀疑你有 这对你就是一个极为不利的状况 陛下原本就忌惮你 通过这段时间你的低调 还有你和陛下曾经的那番长谈 让陛下对你的忌惮减轻了许多 但是如今陛下对你的忌惮更甚 你说怎么办 黄公公的意思呢 你还是不要开那四个生意了 你说你都低调了 怎么突然又折腾起来了 这不是被徐杰逼的吗 罗信淡淡的说道 徐杰在陛下面前参了我一本 然后陛下命令徐杰派立部盯着詹氏府 只要詹氏府的人迟到早退便会被罚款 三次之后 一个月的俸禄就被罚光了 这不是逼詹氏府的那些官员孤立我吗 詹氏府那帮子人都是什么人 都是些破罐子破摔的人 都是些光脚不怕穿鞋的人 他们不敢去得罪徐杰 因为徐杰可以罚他们的俸禄 但是他们敢得罪我了 这个时候 谁不知道徐杰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把我给轰走 他们就可以再过上原先没有人管的日子 如此我哪里还有平静低调的日子过 我非诚整个京城的大笑话不可 所以 我必须解决我那帮子手下的衣食住行的问题 这需要钱 但是我又不能够白养着他们 只有把他们都绑到一个生意上来 这才能够让他们敬畏我 因为我掌握着他们的衣食住行 但是黄景满面愁容道 你还是先把生意停了吧 不行 罗信断然摇头道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停了 那岂不是表示我害怕了 承认我在东南贪污受贿了 那怎么办 黄景已经有些六神无主 罗信略微思索了片刻道 张世杰先是在陛下的面前忽悠了一顿 将水搅浑 将我拉下水 可以说他已经成功了 因为最起码陛下没有把他打入大牢 而是让他回家了 这便是将水搅浑 而如今陛下开始猜疑我 这便是把我拉下水 如今又四处造谣 进一步逼迫我 呵呵 罗信眉毛竖了起来道 既然徐杰要战 那就大战一次吧 看来是我低调了太久 他们已经把我当作软柿子了 你要怎么做 我要大张旗鼓地做生意 这怎么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罗信孝道 既然张世杰能够忽悠陛下 我也可以 而且陛下如今虽然忌惮我 却还没有必杀我的心思 如果此时我退缩了 陛下反而会认为我真的有阴谋 反而我大张旗鼓 陛下会犹豫不定 我这是将水彻底搅浑 可是如果陛下召见你 你如何对应 罗信的脸上现出了傲然之色道 怎么说我罗信也被称之为大名财神 难道我想赚些钱 还需要贪污吗 到时候我自有对应 那满京城的谣言呢 谣言嘛 无非就是一种舆论 主导舆论 他许阶未必就比得上我 当当当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 罗信轻声道 门一开 鲁大庆走了进来 罗信含笑道 和黄公公说说 是 鲁大庆压低了声音道 如今京城的舆论 已经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攻击侯爷的 一种是保卫侯爷的 那些攻击侯爷的 无非就是抓住侯爷 要开四家店的事情 而另一种舆论 却是在为侯爷说话 侯爷被誉为大名财神 自然有着赚钱之法 根本就不需要贪污受贿 他们提出了两点 他们提出了两点 一个是咱们服上生产的肥皂 一个是生产的葡萄酒 只是这两个生意 便足以赚出来四个店面 所以 如今保卫侯爷的舆论 占据了上风 罗信朝着黄公公 耸了耸肩道 百姓是盲从的 只要懂得引导舆论 那不是问题 你这是走在悬崖边 黄景宁声道 罗信自嘲的笑了笑道 我何时不走在悬崖边 黄景一愣 随后不由也苦笑了起来 他对罗信的经历十分了解 从罗信科考开始 他便在家境地的授意下 关注罗信 正如罗信自嘲那般 罗信从科考开始 便走在悬崖边上 一直到现在 在科考的时候 便得罪了言松和徐杰两大巨头 但是罗信却依旧滋润到现在 对我有点儿信心 罗信笑咪咪地说道 黄景还是有着心神不定地走了 他也知道罗信有些手段 不能够和他说 作为一代君神 怎么可能不知道保密的重要性 哪怕是对盟友也不能够说 所以黄景心中并不埋怨罗信 只是心中不脱底 患得患失 在黄景走了之后 罗信曲起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子 嘴角微微弯起 浮现出一丝冷笑 大庆 侯爷 我们也不能够只是防守 也该反击了 得给他们扔点儿重量级的东西 鲁大庆眼睛一亮 期待地望着罗信 从北方到东南 罗信只要是这幅表情 那必定是大场面 让人将张世杰和徐甫贪污勒索 走私等罪证抛出去一些 造起舆论 将我当初在东南传的银字数量和张世杰在东南传的银字数量也 抛出去 然后派人宣扬 陛下知道了张世杰和徐甫贪污勒索走私 所以张世杰和徐甫便诬陷罗信 想要将水搅浑 糊弄陛下 他们因为陛下老糊涂了 将陛下当作一个傻子 是 侯爷 鲁大庆匆匆离去 罗信又做了一会儿 喝了一杯茶 这才从贾家楼的后门走了出去 晃晃悠悠的回到了罗府 整个京城都热闹了起来 各种传言四处流传 这些传言自然也被送到了嘉靖帝的面前 嘉靖帝脸上露出了冷笑道 朕就那么像傻子吗 黄景站在角落里一声不发 哗啦哗啦 嘉靖帝继续看着一张张消息 脸色越来越冷 最后啪 的一声将一叠纸扔在了桌子上 真是把真当作老糊涂 当作傻子了 新号 新号 第906章书局开业 玉西宫内响起了嘉靖帝粗重的呼吸声 半响 嘉靖帝的声音悠悠地响起 黄斑斑 你怎么看这件事 老奴没有看法 只是知道罗信交的银子多 张世杰交的银子少 嘉靖帝愣了一下 然后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道 你说的不错 只是问题不能够简单的这么看 张世杰的话也未必没有可能 罗信可不简单 笔下的意思是 没什么意思 嘉靖帝呵呵笑了两声道 如今京城谣言分成了两派 他们都当朕老糊涂了 但是朕心中清楚得很 一方背后的人便是张世杰和徐杰 而另一方推波助澜的便是罗信 朕就坐在这里看着 看着他们是否能够争一个头破血流 如此便能够让朕看得更清楚 究竟是谁贪谁连 谁中谁间 就在这种谣言的风潮中 罗信的四家店面开张了 书局 罗信的四个店面早就成为了京城的中心 无数人在关注罗信的这四家店面 所以当罗信的四家店面正式开业的时候 便吸引了整个京城的目光 罗信的四个店面很神秘 在大明就从来没有这么装修的 装修的时候 用架子围起来 然后在架子上围上布 根本就让人不知道店面究竟是做什么的 就算是装修完了 牌匾上还挂着一个红布 让人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但是 当红布取下来 献出了四个大字 聚贤书局 这四个字出现之后 大家也没有什么意外 毕竟罗信还有着一个大卢的身份 开书局 显然很符合身份 罗信并没有出现 最起码在开业之初没有出现 而四个店面的掌柜的都出现了 四个人都是陌生面孔 但是口气却大的惊人 按照他们的话说 他们都是罗信的堂兄或者表兄 对于京城的同行 只要是正当手段竞争 据贤书局没二话 也用正常手段奉陪到底 但是谁要是背后齿绊子 他们的表弟或者是说堂弟罗信 就上门砸了他的家 听了罗信所谓的堂兄或者表兄的话 一众人等都听呆了 但是 随后他们便被书局第一层的布局吸引了 一排排书柜摆在那里 每一个书柜内都摆满了书 满是书箱 这么多书 而且不是一种两种 几乎各种书籍都有 往常有很多书都只有在那些世家中才有 贫穷弟子根本就看不到 就算是有钱的商人也都看不到 因为书局内根本就没有卖的 但是 今天 在这里 都有 只是大家都呆呆地站在书柜前 没有人敢动手 他们有些搞不清状况 难道书籍这么摆 是让人随便翻阅 而就在这个时候 罗姓的那个什么堂弟 或者是表弟朝着大家拱手说道 各位 这里的书籍随便翻看 只要是别翻坏了 就不需要赔偿 您若是看中了 书后有价格 然后到门前的柜台付款就行了 但是 还请大家谨守品德 不要窃书 否则会送往衙门 败坏了名声 那是不是我们 想要在这里看多久就看多久啊 一个书生问道 当然 罗姓的堂兄很霸气地一挥手道 只要你不累 站在这里看多久都没有问题 只不过 我们不管饭 哈哈哈哈 众人都发出了一阵大笑声 不过 罗姓的堂兄顿了一下 在众人静下来之后 他才指着通往二楼的楼梯道 看到了吗 这是通往二楼的楼梯 这不是废话吗 有人心中暗道 一定有人在心中说 这不是废话吗 罗姓的堂兄笑咪咪地说道 众人便是又一阵哈哈大笑 罗姓的堂兄得意地问道 那么 那么知道二楼是什么地方吗 众人聚都是摇头 罗姓的堂兄神色变得严肃道 我堂弟罗姓曾经叮嘱我 即便是做生意 我们做的也是有文化有身份的生意 众人便是纷纷点头 这书局确实属于雅致的生意 又听到罗姓的堂兄继续说道 所以 我堂弟罗姓告诉我 既然是有文化有身份的生意 那么就要讲究品德 不能够只顾着赚钱 我们据嫌数据的第一目的是为了方便天下读书人 第二才是赚钱 哪怕我们只是赚取微薄的利润 众人不由都撇了撇嘴 心中暗道还微薄的利润 还第一目的为了方便天下读书人 商人有不想赚大钱的吗 无伤不坚 此时罗姓的堂兄神色严肃了起来 我堂弟曾经说过 天下读书人苦 而苦中苦则是没有书读 我堂弟当初就是没有书读 好在被当时的陆大人 如今我堂弟的岳父赏识 将家中的书籍借给了我堂弟读 我想 这天底下的读书人中 还是寒门弟子要远远的多于世家弟子 他们的智慧也不弱于世家弟子 但是为什么他们却绝大多数名落孙山 无他 书读的不够多 现在 我们聚嫌书局便为此做出奉献 大家请随我来 罗姓的堂兄率先向着楼上走去 后面跟着一大群好奇的人 等着他们上了二楼 脸上便现出了震惊之色 偌大的二楼完全布置成了一个学堂的模样 罗姓的堂兄含笑道 大家随便坐 待众人入座之后 罗姓的堂兄站在前面道 我想大家都看出来 这就是一个学堂的布设吧 众人纷纷点头 都好奇地望向了他 罗姓的堂兄神色肃然道 这里便是一个阅览室 所有读书人都可以从一楼借宿 然后拿到二楼坐在这里看 我们书局免费提供读书的场地 轰这些读书人都轰动了 如果真的如同罗姓堂兄说的那样 这还这是一项善举 当然 罗姓的堂兄又开口了 而大家也是一静 维持这么大的店面 空出这么大的一层 如果一点钱都不收 这也坚持不了多久 如果我们书局黄了 大家也就失去了一个读书的地方 但是 既然是为了天下读书人着想 我们自然也不会收费很高 只要维持着一个不赔钱的水平就行 新号 新号 第907章会员卡 任何一个读书人 都可以在一楼借书拿到二楼来看 每本书我们一天只收五个铜板 也就是说 你如果借了一本书 坐在这二楼看一天 就只需要五个铜板 当然 如果您过目不忘 在这里一天看十本 那就是五十个铜板了 众人不由哄堂大笑 心中对罗姓也钦佩了起来 一天的时间 只有五个铜板 这还真是不贵 可以说是低廉 而且这里有着很多市面上都没有的书 五个铜板 能够看到自己便寻不到的书 还有比这更加便宜的事情吗 而且 我们书局还会不定时的在二楼 请一些名家大师来授课 比如我堂弟罗姓这位壮院工 众人精神都是一阵 如果在这里还能够听到像罗姓这样的人开讲 那五个铜板算什么 罗兄 那三楼是什么地方 有人问道 三楼啊 罗姓的堂兄笑咪咪的说道 那是聚贤会所 聚贤会所 众人茫然 其中一个读书人道 罗兄带我们去看看呗 那个人话落 已经有很多人站了起来 想要去三楼看看 但是却见到罗姓的堂兄摇头道 三楼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进去的 哦 众人都顿住了脚步 望向了罗姓的堂兄 我们一楼和二楼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只要你是来买书的 和看书的 我们书局都热烈欢迎 也就是说只要你有钱 不管你是什么人 都可以进来买书 借书 但是这第三层的聚贤会所 却是有着条件的 不是有钱人就能够进来的 哪怕你搬一座金山来 只要不符合条件 也上不去三楼 而且在三楼内的一切都是不收钱的 三楼的聚贤会所是一个雅致之处 我们的口号就是远离铜锈 在三楼 你看不到一个铜板 那要什么条件 有人问道 最少也需要秀才的身份 罗姓的堂兄笑咪咪的说道 聚贤会所就是一个专门给读书人提供的一个交流的场所 只不过这读书人的身份提高了一些 只是秀才身份啊 这里的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里是京城 最不缺的就是有身份的人 当然也有些还没有功名的人 脸上便不由现出遗憾之色 罗兄 我们可都是有秀才身份的 而且还有举人呢 还不带我们上去看看 罗姓的堂兄摇了摇头道 秀才以上的身份只是第一个条件 还有条件 众人不由一愣 当然有 天下秀才有的是 如果都能够上去 再大的地方也装不下 而且这里会是一个高端聚会的地方 所以 只有持卡人才能够进入 卡 什么卡 这位仁兄问得好 罗姓的堂兄笑咪咪的说道 我们制作了两种卡 说到这里 便招了招手 立刻有一个伙计走了上来 双手中端着一个盖着红布的托盘 来到了罗姓堂兄的跟前 众人都伸着脖子望着那个托盘 都在猜测那红布底下是什么 罗姓的堂兄将托盘上的红布揭开 然后拿起了一张银卡 长方形 半个巴掌大小 通体用银子打造 上面有着四个雕刻出来的字 巨弦会锁 荧光闪闪 一看就给人一种贵气上档次的感觉 罗姓的堂兄举着那张银卡道 诸位请看 这上面的四个字就是会所的名字 再往下看 看到小字了吗 靠在前面的人便道 看见了 一号 不错 这叫做卡号 说着 一指那味道 如果您拥有了这张卡 您就是一号卡持有者 这还不算完 会有人专门为你画出肖像 然后有专门的人将您的肖像雕刻在这张卡上 这张卡就是你的专用卡 全天下只有这么一张 独有一份属于你 众人闻听 脸上都现出了兴奋之色 人生在世 为了什么 名利啊 实际上 整个士林就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 如果自己拥有了这么一张银卡 先不说利 最起码自己获得了名声啊 这卡需要多少钱 有心动的人问道 不要钱 送 罗姓的堂兄豪迈地说道 说过了 聚贤会所就是一个远离铜秀的雅致地方 那我要一张 那个人立刻举手道 我也要 罗姓堂兄将手往下一按 众人又安静了下来 便听到罗姓堂兄继续说道 这个卡失送 但是我刚才说过了 聚贤会所是一个远离铜秀的雅致地方 在那里你可以喝到最好的酒 我保证在其他地方你喝不到 你可以吃到最好的菜 可以品到最好的茶 凡是进入到聚贤会所内的人 都是有学问的人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您吃饭喝酒品茶 总得付钱吧 这个不过分吧 不过分 当然不过分 上哪儿吃饭 你不得花钱 但是罗姓堂兄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我们聚贤会所是一个远离铜秀 只有学问的雅致地方 总不能够让各位揣着银子 扛着铜钱来到会所吧 到时候 您消费了多少 找您几个铜板 这也太丢份儿了吧 众人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 吃完饭 取出一定银子 然后聚贤会所找铃 这确实似乎是有些不雅 如此还和那些普通的酒楼有什么不同 但是 我们有了个卡就完全不同了 罗姓堂兄语气激昂的说道 这张卡拥有的第二个条件 就是要先交付最少200两银子 然后聚贤会所便会将您交付的银子数量 单独成立一个账本 这个账本是您独有的 全天下就只有这一份 账本上有着您的姓名 公名 身份 和卡号 到时候你只要出示这张卡 便会在您预存的钱中 划走您消费的钱数 也就是说这些钱还是您的 只是您预存在聚贤会所这里 就是为了远离铜秀 到时候您结账的时候 一辆这银卡 一切都将得到解决 各位可以想象 一个是您拿着银子 或者铜钱 一个是您只要潇洒的亮出您的银卡 轻轻挥挥衣袖 新号 新号 第908章 金卡 众人的眼前又都浮现出各自想象的场面 一个是拿着金银 然后还要找银 一个是轻轻挥一下银卡 这饭儿 还用比较吗 而且这200两银子不是买卡啊 那卡是人家白送的好不好 那200两银子只是预存在人家那里 还是自己的 立刻便有人道 我要一张 但是喊话的人还是非常少 毕竟200两银子也不是小数目 就为了虚荣炫耀 似乎有些不值得 罗信的堂兄笑咪咪的说道 别急 我们还有金卡 话落 将银卡放进了托盘内 然后将金卡拿了出来 亮给大家道 金卡的设计和银卡一样 不过金卡需要预存的银子是1000两 翁 二楼内便响起了一阵翁然之声 毕竟1000两可不是小数目 罗信堂兄自信地说道 而且 并不是你有一千两银子就可以得到的 我们知道 一个秀才不屑地说道 不就是需要秀才的身份吗 不是 罗信的堂兄淡淡地说道 想要拥有这张金卡 首先要具备一个条件 否则就算您搬来百万黄金 也拥有不到一张金卡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下 见到二楼的人都静悄悄地注视着他 脸上献出自豪之色道 拥有这张金卡的入门条件是 必须是历届电视进入到三甲之内的人 滑 二楼内便响起了一阵喧哗声 这个门槛可是太高了 大明镜200年来是有不少进入三甲的人 但是还活着的能够有多少 当然不是三甲的人也不是没有机会了 如果是士林大师 或者是儒道宗师 也具备拥有金卡的资格 华 喧哗的声音更大了 如果这个资格也不具备 还有第三种形式 那就是您曾经出过书 只要您出过书 便具备拥有这个金卡的资格 再预存一千两白银 就可以拥有了 当然 这种出书可不是你自己在家里用笔写一个 然后卖出去一本就算是出书了 就算您找人抄书 最后卖出去一千本也不算 必须是条版印刷出来的书籍 而且我们巨贤会所会有人专门审核 如果是胡拼乱凑的内容 便是刁版印刷了的书籍 也不够资格 众人巨都翻了一个白眼 条版印刷 如今所有的书店 除了经得起考验 能够畅销的书籍用条版印刷 比如说论语 其余的书籍 特别的当今读书人写出来的书 根本就没有经历过市场的考验 谁敢给你刁版印刷 你以为条版印刷很便宜 一个字贵 两个字很贵 如果给你刁版印刷了 一本也卖不出去 那岂不是得赔死 条版印刷只有卖的越多 成本摊的也越少 赚的也就越多 如果你只是卖出去一两本 那就赔大了 所以市面上很少有条版印刷的书 就算一些历史上的书籍 只要不是畅销 都要请人抄写 卖的都是手抄本 而聚贤会所是什么要求 必须是条版印刷 这个投机的机会便没有了 而且还需要聚贤会所审核 啪啪 罗信堂兄拍了两下巴掌道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聚贤会所可不仅仅是一个聚会交流的地方 是有福利给大家的 福利 众人聚是一愣 白送金卡和银卡 只是让预存一些钱 还有福利 我们聚贤会所发行了两种杂志 杂志 众人聚都是一愣 杂志是什么 杂志就是一本书 只不过这本书不是出一次就结束了 而是每个月出一次 当然每个月的内容是不同的 我先来介绍第一本杂志 罗信的堂兄又是招了招手 一个伙计又端着一个盖着红布的托盘走了上来 罗信堂兄揭开红布 拿起了一本杂志 面向众人道 这本杂志叫做故事会 里面都是一些通俗的故事 分为短片 中片和长片 每一期杂志 有十个短片故事和一个中片故事 再加上一个长片故事连载构成 同时 故事会还会流出一定的篇幅 通报一些大明发生的民间事情 我在这里隆重推出本期故事会的长片连载 因为这个故事的作者 大家都太熟悉了 是谁 众人都起了兴趣 蜀山传大家还记得吧 黄石翁 有人脸上不由献出惊喜到 黄石翁又出山了 不错 黄石翁又出新作品了 蜀山传二 想要先赌为快的人 一会儿可以去一楼购买 见到有人异动 罗信堂兄急忙又到 大家先不要急 书就放在那里 又不会跑 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话头 这本故事会 凡是读书人都可以向我们聚贤会所投稿 一旦被选中 便可以发表在这本故事会上 而且我们还奉送稿费 也就是润笔费 十个字一个铜板 众人的脸上不由都献出了惊喜之色 以往他们出书都得自掏腰包给书局 没有想到如今却是反过来了 但是 罗信堂兄的声音又起 这个故事会虽然是刁板印刷 却不能够作为进入聚贤会所的资格 也就是说 您就算七七都有故事登上故事会 也只能够得到润笔费 却得不到拥有金卡的资格 那么 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呢 让我们来看第二本杂志 罗信堂兄将故事会放在了托盘上 将托盘上的另一本杂志拿了起来 朝向了大家道 各位看到了吧 这本杂志叫做士林名片 不错 这才是真正低士林学术领域的杂志 这份杂志也是每个月出一期 每期内容都不同 但是 这份杂志内只收学术类文章 还有诗词 同时还会空出一定的篇幅 刊登一些大名发生的重大事件 每个人都可以向士林名片这本杂志投稿 而且稿费是一字一个铜板 哇 底下一片汪然 一字一个铜板真是不少了 星号 星号 第909章顺利 最最最重要的是 只要您的文章或者诗词刊登在士林名片上 而且您还是秀才以上的公民 并且愿意预存一千两银子的话 您便可以拥有这种专门为您定制的 全大名只有这么一份的金卡 各位 您知道金卡和银卡的区别吗 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能够进入到三楼会所吗 这话看您说的 没有区别 还分什么金卡和银卡啊 罗信堂兄笑咪咪的说道 一张银卡只能够让持卡者本人进入到三楼聚贤会所 但是 一张金卡 除了持卡者本人之外 还可以带一个人进入三楼会所 当然 只限带一个人 众人的眼睛都是一亮 能够带人和不能够带人 那能够一样吗 还有 银卡持有者在会所中是没有专门服侍的人 而金卡持有者是有专门服侍的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有两桌人 其中的一座 都是持金卡者 另一桌都是持银卡者 在持银卡者这一桌 只有一个侍者在服侍 而在持金卡者那一桌 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一个侍者 这是什么范儿 啊 众人的心此时都动了 不管有钱没钱的人 心都动了 你想啊 持金卡者都是什么条件 未来持金卡的人都会是什么人 历届科考前三甲 当时大儒 宗师 或者大师 最不济也是在士林名片上发表过文章诗词的人 科考三甲 当代大儒 宗师 大师 这样的人在士林是什么地位 在官场是什么身份 往常你想要见到这样的人 你有机会吗 就算你拿万两白银 你有那个机会吗 但是 在这里 你只要那一千两银子 不 二百两银子 得到一个银卡 就有见到那些大人物的机会 名利场还有比这个更吸引人的吗 啪啪 罗信的堂兄又拍了拍巴掌道 还有一个福利的机会送给大家 众人又是一镜 目光都锁定在他的身上 刚才 我已经说过 二楼会部定期的举办公开讲学 而讲学的人从哪里来 就从我们三楼聚贤会所中来 只要拥有了聚贤会所的会员身份 就具备了讲学的资格 就有机会在二楼给众人讲学 如果说对那些秀菜举人和近视来说 能够有一张银卡 进入到三楼聚贤会所 在那些大人物面前混个脸熟 继而慢慢的结识 那是泰曼的目的 对于那些大人物来说 能够公开讲学 宣扬自己的思想 这才是最吸引他们的事情 此时 在京城罗信开的四家巨贤书局 都在发生着同样的事情 也在同样吸引着人 很快便有人开始办卡 不过办的都是银卡 还没有人办金卡 不是没有人想办 而是在这里的人不够资格 那些大人物怎么可能跑到这里 罗信又不在这里 罗甫 罗信躺在后花园的躺椅上 身边放着一个鱼竿 鱼线垂在池塘内 鲁大庆站在他的身后 脸上现出不安之色 不时地移动一下脚步 罗信终于闭着眼睛 皱了皱眉头道 心静 是 猴爷 鲁大庆立刻不动了 只是忍不住轻声问道 猴爷 您说那卡能够卖出去吗 能 罗信淡淡地说道 但是卖的应该是只有银卡 不会有人买金卡 而且银卡卖的也不会多 那怎么办了 鲁大庆的脸上便现出了焦急之色 什么怎么办 罗信淡淡地说道 你真以为猴爷我的身份是摆设 你家猴爷可是士林大儒 说实话 在如今的大明 我的岁数比不过那些大儒 但是地位却在他们之上 就目前的大明来说 没有人的作品能够超越我的孔孟何必 更没有人的文章和诗词 能够超越我的杨林百篇和 杨林诗词集 那是 鲁大庆的脸上露出自豪之色 所以 我一旦去邀请他们加入聚贤会所 他们绝对不会推辞 是零 不是官场 他们看的是学问 而不是利益 当然 我也不会放弃官场 除了徐阶一党的人 我不会去邀请 其他的人我会选择邀请 选择邀请 鲁大庆抓了抓脑袋 当然是选择了 比如我在朝堂之上 只邀请高拱一人就可 只要高拱去了聚贤会所 他那一党的人 还不脑袋削个兼儿的 往聚贤会所里面钻 同样在诗灵中 我也会选择几个人 这几个人自然不会让他们 预存一千两银子 送就送他们一张 已经有了一千两银子的金卡 那 我们岂不是赔了 不会赔 罗信睁开眼睛 笑眯眯的说道 首先 一千两银子在聚贤会所 花得会很快 等这一千两银子花完 他们就得自己 往里面存银子了 其次 有他们加入到聚贤会所 会有更多的大人物 前来购买金卡 更是会有无数人 来购买银卡 他们几个给带来的收获 会亮瞎你的眼睛 罗信又闭上了眼睛 他在想着故事会和士林名片 这两个杂志 无论是故事会 还是士林名片 里面的故事和文章诗词都不愁 会有无数读书人投稿 这名利双收的事情 没有人想要放弃 他在琢磨着故事会和士林名片中的 那些民间发生的俗事和重大 事件 如何能够及时的刊登在故事会和士林名片上 也就是将新闻能够及时的报道 来源不是问题 他有着车马行 标局 还有着王翠翘的特务机构 这三张网络已经遍布了大名 甚至已经布局到了草原 他们会将各种新闻汇总到京城 但是罗信需要一群人来从这里挑选出能够引起轰动的新闻 这样才会对杂志有着促进的效果 得招人啊 罗信思索了一下 觉得应该能够招揽到人 大名有着太多考中秀才之后 再也考不中举人的人 而且秀才之所以为称之为穷秀才 是因为秀才中只有领生才能够吃黄粮 余下的那些秀才依旧得自己养活自己 那些寒门子弟 肩不能抗 手不能提 又没有考中举人 没有前途 穷得很 有的秀才都沦落到在大街上为人写字了 如果自己招聘 一定能够招到人 新号 新号 第910章家境突袭 罗信在书房内思索着接下来的事情 他突然觉得自己如今虽然没有了戎马生涯 也没有了朝堂上的事情 但是过得也好忙碌 不由黑黑的笑了起来 玉玺宫 气氛却是十分之中 仿佛闷在一个火药桶内 徐杰的脸上躺着汗水 缩在大秀中的手微微颤抖 他没有想到今日嘉境地将他召进宫 直接便问他士博司的那些钱哪里去了 徐杰 张世杰往你家运银子的时候 你以为朕真的不知道 你以为朕的锦衣卫和东厂是废物 老陈不知道啊 徐杰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陈回去一定立刻彻查 如果张世杰真的敢这样做 陈一定让他都给吐出来 查 嘉境地的声音陡然变得尖锐 你的意思是锦衣卫和东厂在冤枉你 陈不敢 徐杰急忙以投储地道 只是老陈一直在京城为官 整日为朝堂知事忙碌 书于管教远在东南的家里人 所以 对于家里的事情 老陈真的不知道 如果真的是老陈的逆子参与了此事 老陈一定打死他 呵呵 嘉境地冷笑了两声 语气冰寒道 如果每一个大臣犯罪 最终都用不知道来搪塞 这大明还有王法吗 嘉境地顿了一下 语气中带着伤感道 朕立你为内阁首辅 便是将大明天下交给了你 你就是这样回报证的信任 陈有罪 徐杰痛哭流涕 你有何罪 陈对家中疏于管教 如此说来 你心中没有贪念 老陈没有 老陈冤枉啊 徐杰又是以投储地 将屁股撅了起来 你冤枉 没有你的同意 张世杰敢那样做 徐杰抬手将头上的乌纱帽摘了下来 放在了身旁 磕头道 老陈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请陛下致罪 嘉境地对于徐杰突然辞官也有些突然 在他看来 徐杰一直忍耐 最后干掉严嵩 徐杰就是一个官迷 完全没有想到徐杰会果断的辞官 对于徐杰的辞官 嘉境地并不愿意 内阁有着徐杰和高拱相斗 他嘉境地的皇位才能够做得安稳 如果没有了徐杰 让高拱一家独大 高拱可不是严嵩 嘉境地能够让严嵩一家独大 却不能够让高拱一家独大 这高拱性格耿直 一旦让他一家独大 在朝堂形成了势力 那个时候恐怕就是嘉境地都降不住他 所以在没有找到代替徐杰的人之前 嘉境地根本就没有让徐杰退休的打算 玉西宫内一片寂静 徐杰跪在地上 等待着嘉嘉境地的裁决 嘉境地冷冷地居高临下地看着徐杰 此时他真有心将徐杰罢官 然后还要彻查徐杰贪污解党之事 然后把罗信给推上来 与高拱打对台戏 但是嘉境地对罗信不放心啊 徐杰也好 高拱也罢 不过是一个读书人 就算想造反 也有着很大的难度 但是罗信不同 他不仅仅是文官 还是武官领袖 这不得不让嘉境地忌惮 嘉境地将眼睛闭上 紧锁着眉头 半想 在心中叹息了一声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望向了跪在地上的徐杰 淡淡地说道 朕就再信你一次 这件事情也就不交给别人了 就交给你徐杰去彻查 朕倒要看看你究竟会给朕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趴在地上的徐杰 精神就是一阵 脸上献出得意的笑容 不过 等到他抬起头来的时候 却又换成了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样 老臣谢陛下 不用谢朕 嘉境地宁声道 为朕忠心办事才是正事 朕等着你的结果 你要记住 如果结果不能够让朕满意 对你来说就不是罢官那么简单了 老臣明白 老臣一定给陛下一个满意的结果 退下吧 嘉境地冷冷地说道 老臣告退 徐杰从地上爬了起来 告退离去 回到了府中 阴着脸坐在书房内 徐鲁青走了进来 轻声道 父亲 今日陛下招您进宫 何事 徐杰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又叹息了一声 才道 陛下他对我已经有所不满了 啊 徐鲁青的脸上便现出了惊讶之色 徐杰便将在玉玺宫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给了徐鲁青听 徐鲁青听完 脸色便便的苍白道 父亲 这 前两日不是陛下还放过了张世杰吗 放了吗 徐杰淡淡地说道 只不过是软禁在家里 那 我们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将钱都交出来 将张世杰罢关 徐杰紧锁着眉头道 我是在想 陛下为什么突然出手了 这有什么可想的 徐鲁青道 陛下虽然忌惮罢信 想要通过张世杰的栽赃来抹黑罢信 将罢信的名声搞臭 但是 陛下最关心的还是钱 他的钱 如果任由我们和罢信一方这么争斗下去 说不定就把陛下的钱给脱没了 所以 利用我们打压抹黑罢信行 但是却不能够把钱给脱没了 陛下如今除了认钱 还会认什么 对了 说起罢信 他今天的四家店面开张吧 是 徐鲁青点头道 他的四家店面做什么生意 书局 书局 也不完全是书局 我到现在还有些迷糊呢 你详细给我说说 徐杰认真了起来 是这样 徐鲁青将四家书局今天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 足足花费了徐鲁青半个时辰的时间 讲完之后 便望向了父亲 徐杰却是神色凝重 紧锁着眉头坐在那里 父亲 爱 徐杰叹息了一声道 这罢信的脑袋究竟是怎么长的 不服不行啊 为父这次是真的后悔了 当初在罢信科考的时候 如果不针对他 而是真心帮助他的话 我们阵营可就多了一员大将 不 不是大将 而是一员大帅 他是能够皆为父的班的人 星号 星号 第911章 按手 他那个书局有那么神 徐鲁青有些不理解 一层的书局不算什么 如果单是一层的书局 我们完全可以联合京城所有的书局 将他弄垮 第二层的学堂也不算什么 只不过是为他的书局赚些名声罢了 而且每本书一天五个铜板 看着是少 但是也不会赔钱 最令人震惊的是三楼的会所 这个会所一旦建立起来 持有金卡的人 可都是当事大儒和高官 在朝野的影响力十分巨大 罗姓进水楼台先得月 一旦将这些人聚拢在身边 他的羽翼也就丰满了 金卡啊 那需要一千两银子啊 会有人买吗 会 徐杰点点头道 他只要送给当事几个大儒 记住是白送 连金卡带一千两银子 当然 那些大儒会很配合罗姓说 那一千两银子的他们自己预存的 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清誉 如此便会有很多人 比如这些大儒的朋友 门生等 只要够级别 又不缺银子的人 便都会去购买金卡 实力差的也会购买银卡 你可以想象一下 每个金卡就是一千两银子 如果卖十个就是一万两银子 还有银卡呢 罗姓坐在家里什么也不用做 就会收到几十万两银子 不愧是大名财神爷啊 不对啊 徐鲁青摇头道 那一千两银子不是罗姓的 而是那些持卡者的 愚蠢 徐杰呵斥到 他们已经都把钱交给了罗姓 不是罗姓的 还能够试水的 也就是说 这些人还没有在罗姓 那会所里吃一口饭 喝一口酒 就已经付给了罗姓一千两银子 啊 徐鲁青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那罗姓岂不是发了 是啊 那我们的计划岂不是失败了 罗姓的书局一定有着 詹士福那帮人的股份 如此他们便不再缺钱 而且还都发了 会紧紧地站在罗姓的身边 所以 不能够让他的书局开下去 必须让他倒闭 要怎么做 徐鲁青的眼睛变亮了起来 徐杰也不由皱起了眉头 徐鲁青试探地说道 要不找些人去闹事 一家书局 如果有人经常去闹事 哪里还会有读书人前去买书 更不会有人加入什么会所了 这手段有些脏 徐杰摇头道 而且我们书香门第 也不认识那些卧错的人 徐鲁青便沉默不语 徐杰望着沉默的徐鲁青 脸色慢慢地阴沉了下来 宁声道 难道你接触过那等人 怎么会 徐鲁青连连摇头道 不过 不过什么 徐杰的目光陡然变得锐利 不过咱们家的下人出去行走 不可避免地被一些游侠发解 他们倒是认识一些这样的人 其实 徐鲁青看着徐杰的脸色道 只要家里的下人录一个口风 有的是人为我们出气 反正也牵连不到我们徐家 徐杰的心中有些烦躁 实际上对于这样的事情 他不知道不知道 比如在东南他们的徐府家里 就养着很多这样所谓的游侠 而且还有一些地痞无赖 强夺百姓田产 然后投献给徐家 这些地痞无赖便成为了徐家的家奴 这些所谓的家奴 在东南也干出了不少天怒人怨的事情 想当初罗姓在东南的时候 不就是因为此事和徐家斗过一场吗 而且徐杰也不是一个很有操守的人 对于操守方面 高拱能够甩徐杰八条街 所以 徐杰思索了片刻道 这件事情你让下人去办一下 不过你要叮嘱下人 不要牵连到我们徐家 父亲 您就放心吧 一连三天 聚嫌书局的书大卖 口碑迅速地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二楼的借阅室更是坐无虚席 三楼的会所也开始有人光顾 不过都是一些购买银卡的人 而且人数稀少 纵观聚嫌书局 只有这第三层会所不尽人意 甚至可以说是萧条 不过 来过这里的那几个银卡持有者 倒是对会所的环境十分满意 甚至流连忘返 更是满京城的鼓吹 别说聚嫌会所确实令他们十分满意 就算是不满意 你也得吹嘘啊 如果不使金二的吹嘘 别人岂不是把台面当成了傻子 当成了被罗信欺骗的凯子 所以 这三天 虽然聚嫌会所内并没有出现什么大儒 也没有出现什么历届三甲 但是聚嫌会所的名声却也没有掉 罗信此时正躺在冒生胡同内 王翠翘的床上 怀中抱着赤裸的王翠翘 一只手在白皙柔软上揉着 王翠翘把头枕在罗信的胸膛上 逆声道 老爷 你送的金卡 他们都收下了 嗯 罗信点点头 他这三天总共就送了三张金卡 其中就有一个是给高拱的 高拱根本就没有推辞 直接收了下来 而且还笑称 这是吃大户 罗信只是笑笑 没有言语 他既然敢去给高拱送金卡 就知道对方一定会收下 如今张世杰的事情一出来 高拱便看到了扳倒徐杰的机会 不过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还不够 这个时候他需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 而罗信无疑是除了他和徐杰之外 最大的一股力量 正想着如何与罗信结盟 罗信便送上门来 他如何还不懂做人 至于其他的两个人 却是已经退隐的大儒 这种已经无关一身轻的人 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以罗信的身份给他们送一张金卡 那绝对是看得起他们 所以 也都愉快地收了下来 老爷 要奴家说 巨贤会所这么好的生意 为什么要和詹士福 那帮子酒囊饭带一起 做 我们自己做不好吗 巨贤这个牌子原本就包括书局 借阅是合会所 分开不好 罗信轻声道 而且我如今缺的也不是钱 而是人 只有队伍拉大了 才能够让我的对手警惕 否则 随随便便的就找我麻烦 会不胜其扰 就比如这次 徐阶去占市府查岗 如果的队伍够大 他也未必敢如此 星号 星号 第912章 屠杀 王翠翘伸出手指 在罗信的胸前画着圈道 老爷英明 啪 罗信伸手在他的翘臀上拍了一巴掌道 不准拍马屁 王翠翘扭动了一下身子道 奴家的屁股随时都给老爷拍 扑哈哈 罗信不由大笑了起来 老爷 你让奴家派人盯着四个书局 说是会有人来捣乱 这都三天了 也没有见人来捣乱 是不是老爷您多虑了 徐阶不会那么下座吧 啪 罗信又拍了一下他的屁股道 那你的意思是 老爷我想的下座了 不是 奴家的意思是 是什么 罗信笑咪咪的望着他 王翠翘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说什么 只好搭落着一张小脸道 奴家错了 老爷惩罚吧 大人 头领 这个时候 门外响起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却正是王翠翘的贴身女保镖 什么是儿 王翠翘凝声问道 有人在四家书局闹事 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 王翠翘豁然坐了起来 被子从身上滑落 露出了玲珑的身体 他却全然不顾道 来了多少人 书局有什么损失 那个女子隔着门道 每个书局都去了六七个人 进门就砸 不过刚刚砸倒了一个书架 便被我们的人都给抓了起来 有没有人员受伤 罗信开口问道 回大人 没有 他们是哪儿的人 黑龙帮 给我说说黑龙帮 罗信望着王翠翘道 黑龙帮是一个很久的帮会 据说在大明建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 和官府也有着联系 不过却没有真正的背后势力 只是帮主曹天很会做人 不仅心狠手辣 而且也会巴结官府 所以才一直存留至今 整个帮会大约有三百多人 帮会堂口在东市 罗信点点头道 他自然不会有朝堂哪个大佬背后支持他 哪个大佬会和一个帮会有牵连 竟然敢招惹我罗信 真是找死 老爷 既然您已经分析出来 这是徐杰在背后指使 我们不如逼问出口供 不需要 罗信摇了摇头道 你也逼问不出来 因为这样的事情 一定只有曹天知道 我敢说 如今的曹天一定不在京城 就算他在京城 也不在堂口 一定是躲了起来 看着时态的发展 如果我们忍了这口气 也许过个十天半月 那曹天会重新露面 但是 我没有时间等 那样会影响到书局 我必须强硬的迅速回击 至于徐杰 就算问出曹天神吗 徐杰也不会承认 如此别人 也不会相信一个高高的阁老 会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 反而会被他咬一口 那 让我们的人将黑龙会拔了 不能够用你们的力量 脆翘 你想一下 如果我那样做了 嘉靖帝会怎么想 他会知道我在京城有着一股神秘的势力 他会警惕我为什么要在京城培植势力 我不能够让嘉靖帝知道太多 而且这件事情必须我亲自露面去做 让大家都知道 我就是这么蛮不讲理 就是这么冷酷 这才能够震慑那些萧小 即便是徐杰 也不敢以后再行事这种手段 对了 罗信的嘴角翘了起来 露出一丝冷笑道 让人今天晚上去徐杰家 在他家的大门上 用鸡鞋写九个字 什么字 王翠翘双目放光 小人之家 行小人之事 扑 王翠翘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得胸前波涛汹涌 老爷 您太坏了 呵呵 罗信笑道 我这是送他九个字 让他自己去领会 这可要难为死徐杰了 不发作吧 等于心亏 发作吧 又害怕暴露他 就是黑龙帮的背后支持者 这对他没有什么伤害 只是恶心他一下 就如同他让黑龙帮的人 来恶心我一样 罗信一边说着 一边起床 王翠翘服侍着 罗信穿戴整齐之后 罗信在他的额头上 亲了一口道 老爷我走了 你派人给我把曹天揪出来 不管多久 不管他跑到了那里 都要把他给我揪出来 轰 罗府的大门大开 罗信亲自骑着马 拿着刀 带着一百个家将 从大门内轰然而出 直奔黑龙帮堂口而去 还没有等到人们反应过来 罗信已经带着人冲进了黑龙帮堂口 进门也不问其他 挥刀就开始杀戮 像这样的帮会都不用审问 剧都是一手的鲜血和残忍 将他们杀了 绝对不会杀错 只是不到两刻钟的时间 堂口内的近百个人 就被罗信带着的一百人杀了金光 剩下的那些碰巧没有在堂口的人 罗信也懒得去抓捕他们 将大刀在大门口一插 便有家将搬出来一张桌子 鲁大庆站在旁边大声喊道 各位父老乡亲 黑龙帮作恶多端 今日被我家侯爷端掉了堂口 大家有什么冤屈 可上来申诉 待我家侯爷记录在案 一定为而等申冤 黑龙帮存在的历史悠久 做过的缺德是 人命案实在是太多了 文听到罗信给做主 而且已经亲眼看到 罗信带人将黑龙帮的堂口杀得赶紧 空气中都能够闻到血腥的气味 一个个便涌了上来 申诉自己被黑龙帮加害的经过 鲁大庆便一一记录在案 然后让那些人画鸭 早有人搬了一把椅子 请罗信坐下 罗信就坐在那里 眼皮一搭啦 实际上 早有京城的顺天府补快来到了这里 但是罗信在那里一坐 水赶上前 有听说是罗信将黑龙帮的堂口给端了 水赶上前 眼巴巴的看着罗信的家将 从黑龙帮的堂口内搬出来一个个箱子 然后装上马车拉走了 但是水赶拦 明知道那些箱子里面装的都是金银 也只有眼巴巴的看着那些箱子被拉走 送进了罗信的府中 顺天府的补快正寻思着自己是不是离开 回去禀报自己家大人 却见到罗信抬起了眼帘 朝着他们招了招手 那些大理寺补快便默默唧唧的来到了罗信的跟前 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败道 小人拜见大人 星号 星号 第913章震慑 罗信又把眼皮搭拉了下去 淡淡地说道 顺天府的 是 几个牙翼点头哈腰 不点头哈腰不行啊 罗信的身上散发着杀气 令他们的腿都发软 生怕一个让罗信不满意 将他们也给杀了 等着 罗信淡淡地说道 是 几个牙翼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等着 哪里还敢离开会顺天府 这个时候 万大全他们已经又从黑龙帮堂口里面搬出来无数张桌子 而人群中也有着很多看热闹的读书人 主动出来帮助记录案子 每个上来帮忙的读书人 罗信都会抬起眼帘 和蔼地和他们聊几句 问问姓名履历 这样一来 让更多的读书人自愿帮忙 凭着这点而小事 给罗信留下个印象 还有比这个更加便宜的事情吗 所以 只是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 便记录了一百多张案子 罗信拿过来看了看 随后交给了顺天府的那个牙翼道 拿去给你家大人 然后朝着自己的家将喊道 收工 哗啦啦 一百人翻身上马 跟着罗信迅速地消失 那几个牙翼哭丧着脸 回到顺天府去了 罗信嘴角泛起微笑 有着这些案子 自己今天做的事情 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甚至都不会有御史参奏自己 谁参奏自己 岂不是和黑龙邦为一体 呵呵 徐杰 没有想到你还真敢和那些地痞有牵连 还真是没有了底线 当天下午 黑龙邦勒索巨贤书局 被罗信率领一百家将马踏堂口的事情 便在整个京城传播开来 只是这件事传播开来之后 并没有人谈论罗信嚣张 反而是弥漫着一层诡异的气氛 这件事情从朝堂到百姓 没有人怪罪罗信 一个是当朝军神 一代武侯 一个是江湖帮会 而且还是江湖帮会 先去人家的书局打杂 只是实力不行 被人抓了一个现行 随即黑龙帮覆灭 一个江湖的帮会覆灭 对于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 当天下午便有很多人放边庆祝 而官场上也没有弹劾罗信的理由 因为罗信现场收了一百多个壮旨 此时正摆放在顺天府之府的案前 一百多个壮旨 每一个案子都写零零 充满了残忍 如果这些壮旨被传播出去 一定会引起京城百姓的愤怒 说不定他这个顺天府的知府都没法做了 这件事情被徐杰听到之后 他低着头仿佛是在看奏章 但是那眼中却现出了一丝不安 他让徐鲁青派人去打杂罗信的书局 一方面是想要恶心罗信一下 另一方面就是想要败坏巨贤书局的名声 如此那巨贤会所也就开不成了 那个大儒会去一个经常有地痞捣乱的地方 平白地丢了身份 但是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罗信会这么直接 虽然已经有传闻 谁要是敢用不正当的手段 针对巨贤书局 罗信便会带着人砸了他的府邸 徐杰没有信 他认为罗信只是为了震慑 才喊出了这么一声 而且 这还未必是罗信说过的 以罗信是林大儒的身份 詹士福佐树子的位子 这么可能说出如此粗鲁如武将的话来 很大的可能是他的手下说出来的 所以 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罗信会如此粗鲁 如此直接 如此凶残地灭掉了整个黑龙帮 他听到的汇报 说是罗信禁闻 根本就不闻不问 便开始屠杀 我还是忘记了他除了是士林大儒 詹士福佐树子 还是一个武侯 一代君神 徐杰在心中叹息了一声 心中有些担心罗信会不会追查到 这件事的背后主谋 如果真的追查到了 是徐甫在背后主使 那罗信会不会来砸了他徐甫 不会吧 他屠杀了黑龙帮也就罢了 黑龙帮毕竟只是一个民间帮会 而我是当朝内阁首府 他不会那样丧失理智吧 看来 以后这种手段还是不要用了 还是用正规的手段吧 这件事被徐杰压了下来 并没有禀报家境地 高拱岛是想要禀报家境地 将事情彻底搅混 反正都是徐杰和罗信之间的事情 他只要坐在旁边看热闹就好 到时候再看局势推动一把 说不定就能够借着此事将徐杰和罗信都给坑了 但是 他没有机会啊 嘉境地宣布闭关了 谁也不见 这让高拱心中也有些不安 因为他知道嘉境地在前几天昏迷过去了 虽然后来醒了过来 但是状态十分不好 所以他不知道嘉境地是真的在修道闭关 还是身体的原因 只是他每次求见 都被黄景给挡了回来 理由只有一个 陛下在闭关 多好的坐山关虎斗的机会啊 高拱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徐杰 又低下了头 到了黄昏时分 徐杰有些心神不定地回到了徐府 刚一进入徐府 便见到徐鲁青迎面走来 父亲 徐杰点点头道书房说话 父子两个人便来到了书房 将房门关上 徐鲁青的脸色便瞬间变得苍白 父亲 慌什么 徐杰淡地说道 罗信既然冲进黑龙帮之后 根本不闻不问 立刻便开始屠杀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罗信根本就知道背后的主使人是我 但是却也知道不可能抓到什么把柄 即使是抓到把柄 也不能够把我怎么样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我一个堂堂内阁首府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反而会被人讥讽他 为了败坏我的名誉 不择手段 反而弄臭了他的名誉 所以 他才会如此干脆的屠杀 用血腥来震慑他人 或者是震慑老夫 呵呵 说到这里 徐杰自嘲地笑了两声道 别说 他还真是震慑到了我 常在海边走 没有不识邪的 这样的事情如果做多了 难免汇报露出马脚 到时候真的被大家抓到马脚 为父的名誉就彻底毁了 对不起 徐鲁青低着头道 徐杰摆摆手道 不要紧 以后不要做就是了 父亲 我们要不要将曹天 星号 星号 第914章9个大字 不用 和他断绝一切关系 他也是一个狡猾之人 罗信如此雷霆 却被他逃了 所以他不会来找我们 我们也不要去找他 还是那句话 即便是罗信抓到了他 他把我们徐府供出来 也没有人会相信 那我们就这样罢手 任由巨贤书局发展下去 当然不会 徐杰淡淡地说道 去将京城书局的人召集起来 联合打压巨贤书局 我们要用光明正大的手段 让巨贤书局倒闭 此时 在一个个查方九四中 几乎所有的人 也都在低声议论此事 只是气愤很是诡异 只要不是傻瓜 都会想到一个民间帮会 怎么敢去招惹罗信 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这件事情 毫无疑问是有着背后主持者 但是 这个主持者是谁 有的人是不敢想 有的人是不敢说 但是 当第二天早晨 这件事仿佛是一个火药桶被引爆了 徐杰府上的大门被写下了写淋淋的九个大字 小人之家 行小人之事 徐杰气得当时就差点而从台阶上滚下去 立刻便将徐鲁青招进了书房 阴着脸道 先不要召集京城书局 徐鲁青一听 当时就急了 父亲 那些字一定是罗信干的 难道我们就这样忍了 当然不会 徐杰英英的说道 找人散播出去 就说罗信扬言 不管是谁敢招惹巨贤书局 他都会砸了对方 哪怕是如今圣券 正龙的锦王也不例外 锦王他敢来砸 他罗信就敢砸回去 父亲 您是想要让锦王去砸了罗信的书局 不错 徐杰英英的点头道 锦王就是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泥 而且性格暴躁易怒 听了这些传言 多半会忍不住 而且他与罗信原本就有仇 再加上罗信公开支持狱王 他们双方就是死敌 但是这也只是多半 锦王也有手下 如果他们劝阻锦王 锦王未必会那样做 不错 徐杰略微沉吟了一下道 让一个不重要的人去接触锦王 告诉他 如果他砸了聚贤书局 会获得我的支持 父亲您要支持锦王 当然不会 只不过利用一下锦王那个傻子罢了 那如果锦王宣扬出去 我自然不会承认 而且派一个我们外围的人去 让他和锦王说 只要砸了罗信的书局 他可以劝说老夫支持锦王 到时候 为父只要说不会改变立场 再将那个人罢官 也就是了 那锦王会相信吗 那就要看你选的人如何了 你告诉他 只要他能够说服锦王 虽然我会暂时罢了他的官 但是我承诺三年内 一定让他不仅恢复官身 而且更进一步 好 徐鲁青点头同意 中午 整个查方九四都在谈论徐阶大门上的九个字 不知道是谁掀起的影子 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人在徐阶大门上写下那九个字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跑到当朝内阁首府的大门上写下写淋淋的 九个字 一时之间 议论泛起了高潮 各种猜测纷纷而来 这个时候 又不知道是谁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聚贤书局被地匹砸了之后 徐阶家的大门上就出现了那九个字 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整个京城一片翁然 一种声音开始在坊间流传了出来 徐阶雇佣黑龙帮砸罗信的书局 罗信便派人去徐府大门写下了九个字 一时之间 京城纷纷扰扰 徐阶脸黑如墨 他没有想到罗信会如此恶心他 不错 就是恶心他 罗信是没有证据 而且有证据也颁不倒他徐阶 反而会惹一身骚 所以 罗信根本就不纠结此事 而是派人偷偷地在他家大门上写字 然后又派人引导此事 更恶心人的是 罗信在晚上的时候 还依次出现了四家聚贤书局 当着一众买书看书的人 严肃地说道 我对徐阶的思德虽然有看法 但是却绝对不相信 砸聚贤书局的黑龙帮是徐阶主使的 一国内阁首府是绝对不会做出如此卑鄙卧挫之事 同样的是 我罗信也绝对做不出跑到人家大门上写字的事情来 我罗信是一个光明磊落之人 就如同当我知道是黑龙帮砸了我堂兄的书局之后 立刻直接砸了黑龙帮一样 如果我知道是谁背后主使 我便会直接去砸了他的府邸 而不会偷偷去写几个字 那不是我的性格 罗信顿了一下 然后严肃地说道 所以说 无论是说徐阶主使黑龙帮来具贤书局捣乱 还是说我罗信派人去徐阶大门上写字 这都是对我和徐阶的侮辱 我们两个虽然有丝绸 而且彼此也看不对眼 但是我们不是没有操守和没有底线的人 在操守和底线上 我相信徐阶 我想 徐阶也会相信我 徐阶很快就收到了这个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却让徐阶憋门到了极点 罗信的高姿态 完全取得了徐阶和百姓的信任 不管还有没有人怀疑徐阶主使黑龙帮 反正是没有人在怀疑是罗信派人在他家门上写写字了 这个小王霸蛋 徐阶狠狠地骂道 罗信却是笑呵呵地回府了 时间又过去了三天 让罗信的心情更好了 因为这几日的时间 罗信出版的两种杂志 故事会和士林名片彻底火了 卖得太快了 让罗信都不得不加印了两次 罗信高兴 罗信在詹氏府的那帮子手下也高兴 虽然还没有红利分下来 但是稿费分下来了 众人拿着稿费一计算 就算没有红利 仅是稿费就已经超过了他们之前在外门打工赚的钱 这要是红利再发下来 那小日子美啊 所以 这些人的精神一下子便振奋了起来 亢奋了起来 有学问的人 盯上了士林名片这本杂志 下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文章登上士林名片 学问差的人 也不要紧 他们将目光盯上了故事会这本杂志 名可以暂时放下 先得利再说 星号 星号 第915章大热闹 俗话说 书到用时方恨少 詹氏府这帮子官员 此时都纷纷捡起了书本读了起来 让詹氏府的求学气氛一下子热了起来 而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罗信也招揽了八个秀才 岁数都不小了 已经失去了继续科举的信心 被罗信招聘了过来 专门审核两本杂志的投稿 如此罗信才轻松了下来 于是 便在第二天黄昏时分 在聚贤会所宴请三个持有金卡的大儒 而且提前将消息放了出去 于是 当天来办理银卡的人就激增 到了晚上 在聚贤会所内 几方都达到了目的 高拱等大儒得到了一个环境优雅 又有同等学问的大儒切磋的机会 而那些银卡持有者得到了一个再三个大儒 特别是在内阁大佬高拱面前混个脸熟的机会 而罗信则是获得了将聚贤会所扬名的机会 三方皆大欢喜 兴冲冲的来 兴冲冲的离开 一时之间 聚贤书局名扬京城 将京城内的其他书局顶得萧条了许多 但是 就在罗信在聚贤会所聚会的第二天 聚贤书局又被砸了 当罗信收到消息的时候 一张脸阴沉得可怕 书局没有什么损失 那帮子人刚刚冲进书局 就被王翠翘的人给制服了 但是 那些人非常嚣张 而且还在叫嚣 他们是景王的人 就是来砸他们书局的 赶紧将他们放了 否则景王饶不了聚贤书局 将聚贤书局所有的人都打入大牢 抄家灭族 罗信毫不怀疑 这又是徐杰在背后推动的 至于怎么推动的 罗信没有心思去想 因为就景王那个中二样 如何是徐杰这种老谋深算人的对手 徐杰恐怕只是略施小计 景王就会被当作枪使 这件事情如果倒过来 罗信也能够忽悠地去砸书局 但是 如今是罗信的书局被砸了 而且罗信曾经放出话来 谁砸了我的书局 我就砸了谁家 如今景王来砸了 而且那些景王家奴的嚣张静儿 分明就是在问罗信 俺就砸了 你能砸低 自己刚刚涂了黑龙帮 如今景王来砸了 这要是怂了 岂不是让罗信也留下了一个欺软怕硬的印象 最重要的是 自己一旦怂了 那中二景王 哪天想起来 就来砸一遍 这谁受得了啊 罗信也不是没有想过去找嘉靖帝 但是想了想 嘉靖帝顶多就是训斥一番景王 而景王那个中二 说不定还会得意洋洋 继续来砸剧贤书局 但是 景王的人确实不能够杀啊 黑龙帮的人杀了也就杀了 因为自己能够收集一百多分撞指 但是 就算自己像在黑龙帮门前那样收集撞指 有百姓敢告吗 妈心好的 拼了 这个气势不能够弱下去 只要不杀景王的人 就算我招惹了景王 打了景王的脸 嘉靖帝也同样就是训斥我一顿 嘉靖帝如果想要杀我 绝对不是因为我打了景王的脸 同样的是 如果嘉靖帝不想杀我 也绝对不会因为我打了景王的脸 就要杀我 大不了 和嘉靖帝一拍两散 我还就受不了这个气了 罗姓点齐家将 打开大门 又气势汹汹地奔着巨贤书局而去 而此时 也许只有嘉靖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满京城的人 都将目光聚集在罗府 想要看看罗姓这次会怎么办 内阁 徐阶虽然依旧保持着一副看奏章的模样 但是那嘴角却始终弯起 露出一丝丝冷笑 高拱望了一眼徐阶 轻轻摇了摇头 脸上现出了一丝对徐阶不屑和厌恶的神色 高拱毫不怀疑 锦王杂俱贤书局的事情 背后的推手就是徐阶 性格固执而清高的高拱 完全看不上徐阶这种行为 在高拱看来 这就是没有了操守和底线 从这一点上看 之前的黑龙帮也一定是徐阶在背后主使 他还对得起读书人的身份吗 罗姓一冲出府门 便惊动了整个京城的人 各种消息飞快地传到了京城各个角落 无数人都赶往聚贤书局看热闹 当然 也有着各方势力的探子 轰隆隆的马蹄声传来 秦双带着一百家将出现在 东市聚贤书局的门前 此时四个书局都将锦王府的家奴 集中在东市聚贤书局大门前 足足有一百多个 每个人都被五花大绑 但是 那些锦王府家将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害怕 反而是每个人都在撑着脖子叫嚣 大骂 挑衅 甚至有人嚣张地大喊 杀我啊 来杀我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梦雷般的马蹄声急促地传来 那些叫嚣的锦王府家奴戛然而止 一个个望向了马蹄声传来处 当他们看到全身披挂 手提大刀的罗杏和身后全身披挂 手持长刀的一百家将的时候 眼中便露出了恐惧 再也不敢叫嚣 整张脸都绿了 双骨发颤 一个进而的哆嗦 他们哪里见识过这种队伍 他们哪里见识过如此杀气 有的家奴直接就尿了 哪里还有刚才的嚣张 罗杏驱马来到那一百多被五花大绑的家奴面前 骑在马上 居高临下地望着他们 那些家奴被罗杏威严的目光一扫 一个个都速速发抖地低下了头 不敢再看罗杏一眼 你们是锦王府的人 罗杏宁声问道 却没有人回答 回话 罗杏猛然抱贺 是 是 一个个家奴颤抖地应道 是你们砸了书局 回话 是 是 是王爷让我们砸的 拖走 罗杏立刻了一声 拨转马头而去 万大全他们抓起帮着那些家奴的绳子 催马紧跟在了罗杏的身后 那些家奴被拖在了地上 一路拖行 鬼哭狼嚎 罗侯奔着锦王府的方向去了 有人大叫道 要出事了 有大热闹看了 你们说 罗杏会不会去把锦王府的人都杀了 你有病吧 哦 我只是随便说说 那罗杏总不会是去和锦王讲道理吧 不知道 反正看罗杏这个架势 不像是去讲和的 星号 星号 第916章闯锦王府 去看看 同去 同去 呼啦啦 一群人都向着锦王府奔去 骑马的 坐轿的 奔跑的 再说 罗杏带着家将拖着一百多个锦王府的家奴招摇过世 早就惊动了顺天府 这样说不对 应该是锦王府的家奴从开始杂剧贤书局开始 顺天府就收到了消息 但是顺天府之府却当了缩头乌龟 根本不出府 而且还约束三班牙役都给他老老实实待在衙门里面 只是派了两个牙役 而且还是乔装改办 去探查消息 他实在是惹不起锦王啊 你敢去拦截锦王的家奴 就锦王那个中二 你敢拦 他不用第二天 就会带着人来把顺天府给砸了 那么 他惹得起罗杏吗 同样也惹不起啊 如此 不当缩头乌龟 当什么 他在后牙祈祷 祈祷罗杏和他一样当缩头乌龟 锦王砸了也就砸了 如此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 没有他什么事情 他最怕罗杏跑到他这里来告状 不过他认为不太可能 罗杏应该是会去向陛下告状 如果真是这样 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皇上您儿子把罗杏的书局给砸了 您就自己处理吧 就别为难我这种小官了 所以 他果断地躲在府中不出来了 但是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得到的消息是 罗杏这个疯子根本就没有去找家境地告状的意思 而是带着家将 拖着那些锦王的家奴直奔锦王府 罗杏这是要干什么 难道他还真的敢图了锦王府不成 不 他当然不敢 但是 就算是砸了锦王府 那也是大事啊 这肯定要连累他顺天府啊 哪怕不砸锦王府 只是把锦王府的家奴这么用马匹拖行 也绝对会激怒锦王啊 这不是山锦王的脸吗 就锦王那个暴脾气 还不去给罗府砸了 自己是躲着 还是去锦王府 不去 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背黑锅 被罢官 去 说不定罗杏和锦王两个疯子向自己发难 自己属于主动送上门的 这不是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吗 面对两个疯子 还不如罢官来的安全 谁知道罗杏那个疯子会不会误伤自己 又谁知道锦王那个疯子会不会砍了自己 大不了罢官 老爷我还就是不去了 喝醉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锦王府 锦王正在大发雷霆 他也得到了消息 说是自己派出去砸聚贤书局的人 不仅没有砸坏多少东西 反而被聚贤书局的人给抓了起来 五花大榜 一个人都没有逃掉 他完全没有想到 在京城还会有人敢对他如此 我锦王想要砸书局 你就应该敞开大门 让我砸 竟然还敢反抗 这次我不仅要砸了聚贤书局 还要把书局上上下下的人都抓起来 充军发配 锦王在府里暴跳如雷了一会儿 这才来到院子里 开始集合自己的家奴 准备去聚贤书局 抢人 打杂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从大门外响起了喧闹声 而且喧闹声越来越响 处于暴怒中的锦王更加暴力了 谁敢在府门外喧闹 王爷 王爷 大事不好了 这个时候 一个家奴慌慌张张的向着他跑了过来 锦王抬腿就是一脚踹了出去 猙獰的抱贺道 什么王爷大事不好了 啊 不是 那个家奴从地上爬了起来 跪在地上道 罗姓 罗姓 锦王一听到罗姓的名字 眉毛都竖了起来 罗姓怎么了 他他他他打上门了 打上门了 他在哪儿 在府门外 那个家奴的话还没有说完 锦王拎着一把剑就向着大门处跑去 而且口中还喊着 跟着本王去杀乱臣贼子 呼啦啦 几十个家奴便拿着各种武器跟在了锦王的身后 向着大门跑去 口中还喊着 杀罗姓 杀乱臣贼子 几十个家奴 不错 只有几十个 就算锦王在跋扈 也就只有不到二百家奴 狱王那边才有几十个 一百多个家奴之前去杂聚贤书局了 此时都被罗姓拖来了 锦王府也就剩下了几十个家奴 轰隆隆 锦王府的大门缓缓地打开 一边打开 一边还从门内传出来喊杀声 杀死罗姓 杀死乱臣贼子 远处看热闹的人脸色都是一变 眼中释放出亢奋之色 这锦王要疯啊 这锦王要和罗姓火拼啊 也是 去砸人家书局没有砸成 反而让罗姓的人都给抓起来了 而且还是五花大绑着 用马匹拖着狂奔在大街上 只要看看锦王府那一百多家奴 此时凄惨的模样 就知道这脸打得有多重了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锦王还能够忍下这口气 他也就不是锦王了 如此也就不奇怪 锦王喊打喊杀了 但是 罗姓如此气势汹汹而来 锦王又是一副喊打喊杀的模样 罗姓真的敢和锦王动手 大门终于完全打开了 杀死罗姓 杀死 所有的喊声戛然而止 锦王身后的那几十个家奴脸上 现出骇然之色 在他们想来 罗姓绝对不敢得罪锦王 之所来来 锦王府 估计也就是将抓起来的人送来 然后再和锦王讲讲道理 但是 外面是一种什么场面 秦双骑着高头大马 手中横着长刀 挺立在府门前 横眉立幕 浑身散发着杀气 在罗姓的左边 是拿着一杆长枪的鲁大庆 右边是握着长刀的万大拳 在他们三个人后面 是一百个手持长刀的家将 每个人的身上 都散发着浓郁的杀气 锦王府那些家丁 刚刚冲出大门 被罗姓充满杀意的目光一扫 一个个便如同在三九天 掉进了冰窟窿里面 浑身发冷 叫喊的声音便如同 被掐住脖子的鸭子 戛然而止 在向着罗姓身前的空地上望去 一个个都不由打起了哆嗦 在那里 此时正有一百多个人 凄厉地呼喊着 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已经破碎 身上现出被拖行的伤痕 鲜血还在不停地流 星号 星号 第917章杂门 这罗姓 竟然敢 看到眼前的场景 锦王也呆了 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随后 一股羞辱袭上了心头 自己堂堂大明天子的儿子 堂堂的王爷 竟然被人欺负到家门口了 锦王背弃得直哆嗦 举起长剑指着罗姓道 罗姓 你 锦王殿下 罗姓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锦王的话 这些人可是王爷府上的 不错 正是本王的家奴 你竟然敢 罗姓再次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锦王的话道 他们去杂具贤书局 王爷可知道 是本王派去的 罗姓 罗姓不再去看锦王 而是将手轻轻一挥到 把他们的四肢打断 诺 背后一百家将翻身下马 手中握着长刀向着锦王走去 锦王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身子也开始哆嗦 对面一百人的杀气扑面而来 手中的长刀在阳光下变得刺眼 他想要逃 却发现自己的腿根本就不听使唤 咔擦 咔擦 那一百个家将来到了那一百多个锦王府家奴的跟前 抡起长刀 用刀背向着被五花大绑 躺在地上的家奴四肢拍去 一连串骨骼碎裂的声音 伴随着凄厉的哀嚎 那一百多个锦王府家奴的四肢便被拍碎 啊 锦王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罗姓将目光望向了锦王府的大门 淡淡地说道 将大门给我砸了 诺 立刻便有几个家将从锦王的身边走过 向着大门走去 呼啦 在大门前的那几十个锦王府的家奴狼狈地向着边上闪去 那几个罗姓的家将来到了大门前 挥起了长刀 只是几刀便将大门给劈成了柴火 罗姓骑在马上 目光不断地从锦王的四肢上扫过 让锦王浑身不断地哆嗦 望向罗姓的目光充满了恐惧 你你你你 回 罗姓喝了一声 调转马头 一百家将翻身上马 跟着罗姓呼啸而去 太猛了 周围响起了议论声 竟然把锦王的人给废了 竟然把锦王府的大门给砸了 罗姓 本王不会放过去 本王要告你 罗姓听到从背后传来了锦王羞怒至极的呼喊 目光中现出了一丝冷力 内阁 徐杰和高拱相对而逝 徐杰将目光望向了徐石航道 罗姓把锦王府的家奴给废了 把锦王府的大门给砸了 嗯 徐石行点头 锦王进攻了 高拱望着站在面前的王熙爵道 嗯 王熙爵也是点头 徐杰和高拱两个人又对视了一眼 徐杰的眼中渐渐地现出了一丝笑容 心中暗道 这罗姓还真是跋扈啊 还真是找死啊 我看这次陛下还会不会放过你 高拱在心中叹息了一声 这罗姓也太莽撞了 徐杰和高拱两个人几乎同时摆手 让徐石行和王熙爵退下 然后两个人都低下头 做出一副看奏章的模样 罗姓回到了家里 卸去盔甲 跑去看自己的儿子 全然没有把砸锦王府大门当作一回事儿 该想的都想到了 此时就要看家境地的态度了 罗姓怀中抱着儿子 在陆如带对面逗弄着 但是心中却远不是表面那么轻松 毕竟这次是砸了锦王的大门 心中也不知道家境地会如何 门上传来了敲门声 罗姓将儿子交给陆如带 推门走了出去 鲁大庆低声道 侯爷 锦王去了皇宫 嗯 罗姓轻轻点头 心中反倒轻松了许多 他只是打断了锦王府中加奴的四肢 砸了锦王府的大门 虽然是落了锦王的面子 却也在皇家接受范围之内 按照罗姓的推测 他最多就是被家境地罢关 但是 有了上次的经历 家境地未必肯罢他关 这才是罗姓赶去锦王府砸门的底气 他不是很怕家境地处罚他 反而是怕锦王不去皇宫告状 如果锦王去皇宫告状 这件事情不管家境地如何处理 除非试下了杀罗姓之心 便都会勒令锦王以后不得去聚贤书局捣乱 所以 聚贤书局以后便少了锦王这个麻烦 他最怕的是 锦王彻底犯了中二的病 不去皇宫告状 而是带着他去砸聚贤书局 真要是那样的话 罗姓便为难了 难道罗姓还敢杀了锦王不成 别说杀了 就是把锦王揍一顿 那何止是砸门便不是一个性质了 如今闻听锦王去告状了 便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 摆摆手道 一会儿宫内来来 再回禀 是 罗姓又回到了屋子内 将儿子从陆如带的手中经接了过来 陆如带望着罗姓 轻声道 相公 您鲁莽了 你是说我砸了锦王的大门 嗯 陆如带点头道 锦王毕竟是添加血脉 你这是落了皇家的脸面 我知道 罗姓含笑点头道 只是有些事情躲避不了 但儿 你放心 不会有事的 我相信相公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住相公 陆如带上前 将头靠在了罗姓的肩膀上 那是自然 罗姓得色地说道 你相公是谁 大明君神 一代大儒 看你得意的 陆如带翻了一个白眼 两个人一边逗弄着儿子 一边有一搭 没一搭闲聊着 门口便又响起了敲门声 陆如带从罗姓怀里接过了儿子 轻声道 你去忙吧 罗姓走了出来 反手将房门关上 望着鲁大庆低声道 谁来了 陈红 鲁大庆也压低了声音道 陈公公 罗姓的眼睛便是一眯 陈红可是掌控者东场 家境地派他来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想要抓自己 他带了多少人 只他一人 府门外只有一辆马车和一个车夫 罗姓眉头皱得更紧 他有些弄不明白 家境地究竟是什么意思 索性便不再去想 大步向着花厅走去 一进入花厅 便见到陈红正 心神不安地来回走动着 见到罗姓进来 急忙迎上前道 罗大人 李时珍在你府上吧 罗姓便是一愣 点头道 不错 陈红脸色便略松 朝着门口望了一眼 然后压低声音道 罗大人 陛下昏迷过去了 心号 心号 第918章 李时珍的计讽 什么 罗姓心中大惊 这怎么又昏迷过去了 看来这家境地的身体 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平静了一下心情道 陈公公的意思是 请李神医入宫 为陛下看病 罗姓便微微皱起了眉头道 这是谁的主意 陛下 陛下 罗姓不由眉毛一挑道 陛下不是昏迷过去了吗 醒过来一次 陈红道 罗姓便点点头 既然有家境地开口 请李时珍进宫 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便道 陈公公 您在这里稍等 带我去请李神医 快快去请 罗姓快步离开了花厅 向着后院走去 走进李时珍居住的独立跨院 推门走进屋内 便见到李时珍正在拂案书写 听到脚步声 抬头见视罗姓 便又低下头 继续书写 李神医 罗姓来到桌前换道 李时珍头不抬 手不停地问道 何事 陛下昏迷了 罗姓便将事情的首尾说了一遍 最后道 我们立刻进宫吧 不去 李时珍干脆地说道 他那个病没治了 都是吃惊丹吃的 罗姓便不由几道 李神医 这可不能够乱说啊 更不能够在陛下面前说啊 李时珍翻了一个白眼道 我知道 所以我不去 去看看吧 有事情是躲不开的 大不了 你就说看不了 哎 李时珍叹息了一声道 医者父母心 哪里有不看的道理 既然已经被陛下知道了 我的落脚地 正如你所说的那般 躲是躲不过去了 就随你前往吧 罗姓 李时珍和陈宏坐在一辆车内 向着皇宫急奔 陈宏有着腰牌 进入皇宫之后 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玉西宫 刚刚从今玉西宫 黄景便从寝宫里迎了出来 脸上现出悲戚之色道 李神医 罗大人 请入内观看 罗姓神色犹豫了一下 他是很想知道 家境帝如今的身体状况 但是这种添加秘密 自己一旦知道 绝对不是好事 会让家境帝怀疑 他进入的用心 于是 罗姓便推辞到 黄公公 不气就不进去了 黄公公和罗姓 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神 然后便带着李时珍走进了寝宫 一旁的陈宏道 罗大人 去咱家那里休息一下吧 也好 多谢陈公公 不敢 陈宏谦卑地说道 将来还需要大人关照 罗姓的脚步就是一顿 陈宏这句话 已经说得很明显了 这事也看到了 家境帝活不久了 在寻找后路 从这句话看来 家境帝的情况真的很糟糕 见到陈宏还在眼巴巴地看着自己 脸上便露出微笑道 只要不气能够帮上忙 一定 大人请 陈公公请 两个人来到了陈公公的住处 陈公公亲自为罗姓沏茶 然后坐在罗姓的对面 聊了没有两句 罗姓便感觉到对方明显心不在焉 便笑道 陈公公 如果担心闭下身体 便自去 不必在这里陪不气 陈宏连忙站起陪笑道 罗大人 您尽管在这里休息 咱家去看看 嗯 罗姓点头 陈宏便匆匆离去 罗姓喝了一杯茶 便闭上了眼睛假妹 大约近一个时辰 一阵脚步声传来 罗姓睁开了眼睛 便见到陈宏走了进来 低声道 陛下醒了 李神医真是神医 哦 罗姓站了起来道 李神医如今在哪儿 在玉西宫外等您呢 那不气告辞了 咱家宋大人 罗姓客气了两句 便静止来到了玉西宫外 见到了郑阴沉着一张脸 站在玉西宫门外的李时珍 李时珍见到罗姓 便抬步向着皇宫外走去 罗姓急忙批颠儿 批颠儿地追了上去 只是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都是沉默地离开了皇宫 路上也没有说话 一直回到了罗府 罗姓跟着李时珍 进入到那个独立跨院 坐在李时珍的对面 才低声问道 陛下如何了 李时珍猛然抬头 等着罗姓道 陛下如何 你不知道 罗姓神色一愣道 我如何知道 呵呵 李时珍讥讽地笑了两声道 你也不用否认 陛下的状况 不仅是太医院的太医之道 满朝文武也都知道 你会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罗姓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知道陛下不是生病 而是中毒 搜 罗姓一下子就窜到了李时珍的身前 一只手便捂在了李时珍的嘴上道 不能乱说 会招大祸的 李时珍将罗姓的手巴拉开道 这是在你家 又有谁会听见 罗姓的脸上便露出了苦笑道 你还别这么说 我这家里还真是来过不少的不速之客 嗯 这次轮到李时珍神色一愣道 什么意思 罗姓的神色变得认真道 自从您住进来之后 便有六拨人前进来杀你 不过都被大权他们给杀了 杀我 李时珍一惊道 为什么 我向来救人 这么会有人杀我 罗姓压低了声音道 锦王 锦王 为什么 李时珍惊问 还能为什么 罗姓苦笑道 你现在给育王治病 他就要杀你 就这么简单 我 李时珍错愕 随后便是一脸的厌恶 这皇家还真是 握搓 说到这里 有看了罗姓一眼道 你们这些当官的也都握搓 我们怎么握搓了 罗姓一脸的委屈 你不要觉得委屈 李时珍瞪眼道 你敢说 你不知道陛下中毒 知道 罗姓点头 他倒是没有否认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陛下 李时珍一脸的鄙视道 还不是因为你自私 为了自己的虔诚和地位 便忘记了忠孝结义 你觉得我告诉陛下 有用 李时珍不由神色一致 半想到 明知所谓的金丹 对陛下身体有害 却不说 不管有没有用 闭口不言都是不对的 星号 星号 第919章 名为重 罗姓却摇头道 那是陛下毕生的信念 一个人如果有病 这没有什么 因为还可以医治 而且病人会遵从医生的建议 但是 一个人毕生坚持的信念 一旦被证明是错误的 便再也无药可医 李时珍呆了呆 然后叹息了一声道 你说的不错 如果陛下知道了 他毕生追求的都是错误 恐怕很快就会死去 罗姓耸了耸肩 李时珍又叹息了一声道 可是这样 陛下也活不久了 你给他开了什么方子 不过是一些排毒的方子 可是他这边一边排毒 那边却一直吃毒 这根本就没有大用 罗姓起身给李时珍侦查道 你尽力就好 李时珍摇头道 陛下如果死了 大明又要经历一次震荡 罗姓端起茶杯 轻轻饮茶 却不言语 李时珍看了罗姓一眼道 怎么 我说的不对 罗姓放下茶杯 淡淡地说道 陛下每年上朝一两次 有他没他 大明没有什么变化 也许新君即位 大明会更好 李时珍意外地看了一眼 罗姓道 今天的你不像你啊 这样的话你也敢说 没什么意外的 罗姓道 我信得过你 便和你说了 陛下在位 严嵩将大明的元气 折腾得差不多了 严嵩去后 便是徐杰和高拱之争 李神一 在大明近二百年中 可有党争 没有 只有现在才有了徐杰和高拱党争 陛下继位之处 便是大礼仪 仗毙了数十官员 可视为暴君 中期专宠严嵩 可谓昏君 后期致使朝堂出现党争 这已经是不适合当皇帝了 大明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 距离灭亡不远 李时珍默然片刻 常常叹息一声道 天照也不好啊 陛下在位期间 地龙翻身 黄河绝口 天汉绝收 流寇横行 大明 爱 罗信起身拍了拍 李时珍的肩膀道 所以 去给陛下治病的时候 尽量保全自己 保全自己放在第一位 治病放在第二位 相比陛下的性命 你还没有完成的 本草纲目要重要许多 那是会及天下苍生的功德 李时珍严肃地望着罗信半想道 不气 你这话说的可是不忠啊 呵呵 罗信冷笑了两声 忠 向谁忠 陛下啊 不 罗信摇头道 我忠的是整个天下 只要能够让这个国家富强 百姓安乐 便是我罗信心之所向 至于大明 或者是皇上 罗信沉吟了一下道 名为众 社稷次之 君为亲 玉西宫 家境地已经苏醒了过来 只是浑身无力 被黄景和陈宏两个人搀扶了起来 放进了一个浴桶内 那个浴桶内放着药汤 是李时珍开的药方 思 家境地刚刚被黄景和陈宏两个人 放进浴桶内 就被烫得直到吸气 黄景看得心疼 便道 陛下 要不等着凉凉 家境地咬着牙 摇了摇头 坐了下去 便见到他的四肢上 有着很多浓包 被热的药汤一烫 蒸亮了起来 甚至有的开始流浓 但是 家境地的脸上却明显地现出了一丝舒服的神色 只是 好像是痛病舒服着 他闭着眼 咬着腮帮子 身子紧绷着 足足过去了半课中的时间 家境地才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道 搓 黄景和陈宏两个人急忙拿起毛巾 开始轻轻地给家境地搓了起来 刚开始 家境地还呲牙咧嘴 到了后来到 十点静儿 黄景和陈宏两个人便加把静儿 将家境地整个身子搓了一遍 然后将家境地搀扶了出来 将家境地的身体擦拭干净 换上衣服 扶到床上躺下 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陛下 感觉如何 嗯 家境地轻轻点头道 这李时珍果然不愧神医名号 朕好久没有这么舒服了 当初 这李时珍怎么就离开太医院了呢 黄景便低声道 李神医性格耿直 容易得罪人 爱 家境地叹息了一声道 朕要封他关 这李时珍还是拒绝了 算了 不强求 不过告诉他 在朕没有痊愈之前 不允许他离开京城 短时间内 李神医不会离开 黄景低声道 嗯 对了 李时珍来京城不是给育王治病的吗 怎么住到罗信家里了 他在罗信家里干什么 听说罗信资助李时珍写一本 什么本草纲目 对 就是本草纲目 所以李神医才居住在罗信府上 嗯 家境地再次点头道 罗信这也是为了稳住李时珍 把他留在京城为育王看病 也算是忠心 而且也因此为正看了病 这也是有功劳啊 黄景眼珠子转了转道 陛下 今日锦王来了 他来干什么 家境地皱起了眉头 他现在在哪儿 还在职房内等候 他来什么事儿 这 说 罗信的堂兄在京城开了几家书局 吃 家境地便吃笑了一声道 是罗信开的吧 他的堂兄不过是一个幌子 陛下英明 马屁 家境地笑骂道 锦王派人给砸了 家境地神色一愣 略微思索了一下道 从罗信书局开张起 一切都详细说给我听 是 黄景便事无巨细地把罗信书局开张之后 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有意无意地将事情往徐阶那边引 家境地听完之后 面臣似水 半想到 你是说 罗信的书局开张后 便被黑龙帮给砸了 是 黄景连忙点头 然后 当晚徐阶家的大门上便出现了小人之家 行小人之事 九个写字 是 再然后 便是锦王去砸了罗信的书局 是 家境地的脸黑得像锅底一样 呼吸也变得粗重 半想到 张世杰的事情 徐阶处理的怎么样了 回陛下 黄景低声道 张世杰被罢关 新号 新号 第920章各达五十大版 家境地闷闷地不说话 以家境地的智慧 自然很快就分析出 砸罗信书局的背后一定有徐阶的影子 黑龙帮未必是徐阶操纵的 毕竟徐阶唯一带大儒 当朝内阁 不太可能和那些游侠儿有关联 但是他心中确认定 锦王砸罗信书局的背后 一定有着徐阶的推手 真是把朕的儿子当傻子耍了 陛下 徐阁老请问 杭州之府和士博司提举 用谁 张世杰被罢关了 这么重要的位置 自然要越快安排越好 原本这样的事情 徐阶提名 送给家境地审阅就行了 但是 张世杰就是徐阶举荐的 而且家境地刚刚严厉呵斥了他 徐阶自然不敢再独断专行 就算是表姿态 也要请问家境地 家境地略微思索了一下 却摆摆手道 告诉徐阶 让他酌情处理吧 黄瑾不明就理 不过也懒得想 便点点头 将家境地扶着躺下 便离开玉西宫 却向徐阶传旨了 不一会儿 黄瑾便回来了 低声道 陛下 锦王还在职房内等着呢 家境地将脸色一沉道 让他回去 禁足半年 是 黄瑾又想要去传旨 回来 奴婢在 再去给罗姓传旨 让他亲自带人去给锦王修大门 遵旨 黄瑾又匆匆地走了 徐阶接到了旨意 却并没有喜悦 反而皱起了眉头 他的心中实在是没有底 自己刚刚在不久前被家境地训斥了一顿 迫不得已处理了张世杰 而且锦王在自己暗地里的推动下 去砸了罗姓的书局 但是他猜中了过程 却没有猜中结果 罗姓竟然敢把锦王的一百多个家奴打断了四肢 然后把锦王府的大门给砸了 这事情就大了 事情闹到这种程度 家境地一定会了解此事 虽然徐阶自认为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但是凭着家境地的智慧 不可能推测不出 怂恿锦王的背后推手是谁 但是 家境地却依旧把任用杭州之府和士博斯提举的事情完全交给了 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是想要找自己的毛病 还是真的放权不管了 徐阶琢磨了一天 也没有琢磨出来什么 反倒是听说了皇上对罗姓和锦王的处理 锦王被禁足 罗姓要亲自给锦王府修理大门 这分明就是各打五十大板 家境地这是什么意思 回到了家里 派人去把自己得意学生张居正叫了过来 两个人把书房门一关 徐阶把事情向张居正一说 张居正却是大喜道 恭喜老师 老师这是要彻底掌控内阁了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徐阶奇怪地望着张居正道 难道就不是皇上给我下套 不 张居正摇了摇头道 老师 陛下老了 陛下老了 你什么意思 陛下这十天之内 连续昏厥两次 这证明陛下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人的身体不行了 思维也会迟钝 而且会讨厌麻烦 咱们这位陛下 原本就讨厌麻烦 一心修道 如今这幅身体 恐怕便更加厌烦麻烦了 连锦王和罗姓之间的事情 都是各打五十大板 陛下已经没有精力在管理朝政了 你的意思是 张居正点点头道 陛下最担心的还是罗姓 毕竟老师您和高拱都是文官 而罗姓却是文武两徒 都有着不小的威望 但是 陛下应该始终下不了杀罗姓的决心 所以就需要一个打压罗姓的人 而这个人不可能是高拱 陛下在旁边看得十分清楚 高拱和罗姓之间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 不说别的 就说前些十日 高拱不是还去了罗姓在聚贤会所的聚会吗 所以 在这朝堂上想要找到一个能够打压罗姓 而且还铁心打压罗姓的人 只有老师您 说到这里 张居正看了一眼徐杰道 所以 不管锦王杂具贤书局背后的推手是谁 陛下也不得不放下 重用老师 徐杰的老脸便是一红 他知道自己的作为 瞒不住聪明的张居正 一想到罗姓竟然敢砸锦王大门 他的心中便有些后悔 如果早知道罗姓会这么凶猛 他便不会背后推动这件事 朝堂之上的聪明人多了 张居正能够看出来 别人也能够看出来 如此 这名声可就有点儿臭了 而且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他徐杰的名声本来就挺臭的 自从下言之事后 他徐杰的名声就臭了 他担心的是 这件事最终被别有用心的人 捅给锦王 锦王一旦知道 他是被自己给利用了 被他徐杰当枪使了 就锦王那个中二 说不定就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让他徐杰惹一身骚 摇了摇头 将此时暂时抛到一边 振作了精神 先把杭州之府和士博斯 提取这件事做好再说 将张居正送走之后 徐杰又将自己的儿子徐鲁青 换了过来 徐鲁青一进来 徐杰就阴沉了脸喝道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徐鲁青也知道自己出的主意 似乎惹了大乱子 便低着头不言语 徐杰看着儿子的模样 叹息了一声道 以后不要搞歪门邪道 还是要走正途 是 徐鲁青老老实实地说道 据贤书局的事情 还是用规矩去办 联合京城书局 给我把巨贤书局击垮 是 父亲 让我去给锦王修大门 罗信诧异地望着眼前的黄警 是 对面的黄警苦笑道 罗信皱着眉头沉吟了片刻 他有些不明白 家境地打的是什么主意 从表面上看 这就是个打五十大板 不过 他可不这么想 皇上这是放弃了杀我的念头 还是在纵容我 让我在不知不觉中膨胀 嚣张 最后杀我 不气 黄警还以为罗信不愿意去给锦王修大门 觉得丢脸 便苦口婆心地说道 大明以来 你可是第一个赶砸亲王大门的人 陛下已经够仁慈了 你还是去把锦王的大门修了吧 新号 新号 第921章徐阶光临占世府 修 当然要修 只是罗信想了想笑道 黄公公 我们两个也不说外话 我只是诧异 陛下这次怎么会如此仁慈 陛下的经历不如从前了 黄警的脸色现出了黯然之色 陛下他 爱 黄警叹息了一声道 我也不是很了解 李神医应该比我更了解 只是咱家看到了陛下脸上的疲惫 还有 如今李神医在你府上 罗信有些明白了 黄警是意思是 家境地身体不如从前了 想要过平静的日子 还有李时珍在自己的府上 还指着李时珍为他治病 如果处罚了自己 害怕李时珍再跑了 只是罗信总觉得家境地的心思不止这些 不过 老老实实地去给锦王修理大门 却也没有坏处 便点头答应 然后将黄警送走 大庆 回到了书房 罗信便将鲁大庆换到了跟前 侯爷 去找王翠翘 让他将锦王禁足的消息传播出去 是 去吧 随便让大权来见我 是 王大权很快站在了罗信的面前 罗信道 带着嘉江和府里的两个木匠 去锦王府丈量一下大门的尺寸 回来给锦王府做两扇大门 大人 罗信摆摆手道 陛下让锦王禁足 让我修大门 各打五十大板 我已经让大庆出去 将锦王禁足的消息传播出去 如此就算看到我们给锦王修大门 也不会再有人敢去杂书局 哦 万大权没有想到嘉禁帝会出这么一个结果 当下便展颜道 属下这就去给锦王亮大门 低调一些 罗信叮嘱道 不要惹事 等着大门做好 安装的时候 本官还得亲自去呢 是 万大权道 那如果锦王府的人欺负我们呢 打 罗信宁声道 好脸 万大权一咧嘴道 罗信便以手扶额道 不要给我惹事 老爷我现在事情不少 你要知道 老爷我是大明第一个杂亲王大门的人 可一 而不可二 小人明白 去吧 如今在京城有两处最热闹的地方 一处是大明内阁首府徐阁老家的大门前 虽然门上的九个血淋淋的大字已经被徐家的下人给擦拭干净 但还是不时的有人来 仿佛是什么名胜古迹一般 站在大门的对面 对着徐家的大门指指点点 让徐阶一家心中羞脑异常 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 第二个热闹的地方就是锦王府前 锦王府大门被砸了 还一直不休 就那么扔在那里 怎么可能不吸引人 后来又有传言 说是锦王去皇宫告状 结果却是锦王被皇上禁足了 责令罗信给锦王修大门 这就是个打五十大板的意思 但是老百姓不管这些啊 有热闹看就行啊 罗信去给锦王修大门 会不会再打起来啊 如果再打起来 那多热闹啊 结果 罗府的人是来了 而且由万大权亲自带领 数十骑兵披甲带亏 手持兵器 往锦王府门前这么一站 原本还气势汹汹的锦王府吓人 一个个立刻就伪了 这不伪不行啊 他们可是亲眼看到了 就是这些罗府的家将 当着锦王的面 将锦王府的一百多个家丁 打得四肢残废 而且锦王从皇宫回来之后 直接让人把那一百多个家丁 给扔了出去 根本就不管 这要是自己再被打残了四肢 找谁说理去 所以 一个个都退在大门内 一个个像是安蠢一样 万大权他们原本以为 还会有一场恶战 却没有想到锦王府的人 如此耸了 不过也记得罗姓的话 不敢嚣张 将大门量好了尺寸之后 便呼啦啦离开了 罗姓此时已经在冒生胡同的 王翠翘的家里 来这里是因为 王翠翘将黑龙帮的帮主曹天 给抓到了 从曹天的嘴里得知 确实是徐杰家里的管家 让他去杂数局的 罗姓虽然知道了 却知道这也没有什么用 根本就拿不出去威胁徐杰 因为没有人性 便让人把曹天给杀了 然后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府中 刚刚进门 却被告知有人找 来到花厅 却见到詹士府的一个小吏 正如同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在地上来回转着 见到罗姓进来 急忙失礼道 大人 您总算回来了 有事 罗姓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既然是詹士府的小吏过来 那么就一定是詹士府出事了 但是 如今他那帮子手下 都老老实实地在詹士府上班 又能够出什么事儿 大人啊 您赶紧回去看看吧 那个小吏都快哭了 徐格老亲自去了詹士府 正在那里大发雷霆 一听到是徐杰 罗姓反而不急了 缓步来到了桌前坐下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喝了一口道 他去做什么 大家不都是在上班吗 他发什么火 那个小吏便道 您不是没在吗 徐格老说 说什么 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詹士府的坏风气 就是您带的 让您立刻去 吃 罗姓便不由吃笑了一声 还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徐杰都能够和江湖人勾结 干出卧错的勾当 反倒来说我罗姓 他知道徐杰这是被自己派人在他家门上写了九个大字 心中羞愤 想要当着重官的面 羞辱罗姓 毕竟罗姓没有上班 把病抓在徐杰的手中 这便是有理 有理就可以抓住不放 好好恶心羞辱罗姓一下 罗姓此时心中也十分不爽 刚刚从曹天那里得到的消息 而偏偏还不能够拿出来曹天的口供 原本心中就郁闷 如今听到徐杰还有脸这样说自己 而且还跑到詹士府 想要当众羞辱自己 心中便也怒了 立刻起身道 走 去詹士府 詹士府 罗姓来到了大堂外 便听到徐杰在里面的咆哮声 走进大门 便见到他手下的人都低着头 像是一个个安蠢一眼站在那里 徐杰见到罗姓走进来 也停止了咆哮 目光威严地望向了罗姓 罗姓微微皱了一下 没头到 都站在这里做什么 不用工作了 你们一个个以为你们是内阁首府 什么事儿都不用干 就指着一张嘴命令下面人干就行了 还不下去 星号 星号 第922章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 原本那些人在徐杰的威压下 一个个都坠坠不安 有胆小的人 腿都在抖 等到罗姓进来 他们立刻就如同有了主心骨 再听到罗姓这么一番话 一个个差点而笑出声来 憋得满脸通红 双肩乱抖 徐杰的脑门上就冒出了几缕黑线 冷哼了一声道 本官没有让走 谁敢走 哦 原来是阁老让他们留下的 那就留着呗 说到这里 朝着徐杰拱拱手道 下官见过徐阁老 哼 徐杰冷哼了一声道 罗姓 本官问你 你为何没有做牙 罗姓走到了一张椅子前坐下 淡淡的说道 徐阁老不也没有做牙吗 你徐杰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官场上有着官场的规矩 罗姓的职位比徐杰低得太多 这才是徐杰有胆量过来找事的底气 在他心中想来 就算罗姓心中恨他如此 却也要老老实实地哀训 这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哪怕他徐杰今天尽情地羞辱他 他也得忍着 他就是要当众羞辱罗姓 出自己一口恶气 所以才不让罗姓那些下属离开 他要当着罗姓那些下属的面 拨进罗姓的面皮 让罗姓威望景师 但是 他万万没有想到 罗姓一进来 击摆出一副和他撕破脸的姿态 不仅是指桑骂怀地说了一通 然后还自顾自地坐了下去 反问自己不是也没有做牙吗 啪 当即徐杰就是一拍桌子道 本官这是听闻詹事府 有人失去了做官的本分 经常不到牙 来这里寻查 啪 罗姓狠狠地拍了一下椅子扶手 那声音比徐杰拍的声音大多了 把徐杰吓得一哆嗦 猛然想起 罗姓可是一个武将 不是单纯的文人 脾气可不怎么好 刚刚把景王府的大门都给砸了 这要是把自己在这里揍一顿 可就名声尽毁了 正担心间 却听到罗姓霹雳大喝道 你们谁又偷偷跑出去了 或者是谁又迟到早退了 本官说过多少次 既然身上穿着官袍 就要用心做事 我们没有 那几十个官员一起摇头 罗姓便转头望着徐杰 脸上迷惑地说道 徐格老 他们说没有 你抓到谁了 你告诉下官 下官定成不饶 你装什么糊涂 徐杰气得浑身都发抖道 本官说的就是你 我 罗姓一脸的无辜道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徐杰继续哆嗦 本官问你 你今天去哪里了 为什么在詹士府见不到你 你问这个啊 罗姓淡淡地说道 那就好好说话呗 我手下这些官员没有犯错吧 那你凭什么训斥他们 你官大 就可以随意训斥人 你还有没有 是灵的品德 这件事 你必须给我属下一个说法 如果你没有说法 不道歉 从今日开始 詹士府不欢迎你 好 徐杰倒是平静了下来 他感觉到自己被罗姓给带偏了 不能够让罗姓再这么糊咧咧下去了 当即便点头道 本官今日见到你这为左竖子都不作牙 所以把对你的怒火发泄到了他们的身上 这是本官不对 但是 徐杰的目光陡然变得锐利 如同两只利剑一般锁定着罗姓道 你给本官一个解释 这件事很容易解释啊 罗姓淡淡地说道 实际上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来 派个人来问一生就行 据贤书局被砸的事情你知道吧 徐杰的心中一跳 他想起来了 皇上让罗姓亲自去给锦王府修大门 如果罗姓以这个为借口 他还真是没有话说 不过 随后他就想到 以罗姓的身份 他根本就不可能亲自去 顶多是最后装大门的时候 在锦王府门前露一面 断无亲自去给锦王府大门两尺寸的可能 于是便讥讽道 如此说来 你是去给锦王府修大门了 本官一会儿倒是要去看看 锦王府的大门修到什么程度了 他这句话的意思便是 你罗姓可不要撒谎 一会儿我可是会去何时的 没有想到 罗姓却是一脸无辜的模样道 我去锦王府修大门 这个没那么快吧 你不是 徐杰惊讶道 他还真是不知道除了这个理由 罗姓还有什么理由 当然不是 看到罗姓理直气壮地否认 徐杰突然心中浮现出一丝不安 陈生道 那你做什么去了 你还记得黑龙帮吧 罗姓的目光陡然变得冰冷 徐杰的目光便是一宁 没有说话 罗姓也没有等他说话 嘴角弯起 露出一丝满是杀意的冷笑道 黑龙帮砸了我的书局 我便砸了他的堂口 只是跑了曹天 不过 那曹天也太天真了 竟然还不敢赶紧远远地逃走 反而还隐藏在京城附近 被我的人发现 我今天便是去抓他了 可是抓到了 徐杰忍不住问出口 话一出口心中便后悔了 罗姓的嘴角露出一丝机缝 没抓到 徐杰的心就是一松 继而脸色一沉 刚想要开口 却听到罗姓淡淡地说道 不过 罗姓顿住了声音 一双心眸望向了徐杰 两个人的视线在空中相撞 徐杰目光深沉 不言不语 两个人僵持了大约五夕的时间 罗姓淡淡一笑道 我朝着他的背影喊了话 告诉他 如果他肯去背后 指使他的人家大门口自杀 在自杀前 指着那家大门喊 就是那家人背后指使 而且在事后 唯恐事情败露 追杀他灭口 我就饶了他一家老小 否则我就灭他曹天满门 说到这里 罗姓的脸上现出灿烂的笑容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 呵呵 徐杰的心中便浮现出一丝烦躁和不安 阴沉着脸道 今天你不作哑的事情 是有可原 下不为例 话落 便起身 一甩袍袖 大步向着大门走去 背后传来了罗姓淡淡的声音 徐格老 就算我今天不作哑 与我的下属无关 而你却无缘无故训斥我的下属 虽然你道歉了 但是詹师傅不欢迎你 以后还请少来 新号 新号 第923章橄榄枝 你 徐杰顿住了脚步 回头凶利的等着罗姓 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 我原封不动送回 好走 不送 罗姓 本官必猜你一本 罗姓搭拉着眼皮道 那是你的本事 而且我也不关心 我只关心那个曹天 徐杰脸上的颜色不断地变换 最终一甩袍袖离去 大人 您是这个 大堂内几十个官员朝着罗姓竖起了大拇指 罗姓站起来 老神在在地向着外面走去道 走了 你们待在这里吧 背后一个个官员哭笑不得地望着罗姓的背影 目光中都透露出一个大大的福字 恐怕在大明 就算是高拱在徐杰面前也没有这么嚣张吧 但是 偏偏徐杰还忍了下来 不由让每个人心中都十分奇怪 一个个窃窃私语起来 只是不到一天的时间 整个京城就风言风语起来 刚开始说的还像那么回事儿 只是传说背后 只是黑龙帮和怂恿 警王砸巨贤书局的人就是徐杰 到了后来 便变成了曹天在徐杰大门口 大声谩骂徐杰 说是徐杰致使他砸了巨贤书局 后来又害怕事情败露 而追杀他灭口 逼得他走投无路 在徐杰门口自杀 这些事情先不说 先说罗姓刚刚走出詹士府不远 便见到一个轻衣小茂走了上来 朝着罗姓拱手道 见过罗大人 这个人罗姓认识 是高拱的手下 便含笑朝着他点点头 并不言语 大人 我家大人请您 罗姓点点头道 带路 两个人走的方向 并不是高拱当值的地方 而是来到了太白居 一直上了二楼 轻衣小茂在一个包厢的门上敲了几下 便听到里面传来了高拱的声音 进来 轻衣小茂便将门推开 然后摆出了一个寝的姿势 罗姓便举步走了进去 轻衣小茂后退一步 将房门关上 站在了外面 包厢内 罗姓含笑朝着高拱失礼道 下官见过高阁老 不气 快来坐 高拱含笑起身道 这不是下职了吗 上次在聚贤会所 叨扰了你一顿 今日老夫回请 那怎么不去聚贤会所啊 罗姓含笑落座 太贵了 高拱直言道 然后两个人放声大笑 两个人谈谈说说 酒过三巡 高拱衣父不经意的模样问道 听说许葛老今日在你那里待的时间不短啊 不知道 罗姓摇头道 我去之后 他带了不到一刻钟就走了 高拱怀疑的上下打量了一番罗姓道 他就那么容易走 是啊 罗姓点头道 我告诉 詹事府不欢迎他 扑 高拱一口酒喷了出来 把自己呛得咳嗽了两声道 你真这么说的 当然 罗姓认真的说道 整个詹事府的人都在旁边听着 大家都知道 高拱砸吧了一下嘴道 不气 弄得这么僵 不好吧 高大人 您觉得就算我不想弄僵 徐杰会罢手 话又说回来 一直不是我挑逝 都是他在挑逝 我是被动防御好不好 高拱想了想 觉得也是 心中对徐杰便更加的不齿 沉吟了一下道 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向我提 只要我能够帮上的忙 一定帮 罗姓心中便是一动 这便是高拱向他伸出橄榄枝了 但是 这个橄榄枝 要看高拱的心思究竟是什么 是想要是罗姓联盟 还是想要将罗姓招揽 这差距可就太大了 和罗姓联盟 那么便是高拱承认了罗姓 如今拥有的实力 把罗姓看成和自己平等的角色 以后有事 大家商量着来 如果是招揽 那罗姓就是高拱的手下 到时候高拱安排下来 你愿意做的做 不愿意做 也得做 就仿佛是徐杰对待张世杰一般 但是 罗姓当然不能够直言相问 你是什么意思 是想大家联盟 还是想要招揽我 于是便呵呵笑了两声道 如果以后不弃有需要 一定和葛老商量 这一句商量就表明了罗姓的态度 只能够和你联盟 别想着我当你的手下 林罗姓微微吃惊的是 高拱脸上并没有丝毫的不悦 反而是含笑道 是啊 我们之间就应该多多见面 多多商议 高拱的话 无疑地表示自己愿意把罗姓当成平等人 也就是联盟 而非招揽 罗姓脸上的笑容真成了几分 高大人您得高望重 晚辈年轻时浅 将来恐怕会有很多时候去向您请教 就怕大人到时候厌烦我 高拱不由哈哈大笑道 不气 你我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 当初你从草原归来 我刚刚进入内阁 我们可就关系不浅了 只要你不嫌弃 我老头子唠叨 你随时可以来我家 我们两个丙烛常谈 罗姓想起了当初自己能够离开京城 前往杭州 还真是高拱的提点和帮忙 虽然那也有着高拱的利益 但是如今看来 毫无疑问自己才是最大的得利者 不仅升到了四品观 而且还培植了属于自己的力量 将杭州经营成了自己的后花园 将大明的财政命脉 士博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而且还借着杭州的地利 培植出台湾这个海上势力 于是脸上露出感激之色道 当初能够离开京城 前往杭州 摆脱了京城的漩涡 还是大人提点 不记不敢忘 改日一定上门拜访 好 好 好 高拱心中大悦 觉得罗信是一个感恩图报之人 如此两个人之间的气氛 也就更加融洽了 不过 两个人之间也没有在谈 任何与官场有关的事情 只是谈谈学问 谈谈诗词 两个人都知道 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 没有必要急着立刻直奔主题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两个人便分开了 罗信回到了府邸 被万大全告知 徐世行来访 他来做什么 罗信不由 微微皱起了眉头 放缓了脚步 徐世行一度和罗信等人 相处的还是很好的 大家在那个时候 有着共同的理想 都向着忠心大名 而且徐世行还加入了复兴社 但是 后来徐接打压罗信十分厉害 将罗信都逼出了京城 徐世行便和罗信等人渐行渐远 终于投奔了徐接 虽然没有名言 大家却是都知道 复兴社和徐世行彻底没有了关系 或者是说决裂了 星号 星号 第924章徐世行的彷徨 当罗信从杭州回来的时候 徐世行也没有来过 这便是摆明了姿态 他徐世行和罗信已经不是一路人 但是 他今天突然来这里做什么 难道是徐接派他来 要和自己做什么交易 不对啊 如果是徐接要和自己做什么交易 也不应该是徐世行 而应该是徐鲁青或者张居正啊 怎么轮 也轮不到他徐世行啊 徐世行虽然有才 但是目前在徐接的眼中还算不得什么 罗信带着迷惑的心情来到了花厅外 收起了思索的神色 脸上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一步迈入花厅道 徐兄惜客啊 徐世行脸色就是一红 想当初他可是经常和罗信来往 而且还不时的居住在罗信家里 后来见到罗信失事 便投奔了徐接 他现在有些后悔 当初哪怕是投奔高拱 也没有如今这番尴尬 因为罗信和高拱是没有丝绸的 而和徐接却有着丝绸 自己当初也是觉得高拱斗不过徐接 这才投奔了徐接 实际上 当初徐世行的选择并没有错 正所谓良情责目而期 既然徐世行已经决定离开罗信 就要选择一个实力更强的 毫无疑问 在他的心中 徐接要强过高拱 一方面 徐接是内阁首辅 这天然的优势 另一方面 徐接是颁到严松上位的 连严松都能够颁到 高拱怎么可能是徐接的对手 但是 如今面对罗信便有些尴尬了 从椅子上站起来 朝着罗信拱手道 不气 在下惭愧 罗信摆摆手 没有问徐世行为什么来这里 而是先问道 徐兄 这刚下着不久 还没有吃饭吧 徐世行脸色更觉尴尬 他是没有吃饭 但是又不好意思说 这要是在和罗信相交 莫逆那段时间 早就喊着还没有吃饭了 看到徐世行的模样 罗信便知道他没有吃饭 便道 走吧 这个时候 饭菜已经做好了 只是不知道徐兄前来 要简单一些 实际上 罗信和高拱刚刚吃完 不过和高拱在一起 也就吃了五分饱 这个时候正好和徐世行 再吃一顿 不气 我 罗信便拉着徐世行的手 一边向着外面走 一边说道 又不是没有在我这里吃过 客气什么 走 我们一边走一边谈 等着找个时间 将浩德他们叫过来 大家很久没有在一起聚过了 徐世行的脸上便现出了一丝羞愧之色 随着罗信来到了饭堂 下人已经将韭菜摆好 只是四菜一汤 不过都非常精致 罗信端起酒壶 为自己和徐世行道上 然后端起酒杯道 徐兄 请 不气 请 两个人碰了一下 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 各自吃了两口菜 罗信便引着话头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 却绝不开口问徐世行来做什么 就这么过去了两课钟的时间 徐世行终于坐不住了 和罗信又碰了一杯 喝完之后 便放下了酒杯 望向了罗信 罗信也含笑望着徐世行 不气 徐世行的脸上现出了一丝痛苦之色 这种神色让罗信的心咯噔一下 徐世行有什么神色他都不会意外 但是痛苦 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今日只想问你几句实话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会守口如瓶 绝对不会泄露出去半句 只求不计你能够用实话回答我 罗信的神色变得严肃 虽然他不知道徐世行要问他什么 但是他能够感觉到徐世行的痛苦和真诚 于是便点点头 你真的追到曹天了 嗯 罗信点头 但是心中却不知道徐世行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你真的对曹天的背影喊出了那番话 那番话 如果他肯去背后指使他的人家大门口自杀 在自杀前 指着那家大门喊 就是那家人背后指使 而且在事后 唯恐事情败露 追杀他灭口 我就饶了他一家老小 否则我就灭他曹天满门 没有 罗信诚实地摇头 然后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徐世行苦笑道 如今满京城都传遍了 罗信的眼中现出若有所思之色道 是徐杰让你来打探的 不是 徐世行摇头 脸上现出潮红之色道 不气 我知道你和浩德他们心中都对我有看法 我是投奔了徐杰 但那也是为了施展我心中的报复 并非徐杰的走狗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罗信点点头道 我相信 你还有什么话都问吧 我保证只要是我能够说的 肯定会说 而且句句都是实话 不能够说的 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不想对你撒谎 徐世行的脸上现出了感激之色道 不气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请问 如此说来 你是没有看到过曹天 今天在詹士府的事情 也是有意林徐阁老难堪了 不是 罗信摇头道 我已经把曹天抓住了 抓住了 他在哪儿 杀了 罗信淡淡地说道 杀了 怎么能杀了 徐世行急道 罗信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讥讽道 不杀了 还能够如何 可以揪出背后的支持者 徐世行的神色猛然愣住了 随后脸色渐渐变得灰败 罗信赤笑了一声道 背后支持者 没有人会信的 一个士林领袖 当朝内阁 怎么会和江湖帮派有关联 而且还谁指使去杂剧贤书局 说出去 反而会林士林认为我罗信在不择手段 为了丝绸给他泼脏水 徐世行放在膝盖上的手指都开始哆嗦 真的是徐格老 罗信无言点头 徐世行便如同没有了骨头一般 贪坐在椅子上 罗信看着他颓废的神色 心中有些理解徐世行了 徐世行还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 他还是想着忠心大明 之前抛开他罗信 投奔徐杰 也是为了忠心大明 但是 如今却得知徐杰干出此等卧挫之事 便令他大为失望 甚至有一种羞辱的感觉 一个是领领袖 怎么可以干出此等之事 跟着这样没有底线的人 又如何能够忠心大明 心号 心号 第925章朝会 罗信也不由在心中叹息了一声 跟着徐杰原本就是一场错误 他在内阁原本就没有当手辅多少年 最后还是被自己的得意弟子张居正和高拱 联手赶了出去 可见徐杰本就不是一个忠心之人 私心太多 不计 徐世行艰难地说道 我是不是错了 罗信默然 徐世行站了起来 落寞地向着外面走去 罗信没有动 静静地望着徐世行的背影 脸上竟是感慨 徐世行走到了门口 脚步一顿道 不气 徐杰正在挑动京城所有的书局准备对付你 张太月主导此事 罗信心中微惊 他倒不是惊讶徐杰会对付他 而是惊讶徐世行为什么会将此事告诉他 徐世行知道徐杰要对付他的计划 罗信并不意外 徐世行是徐杰阵营中的人 而且徐杰也应该信任了徐世行 并且准备重用他 毕竟徐世行是有着才学的 如果没有罗信横空出世 历史上徐世行就是状元 所以 恐怕徐世行还参与了徐杰针对自己的计划 但是 他为什么告诉自己 你不信 徐世行声音微冷 我信 罗信毫不迟疑点头 你是在怀疑我为什么告诉你 不是怀疑 是奇怪 徐世行的心中就是一暖 怀疑和奇怪有着很大的区别 怀疑是罗信对他有着很深的戒心 虽然相信他的话 却在戒备他为什么告诉他 而奇怪则是罗信不仅对他的话信任 对他的人品也信任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告诉他 徐世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转过身望着罗信道 不气 我当初加入复兴社 其目的没有私心 只是想着忠心大明 你可信 罗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目光炯炯的望着对面的徐世行凝声道 我信 徐世行眼中现出了一丝感动 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道 我投奔徐阁老 同样没有私心 没有想着投奔徐阁老换取高官后路 想的依旧是忠心大明 你可信 我信 罗信毫不迟疑地点头道 所以 复兴社依旧保留着你的名字 徐世行的脸上现出了一丝潮红 更加的激动 我今天来告诉你这个消息 是因为徐世行的声音变得干涩 眼中现出了一丝痛苦 徐阁老让我太失望了 你就这么信我说的话 罗信的心中也浮现出感动 我信 徐世行使敬二地点头道 你的人品一直是我最信任的 而且 说到这里 他的脸上现出了自嘲之色道 在詹是福 在你说出了那番关于曹天的话之后 徐阁老能够不再责罚你 而匆匆离开 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那 罗信沉默了一会儿道 你以后 我以后 徐世行脸上的神色更加痛苦 我还有以后吗 先是背离了复兴社 如果我再背离了徐阁老 我成了什么人 以后还有谁敢和我结交 我是三性加奴吗 徐兄 你严重了 不 我真的没有以后了 我不能够背离徐阁老 但是也不想再帮徐阁老 以后我就庸庸碌碌就好 不气 大明的忠心靠你了 我愧对你 愧对复兴社 话落 徐世行便掩面而去 罗信的心阴沉了下来 一个如此优秀的人 难道就这么任其沉沦下去 不 不能够这样 罗信紧紧的锁起了眉头 却没有丝毫的办法 最终化为了一声长叹 内阁大唐 汇聚了朝堂上的三平以上的官员 这是徐阶和高拱商议之后 将大家招了过来 商议杭州之府和士博斯提举的事情 原本这样的事情是需要佳敬帝出面的 只是佳敬帝的身体确实不行了 便将此事交给了徐杰 但是 徐杰却不认为佳敬帝的身体不行了 而是觉得这是佳敬帝对他的一个考验 之前的张世杰就是他举荐的 但是结果却让佳敬帝震怒 如果这次他再自己定一个人 别说是高拱不会同意 恐怕佳敬帝真的会戒备他了 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他贬畜 所以他才举行了这次朝会 但是 举行朝会却并不意味着 他放弃杭州之府和士博斯提举这两个位 此 他要光明正大的争取 如此就算最后当选的是他的人 佳敬帝也说不出来什么 因为这不是他徐杰私定的 而是工举的 此时徐杰高居首位 目光扫过众人 心中便有着一种前刚独断的满足 但是当他看到高拱的时候 高涨的情绪便又不由一顿 微微地吸了一口气 酝酿的威势便散发了出来 宁生道 各位同僚 这次朝会所义之事便是杭州之府 和兼任士博斯提举之人 大家畅所欲言 大唐内便是一阵沉默 实际上大家心中都十分清楚 在这件事上只有两个人可以争取 这两个人便是高党和许党各自 已经决定推举之人 至于其他人想要争取 那根本就不可能 这就是两党之争 罗信难得的在詹士府作牙 因为他也知道 今日是决定谁是杭州之府和士博斯提举人选的时 后 他在大明海貌有着股份 而且张世杰就是他给弄下来的 自然是十分关心最终人选 坐在詹士府 根本不用他去打听 就会不断的有小道消息传送过来 他的手下不断的去打听消息 然后将消息传送回来 实际上 此时在各个衙门内 都关注着此事 他们关心的不是谁当杭州之府 他们关心的是最终谁是胜利者 是高拱 还是徐杰 谁都知道 这场交锋代表着风向标 决定着他们以后跟谁混 大人 朝堂上已经争吵起来了 一个官员匆匆跑进詹士府大堂 对坐在上手的罗姓说道 罗姓点点头道 高格老和徐格老意见不统一了 他们什么时候意见统一过 那个官员讥讽道 也是 呵呵 罗姓呵呵笑着说道 大人 高格老举见的是严娜 徐格老举见的是张居正 什么 罗姓不由神色一愣 乱套了 怎么把张居正都牵扯进来了 历史上可没有张居正去杭州的事情 那结果呢 还在吵 罗姓大手一挥道 在叹 那官员便笑着应去道 得令 新号 新号 926章上朝 大人啊 你说这谁能赢啊 大堂内几十个官员便开始聊了起来 罗姓想了想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道 高格老目前还是略训一筹啊 大人 又有一个官员跑了进来道 有人找你 罗姓举目一看 便见到王熙爵走了进来 朝着罗姓拱手道 下官见过罗大人 罗姓起身上前 拉住王熙爵的手道 王兄 今天怎么有空来 小弟这里了 王熙爵压低声音道 格老请你去朝会 我 朝会 罗姓心中一惊 随后恢复了平静道 我们边走边说 来到了外面 罗姓轻声道 劳烦王兄给小弟指点迷惑 不敢 王熙爵苦笑道 今日是议定杭州之府 和兼任士博司提举之人 罗大人你知道吧 知道 罗姓点头道 王兄还是称呼小弟婊子吧 也好 王熙爵倒也没有客气 点头道 不气 徐格老举荐的是张太月 高格老举荐的是严娜 双方争论不休 最后只好投票决定 没有想到 罗姓心中便是一领 输了 输了 王熙爵黯然点头道 我们比徐格老少了两票 罗姓皱起了眉头 让张居正去担任杭州之府 和士博司提举 说实话 罗姓心中也不是太介意 他对张居住的操守 还是有些信任的 但是之前听到徐师行说 组织京城书局 针对聚贤书局的主导者 就是张居住 这让罗姓怀疑张居住 现在是不是变了 而且 就算张居住没有变 这张居住可是一个主意十分正的人 凡是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做法 一旦他不认同自己在杭州所做的一切 必定会让士博司变得一团糟 嗯 不对 既然徐阶已经赢了 高拱派王熙爵来叫自己做什么 王兄 这让我上朝是何意 王熙爵苦笑道 高阁老不想让徐阶得逞 便提出了让你举荐一人 说当朝论起对杭州和士博司的了解 没有人比得过你 为了大明负责 应该征求你的意见 说到这里 他古怪的看了一眼罗姓道 原本高阁老只是最后争一争 没有想到徐阁老竟然答应了 罗姓文听 不由放缓了脚步 眉头皱得更紧了 高拱建议他入朝会 一方面只是恶心一下徐阶 恐怕他自己心中都没有想到徐阶会答应 另一方面 应该是留一个后部 一旦将来张居正在东南再出问题 到时候他就可以在家境帝面前退的一点而责任都没有 而且还给罗姓落下了一个人情 至于徐阶为什么会答应 罗姓认真思索着 面纱渐渐地被包开 徐阶应该是怕了 家境帝突然完全放手 将此事完全交给了徐阶 让徐阶不仅没有喜悦 反而像受惊的兔子 恐怕他认为家境帝在试探他 甚至是在抓他的把柄 所以 他在此事上才没有敢独断专行 而是和高拱一起举行了朝会 同理 他也同意了罗姓入朝会 反正到时候大不了再投票决定 那就不是他徐阶一个人的责任了 哎 罗姓叹息了一声 怎么了 王熙爵有些迷惑不解 罗姓摇了摇头道 徐阶还是那样胆小甚微啊 我倒不这样认为 王熙爵摇头道 我倒是认为徐阶觉得自己肯定不会输 谁来了 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变 也是 罗姓想了一下 点头道 不气 你有什么人选 王熙爵望向了罗姓 罗姓苦笑道 我有人选有用吗 这没用 王熙爵尴尬的笑道 这高格老把我拉进来干嘛 合着他一个人丢脸不够 还拉着我一起丢脸 这王熙爵更加的尴尬道 高格老对你期望甚高 罗姓摇了摇头 眉头再次紧紧的皱了起来 他不是一个轻易放弃机会的人 既然高格老给了他这个机会 他就要打出一片天来 就算打不出一片天来 也要搅魂一浆水 跟着王熙爵来到了朝会的门口 王熙爵自然不够资格进入 罗姓便一个人 湿湿然的走了进去 目光一扫 便迎向了几十道目光 这些目光充满了同情 怜悯 当然也有期待 不过 这期待似乎只有高拱一个 高拱也太看得起我了 罗姓不由心中苦笑 实际上 众人的心中还存着看热闹的心理 谁都知道罗姓和徐杰有仇 而且堂堂内阁首辅的徐杰 还偏偏压不住罗姓 而罗姓也从来不给徐杰面子 所以高拱一党和那些中间一党都在看热闹 而徐杰一党心中却苦不堪言 他们倒是不怕和罗姓打嘴杖 论打嘴杖 这些人怕过谁 他们能够把罗姓给喷死 但是 他们怕罗姓揍他们了 他们可都还记得罗姓刚刚屠杀了黑龙帮 刚刚砸了警王府的大门 把警王府一百多家丁打残了 这罗姓要是在这里把他们揍一顿 不用打残 只是扇他们几个耳光 他们以后还有脸吗 所以 他们此时心里也十分埋怨徐杰 你同意这个瘟神上来干嘛 实际上 徐杰此时也有些后悔 他可是在不久之前 在詹士府 被罗姓给轰了出来 一点儿面子都没给 如果罗姓在这里在犯魂 自己这张老脸可就丢尽了 所以 徐杰此时也不看罗姓了 也不准备说话了 罗姓不是你高拱叫来的吗 那你说话 然后便投票 让投票来说话 你罗姓总不能再犯魂吧 见过高格老和各位大人 好吗 众人心中都叫了一声诀 这罗姓直接把徐格老归到了各位大人行列 看来罗姓和徐杰真的怨气很重啊 徐杰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不过依旧没有说话 高拱含笑道 不气 这次让你来 是因为你是主持是博司的第一个人 而且还是成功的一个人 你的继任张世杰却是一个完全失败 愧对朝廷 愧对陛下的贪官 徐杰的老脸便是一黑 但是却偏偏不能够说什么 张世杰的罪还是他徐杰给判的 星号 星号 第927章罗姓的建议 我和徐格老都觉得 这次一定要派个能臣去杭州 而对于杭州和士博司 满朝当中没有人比你更了解的了 所以让你来 便是看看你有什么意见 或是有更好的人选 不气 你不要怕 尽管说出你的建议 我们大家议议议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罗姓凝声道 大唐内众人便是目光一宁 他们没有想到 罗姓一进来便说自己有想法 就连徐杰心中也不由一领 难道高拱和罗姓早就有了阴谋 高拱心中却是一喜 他怕罗姓不说话 不怕罗姓说话 哪怕是把水搅浑都行 于是 立刻开口道 你说 我觉得工作还是细化一些好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专精一件事情都未必能够做好 更何况要管理各个方面 下官当初被陛下派到杭州的时候 不也只是担任一个士博司提举 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 下官只是管理士博司 才会集中精力将士博司管理好 高拱的眼睛便是一亮 你的意思是将杭州之府和士博司提举分开 选两个人上任 不错 罗姓点头道 妙啊 高拱心中不由大喜 称了一个妙字 把杭州之府和士博司提举分开 自己总能够插进去一个人吧 到时候在杭州那边 就能够和徐杰争一争 徐杰却是皱起了眉头 这罗姓简直是太阴险了 不管是杭州之府 还是士博司提举 只要让高拱的人上位一人 以后这杭州依旧不是自己的天下 看到高拱那兴奋的神色 罗姓不由暗暗摇头 就算分开了两个位子 如果徐杰下决心全部占有 凭着高拱如今对朝堂的掌控力 还是争不过徐杰 依旧会输 除非徐杰有意相让 但是徐杰会让吗 不会 只要一看到徐杰如今的眼神 罗姓就知道他绝对不会 如此 就需要罗姓迅速下决心了 如果等到高拱提出人选 他便失去了机会 没有人再让他开口 他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高拱失败 杭州之府和士博司提举的位置 都落在了徐杰的手里 所以 他立刻开口道 下官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哦 是谁 高拱看向了罗姓 罗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知道这个人说出来之后 便会在他和高拱之间形成一条裂痕 想要补上这条裂痕 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功夫 而且还未必能够补得上 但是 当他想起昨天徐时行落寞的背影 最终还是开口道 下官对于张居正大人担任杭州之府没有意见 下官举荐 徐时行担任士博司提举 满朝官员都愣了 完全不适应罗姓这句话 罗姓怎么会举荐徐时行 高拱都猛了 但是他敢肯定 罗姓绝对不是和徐杰联手 两个人之间没有联手的可能 那么 难道是罗姓和徐时行有着关系 不错 徐时行当初和罗姓关系十分要好 而且也加入了罗姓的复兴社 后来才投奔的徐杰 难道他投奔徐杰是假的 是罗姓派到徐杰身边的奸细 徐杰也猛了 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想到 难道徐时行是奸细 不可能 以他对徐时行的了解 这个人和自己在将来作对 他都不奇怪 但是让他做奸细 那绝对不可能 徐时行是一个人凭狠正的人 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事情 那么 罗姓为什么举荐徐时行 徐杰此时心中也不由疑虑重重 难道这是罗姓的离间之计 他想要通过此举离间我和徐时行 如果我中了他的离间之计 不同意徐时行担任士博斯提举 必定使徐时行与我从此之后 离心离德 而且还会使追随我的人 对我产生疏离 如果我同意 以徐时行的性子 必定会对罗姓星存一份感激 也许在经营士博斯的时候 会多少维护罗姓留下来的规矩 对我的计划有所抵触 而且这种抵触一旦形成 便会慢慢地成为我和徐时行之间的裂痕 还真是小看了罗姓 这哪里是一个18岁的青年 具有的思维 简直和高拱那个老鬼差不多了 我要如何做 徐阶的心思电转 猛然心中一动 高拱知道徐时行是我的人 他一定不会同意 如果是因为高拱的原因 令徐时行不能够担任士博斯提举 徐时行便不会埋怨我 于是徐阶的脸上便现出淡然之色 望向了高拱道 高大人以为如何 高拱不知道罗姓是什么意思 刚才他已经望向了罗姓 罗姓给了他一个坚定的眼神 这让他的心中充满了怀疑 难道徐时行真的是 罗姓安排在徐阶身旁的奸细 他的心思转得很快 当徐阶问他的时候 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决定 不管怎么说 他这次已经败了 就算不同意 最终徐阶也会让张居正担任杭州之府 兼任士博斯提举 既然如此 便同意徐时行为士博斯提举又如何 就算徐时行是徐阶的人 将权力分化 分别掌握在张居正和徐时行的手中 也比全部都掌握在张居正一个人手中强 作为一步步从底层走上来的高拱 深切地知道 就算是一个阵营中的人 彼此也有着争斗 于是便在脸上露出笑容 欣然点头道 我没有意见 我觉得徐时行担任士博斯提举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呵呵 徐阶的脸上也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 我们两个总算想到了一起 我也看好徐时行 大堂内的众人都傻了 完全看不懂眼前的局面 怎么罗信提出来一个不可理喻的建议 确令两位水火不容的阁老全都欣然同意 罗信此时的心却是心中一松 实际上他对于徐时行也不是完全放心 徐时行有状怨之才 而且有自己的想法 是一个主义十分坚定之人 他能够在当初毫不犹豫地抛弃罗信 投奔徐阶 如今又能够因为对徐阶的手段失望 而果断地抛弃徐阶 就证明徐时行是一个为了理想而不顾一切的人 星号 星号 第928章解释 这样的人不可能甘居于罗信之下 他连徐阶都不在乎 怎么可能在乎罗信 他是不相信徐时行 但是却相信自己的判断 徐时行此时正处于一种彷徨之中 一旦给他机会 他一定会把这个机会当作他实现自己理想的最后一棵稻草 心中难免会对罗信有着一丝感激 罗信正是需要这一丝感激 然后利用这一丝感激 对徐时行 潜移默化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掌控徐时行 只想利用徐时行 因为他知道徐时行这个人是不可能被掌控的 便如张居正也不可能被掌控一样 最后徐阶还不是被张居正挤出了内阁 朝会结束了 一个个官员向着大门外走去 自然是官大的先离开 官小的后离开 罗信在这里官最小 便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 等着一个个官员从他的身前走过 每个人走过他的跟前 都会看他一眼 他们的眼光很复杂 因为他们实在是弄不明白罗信 为什么会举荐徐时行 徐阶第一个走过罗信的面前 淡淡地看了罗信一眼 那意思是 不管你怎么蹦打 也兴不起风浪 老夫不会中你的离间之计 然后是高拱 高拱瞪了罗信一眼 那意思是 我需要你一个解释 一双双目光从罗信的脸上扫 一双双目光过 罗信木然地站在那里 心理不住地在嘟囔 不用搭理他们 把他们当作一群羊驼 他们就是一群羊驼 大堂内终于除了罗信 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罗信抬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大堂 不由双双双目光过 不由双双了一声 然后湿湿然地走出了大堂 玉玺宫 徐杰从大门内走了出来 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玉玺宫内 家境地望着大门 拧着眉头 半想 双双了一声道 论起气势 高拱不输于徐杰 但是论起谋划 这高拱还是差一些火候啊 黄景站在角落里 低着头不言语 家境地顿了一下 将目光望向了黄景道 黄绊绊 你说罗信为什么会举荐徐实行 黄景急忙开口道 老奴不知 家境地便锁起了眉头道 你说徐实行能够担负起 士博司的重任吗 实际上 家境地对于谁担任杭州之府并不在意 他在意的便是士博司提举 因为士博司就是他的钱袋子 黄景急忙摇头道 老奴不知 不过徐实行是罗信举荐的 也只有罗信最了解吧 万岁将罗信换来问问就知道了 家境地神色一动 不过最终却是摇了摇头道 朕现在还不想见他 不过罗信是最了解士博司的人 而且徐实行是罗信的童年 两个人也曾经相交莫逆 也应该是最了解徐实行的人 既然他举荐徐实行 那就看看吧 说到这里 家境地顿了一下道 朕只是奇怪 罗信怎么会举荐徐实行 难道他不知道徐实行是徐阶的人 这和让张居正担任杭州之府 兼任士博司提举有什么不同 黄景低着头 大气不敢出 家境地琢磨了一会儿 摇了摇头道 难道徐实行一直和罗信保持着联系 他在做徐术 呵呵 朕真的是老了 竟然琢磨不透一个18岁的心思 黄绊绊 你帮朕分析一下 黄景不动声色道 也许是罗信一心畏国 他只是想着 谁更适合 士博司提举的位置 并没有考虑徐实行是谁的人 家境地愣证了一会儿 有些犹豫不定地说道 真的如此吗 罗信回到了府中 带吃完了晚饭 这才叹息了一声 启程前往高拱府上 别人他可以不搭理 但是却必须去高拱那里解释一下 高拱刚刚请他吃过饭 递过来橄榄枝 而他也答应了联手 却反而就举荐了徐实行 如果不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两个人之间将再难有联手之事 这对罗信来说 便是堵住了一条路 少了一个臂膀 高拱此时在府中十分气闷 他觉得罗信不应该和徐杰联手 罗信和谁都能够联手 唯独不能够和徐杰联手 这不是因为罗信和徐杰有丝绸 而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早已经公开 别说是官场 整个大明都几乎富如皆知 这个时候 如果罗信放弃的丝绸 和徐杰联手 这无疑便会被他人认为罗信 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如果一旦被形成了这个印象 将没有人会愿意和一个没有底线 没有坚持的人为友 这几乎便是罗信自己堵住了自己所有的路 以罗信的聪明 断然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袁玉 你和罗信与徐施行都是同年 你说罗信为什么会举荐徐施行 王熙爵皱着眉头思索了片刻 最终却是摇头道 葛老 学生的智慧比不上罗信 他的心思 学生真的猜不透 御王府 御王听到冯宝的汇报 脸上献出喜色道 如此说来 罗诗和徐施和好如初了 这真是太好了 如果罗诗和徐施能够同心协力 孤的大业便更有把握 锦王府 锦王宁着眉头对唐乳急道 唐施 不是说罗信和徐杰有仇吗 怎么还会举荐徐施行 唐乳急摇了摇头道 陈也搞不懂 锦王站了起来 烦躁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道 如果罗信和徐杰真的放下丝绸 和好如初 孤的大业就更难了 高府 高府总管匆匆来到书房道 大人 罗大人求见 高拱和王熙爵对视了一眼道 袁玉 你先去客房坐坐 是 王熙爵退了出去 不一会儿 高府管家带着罗信来到了书房门前 管家公声道 老爷 罗大人来了 门一开 便见到高拱满面笑容地望着罗信道 不气 快进来 罗信跟着高拱进入到书房 分兵主落座之后 罗信望着高拱苦笑道 葛老 事情不是很妙啊 嗯 高拱神色不由一愣道 你是什么意思 罗信拱手道 葛老 我今日举荐徐实行也是无奈之举 饶是老谋深算的高拱也不由脸色一变 你什么意思 星号 星号 第929章开城相谈 罗信凝声道 我在去朝会的路上 已经听袁玉将事情给我说了一遍 可以说 我如果举荐一个不是徐阶阵营的人 您觉得结果会如何 高拱毫不犹豫地说道 徐阶必定不会同意 而且他已经占据了上风 必定维持原状 让张居正担任杭州府之府 兼任士博司提举 不气 你和老夫说实话 那徐实行真的不是你的人 罗信便苦笑道 阁老徐实行进入到内阁已经时日不短了 您应该对他的性格也有一个相对的了解吧 高拱若有所思道 你继续说 他的性格注定他不会是一个臣服他人的人 他有状怨之才 性格也十分孤高 占有欲十分强 这样能的人不可能是谁的人 他只是他自己的人 高拱陷入了沉思 作为徐阶的政敌 他对徐阶身边的人都有着观察和研究 只是他并不像罗信和徐实行那样接触很深 对徐实行只有一个表面的印象 但是 当徐实行平时的叮叮咚咚咚在眼前闪过的时候 特别的徐实行那一双眼睛显现在他的面前时候 他忽然有一种同意罗信想法的念头 俗话说 眼围心之窗 高拱心中一跳 他忽然感觉徐实行那一双眼睛和他们很像 他们指的是他高拱 徐阶 还有罗信 你确定 高拱望向了罗信 罗信点点头道 他和我们是一类人 罗信这一句话出口 让高拱更加的认同 见到高拱眼中透出认同之意 罗信的心中略微放松道 所以 这种人只能够联盟 根本不可能收在手下 高拱笑咪咪的说道 就像你我一样 罗信神色认真的说道 因为我们都有着一颗忠心大明的心 只要我们大方向相同 这样的局面没有什么不好 高拱文言寻思良久 最终展颜笑道 先不说这个 还是说说徐实行吧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是输定了 不管下官再推举谁 只要不是徐阶的人 最后都会进行投票 一旦投票 我们没有机会 高拱的脸色就是一红 罗信这无疑是在接他的伤疤 他高拱经营了这么久 却依旧不是徐阶的对手 今天这一场输得没有话说 对高拱 对高党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所以 下官便举荐了徐实行 毫无疑问 在徐阶的眼中 在百官的眼中 徐实行就是徐阶的人 这种情况下 让徐阶如何选择 同意 杭州便多了一个变数 不同意 便伤了不仅是徐实行一个的心 是伤了很多跟随人的心 以徐阶的为人 他一定会选择同意 但是 徐实行是我举荐的 徐阶真的会对徐实行 没有一点而戒备吗 而且徐实行 早期和我相交莫逆 如今还是复兴社的人 再说徐实行 被我举荐 他的心中一定会想着 向徐阶做解释 但是这解释得清楚吗 如此 徐实行和徐阶之间 必定产生裂痕 徐实行和徐阶产生裂痕 就必定和张居正产生裂痕 徐阶必定会叮嘱张居 正在杭州盯住徐实行 掌控徐实行 但是 徐实行是一个甘心被掌控的人吗 张居正同样是我们一类人 他绝对不允许徐实行脱离他的掌控 所以这两个人 必定会在杭州产生碰撞 这两个人一旦产生碰撞 徐阶必定会支持张居正 而不会支持徐实行 这便会使徐实行和徐阶之间的裂痕扩大 就算徐实行最终没有和徐阶彻底翻脸 但是这种内讧对我们也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这是下官在那种局势下 想出来的最佳计策 高拱沉吟了片刻 心中也觉得罗信说得不错 在那种局面下 举荐徐实行确实是不得已的办法 不气 你说徐实行会不会弃暗投明 罗信便在心中撇了撇嘴 心中暗道 就你是明 徐阶就是暗 不过 脸上的神色却是很认真到 如果时机选择对了 未必就不可能发生 到时候下官便说 举荐他是葛老的主意 他必定对葛老宁感激涕零 高拱摞了摞胡子 脸上现出喜色道 好了 老夫不怪你了 说实话 你也是被老夫牵连进来的 能够有如此极致 也就是你罗信罗君神了 下官不敢 罗信急忙谦逊道 耽误你这么久了 回去吧 是 下官告辞 望着罗信离去的背影 高拱微微眯起了眼睛 随后便是长叹一声 低声道 真是一个帅才啊 可惜正如他所说的 只能够借助 却不能够收服 罗信疲惫地返回了家里 却被告知徐实行正在花厅里 罗信叹息了一声 振作了一下精神 向着花厅走去 徐兄 你不该来 一进入花厅 罗信便轻声道 徐实行寒笑道 我不来 才会被怀疑 罗信微微一睁 随即点头坐下 徐实行寒笑道 我刚从徐格老那里出来 哦 罗信望着他 等着下文 我和徐格老说 我要来问问你 为什么要举荐我 实际上 这也是我来的真正目的 罗信揉了揉 太阳学道 事情很简单 你既然在徐街身边 做得不开心 而我又得到了这个机会 便出一点儿力 为什么 徐实行目光灼灼地望着罗信 罗信洒然一笑道 不管你徐实行是谁的人 只要你一心为了大明中心 我都会乐意见到 你不会忘记 复兴社的宗旨便是中心大明吧 徐实行依旧目光灼灼道 如果徐格老的某个行动 也起到了中心大明的效果 你会支持吗 会 罗信语气极为坚定地说道 徐实行默然片刻 站起身形 朝着罗信 深深一一道 在下受教了 罗信起身上前 扶住了徐实行道 徐兄 大明千疮百孔 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 这次徐兄前往东南 小弟对你期望甚高 在下定不负所望 徐实行语气坚定地说道 在下对士博斯和东南局势 一片茫然 还望不弃你指点 知无不言 心号 心号 第九百三十章 相争 一个时辰后 罗信将徐实行送到了大门口 望着徐实行离去的背影 嘴角慢慢地浮现出一丝微笑 大庆 书局都做好准备了吗 是 侯爷 鲁大庆站在罗信身后轻声道 印刷作坊已经存了大量的书籍 而且我们是签字印刷 成本极低 不怕他们降价 很好 派人盯着京城的其他书局 只要他们降价 我们就降得比他们还低 我看他们能够和我抗多久 第二日 罗信没有去詹士府 而是坐在后花园池塘边的堂椅上 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钓鱼 一阵脚步声传来 侯爷 京城的十六家书局都降价了 鲁大庆气喘吁吁 几折啊 罗信淡淡地说道 九折 才九折啊 罗信不屑地撇了撇嘴道 通知巨贤书局了 通知了 我们现在打八折 再叹 罗信闭上了眼睛 得令 鲁大庆兴冲冲地跑了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走到了身边 坐在了旁边的躺椅上 一会儿 便有一颗湿润的东西 碰在了罗信的嘴唇 耳边响起了 陆如带轻柔的声音 将军 吃葡萄 罗信睁开眼 便看到陆如带 正巧笑奄然地望着他 两根白皙的手指 捏着一颗剥去皮的晶莹葡萄 罗信便张开嘴 将葡萄吞下 舌头还在陆如带的手指上 舔了一下 陆如带脸色便是一红 轻轻捶打了他一下 罗信伸手将陆如带的手抓住 将他拉进自己的怀里 轻声道 儿子呢 睡了 嗯 两个人便都不再说话 享受着宁静 半想 陆如带轻声道 你和徐杰又掐起来了 呵呵 罗信便觉得好笑 陆如带倒是和他学了很多后世的词汇 这次能够掐过他吗 中间隔着那些书局 也不算是我和他直接掐 只能够算是我和他下面的人掐 那能够掐过他吗 要是他破釜沉舟 把他家在东南的产业都豁出去 我还真是掐不过他 不过 以他那个贪财的性子 他绝对不会这么做 他坑的都是别人 甚至是他的朋友 老师 恩人 却绝对不会坑自己 所以 他掐不过我 你不会用我们家的家产和他掐吧 陆如带担心地抬起头 这么会 罗信含笑道 京城那些书局用的都是木字雕板 再加上有墨的成本 他们如果打五折 便已经开始赔本了 因为他们还有着房租和伙计的工钱 而我们是签字印刷 所以我们的成本可以打到三折 那些书局又不是傻子 他们不会干赔本的买卖 除非徐杰出钱 他真的不会出钱吗 罗信认真的想了想到 还真不好说 毕竟这次他如果整不倒具贤书局 詹士府那帮子人 便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我 他的计划就完全失败了 一次计划失败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以后 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机会了 所以说 他说不定真会出钱 这就要看他出多少钱 能够坚持多久了 呵呵 疼疼疼 又是一阵脚步声传来 两个人对这个脚步声十分熟悉 不用看就知道是鲁大庆 陆如带便从罗信的怀里站了起来 坐到了另一张躺椅上 鲁大庆的身形冲进了月亮门 一边跑一边喊道 侯爷 侯爷 京城书局又降价了 他们打七折了 我们已经开始打六折了 罗信头也不回地摆摆手道 再叹 得令 鲁大庆反身就跑 扑痴 陆如带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们两个玩得真有意思 呵呵 玉王府 你们是说 京城那些书局之所以和罗诗的聚贤书局争起来 是徐师在背后推手 坐在下手的殷士丹和陈以晴点头道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张居正昨日召集京城各大书局在太白楼商议的就是此事 这玉王皱起了眉头道 罗诗已经举荐徐师行 向徐师是好了 这徐师怎么还没完美了了 再说了 这是生意上是事情 又不是官场 徐师有必要这样针对罗诗吗 这可不是生意上的事情 陈以晴道 这里面有着很深层次的意思 什么意思 如今罗姓不是在詹士府吗 是啊 殿下您也知道 如今陛下没有立太子 说到这里 陈以晴看了一眼玉王 玉王的脸色便不好看 陈以晴继续说道 因为没有太子 所以詹士府就是一个摆设 是一个最闲置的地方 指望着俸禄根本就活不下去 所以詹士府的官员都在外面 大大小小的找些事情做 填补家用 以前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所以也没有人说什么 但是 自从罗姓成为詹士府左树子之后 事情就变了 徐格老让立步天天去詹士府查岗三次 抓到变法俸禄 逼得詹士府的官员不得不放弃外面的事情 但是 如此一来 日子又过不下去 徐格老打的主意便是让那些官员过不下去 然后群其反对罗姓 将罗姓的名声搞臭 徐师 他怎么会这样 罗姓自然不甘坐以待毙 便开了四个书局 这四个书局都有詹士府那些官员的股份 那些官员把家底都掏了出来 如果巨贤书局被击垮了 那些官员真得上吊了 当然他们可以不上吊 去罗姓府上闹 那罗姓的名声可就真臭大街了 说到这里 陈以晴和英试丹的脸上都露出了看热闹的神色 他们两个对徐阶和罗姓都没有好印象 巴不得看热闹 怎么能这样 徐师怎么能这样 罗姓都举荐徐师行了 都向他示好了 他怎么还能这样 陈以晴和英试丹都皱起了眉头 说实话 他们两个都没有看出来罗姓为什么要举荐徐师行 但是他们两个却确定 这绝对不是罗姓向徐阶示好 罗姓也绝对不可能向徐阶示好 不行 故要找徐师 徐王站了起来 星号 星号 第931章价格站 殿下 陈以晴和英试丹也站了起来道 徐师不会听您的 徐王便沮丧地站在那里 他知道徐阶不会听他的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在徐阶的眼中并不是那么重要 甚至他对徐阶和高拱还有着一些恐惧 陈以晴和英试丹 偷偷对视了一眼 脸上都现出了得意之色 只是这一句 便挑拨了徐王和徐阶之间的关系 那姑应该怎么办 徐王望着陈以晴和英试丹 英试丹摇摇头道 殿下 以罗姓和徐阁老之间的关系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调和 这两个人就是我们阵营中的内耗 徐王还是尽量早做准备 不能够指望他们 徐王颓然地坐在了椅子上 锦王抚 哈哈哈哈 锦王放声大笑 徐阶和罗姓真的斗起来了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唐乳吉也满面笑容坐在那里道 他们自己阵营斗了起来 还真是好笑 不过 这徐阶和罗姓早晚会有疑斗 陈还以为他们两个不会这么早就斗在一起 却没有想到 呵呵 他们的阵营乱了 这是我们的机会啊 锦王望着唐乳吉 唐乳吉沉吟了片刻道 我们还是观望吧 殿下 您刚刚被陛下禁足 不宜声势 锦王脸上便现出了怒火 都是那个罗姓 竟然敢砸锅的大门 这件事我分析了一下 也许主犯并不是罗姓 嗯 唐乳吉看了一眼 锦王道通过殿下的讲述 背后推动此事 激起殿下愤怒 而去砸聚嫌数据的人 很可能是徐阶 你的意思是 姑被徐阶当枪使了 嗯 唐乳吉点头 砰 锦王将茶杯扔到了地上 老匹夫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是 趁着玉王那边内讧 自乱阵脚 我们多招揽一些支持锦王的人 对对对 这件事还要劳烦唐师 罗甫 罗姓坐在池塘边 抱着已经睡醒的儿子 小家伙正在抓着罗姓的头发 想要往嘴里放 陆如带坐在一旁笑 登登登 又是一阵脚步声传来 陆如带便笑道 夫君 你说这次是不是又降价了 肯定啊 来 儿子 飞一个 罗姓双手将儿子举了起来 抖得儿子咯咯直笑 侯爷 那边又降价了 降了多少 五五折 这么小气 罗姓撇了撇嘴道 我们呢 五折 你怎么也这么小气 去告诉他们 打四折 得令 鲁大庆又匆匆地跑了 陆如带便捂着嘴笑道 夫君 你也太狠了 哼 罗姓冷哼了一声 和我判断的一样 五折已经是他们的极限 低于五折 他们就要赔本了 所以他们才出了一个五五折 我倒要看看徐阶这次怎么办 我想一会儿 那些书局的老板 应该去找张太岳了 徐府 饶事徐阶城府极深 此时听到张居正的汇报之后 也是一脸的震惊 什么 你说什么 恩师 罗姓把价格已经降到了四折 四折 属实 属实 张居正叹息了一声 此时他的心中是崩溃的 他感觉罗姓就是一个疯子 正常人没有这么干的 属实 这么会这样 他这是要干什么 赔本转吆喝 他就不怕把本钱都赔光了 詹事府那些官员找他拼命 不知道 张居正摇头道 恩师 如今京城各大数据老板都在太白楼等着我 他们在问这么办 徐阶闭上了眼睛 大约过去了十几夕的时间 徐阶睁开了眼睛道 你去和那些老板说 让他们降到三折 这不可能啊 张居正道 他们赔不起啊 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 你去和他们说 只要降到三折 罗姓肯定顶不住 只要把罗姓的书局给击垮了 他们就可以再把价格提升上来 暂时的损失 换取以后更大的利润 否则 他们已经得罪了罗姓 罗姓必定不会放过他们 以后他们的书局便只有一条路 倒闭 算了 让他们降到三五折 好吧 我去试试 詹事府 罗姓的那些手下人心惶惶 京城书局已经降到五五折了啊 他们可真够狠的啊 罗大人会不会继续降价啊 肯定啊 罗大人什么时候服输过 可是可是 再降价就不赚钱了啊 我估计罗大人会降到五折吧 五折虽然不赚钱 但是也不赔钱 但是不赚钱 这不是白干吗 我们怎么办 不要紧 我们不是还有两本杂志吗 还有借书 还有巨贤会所吗 心里没底啊 你们说京城那些书局不会再降价吧 如果再逗下去 书局开始赔钱 借书和会所也未必能够填得了这个窟窿啊 疼疼疼 一个官员跑了起来 脸色有些苍白 我们 我们 又降价了 降了多少 四折 四折 几十个官员一起吼道 是 是四折 千真万确 这不会继续降下去吧 我的心脏已经受不了了 我们要不要去见见罗大人 不行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去打扰罗大人 不错 罗大人身经百战 从来就没有输过 但是 这次怎么看 怎么像是两败俱伤啊 实际上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 或者是我们据嫌数据破产 或者是京城各大数据倒闭 这个时候如果那一方认输 只有倒闭这一条路 所以 我们还是坐在这里等消息吧 找罗大人没有用 轮之会 我们几十个加起来 也不如罗大人 我们能够做的只有相信罗大人 踏踏踏 一阵脚步声急促地传来 一个书立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大人 大人 怎么了 几十个官员的目光都汇聚在 那个书立的身上 那个书立大口 喘了几口粗气才到 京城各大书局又降价了 降了多少 众人都大吃一惊 星号 星号 第932章一路下降 如今罗信已经将价格降到了四折 京城各大书局如果再降价的话 便必须低于四折 否则根本就没有作用 但是 五折已经是底线了 京城各大书局还降 这 事情闹大了 三五折 大唐内一片寂静 半想 马春山急声道 赶紧去再探 看看聚贤书局有没有再降价 是 那个书立匆匆离去 大唐内死记一般寂静 众人你望望我 我望望你 眼中都流露出惊慌 你们说 一个颤抖的声音响起 罗大人他会不会再降价 爱一声叹息 到了这个地步 不降也得降啊 罗府 鲁大庆跑向了一个独立跨院 此时罗信正在这里 和十个书生在挑选着下一期两本杂志的内容 侯爷 他们又降价了 三五折 我们呢 罗信放下文章 望向了鲁大庆 还没有降 都等着侯爷 您下令了 罗信微微沉吟了片刻 三五折 京城各大书局已经开始赔钱了 而且赔的还不少 每卖出一本书 都会赔将近三分之一的本钱 而罗信的本钱可以打到三折 也就是说 将价格打三折 罗信可以保本 如果和京城各大书局一样打三五折 罗信还有的赚 通知据嫌书局打三五折 啊 鲁大庆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他原本以为罗信会直接打三折 啊什么啊 罗信笑道 以我们书局数的质量 便是和他们卖一样的价格 别人也会来买我们的 而不是去买他们的 我之前之所以大幅度降价 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将他们拖入到赔钱的状态中 如今他们已经开始赔钱了 我还急什么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是一天就能够解决的 三五折这个价格 会让徐杰看到胜利的曙光 会让他多坚持一段时间 而且我这次将价格只是降到三五折 他一定会认为我坚持不住了 便一定会抱着痛打落水狗的姿态 只要我还坚持三五折 他就不会先提价 退出这场争夺 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少钱能够赔 侯爷 你徐杰未必赔啊 赔的都是京城各大书局 呵呵 罗信冷笑道 各大书局能够坚持三天就已经是极限了 徐杰如果想要继续坚持下去 就必须给各大书局补偿 那个时候就是他倒贴银子的时候了 他还真以为在京城开书局的人 背后没有一点儿背景了 如今那些书局一方面是迫于拒贤书局的压力 另一方面是看好徐杰 才和徐杰配合 但是当他们看不到胜利的曙光时 便是他们崩溃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不会在意谁是内阁首府的 去吧 让书局降价三五折 疼疼疼 一阵脚步声在詹士府响起 那个书历又跑进了大唐 各位大人 罗大人也降价了 也是三五折 大唐内一片寂静 每个人眼中的慌乱更甚 罗信一直比京城各大书局降价多 而这次却和各大书局降价一样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罗大人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罗大人一旦崩溃了 他们的好日子就彻底结束了 但是 这个时候没有人说话 因为他们不知道说什么 所有人都失去了主意 心中彷徨不已 徐府 罗信也将价格降到了三五折 好 好 好 徐杰懒虚微笑道 罗信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告诉那些书局 让他们把价格降到三折 恩师 这不可能 张居正苦笑道 三五折已经到了他们的极限 而且他们已经告诉学生 这个价格 他们也只能够坚持三天 三天之后 他们便只能够恢复价格 他们赔不起 啪 徐杰一拍桌子道 这群目光短浅 只知道钱的小人 张居正偷偷地撇了撇嘴 心中暗道 你不知道钱 你那么大的家业 你拿出钱来和罗信拼啊 康他人之楷 谁不会啊 太月 你去和他们谈 让他们降价到三折 等着事情过去 我会让朝堂进一批书籍 将他们的损失补回来 学生去试试吧 罗甫 罗信大大的伸了一个懒腰 晃晃悠悠地向着饭堂走去 一天结束喽 坐在饭桌前 刚刚拿起筷子 便见到管家 陆远进来道 侯爷 周大人 周大人他们来了 哈哈哈哈 罗信的话还没有落下 周玉 张寻等人便已经大笑着走了进来 各自一屁股坐在桌子旁 向着罗信的下人呼道 家碗筷 罗信含笑白手 让下人去准备 周玉望着罗信道 不气 大手笔啊 竟然和京城书局 争到了这个地步 估计那徐杰老儿正在家里震惊呢 不气 你这样会赔很多吧 罗智担心地望着罗信 没事 我还赔得起 对 这个时候不能够退 张寻一拍桌子道 你要是赔光了 我们给你凑钱 还不至于 罗信倾笑着说道 你不要掉以轻心 刘秀文谨慎地说道 你这只是第一天 购买书籍的也只是京城的读书人 如果再坚持几天 恐怕就不是读书人来购买你们的书籍了 而是其他州府的书局跑京城来大批量购买了 从你们这里购买 然后运回去出售 三五折 比他们自己印刷还便宜 没事 罗信淡定地笑道 他们来买多少 我就卖多少 我可是存了大量的书籍 他们清空不了我的书籍 我倒是要看看 被各个州府如此扫货之后 京城那些书局还有书卖吗 他们可是没有像我这样准备充足 买多少你卖多少 罗智吃惊地望着罗信道 你是准备把家底赔光吗 再说了 你这样赔下去 你那些詹事府的股东还不造反了 这不就让徐杰那老儿的阴谋得逞了 不赔 罗信加了一粒花生米放到嘴里咀嚼着道 还能够赚一点儿 还能够赚一点儿 众人都吃惊地望着罗信 新号 新号 第933章 徐杰投资 嗯 我的成本是三折 所以三五折还能够让我赚一点儿 如果有人大批量购买 薄利多销 最后恐怕赚的还不会少 成本只有三折 你是怎么做到的 众人都大吃一惊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罗信得意地说道 什么科学 什么生产力 众人云山雾罩 罗信也懒得解释 摆摆手道 你们只要知道我还有的转就行了 我倒是要看看徐杰能够坚持多久 那些书局老板能够坚持多久 需要多久才会和徐杰翻脸 连带着那些书局背后的势力也和徐杰翻脸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不单单是聚嫌书局和京城书局之间事情 徐杰觉得他聪明 觉得对于他来说 只是京城书局损失一些利益 而我这边损失的不是聚嫌书局 而是詹士府 而是我罗信的名声 让我在士林走投无路 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不错 我这边是涉及到詹士府 但是他那边真的就只有书局 他忽略了书局背后的势力 这些势力有的可能是徐杰阵营的 有的可能是清流 有的可能是豫王的 有的可能是警王阵营的 甚至有的是高拱阵营的 反正都存着把水搅浑 将事情激化 浑水摸鱼的心思 但是 当事情耗下去的时候 徐杰会得罪这些书局所有的背后势力 也许我们到时候还能够拉一些人 呵呵 三天过去 张居正坐在徐杰的对面道 恩师 书局那些人嚷嚷着要恢复价格 不行 让他们再坚持 哼 这些鼠目寸光的人 如果当初听老夫的 将价格降到三折 罗信早就垮了 哪里还会坚持到现在 你去告诉他们 再坚持七天 如果他们不肯坚持 那么别怪老夫将来不在他们书局购买书籍 好吧 我去试试 砰 房门被推开 徐鲁青满头大汗的出现在门口 父亲 不好了 慌张什么 徐杰将脸一沉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日京城涌进了很多大量购买书籍的人 他们一进入书店 便将所有的书籍都买走 上架一批 便被买走一批 如今京城那些书局已经没有书可卖了 怎么会这样 徐杰脸色一变 孩儿打听了一下 他们都是外地州府的书局 听到外面这边书籍便都来购买 然后运回去贩卖 巨贤书局呢 也有着很多人在那里大批量的购买书籍 但是巨贤书局一直有货 没有断过 张居正的脸色变了 急声道 恩师 这下子京城书局那些人陪大了 他们不会再和我们合作了 让他们加印 恩师 徐杰白手指住张居正道 我给你五万两银子 拿去给那些书局 让他们连夜给我加印 一定要将巨贤书局给我击垮 没有想到 罗信准备的还很充分 竟然囤积了如此夺得的书籍 但是他囤积的再多 有着五万两银子 也足够对付他了 等到他囤积的书籍卖光之后 我看他在拿什么跟我斗 他敢不敢加印 或者说他还有钱加印吗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八天 巨贤书局和京城书局 依旧斗得难解难分 全国各地都听说了这件事 纷纷前往京城收购书籍 每天京城书局和巨贤书籍 都有着大量的书籍被运送出去 罗信此时也有些挠头 他挠头不是因为赔钱 他不仅没有赔钱 而且还赚了不少 虽然只有五分利 但是架不住卖得多啊 这八天的时间 很远的周府都跑到京城了 大量的收购各种书籍 运回去贩卖 实在是三五折的价格太低了 这比刁板印刷的成本都低啊 这简直就是白送给他们银子啊 所以 罗信的巨贤书局和京城各大书局 都是上午运来乘车的书籍 一上午就卖光了 所以 罗信真心赚了不少 虽然薄利 但是架不住多销啊 罗信挠头的事情是他的存货也不多了 昨天便已经开始让印刷作坊加班加点的开始印刷各种书籍了 而且这种后果也让罗信感觉到头疼 这次和徐阶相争之后 不说其他周府 只说京城的书局 恐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卖不出几本书了 因为这么便宜的书 京城内的读书人早就开始哄抢了 哪怕是极为穷困的书生 也知道过了这个村 便没有这个店了 所以 也都省吃俭用 或者便卖一些家财 购买了很多书籍 这书籍又不是消耗品 所以这完全是一种断绝书局未来的争斗 这真的让罗信十分挠头 他现在的心思已经不在书局之争了 而是开始思考这次争斗后 据嫌书局如何经营了 徐阶投资的五万两银子到了第九天 便被挥霍一空 实在是书籍卖得太快了 卖回来的银子继续印输 徐阶已经红眼了 扔出去五万两银子 原以为罗信会投降 却没有想到罗信依旧在坚持 这可是五万两银子啊 三五折 回收只有一万七千五百两银子 三万两千五百两银子蒸发了 打了水漂了 关键是还没有起到作用 这让徐阶疼到了骨头里 一想起那五万两银子 就心痛 之前赔的是京城各大书局的银子 徐阶没有什么感觉 如今赔的是他自己的银子 他知道心痛了 只是已经骑虎难下 只有逗下去了 他现在的心中有些惊慌 他不知道将回收回来的一万多两银子 再赔进去之后 会不会有效果 罗信会不会投降 如果罗信还不投降 他是绝对不会再投银子了 他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了 那也是辛辛苦苦贪污来的 但是 如今罗信继续坚持 什么办 这可真是没有激起詹士府滑变 而且还让自己赔了五万两白银 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大笑话 这件事情包不住 如果自己最终败在了罗信的手中 京城各大书局的老板一定会把自己赔了五万两银子的事情说出 出 自己真的会成为一个大笑话 必须找出一个办法 一个击败罗信的办法 辛好 辛好 第934章造谣 又过去了三天 第二轮印出来的书也都卖光了 徐杰五万两银子只回收回来了几千两 最关键的是 罗信的巨贤书局 依旧有着源源不断的书籍出售 到了这个时候 很多人已经坐不住了 第一波人就是徐杰 他可是真金白银投进去了 眼见着打了水漂 连个响都没有听到 第二波人就是京城各大书局的老板 虽然这些日子赔的都是徐杰的钱 但是这些人可都是生意人 到了这个时候 如果还看不出未来的局势 那就是猪脑子了 很明显 这次相争之后 书局的生意是彻底萧条了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罗信会这么能顶 不管罗信和徐杰输赢如何 他们这些书局老板是真正的书家 到时候徐杰撒手不管 他们的书局也该倒闭了 就算徐杰再将来进一批书 将他们这些日子赔的钱补回来 但是然后呢 他们敢确定 在未来的三年到五年之内 恐怕书局每天都卖不出去一本书 那房租和人工 便是天天在赔钱 而且要赔三至五年 这根本就是倒闭的节奏 第三波人就是詹士甫 罗信那些手下 看着巨贤书局这么往外卖书 他们一个个都是心惊肉跳 一个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这没法睡觉 书局可是有着他们头的银子 书局这么个赔法 以后让他们喝风去啊 这一日 满京城突然传出来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只是一个上午的时间 便传遍了京城各个角落 弄得富如皆知 茶楼九四聚在谈论 你们都知道巨贤书局吧 知道啊 如今谁还不知道巨贤书局啊 那可是和京城各大老牌书局打擂台的啊 而且还把老牌书局打得灰头土脸 那你们知道巨贤书局的后台是谁吗 这谁不知道啊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的消息太落伍了 罗信罗大人啊 罗大人为了书局 都把锦王府的大门给砸了 这谁不知道啊 那你们知道 如今巨贤书局和京城各大书局 都把价格降到了三五折了吧 知道 怎么了 怎么了 三五折就是在赔钱 你们也看到了巨贤书局每天都卖出去了多少书 也就可以计算出巨贤书局每天在赔多少钱 我和你们说 这些日子下来 巨贤书局最少赔了十万两银子 十万两啊 那么多 你用脑袋想象 把原来的东西降价到三五折 又是这么天天大量的出售 会赔多少 罗大人这么有钱啊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罗大人这么有钱 我现在就不明白 罗大人也是寒门出身 是一个没有家底的人 这才当了几年官 就敢赔十万两白银 他哪来的 这还要问 罗大人在东南的时候 可是担任士博司提举 有着大量的游水可捞 我觉得罗大人贪污的可不止十万两 否则他可不敢这么赔 估计最少百万两 原来罗姓是一个大贪官啊 徐杰坐在府中后花园的池塘边 手中拿着鱼石 一点一点的扔到池塘内 看着池塘内的鱼蜂拥抢食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罗姓 这次你的名声臭了吧 明日我便会向陛下上奏 看你如何回应 太白酒楼 十八家京城书局的老板聚在了一起 一个个愁眉苦脸 一个老者道 估计这件事情快过去了 罗姓贪污的风声愈演愈烈 陛下应该不会放过他 他一旦被罢官 聚贤书局便是一块肉 到时候我们得抢过来 填补一下这些日子的亏空 爱 另一个老板叹息了一声道 眼前的亏空就算填补了又如何 未来的三五年 爱 不知道五年之后 我们这十八个人还能够有几个坐在这里 众人都是一片漠然 他们几乎可以肯定 下次坐在这里的肯定不是十八个人 说不定会有一半人缺席 因为他们的书局已经倒闭了 真是后悔啊 爱 詹事府 几十个官员全是荒疾之色 一个个面面相去 如今已经赔钱了 如果罗姓在因为贪污被罢官了 他们的钱可真就打水漂了 这让他们以后怎么办 他们连死的心都有了 马大人 我们 马春山默然坐在那里不言语 马大人 要不我们今天下职之后 去罗大人那里看看 要去你们去 马春山闷声道 这个时候去找罗大人 你们真做得出来 众人脸色就现尴尬 辩解道 我们 我们只是去看看 去看什么 去看你们的钱有没有赔光 是不是一旦赔光了 你们还要闹 不是 我们怎么会 不会 如果不会 就老老实实的等着 这 大堂内又恢复了死寂的气氛 罗甫 鲁大庆站在罗姓的面前 满脸洗色道 侯爷 徐杰连诬陷你贪污的事情都做出来了 看来他们已经坚持不住了 罗姓摇了摇头 若有所想的叹息了一声 见到罗姓皱起了眉头 鲁大庆便也现出了担心之色 只是望着罗姓 不敢言语 大庆啊 徐杰坚持不住了 我那帮子手下恐怕也坚持不住了 他们 他们有什么坚持不住的 我们赚钱啊 但是他们不知道啊 那难道他们还敢闹 为什么不敢 人家可是投了真金白银 是股东 我们不能够不讲道理 哼 他们就是一群白眼狼 我看到不如就不告诉他们 考验他们一番 那些不能够和侯爷同患难的 就把他们踢出去 还是不要考验了 有时候考验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 我们现在赚了多少钱 鲁大庆立刻眉飞色舞道 大人 没有想到我们卖出去这么多数 这只是十几天的时间 我们就赚了五万余两银子 未来的三五年 指着买书是赚不到钱咯 你去詹事府一趟 让我的那些手下 下职之后来我这里一趟 回来再给我准备一套签字 放在盒子里 是 侯爷 星号 星号 第935章 面君 詹事府 一阵脚步声传来 大堂内的人都将目光望向了门口 然后眼皮子巨视一跳 鲁大庆的身形出现在门口 疼 几十个官员都站了起来 一个个朝着鲁大庆拱手道 小兄弟 可是罗大人有什么吩咐 鲁大庆笑咪咪的还礼道 我家侯爷请各位大人在今日下职之后 去府上一趟 哦哦 小人告辞了 直到鲁大庆离开好久 这些人才反应过来 轰的一声议论了起来 罗大人换我们去做什么 会不会是宣布书局倒闭啊 那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会不会血本无归啊 不会吧 应该将本钱还给我们吧 是啊 罗大人家大业大 未必啊 罗大人和徐格老斗了这么久 恐怕罗大人早就把家里的钱投进去了 哪里还会有钱给我们 这这这 不管怎么说 我们去了就知道了 哎 大唐之内一片叹息 一个个都像是双打的茄子 捏了 砰 一个阵纸扔到了地上 家境地闭上了眼睛 在他的对面站着徐杰 低着头 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宣罗信 家境地闭着眼睛道 很快 一个太监便来到了罗信的家里 听到太监宣指 罗信捧起桌子上的一个盒子 跟着太监走出了府门 进入到玉西宫 罗信便看到料望着他冷笑的徐杰 飞快地看了一眼家境地 见到家境地依旧闭着眼睛坐在那里 便跪倒在地 将木盒放在了一边道 臣 罗信 拜见陛下 上面没有一丝声音 罗信也只好跪在那里 半想 上面传来了家境地清冷的声音 罗信 你可知罪 陈不知 家境地猛然睁开了眼睛 双目冰寒 冷笑了两声道 聚宣书局是你的吧 是 你和京城各大书局斗得很厉害啊 陛下 这又不是陈挑起来的 罗信的语气中充满了委屈 京城各大书局都赔了几十万两银子 你也没有少赔吧 嘿嘿 罗信只起腰笑了两声道 托陛下的福 陈还真没有赔 还小赚了一点儿 嗯 家境地冰冷的眼神现出了一丝诧异 今日徐杰进宫告了罗信一状 他也没有说是罗信挑起恶意竞争 他知道在京城发生的事情 家境地一定通过锦衣卫知道得清清楚楚 所以 他只是说京城各大书局因为生意被拒宣书局抢去了大量的份额 所以便联合想要击垮拒宣书局 但是 罗信却和京城各大书局竟然打起了价格战 如今已经降价到三五折 这个价格已经使京城各大书局赔了二十几万两 陈质疑罗信赔了多少 罗信哪来的几十万两白银 只有一个可能 那便是罗信在东南作为杭州之府和士博司提局使 大肆贪末 张世杰因贪末已经被贬为庶民 罗信这种贪官 如何能够逍遥法外 家境地仔细想象 便赞同了徐杰的推测 皇家也有印刷作坊 知道成本 三五折 那绝对是赔钱 而且各州府书商都跑来京城大量的收购书籍 锦衣卫已经上报给了家境地 只要略微计算一下 这些日子被购买的书籍 罗信最少会赔二十万两 这不由令家境地大怒 可是 如今却听到罗圣说他没有赔 反而还有小传 家境地心中诧异之后 眼中便露出了讥讽道 三五折 你还有小传 罗大人不愧是大明的财神啊 能不能和朕说说 你是怎么传的啊 这个啊 罗信看了一眼徐杰 又望向了家境地道 陛下啊 这可是臣的秘密 也是臣的至圣法宝啊 家境地的神色就是一冷 如此说来 朕是不能知道了 不是 陛下自然不会和陈争立 只是有些人不一样啊 说到这里 罗信还斜着眼看了一眼徐杰 徐杰的脸就是一黑 家境地此时的心中也升起了好奇心 便朝着徐杰道 徐清先退下 臣告退 徐杰狠狠地瞪了一眼罗信 向着门外退去 罗信朝着家境地道 陛下 徐阁老瞪我 徐杰脚下就是一晃 差点而摔了一跤 家境地哭笑不得地瞪了罗信一眼 不过心中的愤怒倒是少了许多 以他对罗信的了解 如果不是罗信有把握 绝对不会这么嚣张 带徐杰退出去之后 家境地淡淡地说道 说说吧 罗信便捧着那个盒子站了起来 向着家境地走去道 陛下 臣发明了一个宝物 哦 见到黄景兰在了面前 正给他使眼色 罗信便停住了脚步 尴尬地望向家境地道 臣疏忽 然后便将盒子递给了黄景 黄景接过了盒子 先是打开看了一眼 然后这才走到了家境地的跟前 将盒子放在了御书案上 家境地的目光落在了盒子内 眼睛就是一亮 伸出手取出一个签字 看了一会儿 便微微皱起了眉头道 这是何意 陛下 如今我大名都是刁板印刷 每一页书 就是一个刁板 如此一个刁板 也只能够印一页书 而且木板容易磨损 印不了多少 字迹就会模糊 想要继续印刷 便又要继续刁板 所以才造成书籍的成本很高 不错 家境地点头 然后指着那些签字道 你这个能够解决问题 是 陛下 那个可荣臣为陛下掩饰 过来吧 家境地淡淡地说道 罗信便来到了预书案前 从盒子里面拿出来一个签字道 陛下 这个叫做签字 它的优点就是抗磨损 只是在这一点上就会省很多成本 话落 又从盒子里面取出了十几个签字 在预书案上排列着说道 陛下 我们可以制作一个格子 就是上面布满了一些和这些签字一般大小的格子 到时候便按照书籍的字迹顺序 将这些签字插在格子内 如此便可以印刷 当印第二页的时候 再按照第二页的字迹重新排列 星号 星号 第936章 陛下可要小心啊 家境帝多聪明啊 罗信说到这里 他便已经明白了 这个签字印刷简直就是神器啊 不仅是耐磨损 而且还可以重新排版 这个成本可就大大降低了 家境帝不由望了一眼 此时站在大门外的徐杰 很是无语的摇了摇头 罗信和徐杰在京城将事情闹得这么大 锦衣卫这么会 不把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 家境帝甚至都知道 徐杰也赔进去了五万两银子 一想到这件事 家境帝便对徐杰很是失望 当了一辈子官 却弄不过一个年轻人 这让朕如何放心 将内阁首府的位置交给你 哎 家境帝在心中叹息了一声 摆摆手道 你退下吧 那这个 罗信指了指御书案上的签字 给朕留着 那 陈告退 罗信退了一半 又抬头道 陛下 别给徐杰说成的签字啊 家境帝哭笑不得地骂道 滚 罗信便再道 陈告退 退到了大门 见到徐杰望了过来 罗信心中一动 又转过来 朝着家境帝喊道 陛下 这次书局相争之后 恐怕会有人将目光盯上朝堂 提议为朝堂敬一批书 想从陛下这里挣钱填补亏空 陛下可要小心啊 徐杰的脸就是一黑 他知道之前承诺给京城各大书局的事情 被罗信给搅黄了 罗信也不等家境帝回答 便快步走出了大门 让坐在玉西宫内的家境帝哭笑不得 而此时的罗信却是笑咪咪地走过去道 徐格老 赔钱了吧 哼 徐杰仰起了脸 一副懒得搭理你的模样 徐格老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别伪了 我们就三五折迈个一年 你前往别退缩了 呵呵 回见 罗信笑呵呵的离开了 徐杰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他不明白家境帝为什么会放罗信离开 正琢磨着进去问问家境帝 便见到黄景走出来道 陛下有指 宣徐杰进殿 徐杰便急匆匆走进了大殿 还没有等他拜见 便听到家境帝悠悠的声音传了过来 徐清 罗信已经给朕解释过了 他确实不仅没有赔 而且还小赚了一些 怎么会 徐杰瞠目结舌 呵呵 家境帝指了指 御书案上的盒子道 秘密就在这里 但是正答应了罗信保守秘密 你只要知道罗信没有贪污就是了 退下吧 徐杰神情恍惚的离开了玉西宫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罗信怎么会赚钱 但是 家境帝可不是好糊弄的人 如今家境帝既然说罗信赚钱了 那就是一定赚钱了 那个箱子 罗信一路笑呵呵的回到了自己的府上 吩咐下人准备酒宴 他则是去和陆如带做修修的事情去了 到了黄昏时分 詹士府几十个官员来到了罗信的府上 此时他们的脸色不仅没有担心和忧虑 反而泛着喜色 更多的是好奇 徐杰谈和罗信的事情已经在官场传遍了 陛下肯定罗信小传的消息也传遍了京城 如此 这些官员自然高兴 他们才不管罗信怎么赚钱的 只要赚就好 罗信笑呵呵的将所有人都赢了进来 然后大摆宴席 那些官员也不好意思上来就问是不是赚钱了 只有闷着随罗信喝酒 酒过三巡之后 见到罗信还不说正题 那些官员就忍不住了 便向着马春山平平使眼神儿 马春山无奈 便拱手道 大人 今日换我等来 有何吩咐 罗信笑咪咪的望着他们道 我就不说 看你们能够忍多久 众人先是一愣 继而不由都哈哈大笑起来 既然罗信能够开玩笑 就证明是真的赚钱了 否则不会如此姿态 一个个不由连续的拍马屁 大人 我等哪里有您能够沉得住气啊 大人 您可是君神 我等比不上 大人 您可是大儒 养气功夫了得 最后把罗信夸得都不好意思了 这才拍了拍手 众人都寂静了下来 鲁大庆捧着一个盒子走了进来 放在了罗信的桌子上 罗信笑咪咪的说道 各位 即便是如今满大街都封传剧贤书局赚钱了 而且我也承认赚钱了 恐怕你们也未必信吧 信 我等深信 众人连忙说道 哦 那你们说说本官是怎么赚钱的 这 众人都哑巴了 好吧 我们换个方式 罗信摆手到 今天之前 你们都认为 剧贤书局是赔钱吧 众人都是脸色一红 罗信含笑道 这没有什么 既然大家合作 就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就应该真诚相待 不错 马春山拱手道 今天之前 我们都认为 剧贤书局在赔钱 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剧贤书局是怎么赚的钱 不过我们相信大人 大人说赚了 那就一定是赚了 因为大人是大名才神 不错 众人纷纷点头道 虽然我们不知道大人是如何赚钱 但是我们相信大人 那你们说说 为什么认为剧贤书局会赔钱 马春山苦笑道 这好用问吗 大人 我们是詹市府啊 詹市府就有印刷作坊 市面上的价格 只要打五折 就是个本 低于五折就会赔钱 你们看看这个 我看谁能够看出来门道 说好了啊 谁能够看出门道 以后本官重用 众人闻听 便呼啦一声站了起来 来到了罗信的桌子前 好奇地望着那个盒子 他们都知道 一定是这个盒子让剧贤书局赚钱了 马春山将盒子打开 便看到里面码着整齐的签字 伸手拿起了一个 仔细观看 而此时那几十个官员也都纷纷拿起一个签字观看 甚至还有人放在嘴里咬了一下 这一咬之后 便眼睛一亮 对罗信道 大人 我明白了 这个要比木板耐用多了 只是耐用这一项 便可以省去很多成本 不错 罗信轻轻鼓掌 但是那个人又皱起了眉头道 这个怎么印刷啊 新号 新号 第937章 谈崩 这有什么难的 另一个官员道 只要制作一个模具 上面有些格子 将这些签字固定在各自内 就可以印刷了 还有 马春山也兴奋了起来 这些签字可以在格子里面随意调换 重新排列 如此就不需要一页书便要一个雕板了 屋子里立刻就寂静了下来 所有的官员将目光都望向了罗信 眼中竟是崇拜 这就叫做活字印刷 罗信笑道 他可以将成本降到三折 所以如今我们虽然卖到三五折 却依旧有钱赚 只是这十几日的时间 我们就已经赚了五万余两 大人 您说的是真的 众人都兴奋了起来 当然是真的 罗信乐呵呵的说道 留下两万两做周转 分三万两 大家拿回去改善生活 大人英明 大人神武 大厅内沸腾了 一个个都脸红扑扑的 三万两银子 他们也就二十几个官员 每个人能够分一千多两银子 他们这些詹士福的苦逼 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多银子 我已经让人分好 一会儿大家都带回去 不过 你们记住 你们可以出去说书局赚钱了 但是这个不能够和别人说 罗信拍了拍身前的盒子 不说 我们一定不说 众人连连摇头 最后马春山问道 大人 为什么不能够说 徐杰他们如今恐怕还在怀疑我们赚钱的真实性 如果知道了这个活字印刷 这场争斗也就结束了 我还想再让徐杰再投一些银子 让他多赔一些 哈哈哈哈 众人放声大笑 一个时辰后 二十几个官员 每个人拎着一个包袱 坐进自己的窖里 神情亢奋的各自回家 第二天 罗信赚钱的声势愈演愈烈 当有人看到詹市府的官员 带着一家老小下馆子的时候 这个声势就更大了 这一日 太白酒楼 一个宽大的包厢内 一群人围着一张巨大的桌子坐着 正是京城十八家书局老板 还有就要启程前往杭州上任的张居正 此时包厢内的气氛很沉闷 也很紧张 寂静无声 半想 一个老者向着张居正拱手道 张大人有所不知 如今徐格老也只是赔进去五万两银子 可是我们这十八家合起来 却已经赔进去三十万两银子 如今徐格老还让我们将价格降低 这怎么可能 张居正淡淡的说道 各位 事竟业已至此 退一步 恐怕就家破人亡 坚持下去 还有一线生机 那老者摇头道 如今我们已经距离家破人亡不远了 多年的积蓄消耗一空 再也没有余钱了 哪怕就是如今罗大人收手 我们都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怎么过 张大人 想必您也知道 只是这些日子 我们卖出去的书 实在是太多了 总数都赶得上之前十年的数量 未来的三五年 书局的市场必定萧条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以后能不能吃上饭 如果让我们降价也不是不行 那就需要徐格老继续投资了 张居正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沉吟了片刻道 格老不是答应过你们吗 只要此事已过 便会从你们这里购买一批书籍 补贴你们的亏空 十八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讥讽 一个中年男子拱手道 张大人 我们可是听说了 罗大人已经上奏陛下 朝堂不得购买书籍 张居正的神色就是一致 然后缓缓地说道 那只是谣传 那方氏中传说 罗大人有着一种活字印刷 能够降低书籍的成本 所以罗大人虽然将书籍降低到三五折 不仅没有赔钱 而且还有小赚 这也是谣言吗 张居正的嘴角抽出了一下道 你们都是这一行的行家 是不是谣言 你们还判断不出来吗 三五折 还赚 哪里那么容易 众人面面相去 最后还是由那个老者开口道 张大人 明知道我们的后面也是有着人的 这样继续赔下去 我们无法交代 所以 不说继续降价 想要维持这三五折 也需要阁老想些办法 我们是再也没有一分银子了 那就让你们背后的人出来谈 张居正宁声道 18个老板立刻便如同木雕一般 不言不语 张居正脸色便是一黑 随后想起了徐杰的叮嘱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陈生道 今天先这样吧 等我回禀了阁老再说 张居正起身一甩袍袖走了 18个将张居正送到了门口 却没有离开 又回到了包厢内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有一个年级相对年轻的人道 各位 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能够这样下去了 这个人一开口 众人也都纷纷开口 徐格老是不可能再给投一分银子 而且之前的承诺 说是事后让朝堂购买一批书籍 填补我们的亏恐 恐怕也是水中月 镜中花 我们这次是亏大了 现在的问题是 不是我们要打压罗信 而是罗信会不会放过我们 就算我们想要恢复价格 罗信要是一直保持着三五折的价格 我们18加数局就等着破产吧 如果罗信真的能够在三五折的条件下 还有小赚 他一定会一直保持这个价格 直到我们18加数局破产 然后独占京城市场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罗信在三五折的条件下 究竟有没有赚透 应该有赚透 否则陛下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他 要知道陛下刚刚处理了张世杰 如果罗信不是有赚透 而是用之前的贪污来排挤我们 罗信早就被陛下罢官了 而且还有詹士府那些官员 都开始下管子了 如此说来 罗大人不赔反转的事情是真的了 这也不好说啊 谁知道是不是罗信故不宜震 打击我们的士气 让我们上当 不要忘记他可是军神 可你也不要忘记他还是大名才神 星号 星号 第938章来求 包厢内又寂静了下来 半想 一个声音响起 要不 让我们背后的人去和罗大人谈谈 没有用 罗大人连许葛老都不在乎 根本就不会在乎我们背后的人 如今我们还只是用生意上的手段针对罗大人 所以罗大人也只是用生意上的手段回击我们 你们想象黑龙会和锦王吧 我们应该庆幸没有用歪门邪道 否则我们18数据恐怕此时都已经不在了 那我们怎么办 如果罗大人真的还赚 我们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跟着徐格老走到黑 到时候徐格老依旧是徐格老 可是我们18数据就没了 我们就等着要饭吧 另一条路便是却求罗大人把手 放我们一条生路 包厢内又是一片沉默 半想 一个声音响起 逗不过啊 我们投降吧 我们各自回去和我们背后的人商议一下吧 18个人郁郁寡欢的离开了太白酒楼 而此时 在徐府的书房内 徐格也是眉头深锁 张居正亲身问道 恩师 罗姓真的还有赚 徐格不甘的点点头道 看那日罗姓和陛下之间的神色 应该是真的 那张居正沮丧道 这还怎么斗下去 徐格摇头道 我估计他就是能够赚 也赚的不多 如果我们能够将价格降到三折 最后的胜利必定是我们的 张居正在心里撇了撇嘴 心中暗道 你只想用别人钱打败罗姓 别人又不是傻子 心中叹息了一声道 恩师 如果罗姓真的还能够赚 我们便是斗不下去了 那些书局不会再跟着了 别说是降价 就是三五折 恐怕他们都坚持不下去了 坚持不下去又如何 徐杰的脸上献出嘲讽之色道 他们去求罗姓吗 如果罗姓能够保证三五折还赚 你以为罗姓会绕过他们18家吗 罗姓一定会趁此机会 将18家书局打压倒地 令他们破产 如何占据整个京城书局市场 绝对不会有怜悯之心 你不要忘了 罗姓可是身经百战之辈 手下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可以称之为心狠手辣 所以 那18家书局不去求罗姓也就罢了 如果去求罗姓 只不过是自取其辱 实际上 他们此时只有两条路可走 那两条路 张居正好奇地问道 一条路就是和罗姓死斗到底 结果很可能是他们18家破产 但是罗姓也会元气大伤 如果他们肯拿出所有家底和罗姓斗 到时候老夫再推动一把 说不定就能够将罗姓打翻在地 第二条路就是 这18家书局立刻关门 将书局出售 或者改行 还能够保留一丝元气 但是 18家书局经营日久 他们可能舍得抛弃 徐杰的脸上又恢复了自信道 太阅 不用再理会那18家书局 我们就在旁边看着 商人是没有尊严的 他们一定会去罗府求罗姓 然后罗姓也必定不会放过他们 在他们心死的情况下 对罗姓必定心生怨毒之心 然后必定再来相求老夫 到那个时候 就不是他们18家说的算了 老夫必定给罗姓致命一击 天气转寒 眼看着就要冬至 罗姓的儿子已经六个多月了 俗话说 三番六坐七爬扯 这小子只有六个多月 却已经能够在床上到处乱爬 罗姓就坐在床尾 那小子便向着床头了 陆如带爬去 等爬到陆如带的身前 罗姓便伸出一只手 抓住他的小腿 把他再拉回来 然后他又继续爬 罗姓再拉 看得陆如带一个进耳的翻白眼 最终孩子急了 哇哇大哭了起来 陆如带就急忙将孩子抱在了怀里 然后瞪着罗姓 罗姓便尴尬地笑着 我这是和孩子玩儿 有怎么玩儿的吗 正在陆如带急眼的时候 门外听到鲁大庆的禀报 侯爷 京城18家书局老板求见 不见 罗姓淡淡地说道 我一个堂堂侯爷 是他们一群商人说见就见的 让陆元去见他们 是 回来 鲁大庆又转了回来 听到罗姓道 让陆元先亮他们一个时辰 是 侯爷 罗姓站了起来 来到了儿子面前 舔着笑脸道 儿子 来 爸爸抱抱 罗宇便将头别了过去 不搭理罗姓 让原本恼怒的陆如带扑吃 一声笑出声来 十八书局老板坐在花厅之内 一个个还能够保持着沉稳 但是 当时间一点点过去 罗府连一杯茶都没有上的时候 他们一个个眉宇之间便现出了焦虑 罗大人不会 不会不见我们吧 但是 既然来了 又不能够就这么走了 一个个开始扭动身子 坐不安稳 而此时 陆元却在罗姓的书房 老叶 此事如何处理 你认为呢 小人 陆元思索了一下道 不如将他们彻底打死 以后我们独占京城市场 不行啊 罗姓取出了一张纸 递给了陆元 陆元接过了那张纸 快速地扫了一眼 脸色就是一变 罗姓淡淡地说道 这十八家书局背后的人 都是那些侯爷 伯爷 真要把他们弄破产了 可就结了死仇 我如今已经和徐阶结了死仇 如果再和那些侯爷 伯爷结了死仇 那就是把他们推到了徐阶那一边 可是 是他们先得罪我们的 不错 但是却不是死仇 说是他们先得罪我们的 其实也对 从另一方面讲 也是我们先得罪他们的 怎么会 陆元错愕地望着罗姓 我们之前虽然没有降价 保持和十八书局一样的价格 但是 我们书的质量非常好 而且书籍的品种又全 已经抢了他们的市场份额 来我们这里买书的人 大大的超过了他们 所以 他们才和徐阶一拍即合 这是商场的规律 倒是不怨他们 所以 即便是通过此事 大家闹得不愉快 却也不是死仇 但是老爷我真的将十八家书局弄得破产了 那就是死仇了 那我们逼迫十八家书局背后的那些伯爷 侯爷来求老爷 星号 星号 第939章 不行 罗姓摇了摇头道 我如何和那些侯爷 伯爷见面 如何再和他们讲和 这会引起陛下的忌惮 陛下会想 我结交那些侯爷伯爷 意欲合为 那怎么办 就由你出面吧 不和那些侯爷伯爷见面 将事情圆满解决 给那些侯爷伯爷留些面子 再给些利益 他们便会站在我这边 两颗脑袋靠近 罗姓这般这般的讲述了一遍 陆远频频点头 然后离开了罗姓的书房 向着花厅走去 此时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十八家书局都像热锅上的蚂蚁 只是又不好站起来四处行走 只有不停地在椅子上挪着屁股 都已经快要冬至的季节 十八个人的身上却冒着丝丝虚汗 但是每个人的心里 却是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面 看来罗姓这是不想妥协啊 这怎么办啊 踏踏踏 一阵脚步声传来 众人不由将脑袋都转向了大门口 向着大门外望去 一个身影逐渐地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 不是 罗姓 众人的眼中不由一阵失望 不过他们也认识此时已经走进大门的人 正是罗姓的管家陆元 一个个便站了起来 朝着陆元拱手为礼道 陆管家 侯爷他 陆元一脚踏进了大门 也没有理会他们 静止走到了主位上坐下 冷然地扫过众人道 你们也配见我家侯爷 众人神色就是一愣 不过随后也心中恍然 是自己相差了 罗姓的地位并不比自己背后的那些人差 甚至还超过一些人 自己是什么身份 罗姓如果见自己 那是恩典 不见自己 那是本分 实际上 和他们对等地位的就是眼前人 罗府的管家陆元 甚至 陆元的地位都要比他们高尚一些 当下一个个人脸上的神色恭敬了许多 见过陆管家 你们有什么事 我很忙 没有时间在这里陪你们 陆元淡淡地说道 众人不由心中慌乱 看陆元的脸色 这是要和他们战斗到底啊 为首的那个老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再次失礼到 陆管家 我们十八家是带着诚意来了 恳请陆管家通禀侯爷 我们十八家希望双方罢首 罢首 陆元神情一晒道 你们想要开战就开战 你们想要罢首就罢首 你们把我们罗府当成了什么 当成了你们的玩物 这件事情 陆管家还是通禀侯爷为好 你是说我做不了主吗 如此说来 陆管家做得了主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陆元淡淡地说道 这不是大事 十八个人都呼呼地喘着粗气 可是一想 这对罢府还真不是大事 谁让人家还赚钱呢 哎呦 我的管家啊 十八人站起来 一脸的谦卑道 这对您不是大事 但是对我们是大事啊 呵呵 陆元淡淡袖子 一脸的云淡风轻道 这件事情原本就是你们挑起来的 与我们罗府何干 您的意思是 十八个老板神色一愣 继而道 只要我们罢首 据贤书局也会恢复价格 陆元像是看傻子一般的 看着十八个人道 你们挑起来的事情 你们愿意罢首是你们的事情 难道你们还想逼着我们罗府恢复价格 真是欺人太甚 本管家今天就把话撂在这里 只有你们有那个本事 就逼迫我们罗府试试 陆元这番话便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将十八个人都给轰傻了 这是罗府要整到底的决心啊 不把他们整破产 绝对不罢休的态势啊 自己特么的昏了头了 还以为罗府会轻易罢首 如果自己占据罗府如今的优势 自己会罢首吗 扑通 为首的那个老者跪倒在地上 长叹了一声道 管家 我们对不起罗侯 话落 便抬手给自己一个耳光 然后再反手扇自己一个耳光 身后的那十七个人也都跪了下来 啪啪地扇着自己的耳光 不一会儿 就把自己都打成了猪头 陆元就那么端坐在上手 看着这些人扇自己耳光 他的心里十分清楚 这些人已经走投无路了 自己不但赔得倾家荡产 而且因此还让背后的主子赚不到钱 最关键的是 未来的三五年 书籍市场会十分萧条 如果罗信再坚持一个月 不 再坚持十天 这些书局就应该全部破产了 一旦破产 他们背后的主子便会整得他们愈先愈死 他们是怕了 但是 自己家侯爷过得好好的 如果不是他们挑逝 据贤书局哪里会有这么多事儿 侯爷前些日子还被陛下叫去训斥一顿 如果陆元有能力 杀了他们的心都有 十八个见到陆元 根本没有一丝同情他们的样子 只好继续扇自己的耳光 如今也只有博取同情这一条路了 到了最后 他们不是不想继续 而是自己的胳膊都没有进而了 为首的那个老者只好停了下来道 管家 跟我们一条生路吧 陆元端起桌子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又慢条四里的放下 这才缓声道 说说吧 十八个遍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他们自然是知道陆元让他们说什么 那个为首的老者长叹了一声道 管家 这件事情上 真不怪我们 我们也是被逼的 是徐阁老派张居正找到了我们 让我们联合打压巨贤书局 吃 陆元吃笑了一声道 弄得自己很清白啊 你把我们侯爷当傻子吗 那个老者便善善道 当然也有我们的私心 据嫌书局的书籍比我们的字迹清楚 而且种类齐全 抢了很多我们的声音 什么叫我们抢了生意 陆元沉声喝道 是小人错了 那个老者急忙道 是那些书生主动去买的 陆元眼皮子一搭啦 算是认同了他说法 老者心中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是我们贪心了 然后徐阁老派张居正来这么一说 我们就心动了 然后便有了现在的局面 我们已经后悔了 求管家给我们一条生路 星号 星号 第940章偶遇张居正 陆元一晒道 就算我们罗府罢首又如何 你们都是行家 不会不知道未来的三五年 书局根本就是一个赔钱货 甚至是未来的十年 十八个老板都是脸色一苦道 知道 可那是以后的事 实在不行 到时候在书局内卖一些文房四宝 吃 那你们这不是和文具店抢生意吗 这 众人都是一脸的沮丧 瘫坐在地上 我倒是有一条生路指给你们 十八人眼睛就是一亮 朝着陆元拱手道 请管家指点 我们罗府可以罢首 看到十八个人神色激动 便摆了摆手道 而且给你们透一个底 就算是未来的三五年书局萧条 我们巨贤书局也不会赔钱 而且还会赚 十八个人神色就是一帧 书局的萧条不可能只是他们十八家 而没有巨贤书局的事情啊 随后一想 十八个便恍然 试探的问道 可是因为巨贤会所 没有巨贤会所我们也会赚 那还请管家指点 无他 陆元淡淡的说道 因为我们还有两本杂志 这一下子那十八个人都明白了 如今巨贤书局那两本杂志可是卖得极其火 有着那两本杂志 巨贤书局确实不用担心盈利的问题 那十八个人心中不由活动了起来 如果自己也办一个杂志 是不是心中想着 也办一个杂志 没有 没有 十八个人连连摇头 说实话 陆元呵斥道 是 众人也知道自己的神色变化瞒不过陆元 此时又是来求罗府 也没有瞒的必要 吃 陆元吃笑了一声道 要不说你们不知死呢 如果你们想办 你们就去办 到时候看你们是不是会再倾家荡产一次 哦 不对 你们已经没有钱了 办杂志需要你们背后的主子投钱了 不知道你们在把你们主子的钱赔了以后 你们的主子会不会绕过你们 十八个人的脸都绿了 心中不由恐惧了起来 是啊 如果再赔了 自己还有生路吗 你们以为杂志那么容易办 没有我们侯爷这种大财审核 就你们办的那些杂志 会有人看吗 你们有我们侯爷那种学识 那种眼光 能够将杂志的内容办得吸引人吗 当然 你们要办 我们罗府也不会拦着 现在我只说如何给你们一条生路 只要你们做到一件事情 我们罗府便立刻罢首 而且将两本杂志批发给你们十八家书局 有着这两本杂志 你们应该能够渡过难关 不过 不允许你们在京城售卖 如果发现哪家书局在京城售卖这两本杂志 便取消售卖权 十八个心中立刻狂喜 不在京城售卖 这没有问题啊 他们在其他州府也有着分店啊 巨卖书局的意思就是独占两本杂志的京城市场 但是京城意外的市场让给了他们十八家书局 这完全可以让他们凭借着这两本杂志度过未来三五年的难关啊 还请管家言明 需要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 很简单 我需要听到你们公开宣布 是徐格老逼迫你们打压巨卖书局 而且还用利用 承诺你们在打压了巨卖书局之后 由朝廷出钱 从你们那里购买一批书籍 填补你们的亏空 当这些消息散布到京城大街小巷之后 你们要去徐街的大门前闹 让他兑现诺言 购买你们的书籍 这十八个的脸上都现出了为难之色 那可是格老啊 就像你们背后没有主子似的 路远淡淡地说道 徐街拿你们背后那些主子 还真是没有什么办法 当然 如果只是一个 徐街也不拒 但是 如果你们十八家背后的主子联合起来 徐街还真是对你们没有什么办法 再说了 你们今日的结果 就是徐街给害的 难道你们当初有胆子得罪我们侯爷 就没有胆子得罪徐街 一切都是利益罢了 利益有多大 胆子就有多大 行了 知道你们也做不了主 回去和你们的主子说说 如果你们的主子不在乎徐街 就来和我说说 如果在乎 你们就不用再来了 十八个人脸上带着无奈起身 和陆远告辞 离开了罗府 自从巨贤书局和十八家书局斗了起来 罗信就一直没有去豫王府 感觉冷落了豫王 应该去清静一下关系了 便湿湿然的来到了豫王府 一进入豫王府 好家伙 张居正 陈以晴 英诗丹都在 而且气氛不是很好 想象就知道 陈以晴 英诗丹不可能和张居正亲近 当然 他们两个看到了罗信 也没有好脸色 张居正倒是含笑站了起来 朝着罗信拱手道 不气 我来和王爷辞行 要走了 嗯 张居正点头道 原本早就该走了 只是俗世缠身 呵呵 罗信淡淡地笑了两声 大家都知道张居正的俗世是什么 不就是代替徐杰 统领十八书局和聚贤书局相争吗 而此时英诗丹目光一闪 感觉到这是一个 加深罗信和张居正矛盾的时机 便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只可惜太阅兄没有得胜啊 带着这种兆头去杭州 呵呵 张居正便对英诗丹怒目而逝 罗信也不搭理他们 朝着豫王拱手道 见过殿下 豫王便叹息了一声道 罗师 你就不能够和徐师和睦相处 罗信淡淡地说道 殿下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你也知道 和睦相处不可能 但是臣也不愿意内讧 所以尽量不去招惹他 但是他却来招惹臣 这不是臣的错 姑知道 豫王烦恼地说道 然后站起来道 罗师很久没有来了 我们说说话 话落 便起身向着外面走去 罗信朝着张居正拱拱手 然后走了出去 陈以琴和英诗丹极度地望向了罗信的背影 当一个时辰后 罗信告辞了豫王 向着大门走去的时候 见到张居正正站在一棵树下 见到罗信 便露出了微笑 罗信望着张居正道 那两个呢 星号 星号 第941章 走了 张居正呵呵笑着说道 那你这是 我在这里专程等你 罗信没有言语 只是恰到好处地露出了一个诧异的表情 张居正的神色便有些尴尬 之前可是他在统领18家书局与罗信的巨贤书局作对 如今却在这里等罗信 罗信肯定知道之前的事情 此时露出诧异表情 分明就是对他的一种讥讽 但是 他的脸上还是依旧保持着微笑道 我们很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 喝一杯 罗信有些搞不清楚张居正的意思 不过却也没有多在意 如今徐阶已经这次相争之中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 张居正就更不足虑了 所以 罗信只是恰到好处地现出一个诧异的表情之后 便点头道 好 也算是不弃为太远兄践行 谢谢 张居正神色复杂地说道 两个人各自上了轿 张居正在前面引路 罗信在后面跟着 来到了太白酒楼门前 张居正和罗信下了叫 并肩走进了大门 顺着楼梯上了二楼 来到了一个包厢的门前 张居正伸手推开包厢门 罗信的神色便是微愣 因为他看到了里面的徐石行 听到开门声 里面的徐石行回头望过来 看到罗信 神色也是微愣 然后便急忙站了起来 朝着两个人拱手施礼道 下官见过张大人 罗大人 罗信瞬间便引去了脸上微愣的神色 脸上露出笑容道 汝墨兄也在 正好不弃今日为你和太悦兄践行 多谢 汝墨张居正坐下之后道 治理杭州和士博斯 不弃是我们的前辈 今日我们可要好好向不弃请教一番 自然 徐石行的脸上也恢复了正常的笑容 之无不言 罗信含笑道 不过心中却是在快速地思索着 今日发生的情况 守今日应该是张居正和徐石行 约好了在这里吃饭 两个人在这里吃饭 应该是张居正发起的约请 以徐石行如今对徐党的态度 不可能主动约请张居正 虽然张居正是他的上官 但是一个是杭州之府 一个是士博斯提举 徐石行应该恨不得永远和张居正不朝面 独立经营士博斯 但是张居正却不可能这么想 甚至 徐街会千叮宁万嘱咐张居正 一定要把士博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一定要把徐石行掌控在手里 这才有了张居正约请徐石行的事情发生 这次约请 恐怕是张居正带着一丝怒意约请的 毕竟两个人都属于徐党 而徐石行又属于后辈 应该是徐石行主动约请张居正 但是看今天的样子 不像是徐石行约请张居正 如此张居正这次约请徐石行 恐怕是准备敲打一下 却没有想到在豫王府遇到了自己 便临时改变了主意 约请了自己 但是 他又为什么约请自己 罗信心中一动 他这事应该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在我面前显示他和徐石行精诚团结 看到了吧 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吃饭的 别看徐石行是你举荐的 但是他依旧是我们徐党的人 我们徐党没有上你罗信挑拨离荐的荡 第二个目的 应该是张居正刚才所说的 是想要向自己取经 张居正知道 杭州和士博斯就仿佛是罗信的孩子 这一点无关抵我 只要是为了杭州和士博斯好 罗信不会在意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 一定会像他说的那样 知无不言 再想到刚才徐石行的威愣 便愈发肯定了自己的推测 徐石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来 张居正向自己展示 他和徐石行亲密无见 精诚团结 罗信的心中便浮现出一丝激讽 不过对于他们的请教 罗信却不会藏私 所以 在九过三巡之后 张居正一脸正气地请教的时候 罗信也真诚地开口了 太阅兄 乳墨兄 至大国如烹小仙 杭州也是如此 说到这里 他将目光望向了徐石行道 乳墨兄 你好记住 不要朝令夕改 实际上士博斯已经有了他自己的规则 你要做的就是维护这个规则 凡是违反规则的人 不管是官府 还是商人 严厉打击就是了 而你会在这种稳定和维护之中 慢慢地了解士博斯的一切 到那个时候 也就不需要别人的经验了 你会有一个完整的认知 徐石行感激地看了罗信一眼 罗信的话中意思很明白 就是告诉他去了士博斯 一栋不如一镜 先要稳定士博斯 保证陛下的税收 慢慢地去了解士博斯 这是老程只谈 谢谢 徐石行真诚地说道 罗信点点头道 大明海帽不会给你惹麻烦 因为当初的一切都定下了规矩 只要你按照规矩走 他们是一定会配合你 毕竟他们只是为了求财 如果你将来有什么为难之处 需要我的话 可以给我来信 毕竟大明海帽是我一手促成 在他们面前 还有一点儿面子 是 我会用心维护 当然 如果他们违背规则 你也要出手毫不留情 嗯 徐石行点头 罗信又将目光转向了张居正道 太阅兄 你去杭州 对于胡宗宪还是要支持的 张居正的脸上便现出了一丝苦笑 如今胡宗宪和徐杰已经成为了政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是胡宗宪坑了徐杰一次 或者说是胡宗宪和罗信 联手坑了徐杰一次 这让张居正如何支持胡宗宪 就在昨日 徐杰还在他书房内 叮嘱张居正 去了杭州以后 一定要给胡宗宪脸色看看 比如对胡宗宪的财政支持 要卡住他 太阅兄 胡宗宪是士博斯的保障 只有水师强大了 才能够保证商人的安全 只有商人安全了 才能够保证士博斯的盈利 不可掉以轻心 我明白 张居正点头 只是罗信看张居正的神色 便知道他没有听到心里 或者是说 即便是听到心里 他也做不了主 张居正后来虽然很霸道 但是此时在徐杰的手下 还是要夹着尾巴 一切都听徐杰的 看来是要谋划一番了 罗信暗中想到 星号 第942章反击 看到罗信沉思不语 张居正便道 不气 还有什么叮嘱的 不敢 罗信摇头 随后脸上现出了犹豫之色 张居正看到了 罗信脸上的犹豫之色 便急忙开口道 不气 有什么话 尽管说 太阅兄 罗信脸上的神色 很是犹豫 不过最终还是说道 去了杭州 少和徐府牵扯 张居正神色就是一愣 他完全没有想到 罗信会如此直接 但是 从罗信的脸上 又看不出丝毫挑拨离间的神色 反而眉宇之间 带着淡淡的忧虑 罗信望着张居正冷然的神色 轻声道 就是论事 张居正脸上便现出了苦笑 他相信罗信实在就是论事 因为徐杰的几个儿子 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这些日子也在头疼 去了杭州之后 与徐杰的几个儿子如何相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张世杰的倒台 有着他自己的原因 但是也有着徐杰几个儿子的原因 我明白 张居正沉重地应了一声 好了 不说了 两位都是大财 我也只是说了一点儿 我曾经经历过的经验 如果对二位有帮助 你最好 如果没有帮助 二位便不用理会 我们喝酒 第二天 罗信去了一趟詹士府 詹士府那些官员得到了分红 而且是一千多两银子 那精神头完全不同 还没有走进院子里 罗信就能够听到里面的欢声笑语 罗信的嘴角便浮现出一丝笑容 这一次徐杰的行动 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 不知道徐杰下一次还会有什么手段 在詹士府待了半个时辰 秦双心中已经感觉到 自己如今在詹士府 已经成为了这些官员心中真正的领袖 恐怕已经就是遇到一些挫折 哪怕罗信不能够及时解决 这些官员也会坚定地站在他的阵营中 这是经过这次和徐杰的争斗 罗信最大的收获 罗信离开了士博斯 一路思索着怎么帮助胡宗宪的事情 昨日看张居正的神色 恐怕他不会给胡宗宪支持 而且还会卡住胡宗宪 自己究竟要不要帮胡宗宪 怎么帮 先看看吧 徐杰还是真不想针对张居正 他对张居正还是很欣赏的 回到了府中 这一天无事 罗信过得十分清闲 他知道这次的事情基本上算是过去了 最终能够取得什么效果 就要看完十八家书局如何决定了 他相信十八家书局不敢拖延 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决定下来 但是 罗信还是没有想到十八家书局的急迫心理 只是刚刚过了中午 那十八家书局的老板就都来了 对罗信提出的条件完全答应了 陆远也当面承诺 只要他们将答应的事情完成 这边的承诺也会立刻实行 徐府 书房 张居正和徐时 行坐在徐杰的对面 徐杰望着两个人 眼中饱含期待到 太月 辱墨 你们两个是我最看重的学生 这次你们两个联合前往杭州 一定不要让老夫失望 是 张居正和徐时行两个人都恭敬地应道 明天老夫就不送你们两个人了 不敢劳动恩师 书房内寄静了下来 半想 张居正轻声道 恩师 看到张居正犹豫 徐杰便摆手道 说吧 辱墨不是外人 张居正点点头道 昨日十八家书局老板去罗府了 徐杰默然片刻道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徐杰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怒意 他没有想到自己如此布局 竟然还败在了罗姓的手中 但是他知道这件事也只能够到此为止了 十八家书局不可能继续听他的话 俗话说 党人踩路 如杀人父母 他没有那个本事让人跟着他赔得倾家荡产 更何况 这十八家书局背后也都有着背景 当初是因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 并不是因为十八家书局害怕他 如今不仅没有了利益 还在赔钱 十八家书局不完了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事情也只能够到此为止了 他心中觉得非常憋气 自己可是真金白银的投进去五万两 就这么没有了 但是他也不敢要回来 如果他有那个胆量和能力 当初也就不会投钱 而是逼迫十八家书局 砸锅卖铁的和罗姓斗下去 但是他知道十八家书局背后的主人都是谁 虽然单独拿出来一个 他徐皆不怕 但是如果十八家 不用十八家 只要几家联合起来 他也奈何人家不得 这件事也就这样了 我徐皆和你们十八家书局都赔钱了 而且大家当初也都是为了利益联手 没有谁欠谁的 大家就一拍两散吧 次日 张居正和徐时行离开了京城 前往杭州 自然有着许多徐党人前往乡宋 罗姓没有去 他此时静静地坐在冒生胡同 王翠翘就坐在他的对面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个女子走了进来 向着二人施礼道 主公 头领 两个人的目光都望向了那个女子 那个女子轻声道 消息已经传播出去了 罗姓抬头望了一眼门外 已经中午的天色道 到了中午 就应该发酵了 我回去了 在这里吃了午饭再走吧 王翠翘轻声道 不了 罗姓摇了摇头 站起身来 王翠翘也站了起来 跟着走到了门口台阶处 罗姓抬起头 微微地眯起了眼睛 望着天空 王翠翘轻声道 会让徐阶下台吗 不会 罗姓摇了摇头道 高拱的性子不得必吓得喜 他太刚 相对于他来说 陛下更喜欢徐阶 只是徐阶这个人太阴沉 令陛下不放心 所以才弄出来一个阳刚的高拱来搞平衡 如果真的把徐阶弄出去了 陛下会对高拱头疼死 所以 在没有找到徐阶的替代者之前 徐阶还是内阁首辅 那什么这次 不会白费功夫 他徐阶打压的我已经很久了 我这次借力打力 打压他一次 如此他在内阁便会被高拱多少压制一些 话语权也会少一些 如此我也会轻松一些 也是找机会给周玉他们安排一些位置的时候了 星号 星号 第943章 你想简单了 我走了 罗信离开了冒生胡同 一身便衣 随意找了一家酒楼进去 点了两碟小菜和一壶酒 坐在那里慢慢的喝着 渐渐的 酒楼内的人多了起来 三个一帮 四个一伙 刚开始窃窃私语 后来因为都在窃窃私语 声音合起来却是不小 这就造成了大家的声音都渐渐的放大了起来 你们听说没有 什么 这次京城十八家书局和巨贤书局斗在了一起 都是有内幕的 什么内幕 巨贤书局背后是罗喉 这个你们知道吧 知道啊 那你们知道京城十八家书局这次为什么联手吗 不是为了和巨贤书局争夺利益吗 你想简单了 我告诉你 十八家书局联手背后的推手是徐杰徐格老 这个还真有可能啊 徐杰罗姓两个人有仇 这全大名都知道 但是 我还是有些不相信啊 堂堂内阁首府 不会这么小家子气吧 人家罗姓开个书局 他也不放过 再说了 就算最终把巨贤书局弄破产了 对罗喉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啊 罗喉是当官的 对于身外之才 有了固然好 没有 也无所谓啊 你想简单了 这么又说我想简单了 徐格老这么会做如此浮现的事情 这里有着很深的阴谋 痴 还很深的阴谋 如果很深 就凭你能够看出来 你还别不行 罗喉如今是詹士福佐树子 你知道吧 这满京城的人都知道 你知道詹士福是干什么的吗 为太子 所有的人都是一愣 反应过来了吧 詹士福那帮子官员 都在外面找活干 一个个过得像是要犯的似的 之前穿的官袍都是补丁 这在京城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所以 他们在外面找活干 不去当职 朝堂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 自从罗喉去了詹士福 担任佐树子之后 徐杰便派立步每天 三次去詹士福查岗 而且还向陛下上奏一本 最后陛下下旨 抓到詹士福迟到早退的 就罚款 只要罚三次 当月的俸禄就没有了 好狠啊 徐杰这是要釜底抽薪啊 让罗姓的手下都愁视罗姓啊 那些詹士福官员 如果每天在詹士福 就会失去外面的工作 那样便会过不下去 如果去干外面的工作 就会失去官身 这简直是把这些官员逼到了罗姓的对立面 因为他们都知道 只要把罗姓闹得罢官 他们就会恢复原来的日子 兄台聪慧 但是 罗侯是谁啊 那可是大名才神啊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难得住罗侯 于是 罗侯便开了巨贤书局 而且让詹士福那些官员入股 九楼内就是一镜 众人都感觉到一种彻骨的阴寒 他们此时都明白了 京城十八家书局联手一定是徐阶在推动的 只要把巨贤书局弄破产 会让詹士福的官员血本无归 那个时候 罗姓便如同杀了那些官员父母的凶手 恐怕不仅那些官员 就是那些官员的老婆孩子 都会去罗家闹 那边会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 罗姓会臭到家了 如此说来 京城十八书局说的话都是真的了 那还用说 他们把秘密暴露出来 就不怕徐阶报复 那十八家背后也不是没有背景的 有大事发生了 一个人从九楼外面冲了进来道 十八书局老板去了徐府 然后被徐府赶了出来 发生了什么 众人都站了起来 当初徐阶承诺十八家书局 等把巨贤书局打压破产之后 会以朝堂的名义 向十八家书局购买一批书籍 来填补十八家书局这段日子的亏恐 但是 这次他们打压巨贤书局失败了 而且罗信又向陛下建言 不要购买书籍 这一下子 徐阶做辣了 承诺的事情办不到了 而经过这次争斗 未来五年书籍市场一片萧条 失去了填补亏空的机会 这十八家书局就要破产了 所以 他们就去徐府闹了 但是徐府根本就承认和他们合作过 把他们轰出来了 现在十八书局还在徐府门前闹呢 走 去看看 同去 同去 徐府的大门前 人山人海 这十八家书局也豁上了 他们背后的主子还真是不太怕徐阶 特别是他们联合起来 徐阶让他们赔了几十万两银子 赔得他们肉痛 原本以为有着朝堂收购书 他们能够填补亏空 但是从宫里传出来的消息 罗信已经将这条路给都市了 如此一来 他们当然不干了 最关键的是 如今罗信又给了他们另一条路 一条他们可以赚钱的路 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当然要答应罗信的条件啊 罗信晃晃悠悠的会府了 到了黄昏时分 周玉等人一个个都来了 一个个笑咪咪的 罗信自然大摆宴席 酒过三巡之后 周玉欢乐的说道 这一下 徐阶焦头烂额了 我们终于开始反击了 我们的日子也好过一些了 今天在汉林院 没有人找我们麻烦了 这个时候 他们自顾不暇 还找什么麻烦啊 众人兴高采烈的纷纷说着 罗信微笑着看着他们 不气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张寻望向了罗信 你们有什么打算 罗信轻声问道 我们 这是一个机会 罗信道 趁着这个混乱时期 你们可以为自己谋划一下 汉林院的那些人 有不少都出来围观了 难道你们不想吗 屋子里就寂静一片 半想 刘秀文一晒道 怎么不想 但是我们不是被徐阶给盯上了吗 不气 想必你已经有了想法 你说吧 外放吧 趁着这个机会外放 应该能够谋到一个县令的位置 在外面干一任 到时候再调回来 众人心中都是一栋 他们当然愿意外放 这些人都是人精 知道如今的京城就是一团混水 星号 第944章 商议外放 就算他们趁着这次机会做了官 如果还在京城 等到徐阶渡过了这次难关 会把他们收拾的连扎都不剩 但是 他们一旦外放 罗信可就孤家寡人了 我们都走了 不气你 没事 罗信摆摆手道 我就在詹士福躲着 是不是弟和徐阶斗一下 只是你们应该打些基础了 也许四年后 等你们回来 才是真正的战场 众人沉默片刻 周玉宁声道 其实 我们早就想外放 只是徐阶盯得紧 我们的背景不足以和他相抗 家里有门路的都回去走走 明日我再去高阁老那里走走 然后 罗信的眼睛一眯到 我再去徐阁老那里走走 你去徐阁老那里 呵呵 三天 一连三天 徐阶焦头烂额 朝堂之上 高拱毫不犹豫开始了自己对徐阶的打击 奏章像是雪片一般的摆在了家境地的暗头 全是弹劾徐阶的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徐阶失德 为了打击罗信 不择手段 另一个方面是徐阶独职 竟然想要用朝堂的钱 去填补京城十八数据的亏空 而你十八家数据的老板 依旧在徐府的门口 而且那十八家数据背后主子的管家 也来到了徐府门外 仿佛看热闹的人一般 但是每当徐阶进出大门的时候 他们的目光都冷冷地望过去 徐阶如何不知道 这是来自十八个侯爷和伯爷的警告 警告他如果敢处理了这十八个书局的老板 那么他们这些主子就会亲自来徐家会会他 如今有这十八家书局老板在这里 虽然闹得徐阶焦头烂额 但还是一个缓冲带 如果让那十八个伯爷和侯爷出现 那事情就大了 徐阶不敢冒这个险 所以最终想要放低姿态 和十八个书局老板在谈谈 但是却发现十八个老板不和他谈了 而且还不离开 就在大门外不时地嚷嚷几声 还钱 还钱 这些贵勋 徐阶气得牙痛 他此时真的后悔利用利益去联手那些贵勋了 既然是利益让大家走到了一起 那么 当然是有利益的时候 在一起 没有利益的时候 便不可能一条心 但是 这样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让他持续下去 如今 唯一令他还安心的就是 家境地还没有发生 徐阶已经报病不出 让管家出去和那些书局老板谈 但是 想要他出钱填补十八书局的亏空 那不可能 也就是第三日的下午 罗姓失失然地来到了高拱的办公室 高拱让人给上茶之后 乐呵呵地说道 不气 好手段 罗姓笑咪咪道 谈不上好手段 邪不胜正罢了 好一个邪不胜正 哈哈哈哈 高拱开心地放声大笑 高拱意气风发 这些日子他可是舒心的了不得 已经清除了一些徐党 虽然都不是重要的角色 重要的角色他也清除不了 三平以上 那需要家境地的首肯 但即便是如此 朝堂上的风向也有了一丝转变 让他隐隐占据了优势 不气 你觉得这次陛下他 罗姓微微摇了摇头道 这点儿小污点 不会左右陛下 反而是高大人 您要做到有理有据 高拱的目光就是一宁 眼中现出了一丝失望 实际上 他的心中也十分清楚 这点污点 不会对徐杰有着 立竿见影的实质上伤害 不过长久看来 徐杰的名声臭了 总会有些影响 心中叹息了一声 望向罗姓的目光充满了感慨 自己和徐杰争斗以来 每次获得的优势 都是来自罗姓的兴风作浪 这个人真是不简单了 看来自己需要提防他一些 脸上重新堆出笑容道 不气 你这次来可是有事 嗯 正是有求于高大人 罗姓取出了一张纸 递给了高拱 高拱接过来 目光就是一名 上面有着八个人的名字 正是周玉和张寻等八个人的名字 每个人的名字后面 写着一个想要去哪里当支县的地名 高拱心中知道 这是罗姓要来分果果了 人家出了力 自然需要分果果 如果没有和罗姓联手之前 他可以不理会 但是 之前两个人已经当面承诺联手了 这个时候 如果拒绝 那以后势必会失去罗姓的支持 可是如果答应了罗姓 罗姓的势力会一点一点增强 他对于罗姓还是非常忌惮的 眉头微微走起 最终叹息了一声道 不气 我这里是没有问题 但是 你知道最后还是要通过力部 如果力部不同意 我也没有办法 而力部掌握在徐杰的手中 罗姓含笑道 只麻烦大人下达力部就可以了 其余的事情 不气自己去办 你自己去办 高拱的脸上现出了惊异之色 他可是知道 实际上是满朝堂的人都知道罗姓和力部的关系 力部每天都去扎沾市府的港 罗姓和力部的关系 简直就是势同水火 但是 今天罗姓却告诉他 力部的问题由他解决 这是怎么回事儿 高拱的脸上充满了怀疑 但是罗姓已经如此开口了 也就是将军了 他如果再推辞 那就是不想和罗姓联手了 不仅不能够推辞 而且还要快 眼珠子转了转 心中就是一动 当即不再犹豫 取出纸笔写了一份公文 然后将王希爵召唤来 让他立刻送到力部 罗姓又在这里和高拱闲聊了不到两刻钟 便和高拱告辞 望着罗姓离开的背影 高拱的双眸微微眯了起来 他之所以这么痛快地当着罗姓的面 就下达了公文 有着三层意思 第一层 当然是不想在这个时候 得罪罗姓 第二层 便是想要看看 罗姓究竟还有什么底牌 是不是在力部也早就安插了钉子 第三层 如果罗姓真的能够成功 这也是对徐杰的一种打击 显示徐杰对力部失去了掌控 罗姓从高拱这里离开之后 便湿湿然地去了力部 星号 星号 第945章见徐杰 在力部 他自然得不到好脸色 但是那些人也不敢当面得罪罗姓 一个是罗姓不好惹 这众所周知 另一方面 是徐杰都抱病了 这让他们气势大弱 所以 虽然他们黑着脸告诉高拱的公文到了 但是却需要力部审核 但是 另力部想不通的是 罗姓仿佛真的就是来问问 高拱的文书到了没有 然后便什么也没有说 湿湿然地离开了 高拱的办公室 一个书例正在向高拱汇报 阁老 罗姓先是去了力部 问了公文的事情 然后便去了徐杰的家 去徐杰家里了 高拱眉毛一挑 徐甫 大门前 依旧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亢奋地议论着 脸上都带着不怕热闹大的笑容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见到一个人手拎着一兜水果 湿湿然地走了过来 那个人是罗侯吧 是罗侯 他来干什么 没看拎着一兜水果吗 当然是来看徐格老的 来看徐格老 扑哈哈哈哈 哈哈 众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有胆大的人 在人群中还朝着罗姓喊道 罗大人 您是来看徐格老的吗 当然 罗姓笑咪咪地回道 徐格老是朝堂众臣 他病了 作为晚辈自然是要来看看 罗侯高义 罗侯高义 大门外是一片称作罗姓高义的声音 和一片嬉笑之声 大门内的那些徐甫家丁脸都绿了 一个家丁像是疯了一般的向着里面跑去 罗姓来到了大门前 却也不上去 只是站在大门的台阶下 默默地等待着 周围也都一点点寂静了下来 最终没有一点儿声音 但是这种压力更大 大门内的那些家丁 额头上都流出了冷汗 门内响起了脚步声 随后紧闭的大门支亚一声打开 里面走出了徐鲁青 眼中明显流露出羞怒之色 但还是忍耐了下来 朝着罗姓拱手道 不气 请 鲁青兄 请 罗姓随手将那一兜水果递给了一个家丁 然后便和徐鲁青向着里面走去 徐鲁青黑着脸不说话 这个时候罗姓来徐府 在他看来就是要要武扬威的 心中充满了羞怒 怎么可能给罗姓好脸色 以他的性子 就想要把罗姓给轰出去 但是 父亲却让他亲自将罗姓迎进来 这让他的心中充满了憋屈 越想越憋屈 终于忍不住问道 不气 你来做什么 罗姓微笑道 说实话 我很为令尊的处境担忧啊 你 担忧家父 徐鲁青差点而被罗姓气乐了 还有比这更虚假的吗 是啊 罗姓点点头道 再让那十八家数据老板闹下去 令尊的名声可就彻底毁了 没有了名声 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令尊毕竟不是言松 而高大人也不是令尊 你 徐鲁青的脸色瞬间涨红了起来 要不是教养在那里 他会指着罗姓的鼻子破口大骂 罗姓看了徐鲁青一眼 淡淡地说道 实际上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就看令尊是否配合了 徐鲁青神色一愣 慢慢地冷静了下来 不再言语 一直把罗姓带到了花厅 然后请罗姓入座 上茶 之后才离开 大约两刻钟之后 便见到徐鲁一个人 从大门外走了进来 罗姓含笑站了起来 朝着徐鲁拱手道 下官见过徐大人 坐 徐鲁点点头 再上手位子坐下 然后朝着罗姓摆摆手 罗姓含笑落座 徐鲁目光炯炯地盯着罗姓 哪里有半点儿病态 说吧 徐鲁对罗姓没有半点儿客气 两个人之间没有半点儿联手的可能 只有谈判的可能 罗姓自然和徐鲁也没有什么客气的 从怀里取出了一张纸 递给了徐鲁 徐鲁接过来一看 上面写着周玉等八个人的名字 还有坐支线的地方 徐鲁眼睛便是微微一眯 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 很快 他就明白了罗姓的想法 罗姓这是想要让周玉等八个人外放 不在京城这一团混水中搅祸 自己如果答应了 这是给了那八个人一个外放之力一线的机会 本就是汉林苑出身 再有一任治理一方的经历 将来如果罗姓在朝堂中崛起 这八个人就是朝堂友人 升起来会很快 他们升起来了 有着治理一方的经验 就会成为罗姓强力的助手 在他们的帮助下 罗姓便会成事 但是 我凭什么答应 他又凭什么理直气壮递上我这里来 有些搞不清罗姓的底牌 徐鲁沉吟了片刻 望向了罗姓道 老夫很奇怪 你为什么会来找我 不是应该去找高拱吗 说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罗姓淡淡地说道 吏部都是你的人 我又不是不知道 难道你不知道 徐阶神色就是一致 罗姓的话说得很不客气 原本心中就烦躁 脸上便露出一丝不悦道 那我凭什么帮你 我可以帮你把你府门外的麻烦解决掉 你不要管我们怎么解决 反正以后他们不会再来 他们背后的主子也不会来找你的麻烦 这够吗 不要和我讲条件 你要觉得不够 我立刻离开 就当我没有来过 徐鲁目光一缩 陈生道外面的事情是你安排的 罗姓根本就不回答 只是斜着眼看着他 让他自己去理会 徐阶微微皱起了眉头 感觉不会是罗姓安排的 罗姓和18家书局根本就是仇家 他们会走到一起 就算18家书局去求罗姓 罗姓都不会答应 所以便抛开了这个问题 开始思索这件事情 他相信罗姓 既然罗姓说能够解决门外的18家书局 就一定能够解决 而且他也知道 门外的麻烦不能够再拖下去了 并且自己还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如今就是思量 这个交易 自己是否合适 对罗姓的好处刚才已经想过了 实际上这需要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罗姓必须在朝堂崛起 这样周玉等八个人才有机会回到京城 如果自己在朝堂一直能够压制罗姓 或者令陛下对罗姓一直有所忌惮 让罗姓在朝堂无法崛起 周玉等八个人就只能够在外面待一辈子 当一辈子欺品官 星号 第946章面包 他就不相信 自己一个内阁首府 会压制不住一个詹士福左树子 而且这个左树子还被陛下忌惮 如此便答应他吧 不在乎一成一池之得失 先把外面的麻烦解决了 他不在乎罗姓骗他 如果罗姓将外面的麻烦真的解决了 他以后也只是继续打压罗姓 让周玉那八个人一辈子当个支线 如果罗姓敢骗他 他就会找机会将周玉等八个人罢关 说不定找机会就给弄死或者流放 好 我答应了 徐杰一旦下了决心 便不在又丝毫的犹豫 罗姓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只是望着徐杰 徐杰也明白他的意思 便朝着外面将徐鲁青喊了进来 让他拿着那张纸 立刻去立步 徐鲁青拿着那张纸走了 罗姓便也告辞了 到了傍晚 周玉等八个人再次来到了罗府 一个个喜笑颜开 高拱和徐杰两个格老下公文 安排周玉八个人的工作 那效率是杠杠的 只是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一切手续都办好 而且交到了周玉等八个人的手里 三天后 他们就可以启程赴任了 这一晚 众人都有着说不完的话 同样也喝不完的酒 一个个指点江山 挥斥方球 各个大醉 罗姓在开席之前 便安排陆远去和那十八家书局洽谈后续的事情 所以心无牵挂的他 最终也喝得大醉 第二日 当徐杰终于看到府门前 没有人闹事围观之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 心中实在是奇怪罗姓究竟是用了什么办法 让十八书局屈服 要知道自己一个内阁首府 对上十八书局背后的势力 都不占优势 他罗姓也只是一个四品官 一个侯爷 怎么会让十八书局背后的势力屈服 鲁青 父亲 派人盯着十八书局 我要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 是 徐鲁青轻应道 父亲 今日上朝吗 当然 为父再不去 内阁都是高拱的了 中午 罗姓才从宿罪中醒来 脑子还有点痛 从床上爬了起来 洗漱了一番 又在院子里练了一阵子舞 出了一声汗 才感觉到浑身舒坦 来到了饭厅 刚坐下没有多久 便见到周玉等八个人面色苍白地走了进来 一看就是酒精还没有过去的样子 一个个坐下来 自然有下人给他们将饭端了上来 周玉喝了一口周道 不气 吃完饭 我们就回去准备了 嗯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派人来通知我 好 八个人纷纷点头 也都是干脆之人 快速地吃完饭之后 便向着罗姓告辞 罗姓将他们送出了大门口 望着他们的轿子消失 这才向着身边的陆元轻声问道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 陆元轻声道 十八书局已经撤回来 不再去徐府 我们巨贤书局和十八书局的价格也都恢复了 只是门可罗雀 十八书局的老板问什么时候开始给他们两本杂志 小人告诉他们 我们每一期杂志都是定时出售的 还需要八天 但是 他们想要我们前几期的杂志 他们倒是聪明 罗姓淡淡地说道 拿着我们前几期的杂志 运到其他州府 倒是可以赚一笔 是啊 陆元笑道 为了拿到我们的杂志 他们都发誓 以后为我们罗府马首是瞻 罗姓沉吟了片刻道 他们能够有这个态度 而且能够去徐府闹 这也算是投名状了 你去问问他们十八家 每一家要多少 然后吩咐作坊将前几期的杂志给他们印刷出来 是 侯爷 你去吧 罗姓摆摆手 陆元离开后 罗姓站在台阶上 微微皱着眉头 如今周玉等八个人已经外放了 有着一任的经历 便会真正地成长起来 将来会成为自己得力的助手 但是 周玉他们安排完了 据贤书局也走上了正规 詹事府那帮子官员也坚定地站在了自己的身后 罗姓突然发现自己没事可做了 自己真正地成为了一个闲人 可是就这么闲着 浑身难受啊 找点儿什么事做啊 罗姓转身回去 把自行车拿了出来 骑着在院子里跑 想着给自己找点儿事情做 骑了十几圈 终于给自己想起来一件事情 烤箱 他要做一个烤箱 烤面包 烤蛋糕 烤鸡 一想起前世吃过的那些东西 他的口水就流了下来 骑着自行车 匆匆忙忙地来到了工房 将铁匠喊了过来 画了一张图 让他按照图纸给自己做一个贴箱子 只是一个没有丝毫技术含量的铁箱子 两个铁匠不用一个时辰的时间就给做好了 让下人抬着铁箱子来到厨房 让家里的泥瓦匠气一个炉子 然后将铁箱子放在炉子上 然后在周围再气一层砖墙 然后烧火将墙烘干 一忙糊就到了晚上 罗姓喜滋滋的回到了房间 陆如带望着喜滋滋的罗姓道 夫君 你忙糊了一下午 那个铁箱子做什么 那叫烤箱 烤箱 是啊 可以烤面包 烤蛋糕 面包 蛋糕 那是什么 那是明天你就知道了 到时候会让你吃的停不下来 罗姓得意洋洋的说道 陆如带一听到是吃的 眼睛就是一亮 真搭 当然 对了 我去吩咐他们将面发上 罗姓又匆匆的离开了 陆如带将儿子罗宇抱了起来道 儿子 你父亲给你做好吃的了 啊啊啊 罗宇在陆如带的膝盖上跳着 喊着 第二天 一大早 罗姓就去厨房 看面已经发了 便吩咐下去取牛奶 又吩咐下人将鸡蛋青打成膏状 然后按照前世的记忆 开始做面包 放进烤箱内 大概计算着时间 时间还没有到 罗姓正在厨房外的院子里坐在躺椅上 便听到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同时听到周玉等人的喊声 不气 听说你在做什么面包 罗姓睁开眼 便看到周玉等八个人走了进来 也没有起来 斜着眼道 你们怎么知道的 一看就是吃货 闻着胃就来了 星号 星号 第947章分时 哈哈哈哈 周玉等人走了进来 罗志直接吩咐下人道 去 取八把椅子 下人急忙去取椅子 周玉来到罗姓面前道 我们都准备完了 明日便要离开京城 所以今天准备到你这里来大吃一顿 一进来 就听你家下人说 你在做什么叫面包的东西 面包是什么 好吃的 你们没有吃过的好吃的 真的假的 等着吧 这个时候 下人搬着一把把椅子走了进来 就在厨房的外面放下 周玉等人也都慵懒地坐下 罗姓扫了一圈 懒懒地说道 都准备妥当了 也没有什么准备的 周玉淡淡地说道 说的也是 罗姓点点头道 不过 你们对即将去的地方做过研究吗 嗯 周玉八个人纷纷点头 张寻轻声道 你知道 我们在汉林院 因为有徐杰的打压 根本就整天没啥事 所以 我们平时也谈到了外放 如果外放 最好去什么地方 能够尽快地出成绩 后来 我们八个干脆就每个人选择了一个地方 大家各自研究 然后讲出自己的施政纲领 再由其他七个人驳斥 就这样我们过去了一年 什么样的困难都想到了 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也都想到了 只是没有想到 不计你如此大财 我们提交了我们已经研究透彻的地方 你还真让徐杰批了 你就等着我们创造辉煌吧 罗信文言一愣 没有想到这八个人还真是在汉林院显得没事 弄出这么一个研究方案 而且还坚持了一年 别是纸上谈兵啊 罗信望着八个人道 他还真是担心这八个人纸上谈兵 毕竟只是坐在汉林院内 凭想象想出来的困难 然后再解决想象中的困难 这和实际操作完全不是一回事 不是纸上谈兵 黄生兴奋地说道 当初我们也真是闲得憋屈 后来由浩德兄想出来这么一件事 我们都大感兴趣 虽然不能够去亲身实践 但是谋划一下 也是一种锻炼 所以 我们八个人是下了功夫的 每一家都派出了八个人 吩咐八个地方 做了详细的调查 然后将八家的资料汇总 不错 罗信点点头道 如此也算是有八成接近事实 而且你们是有心 而你们即将上任的那些地方的人 却是没有想到你们如此有心 所以你们在暗 他们在明 你们这次的优势可不小 只要不骄傲 站稳脚跟不成问题 只是站稳脚跟啊 几个人都有些失望地望向了罗信 罗信便叹息了一声道 一切事情都是在变化的 所以你们不能够把你们了解的事情 当作固定不变的 而且那些事情不是你们亲身了解的 而是通过人了解的 这就差了一层 地方官不容易 那里的人一肚子心眼 大明很多县官 大多数是被架空 根本不管是 所以 你们想要做出一番事业 并不容易 侯爷 时间到了 厨子走过来说道 好了 取出来看看 罗信兴奋地站了起来 向着厨房走去 周玉等人也都好奇地跟着走进了厨房 一下子 原本宽大的厨房就显得拥挤了起来 那个厨子将烤箱打开 便从里面飘出来一种浓香 所有的人都不由吞咽了一口口水 就是罗信也不例外 甚至有着一种泪流满面的冲动 又闻到这个味道了 厨师拿着一个大波及 将里面烤的三条面包取了出来 不错 就是三条 三大条 罗信做的是那种最简单的 长长的面包 看着颜色 有点儿糊了 不过 也只是有点儿糊了 应该不影响吃 一只手飞快地从罗圣的身旁伸了出去 却正是周玉 一把便将托盘上的一大条面包抓了过去 拿个味道实在是太过诱人 让周玉忍耐不住 但是 那面包抓在了手中 却才发现太烫人 扔地上 那肯定舍不得 便朝着张寻一扔 张寻双手接住 然后就是惨叫了一声 扔给身旁的罗志 罗志又是一声惨叫 扔给了刘秀文 院子里 九个人坐在椅子上 每人手中拿着一块面包 一点点掰着吃 罗杏吃一点 细细地感受一点 闭上眼睛 仿佛回到了前世 一滴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 周玉等人望着罗杏脸上的那一滴眼泪 不由一静 院子里就是一静 连咀嚼的声音都没有了 一个个张着含着面包的嘴 吃惊地望着罗杏 要知道 罗杏在他们的心中 那就是一条硬汉 大明的君神 怎么会哭 感觉到院子里突然一静 罗杏睁开了眼睛 回忆的感觉如同退朝一般消退 目光扫过八个人道 怎么了 八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气氛并没有因为罗杏睁开眼说话而改变 周玉嘴角抽搐了一下 心中认定罗杏一定有着什么伤心事 既然罗杏不肯说 便差过去吧 便将手中剩下的一块面包 向着罗杏怀里一扔道 小气鬼 不就吃了一点儿 你的面包吗 吝啬的都哭了 还给你 罗杏伸手一抓 便将那块面包抓在了手里 掰下一块道 你想吃多少 就给你吃多少 只要你别撑道 正说着 厨子便有颠颠儿端着三个大面包跑了过来 放在众人身前的桌子上 周玉用手指碰了碰 感觉到烫 便收回手指 撇了撇嘴道 那你哭什么 罗杏将手中的面包吞下去之后 有端起茶水喝了一口 这才又有些失神般的说道 只是回忆起小时候 吃不饱的日子罢了 周玉便是神色一愣 这里只有张荀最了解罗杏 周玉和罗杏相交之后 罗杏家的日子已经开始好转了 张荀可是知道当初罗杏他们一家被分家之后 日子有多苦 不由叹息了一声道 不气 当初你家的日子 罗杏的脸色很难看 他知道罗杏一家被分家 虽然没有他什么因素在内 但是后来可是因为他的无意 令罗杏更加环境更加的困苦 嘴唇动了动 刚想要说话 却被罗杏打断 他的神色 罗杏已经看到 却不想因为已经过去的事情 再和小叔发生嫌隙 而且后来小叔做事也确实不错 便笑咪咪的望着张荀道 子玉 我记得小时候 你笨得在一个大鹅身上拔毛 你爹究竟有没有打你 星号 第948章送行 我张荀立刻满脸通红 我吃面包 不搭理你 张荀用手试了试面包的温度 掰下了一块 又开始吃了起来 但是架不住众人好奇 而罗杏又不说 便一起去逼问张荀 最终让张荀不得不把当初 罗杏做鹅毛笔的事情说了出来 众人不禁放声大笑 侯爷 罗杏扭过头一看 却是鲁大庆 便问道 什么是儿 马大人来了 马春山 嗯 罗杏便站了起来道 你们在这里吃 我去去就来 罗杏来到了花厅 便见到正坐立不安的马春山 摆摆手让他坐下 待自己也坐下后才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人 您被弹劾了 罗杏眼镜微微一瞇 今日上午 嗯 徐杰 徐杰倒没有亲自弹劾 不过弹劾你的那些人都是徐杰的人 罗杏微微眯起了双眼 他知道这是徐杰不甘 实际上对于徐杰会弹劾他 他早有所料 被18个书局老板赌门羞辱 如果徐杰能够忍得下去 那以后他带的人 心就散了 而且自从罗杏离开之后 第二天那18家书局老板果然没有再出现 徐杰派人出去一打听 原来18家书局和聚贤书局都恢复了价格 而且聚贤书局还提供给18家书局两本杂志货源 这还用想吗 以徐杰的智商 只是看到了结果 就立刻明白了原因 罗杏把18家书局老板给收服了 如此在他们家门前赌门的事情 也一定是罗杏指使的 罗杏就是18个书局背后的推手 罗杏在背后推动了此事 然后又用此事来威胁他 获得了8个支线的名额 还有比这更窝心的事情吗 徐杰心中也十分清楚 这是因为他先招惹的罗杏 才给了罗杏机会 可以说18个书局老板 是他徐杰亲手送到了罗杏的身前 但是这口气忍不下去啊 对于周玉娜8个人 他暂时不好做什么 毕竟答应下来的事情 他不好转脸反悔 当然他也要有反悔的准备 一想到罗杏在他的打压之下 还能够步步为营 想到反击 获得最后的胜利 他就怀疑 罗杏在周玉8个人的事情上 会没有后手 在罗杏的手上已经不是吃一次亏了 所以面对罗杏他变得更加谨慎 而且 作为内阁首辅 他深深知道一点 那就是不能够被人牵着走 如果他此时针对周玉8个人 而这8个人之所以会被徐杰对付 就是因为罗杏给了他徐杰一份名单 如果罗杏有后手 而徐杰如今又开始针对周玉8个人 那边是被罗杏牵着走了 想要打压对手 最佳的方案就是占据主动 不被对方牵着走 而是要牵着对方走 所以 他很干脆地放弃针对周玉8个人 而是弹劾罗杏 如此 罗杏便需要应付他的手段 主动就掌握在他徐杰的手中 而且 朝堂之上的所有官员心中都十分清楚 这一场争斗 根本就不是十八书局和巨贤书局的争斗 也不是后来的十八书局老板和徐杰的争斗 这分明就是徐杰和罗杏的争斗 只要斗败了罗杏 他徐杰失去的名誉就会恢复 所以 他连夜召集手下 今日弹劾罗杏的折子便成堆的摆满了家境地的岸上 而且这件事闹出很大的轰动 徐党的手下根本就不避讳 四处都在嚷嚷着罗杏的犯罪之处 什么贪污 什么官员经商 甚至连谋反都有 这才让詹士府听到 马春山便匆匆而来 罗杏略微思索了一下 便摇了摇头道 没事 让他弹劾去吧 大人 我们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罗杏将马春山送走 思索了一下 决定还是不动 他不能去弹劾徐杰 那就会给家境地造成自己贪恋官场的印象 自己好不容易在家境地留下来的影视形象就会崩塌 再说了 徐杰弹劾重不重要 这要看家境地 家境地说重要那就重要 家境地觉得不重要 那就是一场胡闹 徐杰的权威会因为罗杏的安稳 进一步下降 罗杏回到了厨房的院子里 将此事和周玉等人说了一遍 九个人分析了一遍 也觉得先看看再说 不过 周玉等八个人对徐杰的印象更加恶劣 到了第二天一清早 罗杏便让鲁大庆将烤好的面包打包好 搬上了车 向着城门口走去 今日是周玉等八个人离开京城赋任的日子 罗杏要去乡送 来到了城门外 还真是看到了不少前来乡送的官员 不过都是一些六七品的小官 也都是复兴社的成员 罗杏一到 场面更加热闹 纷纷起来拜见 罗杏也含笑应酬 然后将打包好的面包各自送给了周玉八个人一份 目送周玉八个人离去 侯爷 还有四个面包 您这是要带回去 鲁大庆骑着马在车厢边道 去玉王府 送给玉王尝尝 哦 来到了玉王府前 罗杏跳了下来 从鲁大庆的手中接过包裹 走进大门 向着大唐走去 还没有走到大唐门口 便听到从大唐内传出来 陈以晴和英士丹略显激动的声音 殿下 徐格老和罗大人又打起来了 徐格老弹劾罗大人贪污 经商 谋反等九大罪状 怎么热闹啊 罗杏拎着一个包裹走了进来 含笑望向了陈以晴和英士丹 两个人豁然回头 见到门口的罗杏 脸上不由现出尴尬之色 罗大人来了 罗杏将目光转向玉王 见到玉王神色 忧虑地望向了他 微微俯身施礼道 拜见殿下 玉王站了起来 大步走向罗杏道 罗师 我们书房谈 望着玉王和罗杏离去的背影 陈以晴和英士丹面色就是一尘 眼中释放出极度之色 进入到书房内 玉王便急不可耐地问道 罗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徐师怎么弹劾你了 先不说那个 星号 星号 第919章照见 罗杏将包裹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打开包裹 里面又是四个小一些的包裹 拿出一个包裹打开 里面露出了一个面包 从面包掰下来一块 放到嘴里吃了一口 然后将那块面包推到玉王的跟前道 尝尝 从罗杏打开包裹的那一刹那 玉王便闻到了浓郁的香味 口水都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急忙从面包上掰下来一块 放在了嘴里 然后就猛然张大了眼睛 玉王也顾不得和罗杏说话了 只是闷头吃 罗杏坐在一边慢慢喝着茶水 一个面包很快就被玉王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这才意犹未尽地望着罗杏道 罗师 几位老师中 只有你对我最好 有什么都向着我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罗杏含笑道 玉王认真的看着罗杏道 罗师 故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一定不会忘了你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一直这样 孤定不会赴你 臣也定不赴殿下 罗杏轻声道 心中却是轻松不少 看来自己的用心没有白费 玉王臣吟片刻道 罗师 你和徐师之间 就没有和好的余地了吗 罗杏轻轻摇头道 殿下 别说我不会和他和好 就算我放下恩怨 有和好之心 你认为徐杰会相信我吗 玉王默然片刻 终是叹息了一声道 只是你们如此内讧 让孤很难做 罗杏今日来此的目的 便是表明心计 让玉王在心里对自己没有疙瘩 于是便道 殿下 你放心 我们两个是私人恩怨 在殿下的大事上 不计绝不会因为与徐杰的私人恩怨成为阻碍 我信你 玉王真诚地说道 罗杏点点头道 殿下 我听李神医说 再有几个月 你的身体就调理得差不多了 说到这点 玉王便眉飞色舞起来 是啊 李神医对我也这么说了 只要我能够生出儿子 四弟便没了优势 殿下不必有太多的忧虑 那个位子必定是你的 也只能够是你的 罗杏在取得了玉王进一步信任和依赖之后 快乐地离开了玉王府 回到了家里 刚刚进入家门 便被陆如带赶去烤面包了 理由是 罗杏天不亮就起来烤面包 竟然没有给他留一块 罗杏只好乖乖地去烤面包 这面包还差点而时间的时候 黄瑾上门了 罗杏让鲁大庆将黄瑾请到厨房 黄瑾倒是没有生气 只是好奇罗杏在做什么 所以 此时他正站在厨房的门口 好奇地问道 不气 你在干什么 烤面包 烤面包是什么 烤面包就是烤面包 算了 黄瑾没有弄明白 索性也不去再问 便道 不气 和我进宫 陛下召见你 是徐杰弹劾我的事情吧 不错 陛下情绪怎么样 不知道 反正是不太高兴 所以 你还是快点儿吧 别让陛下久等 等一会儿 不气 你怎么不知道轻重缓急 陛下召见是能够等的吗 一会儿面包就好了 我给陛下带两个 黄瑾哭笑不得 最终还是忧虑地问道 你真就不担心 这有什么担心的 罗信撇了撇嘴道 陛下如果想要罢我的官 不用徐杰弹合 我也会被罢官 如果陛下不想罢我的官 徐杰弹劾也没有用 所以 问题的关键不在徐杰 而在陛下 既然你知道 还不赶紧去见陛下 我这不是弄点儿好吃的 去哄陛下吗 烤面包是吃的 这不是废话吗 不是吃的 谁放在厨房啊 好吃 好吃 你没吃过 还需要多久 马上了 你真有把握 不让陛下罢你的官 没有把握 罗信摇了摇头道 不过 即便是罢官也没有什么 只要 罗信闭口不言 黄警十分清楚 罗信没有说完的话 那就是只要不杀头就行 这不禁让他心中一沉 不气 你已经闯过了这么多的坎 就再没有办法了 罗信指了指 那个烤箱道 这个不就是办法 这管用吗 试试呗 好了 罗信打开了烤箱 浓郁的香味便传了出来 令黄警使劲二的吸了吸鼻子 口水都流了出来 罗信让下人取出一块面包 放在了院子里的桌子上 对黄警道 黄公公 这个给你吃 然后又对下人道 把这两个大包 老爷我要带走 是 老爷 厨子去打包了 黄警也没有客气 直接掰下了一块 也顾不得烫 便塞到了嘴里 眼睛便猛然张大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儿 先不吃了 我带回去 给我包上 玉玺公 黄警的面包 已经让小太监 送到他的房间里 此时罗信正 拎着包好的面包 站在家境地的面前 那种浓郁的香味 根本不是指能够包住的 此时满屋都是面包的浓香味 让家境地的喉结 都不由蠕动了几下 原本是想要亮一会儿 罗信的 不过这个时候 家境地忍不住了 望着罗信道 你手里拎的是什么 陛下 罗信笑得灿烂无比 这是晨昨日想出来的新的面食 非常好吃 这不 今天刚刚在家做 准备做好了 带给陛下尝尝 黄公公去的时候 还没后坐好 便让黄公公等了一会儿 这才来晚了一点儿 黄绊绊 黄警立刻来到了罗信的跟前 将包裹接了过去 放在了御书案上 轻轻地打开一个纸包 这纸包一打开 便更香了 黄警取过一个盘子 手中拿着一把银刀 切下了一片面包 先是放到自己的嘴里吃下 脸上便现出了享受之色 这也是他故意如此 为了让罗信在家境地的心中 留下一个好印象 浓郁的香味 黄警脸色享受的表情 让家境地喉解的蠕动加快 但还是端着架子 只是定定的望着黄警 新号 第950章 王熙爵来访 又过了一会儿 让家境地确定黄警没有中毒后 黄警才又切下了一片 递给了家境地 家境地接过来 吃了一口 然后便又快速吃了一口 再是一口 一片面包就吃完了 然后伸出手指指了指面包 黄警便立刻又切了一片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半个面包就被家境地吃了下去 脸上竟是满足之色 家境地老了 牙扣也早就不行了 而且常年服饰金丹 胃也不好 如今吃这个软软的面包 不仅口感好 胃也很舒服 望向罗信的目光便也温和了起来 罗信 这么多折子都在弹劾你 你知道吧 话落 便将一叠折子扔到了罗信的跟前 罗信却没有去捡 反而摇了摇头道 陛下 臣不用去看 都是徐杰一党对我的污蔑罢了 陛下您英明神武 早就洞悉了他们的窝窝 你不自便 家境地淡淡地望着他 不用了 在这大明天下内 还有什么能够瞒得住陛下 如果臣有罪 根本就不需他们弹劾 陛下早就知道 如果臣没罪 英明神武的陛下 自然也会前刚独断 不是几个小人就能够左右陛下的 家境地定定地望着罗信 伴想道 你回去吧 谢陛下 臣告退 慢 黄斑斑 你让宫里的御厨跟着罗信回去 那个什么 烤面包 罗信急忙道 对 就是烤面包 让罗信家里的厨子教会御厨 遵旨 罗信走出了御西宫 偷偷地松了一口气 但也只是松了一口气 家境地虽然没有 就弹劾他的事情 责罚他 但是却也什么也没有说 这就好比在头上悬了一把剑 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来 徐府 书房内 徐阶独自一人坐在昏暗的房间里 脸色十分阴沉 罗信进攻 然后又完好无损地出来 他已经收到了消息 这让他感觉自己十分的憋屈 堂堂内阁首辅 竟然拿一个四品詹事辅 左竖子没有办法 这不是一般的丢份儿 特别是一想到 如今施伯斯提举徐实行 竟然是罗信举荐的 就让他心中十分不安 施伯斯可不是仅仅局限于杭州 他的影响辐射整个东南 自然对徐阶的老家松江也影响深远 而且松江距离杭州真的很近 如果徐实行真的回归了复兴社 回到了罗信的身边 那便是在徐阶的身边放了一把刀 这让他的心中十分不安 不 或许徐实行从来就不是回归复兴社 回归罗信身边 而是 他猛然想起 徐实行原本就是复兴社的成员 而且当初和罗信相交莫逆 曾经和罗信一起编写原始 他不会是罗信安排在我身边的暗探吧 如果这样可就糟了 他可是把张居正当做继承人来培养的 如果徐实行是罗信派过来的暗探 那岂不是会在杭州把张居正给坑死 他不知道徐实行有没有那个能力 但是却知道罗信有这个能力 如果说在大明朝 谁最了解罗信 徐杰觉得自己最了解 罗信这个人很复杂 有他爆裂的一面 他能够率领二千人 纵横草原 把草原杀得鬼哭狼嚎 更有着无比的智慧 能够在东南那么复杂的情况下 整个东南和朝堂联手的逼迫下 竟然还能够彻底的击败对手 完全掌控东南 掌控士博斯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而且换作他人 经过了这么多事 一定会给人留下一个心狠手辣的独裁形象 这样的人 没有人愿意和他为友 即便是与他为友 也会有着戒备之心 但是 罗信给人留下的印象偏偏不是如此 当初他彻底击败了六大世家之时 也就是灭了卢家满门 然后便招降了其余的五大世家 而且这种招降还不是加着大胜之士 去强迫五大世家 而是用了无尽的好处去赢得了五大世家的竞服 真是无尽的好处啊 那大明海茂根本就是一个聚宝盆啊 让五大世界赚了满波满盘 所以 五大世家对罗信没有半点而怨恨 反而感恩戴德 四处宣扬罗信的善良和高尚的品德 让罗信成为了以德服人的典范 完全掩盖了他曾经的心狠手辣 当罗信回到京城之后 偏偏又会装孙子 被分到了詹士府 也是一副甘之若移的状态 而且还巧妙地通过自己的打压 用一个聚贤书局 将一众手下尽数揽进了自己的阵营 同样地让詹士府那些官员对他感恩戴德 甘愿追随 这样一个有手段 有谋略 以轻善的面孔掩藏了心狠手辣的人物 如果徐时行是他的人 罗信想要对付张居正 恐怕不要说难 而且 如今张居正还不知道徐时行是罗信的人 张居正如果在杭州倒下了 恐怕会严重打击了张居正的信心 这对张居正以后成为内阁首辅 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说不定 就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是徐阶绝对不想要看到的结果 但是 如果徐时行不是罗信的暗探呢 举荐徐时行是罗信的反见记呢 还是要提醒太阅一下 让他严密监视徐时行 徐阶取出了纸笔开始写信 罗信在府中迎来了王熙觉 这王熙觉也是复兴社的人 只是后来和徐时行一样 与罗信渐行渐远 只不过没有当初的徐时行那样决然 不再和罗信来往 而他还是和罗信来往 只是来往的次数非常少 不是公式 便不和罗信来往 即便是曾经来罗府那次 也是奉高拱的命令 来看家境地赏赐给罗信的金单 所以 罗信将王熙觉迎进罗府之时 心中已经断定 王熙觉又是带着高拱的什么命令来的 但是 王熙觉却摆出一副就是来串门的姿态 让罗信一时之间 摸不到头脑 不气 你不够意思啊 王熙觉脸带责备地说道 合意 罗信的脸上现出不解之色 我们也是好友吧 我也是复兴社的成员吧 我可是听说你那个什么烤面包了 星号 星号 第951章交谈 烤面包 罗信诧异地看着对面的王熙觉 心中暗道 他不会真是就是为了来吃烤面包吧 你怎么知道的 那天在城门外送浩德兄他们的时候 你送给他们面包 我偷偷问了浩德兄 浩德兄告诉我的 想吃面包没有问题 今日刚刚烤的 大庆 罗信向着门外喊道 侯爷 鲁大庆出现在门口 去拿面包 是 侯爷 一刻钟后 王熙觉大口吃着面包 连呼好吃 罗信也不言语 只是含笑喝茶 王熙觉吃了半个面包 端起了茶杯 喝了一口茶 这才望向了罗信道 不气 你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势力小人 罗信神色一争 随后恢复了平静道 王兄 何出此言 王熙觉嘴角泛起一丝苦笑道 当初我虽然没有退出复兴社 也没有说出何不气你断交 但是 我几年我却是完全游离于复兴社之外 更是和不气你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清静 罗信沉默了片刻道 人各有志 你不怪我 为什么要怪你 你又没有害过我 也没有做出危害大明百姓的事情 说到这里 罗信洒然一笑道 如果你做了对我不利的事情 那我们就是丝绸 我会和你断交 却不会让你离开复兴社 如果你做了有害大明的事情 我会把你赶出复兴社 而你并没有做 我为什么要怪你 王熙觉直直地盯着罗信的双眸 但是罗信的眼中却是一片清澈 一片真诚 他有些感动得轻声道 不气 你能说说对高阁老的印象吗 罗信心中就是一跳 恐怕王熙觉这次来 还是带着高拱的使命 想要探查一下自己对高拱真正的想法 自己和徐阶这次争斗 让高拱对自己忌惮了 心中叹息了一声 脸上却是浮现出淡淡的笑容道 何必背后论人呢 王熙觉沉默了片刻道 不气 你以后和高阁老 不会也像和徐阁老一样的吧 罗信沉默了 两久之后 望着王熙觉道 为什么 是高阁老让你来的 不是 王熙觉立刻否认道 是我自己来的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想当初 我和徐时行都与你交好 后来徐时行跟了徐阁老 我跟了高阁老 而那个时候 不气你正处于麻烦之中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徐时行怎么想 但是我却是在庆幸 我离开了你 跟对了高阁老 但是 如今看到你和徐阁老的争斗 看到徐阁老落在下风 我不知道你将来会不会和高阁老 罗信摇了摇头道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如何 假话又如何 假话呢 罗信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道 那就是在徐阶倒台之后 大明所有官员一定会紧密的团结在高阁老的周围 在高阁老的带领下 将大明带向繁荣富强 让大明百姓安居乐业 业不庇护 罗信啰里啰嗦的说个不停 王希决听得嘴角一个静儿的抽搐 趁着罗信说得渴了 端起茶杯喝茶的时候 王希决连忙拱手道 不气不愧是状怨之才 那是我对高阁老的敬仰 那是如滔滔江河水 连绵不绝 停停停 王希决连忙喊停 然后认真的望着罗信道 那真话呢 真话啊 罗信的神色严肃了起来 他感觉自己也应该向高拱 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让他对自己有着一些了解 省得将来彼此因为不够了解 而产生相碰 有了一定的了解 大家在决定某件事之前 都会先考虑一下对方 避免无谓的碰撞 王兄啊 实际上 在朝堂之上 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 我们这些读书人应该大体分成三种 一种是想要当官 享受荣华富贵的 第二种应该是像历史上未争的那种 不在乎自己的衣食住行 只在乎天下百姓 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终身的人 这最后一种 应该是既想要享受 又想要实现自己理想的人 你觉得高格老是那种人 王熙觉陷入了沉思 既然他来想要和罗信坦诚一谈 那么他自己就必须坦诚地回答罗信的问题 否则以罗信的智慧 根本就不会从罗信这里得到答案 我觉得高格老有些偏向第二种 偏向第二种 罗信淡淡地笑道 既然是偏向第二种 那也就有偏向另一种 不知道是 王熙觉的脸色便有些尴尬道 第三种 我也是第三种 罗信凝声道 这没有什么丢人的 但是在这第三种中 也分成了两类 王兄知道是哪两类吗 王熙觉摇头 一类是当遇到理想和享受在某个时刻 必须放弃一个的时候 一类人会放弃享受 而选择理想 哪怕为此失去了性命 也在所不惜 而另一类正好相反 如果理想和享受相冲的时候 他会放弃理想 而选择享受 但是这种人也不好受 以后他会活在失去理想的痛苦之中 而我是为了理想可以放弃享受的人 看着王熙觉有些茫然的表情 罗信轻声道 我不知道高阁老是那种人 只要是为了大名 我都会支持高阁老 可是 人与人的理想是不同的 王熙觉轻声道 你就求同存异吧 罗信淡淡地说道 王熙觉今日还真不是被高拱派来的 他是看到了罗信举荐徐实行 而且后来罗信和徐实行似乎真的有和好的倾向 他来这里 只是想要旁敲侧击 想要更加了解罗信 他在罗信和徐杰的争斗中 已经看到了罗信崛起的希望 他不想和罗信在将来交恶 通过罗信的这一番话 他明白罗信是一个外源内方的人 有着自己的棱角和底线 但是他更知道高拱的棱角更为锋利 他有一种预感 罗信和高拱将来必定有一战 脸上不由泛起复杂之色 王兄 罗信脸上现出真诚之色道 凭本心做事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 只要做到心中无愧 便得大自在 星号 第952章 畏剧 王熙觉脸上现出苦笑道 是我的杂念太多 你现在能够认识到 便是福分 知一行难啊 罗信便不再言语 王熙觉此时什么道理都懂 只是决心难下罢了 但是 这种事情 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他 只有他自己慢慢去经历 去领悟 不说这些了 王熙觉突然洒然一笑道 徐阶弹劾你 弹劾得很厉害 陛下没有责罚你 还不知道呢 罗信摇了摇头 怎么个情况 王熙觉好奇地问道 陛下把我换去了 也没有问我弹劾的事情 只是聊了几句家常话 便让我回来了 就聊了几句闲话 是啊 王熙觉不由一阵无语 心中也不知道 罗信说的是真是假 陈吟了一下道 这次弹劾的声势很大 你好像不太容易过关啊 我知道 罗信点点头道 所以说 陛下把我叫去 只是闲聊几句 并没有处置我 这也不是一个好事 也许 王熙觉沉思着说道 也许是陛下在向徐阶他们表达 并不想处置你的意思 让徐阶他们主动停下来 罗信摇了摇头道 陛下也许是这个意思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说 这也表明陛下的不坚决 如此 徐阶他们不仅不会停下来 而且还会弹劾得更加猛烈 王熙觉的脸色一变 仔细思索了一下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不由担心道 不计 没事 罗信摆摆手道 总不会杀了我吧 不计你真会开玩笑 开玩笑吗 罗信心中叹息了一声 王熙觉此时心中有些后悔 他觉得罗信的未来 恐怕要比高拱辉煌了许多 而他很可能会和罗信走向对立面 别看如今罗信和高拱关系甚好 处于蜜月期 这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敌徐阶 一旦徐阶被他们击败 高拱和罗信立刻便会针锋相对 以他对高拱的了解 高拱绝对不会任由罗信做大 高拱是一个极为刚愎自用的人 战友欲十分强烈 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权利被罗信分润 所以 这两个人之间必定爆发激烈的冲突 如今因为有着徐阶这个共同的政敌 王熙觉还能够和罗信和睦相处 但是 一旦高拱和罗信开战 他便必定站在罗信的对立面 这是他不愿意做的 而且越是观察罗信 他越是不愿意站在罗信的对立面 因为罗信给他的感觉 实在是太妖了 邀得他面对罗信的时候 没有丝毫的信心 但是 如今他已经站在了高拱的阵营 猛然间 他的心中一动 不气 你举荐徐诗行 罗信淡淡的望着王熙觉 对于王熙觉心中有些失望 王熙觉的财情不下于徐诗行 可是这性子却远不如徐诗行果断 徐诗行可以信任 哪怕是在敌对的阵营 但是 这王熙觉却不可信任 只能够利用 我是真觉得徐诗行 何是那个位子 士博斯经不起折腾 大明的财政也经不起折腾了 罗信开始心中提防 两个人之间的谈话 变得没有营养 又聊了大约一刻钟的时间 王熙觉告辞 罗信将他送到了门外 午夜 罗信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睡不着 心中总是浮荡着一种不安 偏过头看到陆如带已经熟睡 便悄悄地下床 穿上衣服 轻轻地推门走了出去 站在院子里 寒风扑面 快下雪了 罗信抬头望去 一轮满月挂在天际 罗信背负着手 目光渐渐失去了焦距 寒冷的空气让他的头脑更加清楚 不安的情绪渐渐消散 整个心神渐渐空灵 思维在快速地转动 过去的一幕幕迅急地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他在反省自己 一点点地反省自己的过去 为什么会造成自己心中的不安 为什么会造成自己如今的局面 马上就要过年了 但是过了这个年 罗信也只有19岁 一个19岁的四品官 哪怕是詹士福佐树子 那也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自己的心中却有着一种不甘 为什么自己会引起家境地的忌惮 为什么自己会和徐阶成为敌人 让自己一直在家缝中生存 自己一心都是为了大明 自己没有做错什么 为什么会让自己心中不安 罗信闭上了眼睛 从自己来到大明的那一刻开始回忆起 一边回忆 一边反复审视自己 七岁来到大明 第一夜 便是爷爷要断去大哥一臂 而在那一刻 罗信便开口为大哥求情 最终使大哥免于责罚 那个时候 罗信没有觉得自己做的又什么不对 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大胆 但是 来到大明十几年之后 罗信才知道自己当初有多么幸运 在这个时代 祖宗规则是十分重要的 哪怕是小辈并没有错 也要忍受长辈的责罚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笑 根深蒂固 沉浸在这个时代人的骨髓里面 而自己在猛猛懂懂的来到大明的第一夜 就顶撞爷爷 却没有得到丝毫责罚 而且爷爷还原谅了大哥 虽然最终自己一家被赶了出来 但是此时的罗信却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而且爷爷未必就是想要废去大哥一臂 恐怕只是吓唬大哥 让他心中有所忌惮 以后不再偷学 估计就算没有自己的求情 父母也会哭求 然后爷爷便会顺势而为 否则 爷爷不会因为自己一个七岁的孩子求情 就放下了此事 自己来到大明做出的第一件事 就是没有畏惧 在不了解这个时代的情况下 没有畏惧 不错 就是没有畏惧 罗信的思维开始跳跃了起来 看看严松 看看徐杰 看看高拱 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稳固 从不会将自己放在危险的处境上 哪怕是严松 也是如此 他的倒台 很大程度上是以为他的儿子对家境地失去了畏惧 极度膨胀导致的后果 如果自己心不存畏惧 恐怕最终会被这个时代淹没 星号 星号 第953章 路饼暴毙 细想一下严松 徐杰和高拱 特别是徐杰 简直是百忍成精的典范 极具忍耐力 无论何时何刻 有着再大的诱惑 只要认为条件还不够 他便会默默忍耐 绝对不会对手发现他的机会 在这一点上 像极了杀手 回头看看自己 因为来到大明座的第一件事便是救了哥哥 心中便更无畏惧 更是因为与路加的合作 挽救了自己家的窘迫 心中对自己的父亲也失去了畏惧 令自己的父亲反而对自己有些畏惧 这种情况更是导致自己对这个时代没有了畏惧 把自己放在了这个时代之上 用上帝视角俯视着这个时代 也正是这种心态 导致自己还只是秀才的时候 便敢斗徐杰 斗言松 甚至用孔孟何必来逼迫家境帝 自己还真是无畏啊 竟然以小小的秀才身份得罪皇帝和两个内阁 自己没有被捏死 真是走了狗屎运 而且以白身竟然敢带着军队进入草原 进入草原这没有什么 关键是带兵啊 特么的 你一个白身 而且还没有皇帝的旨意 竟然感染兵权 这不是找死是干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从这点上看 家境帝的胸怀还是很宽大的 忌惮自己不是没有道理 之后呢 自己竟然私自拥有了草原和台湾两股极大的力量 也正是这两股力量 让自己的心中更加没有了畏惧 这才让自己做事肆无忌惮 如果以这样的心态持续下去 自己只有走上造反这一条路 但是 自己真的想要造反吗 自己造反就一定能够成功吗 不管成功与否 必定生灵涂炭 这不是罗信想要的结果 心里失去了畏惧 形势便锋芒毕露 看来自己要学心有畏惧了 不知不觉中 天色已经出现了一丝亮光 罗信索性去了自己的书房 躺在床上酣睡了过去 大人 大人 呼唤声将罗信惊醒 抬起头看到鲁大庆站在床前 向着窗外望了一眼天色 问道 过中午了 嗯 鲁大庆点点头道 大人 陆大人死了 陆大人 那个陆大人 陆炳 罗信豁然坐起 随后脸色渐渐平静 这段时日 陆炳就已经卧病在床 罗信是知道的 而且还曾经去看过 只是没有想到这就去了 一直以来 他和陆炳相处的还是不错 缓缓地坐了起来 在丫鬟的服饰下 穿上衣服 洗漱完毕之后 便离开了府门 向着陆府行去 坐在马车上 罗信细细思量 陆炳的死 反而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有一些帮助 陆炳是家境帝的发小 乃兄弟 家境帝真正的心腹 他这一死 恐怕家境帝便没有心思在管徐杰弹劾自己的事情 而徐杰那谨小甚微的性子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自找不自在 来到陆炳的府门前 便见到为陆炳致哀的临番 罗信从马车上下来 望着陆府的大门 心中泛起陆炳过往 大明太父太师太保 少父少师少保 三宫兼三顾的唯一获得者 锦衣卫大都督 大内侍卫统领 如此的荣耀 如今却已经死去 台步向着大门行去 有陆府人唱鸣 罗信还未来到灵堂 便见到一个青年匆匆而来 带来到罗信的跟前 罗信急忙道 陆公子 节哀 来人正是陆炳的大儿子陆邑 见到罗信失礼 急忙回礼道 罗大人 请 陆公子 请 两个人顺着青石路 向着里面走去 罗信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他发现这不是去灵堂的路 而是去陆炳书房的路 他曾经去过陆炳的书房 自然是认得路 不过 他有没有言语 只是默默地跟着陆毅 来到了陆炳的书房 进入书房后 陆毅请罗信坐下 然后便是一礼道 罗大人 还请救我们陆家 罗信神色就是一愣 急忙起身扶起陆毅道 陆公子 何来此言 陆毅那一双红肿的眼睛望着罗信道 罗大人 家父曾经有言 如果府中生变 便找罗大人 罗信神色便是一变 平静了一下心境 低声道 府中生变了 不仅如此 陆毅的眼中 现出了一丝精具 家父死的蹊跷 嗯 罗信目光一缩 陆公子 你可要慎言 这是开不得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 陆毅的眼中 又流下泪水道 家父是暴毙 暴毙 陆大人这一阵子 不是一直卧病在床吗 是 陆毅点头道 那何来暴毙 陆毅脸上满是忧虑道 家父虽然卧病在床 却绝不至于突然死亡 在家父死亡之前的一个时辰 还曾经和我谈笑风生 查出来死因了吗 没有 陆毅摇头道 但是 小弟将自己的怀疑上 奏给陛下之后 陛下他 说到这里 陆毅的脸上现出一丝悔意 陛下怎么了 陛下大怒之后 将调查家父死因的事情交给了东厂 东厂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 陆毅苦笑道 家父曾经是陛下的奶兄弟 所以家父在世的时候 锦衣卫完全压制东厂 就算是东厂的大当头 陈宏建造家父 也要跪倒拜见 如此锦衣卫之前 得罪东厂的事情自然很多 如今家父去世 陛下又将调查家父死因的案子交给了东厂 东厂自然觉得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没有了 便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不仅将家父的亲信就抓了起来 而且将我府中很多人也都抓了起来 如今更是大搜全城 抓捕曾经和家父有过接触的人 说那些人都有着害家父的嫌疑 罗信微微皱起了眉头 轻声道 你是觉得陆家有危险 来自东厂的危险 不知道 陆毅的脸色变得苍白道 我只是感觉不安 十分的不安 罗信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的心中也浮现出一丝不安 他在家境地的身旁有着两个帮手 一个是黄景 另一个便是陆饼 如今陆饼突然暴毙 便是罗信失去了一条臂膀 有陆饼在 就算庞大的锦衣卫不帮罗信 但是只要不问男罗信 罗信便多了很多便利 如今陆饼意思 仅一位指挥使唤人 对罗信有着很大的不利 星号 第954章 肖章的东厂 而且东厂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不知道这是因为东厂一招全在手 便膨胀肖章 还是家境地的本意 轻轻叹息了一声 对着神色不宁的陆毅道 先去拜祭陆大人吧 陆毅陪着罗信来到了灵堂 罗信目光一扫 心中不由黯然 灵堂内十分冷清 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来拜祭 只有陆饼的二儿子和几个义子守在灵堂内 罗信上香之后 便在陆毅的陪同下离开了灵堂 向着外面走去 大人 陆毅期望地望着罗信 东厂调查出来什么了吗 罗信轻声问道 陆毅摇头道 没有 那帮子帆子根本就不会真的调查 他们只想着争权夺利 话还没有说话 便听到前面传来了脚步声 罗信便顿住了脚步 望着前方望去 便见到几十个人横中直撞进来 却正是东厂的帆子 走在中间的一个人 根本就不看前面 而且仰着头 一脸的巨傲 不是别人 正是东厂的大当头陈红 走在最前面的帆子 见到前面有着两个人 根本就不去细看是谁 鸣声抱贺道 场公驾道 贵盈 罗信的目光便是一宁 竟然有人敢直闯大都督府 如果陆炳在世 谁敢 但是 如今陆炳一死 便立刻发生这样的事情 看来陆毅说得不错 这东厂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查案上 说不定将来便在锦衣卫内找一批替死鬼销案 而且陆家要糟糕了 罗信立刻便想到了东南陆府 大名海茂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 当初顶住了徐杰和张世杰的联手 即便是如今张居正和徐师行去了 罗信也有信心保护大名海茂 那是有着三方面的信心 一方面是自己 第二是胡宗宪 第三便是陆炳的存在 如今陆炳死去 失去了一脚 让罗信感觉到了威胁 陆毅此时已经气得满脸仗红 双拳紧握 浑身颤抖 啪 刚才喊话的那个帆子将手中的鞭子一甩 立声喝道 跪下 罗信此时已经冷静了下来 一身白色的如山随风飘扬 覆手而立 淡淡地望向了鼻孔朝天的陈宏 陆毅家冯聚便 已经失去了主心骨 不由将目光望向了罗信 见到罗信沉静的模样 心中便是一定 仿佛找到了主心骨一般 名声喝道 陈公公 如果是来拜祭家父的 便请灵堂上香 如果是别的事情 还请改日再来 陈宏依旧鼻孔朝天 覆手而立 并没有去看陆毅 仿佛是在想着什么 又仿佛是在欣赏天空的白云 这种无视令陆毅感觉到羞辱 双目已经变得血红 陈宏周围的那些人都忽视了罗信 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路易的脸上 一个个番子的脸上都现出了激讽之色 罗信心中叹息了一声 他知道自己必须发生了 否则一会儿让陈宏看到自己站在这里 一声不发 便一定会认为自己在家境地和徐阶的打压下 心惧怕了 如此恐怕也会在东南插上一脚 论起对金钱的贪婪 世界上没有比太监更恐怖的 罗信缓步向前行去 口中淡淡地说道 让开 这一声轻轻地让开 令所有人的目光汇聚了过来 陈宏也感觉到这个声音很熟悉 便收回仰望的目光 改为平视 向着罗信望了过来 但是在这之前 那个站在最前面的帆子可不认识罗信 并不是所有的帆子都认识罗信的 而且罗信一直和锦衣卫走得较劲 和东场根本就没有什么来往 那个帆子见到一身如山的罗信 便认为只是一个穷书生 当即眉宇之间浮荡起暴力 挥起了手中的鞭子 向着罗信抽了过来 空中爆喝道 跪下 助手 砰 那个帆子刚刚扬起鞭子 喊出跪下两个字的同时 耳边就响起了陈宏交集的声音 他自然是认识罗信 心中便是一斗 弹劾罗信的折子都堆成衫了 罗信还好好的 这份来自陛下的宠幸 让陈宏怎么敢忽视 怎么敢得罪罗信 如果这一鞭子真的抽在了罗信的身上 事情就大条了 但是 几乎就在他刚刚喊出助手的瞬间 便见到罗信抬起了左手 都没有来得及看清楚 只看到空中一道残影 罗信的左手就砰 的一声扣住了那个帆子的手腕 冷冷地盯着那个帆子道 你让我跪下 我 啪 罗信一巴掌抽在了那个帆子的脸上 几颗牙齿就被抽掉了下来 你 啪 罗大人 陈宏这个时候也不装信号逼了 急忙推开身前的人 几步走到了罗信的跟前 啪 回答他的是罗信继续扇在那个帆子脸上的耳光 此时有些帆子已经认出来对面这个人是罗信 就算是没有认出来的人 听到陈宏那一声罗大人 也知道对面这个青年是谁了 在大明 这个年龄的罗大人 还能够有谁 除了军神 大如 财神也的罗信 还能够有谁 大明对武将确实是歧视 在地位上甚至连太监都不如 常常有太监兼军 凌驾于武将之上的事情发生 但是 那是武将 是军神吗 如果只是一个军神的身份 还未必令这些藩子如此忌惮 不要忘记了罗信还是大如的身份 有着这个身份 哪怕是罗信不当官 家境地只要没有起杀心 都要客客气气 更何况是这些藩子 这些藩子此时心中只是祈祷 别让罗信的怒火波及到他们身上 哪里还敢阻拦 一个个都低下了头 生怕罗信看向他们 而便只听到啪啪啪的声音 你让我跪下 罗信的声音在耳光中淡淡的响起 此时 那个藩子的脸已经被打成了猪头 满嘴的牙齿都被打掉 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哭道 爷 我跪 我跪还不行吗 罗信停下手 淡淡地望向了陈红 陈红的脸上现出了羞怒的潮红 自从陆炳死后 他可是翻身奴隶把歌唱 还没有遇到过当着他的面 敢这样收拾他的人的事情发生 按照他此时的想法 便是要把罗信拿下 星号 星号 第955章 迷途 但是长久在陆炳的打压下 他的心中藏着畏惧 那只畏惧已经深深地重在了心里 已经不是只对陆炳一个人 而是对他把握不定的人和事情的畏惧 而罗信就是他把握不定的一个人 这个人可是刚刚把徐杰整得下不来台的人 哪怕是如今的他 也不敢对徐杰呲牙 但是罗信却敢和徐杰放对 最令他捉摸不定的是嘉敬帝对罗信的态度 他为什么当初不敢得罪陆炳 还不是因为陆炳深得嘉敬帝宠信 他们这些太监依仗的是什么 无非就是皇帝的宠信 如果没有了皇帝的宠信 他们就是一坨使 他可是知道如今弹和罗信的折子 如同雪片一般 但是如今嘉敬帝却根本没有处罚罗信的意思 这种宠信令陈宏心中畏惧 一旦心中有了畏惧 便再也不敢滋牙 压下了心中的羞怒 挤出了一丝笑容道 罗大人啊 咱家是来拜祭陆大人的 罗信淡淡地点点头 然后转向陆一道 我在这里等你 陆一的眼中便现出了感激之色 他知道罗信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和他谈 罗信站在这里不走 便是给他壮胆 也是对陈宏的一种压迫 让他不敢做出过分的事情 当下便失礼道 罗大人 您先去书房 不必了 我就在这里等 想必陈公公不会占据多少时间 陈宏就是一阵牙痛 这罗信分明就是在主客 在警告他 不要做出太过分的事情 当下便善善一笑 和罗信失礼之后 便向着灵堂走去 那些班子也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 一个个放轻了脚步离去 不到半课中的时间 陈宏等人就匆匆离去 陆一阴沉着脸走了过来 怎么了 罗信微微皱起了眉头 几个义凶就被闲置了 陈宏让他们不准离开京城 说是等到调查完毕之后 自然会让他们官复原职 罗信摇了摇头 自然是知道 陆炳的那些义子 想要官复原职那是不可能了 能够平安活着都是奢望 毕竟他们作为陆炳的义子 在锦衣卫都是身居要职 掌握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 不管是谁最终当上了锦衣卫指挥时 对他们几个都不会放心 从另一个方面讲 这些人已经死定了 只是早晚问题 偏偏罗信还不能够帮他们 一旦他帮了他们 就会给家境地留下居心叵测的印象 你想干嘛 你想掌握皇家的秘密干嘛 你想造反 还是想要刺杀皇帝 所以 帮助陆炳义子的事情 罗信是坚决不能够做的 义子又不是亲子 而且都不姓陆 所以 罗信只是答应过陆炳 在他死后尽量照顾陆家后人 并不包括他的义子在内 罗信和陆毅告辞 乘坐着马车向着府中行去 坐在马车内 罗信的眉头紧紧锁起 假设陆炳是真的暴毙 那么 是谁害的 通常情况下 谁得到了最大利益 谁便是凶手 如此推测的话 谁在这件事上将会得利 徐阶 陆炳一死 陆家便倒了 东南陆府的陆顶将失去了一帐 腰杆挺不起来了 而在整个东南的策略当中 罗信只是隐居幕后的掌控者 是不能够走上前台的 否则便会立刻招来 家境帝疯狂的报复 而胡宗宪只是侧面的辅助 毕竟他是军方 在家境帝的眼皮子底下 也不敢走上前台 你拥有几十万兵马 然后还把手插进了财政 有兵 有钱 你想要干什么 所以 真正走在前台的便是陆家 陆炳是家境帝的奶兄弟 是家境帝的头号心腹 贪点而钱怎么了 家境帝不会在乎 所以在整个东南的策划中 陆府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就是说陆府联合东南世家 商人站在了最前线 这是一个阻挡徐杰渗透 掌控大名海茂的拦路虎 所以 徐杰想要把他一脚踢开 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 陆炳是你随便就能够去踢的吗 踢不到 反而会被老虎咬死 所以 想要一脑永逸 便只有将陆炳弄死 只是 徐杰虽然阴险 但是能够做出这样暗杀的事情吗 车厢内的罗信轻轻地摇了摇头 以他对徐杰的了解 续集未必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个时代的读书人 还是有着一些操守和底线的 他可以用阴谋诡计 但是却很难暗杀他人 嘉靖帝 罗信的心中便是一跳 陆炳掌握的权力太大了 掌握的秘密也太多了 这都是嘉靖帝给予的 但是 如果嘉靖帝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呢 他会放心自己死了之后 陆炳还活着 对于锦衣卫指挥使这个位置 没有人比嘉靖帝更清楚了 这个职位就是一世之荣 因为任何一个皇帝就不会信任上一任皇帝的新妇 哪怕上一任皇帝是他的老爹 所以 一旦豫王登基之后 陆炳不会有好下场 那么 问题就来了 陆炳甘愿接受这种下场吗 恐怕是不甘愿的 那么 不甘愿 又能够怎么办呢 两个选择 一个是造反 这个对于陆炳来说很有难度 毕竟陆炳只是掌握着锦衣卫 并不掌握军队 锦衣卫 不仅是文官对他厌恶 武将对他也十分反感 锦衣卫的荣耀只是来自帝王 失去了帝王的支持 他同样是一坨使 第二条路就是扶持一个皇子成为皇帝 如此便有了从龙之功 说不定还能够控制那个皇子 让自己做一个隐皇帝 这一条路对于陆炳来说就简单许多了 而且有了很大的可操作性 但是 家境帝会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吗 不会 绝对不会 所以 家境帝有着杀陆炳的理由 而且 陆炳曾经救过家境帝的命 又是他的奶兄弟 家境帝不好 明着杀陆炳 而陆炳偏偏又卧病在床了 所以家境帝有着暗杀陆炳的理由 但是 如果这件事真的是家境帝做的 便证明家境帝感觉到自己命不长久了 难道家境帝真的要死了 星号 第956章印证 罗信心中一跳 如此可要早做准备了 必须要确定家境帝的身体状况 如果他的身体真的很糟糕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陆炳的死与他有关 他连陆炳都能够杀 恐怕也会杀我 罗信的心就是一冷 慢 罗信的心突然移动 如果家境帝的身体没有那么糟糕 陆炳不是家境帝杀的呢 狱王 锦王 狱王的性子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 帝王无情啊 谁知道狱王有没有变 锦王的性子倒是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锦王杀陆炳的理由何在 嗯 锦王会不会去找陆炳 让陆炳支持他 而被陆炳拒绝了 如此 锦王便会认为陆炳支持狱王 便生了杀陆炳的心思 侯爷 到家了 嗯 罗信应了一声 并没有断了思索 走下了车厢 一路边思索着 边向着自己的书房走去 进入到书房 便呆呆地坐在那里 一副神油状 但是脑海中的思维却是在快速地旋转着 很有可能啊 如果锦王真的去找过陆炳 而陆炳又拒绝了的话 锦王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徐阶 嘉靖帝 玉王 锦王 先确定玉王吧 罗信起身离开了书房 召唤鲁大庆被车 向着玉王府行去 徐府 徐阶和徐鲁青相对而坐 徐阶脸上带着一丝宁重道 鲁青 如今局势不妙啊 东厂那帮子人已经疯了 刚开始还只是抓锦衣卫的人 如今连我们文官也开始抓了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我们文官一直非议锦衣卫 对锦衣卫恨之入骨 有暗杀陆炳的嫌疑 房间里放着两个碳盆 但是房间里依旧给人一种寒冷的感觉 那是一种心里的寒冷 正得年间 刘锦等八个太监 被称之为巴虎 那个时候文官被刘锦巴虎欺压到被羞辱的地步 很多文官都拜刘锦等人为干爹 那种屈辱的日子 冷在了每个文官的心里 如今东厂如此作为 令徐阶嗅到了刘锦等巴虎的味道 让他心生警惕 父亲不能够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否则文官屈辱的日子又要来临了 是啊 徐阶叹息了一声道 但是此时陛下正在漆头上 而且陛下老了 再也不复以前的英明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弹劾陈宏 恐怕适得其反 弹劾 徐鲁目光一闪道 父亲 我们可以继续弹劾 不过 我们弹劾的目标不是陈宏 而是继续弹劾罗信 弹劾罗信 是 徐鲁青点头道 如今陛下因为陆炳的突然死亡而愤怒 正如父亲所言 陛下他老了 陆炳是陛下的奶兄弟 陆炳的突然死亡 让陛下思念过去 又有着思虑自身 眠来体衰 恐惧自己活不多久 产生心思恍惚 我们现在就是要将陛下 从思念陆炳的情绪中拉出来 一旦陛下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 便不会再任由东场弧行 那个时候 我们在审时夺势 弹劾陈宏 转移陛下的视线 徐鲁若有所思 不错 说不定在陛下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还能够给罗信致命一击 但是 徐鲁的脸上现出了一丝忧虑道 也可能是给我们自己致命一击啊 房间内寂静了下来 父子两个相对无言 半想 徐鲁青凝声道 父亲 这个险值得冒啊 而且我们只是弹劾罗信 并没有大肆弹劾其他人 不会引起大规模朝征 不至于激怒陛下 徐阶晨吟片刻 点头道 好 为父来安排 还有 你找个机会和王熙爵接触一下 将我们对东厂的担忧和他说一下 徐鲁青目光一闪 点头道 是 父亲 御王府 罗信和御王相对而坐 徐阶和高拱不来御王这里 罗信没有什么奇怪 毕竟两个人如今都是内阁 而且已经不再教授御王 但是 一直纠缠在御王身边的陈以晴和英士丹却不在 这不禁令罗信有些奇怪 殿下 陈大人和英大人没有来 有几天没有来了 御王摇头道 最近东厂开始抓捕文人 两位老师有三天没有来了 罗信沉吟了片刻道 殿下 你对陆炳的暴毙可有什么消息 没有 御王有些诧异的望着罗信 那殿下可曾经招揽过陆炳 几年前我曾经招揽过 只是他没有答应 以后便再也没有找过他 罗信仔细地观察着御王 见到御王的神色不作假 心中便暗道 几年前招揽陆炳 最近并没有找过陆炳 应该不是御王 不过 他依旧有些不放心 压低了声音道 御王 陆炳暴毙之时 和你没有关系吧 啊 御王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脸色变得苍白 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气 你你你 你是什么意思 罗信急忙站了起来 温和地说道 殿下莫及 臣只是问问 如今东厂四处抓人 如果是殿下所为 一定要告知不气 不气也好为殿下设法 不是 玉王慌忙连连摆手道 真的不是我 那就好 罗信神色一松 请玉王坐下 然后自己也坐下 陷入了沉思 不气 陆炳真的是暴毙 不能够确定 不过我们可以假设 假设 是 我们假设陆炳是暴毙 那么就一定有凶手 陈怀疑是不是锦王 锦王 罗信自然不能够说 他还怀疑 嘉靖帝和徐阶 殿下 你回忆一下 当初你招揽陆炳的时候 陆炳对你的态度如何 态度倒是温和 只是说皇家的家事 他不能也不敢参与 罗信沉吟着 陆炳态度温和 以玉王的性子 不可能做出杀陆炳的事情 原本他对于玉王的怀疑 也是最小 此时更是排出了玉王 暗杀陆炳的可能 见到罗信沉吟 玉王的脸上现出不安之色 压低了声音道 不气 你说四弟他 星号 星号 第957章 进攻 我在想 罗信也压低了声音道 锦王他会不会去招揽陆炳 而被陆炳拒绝之后 便认为陆炳在支持你 而陆炳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旦支持你 会让锦王占据的优势 一下子失去 所以才暗杀陆炳 四弟他 他怎会如此 锦王惊得脸色苍白 罗信摆摆手道 我也只是推测 并不一定就是锦王 只是觉得以锦王的性子 一旦被陆炳拒绝 说不定真的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抬头看到玉王苍白的脸色 便温和地说道 殿下 此事与你无关 你只要平常过日子就好 嗯 玉王连连点头 又安慰了玉王几句话 罗信便从玉王府告辞 行走在大街上 拐了几个弯 见到没有人跟踪自己 便去了冒生胡同 老爷 您怎么来了 王翠翘的房间里 王翠翘惊讶地问道 如今局势不好 您没被跟踪吧 没有 罗信摇头道 以前跟踪我的都是锦衣卫 如今锦衣卫自顾不暇 哪里还顾得上我 而东厂又不知道跟踪我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反而是安全的 老爷 您要小心 东厂如今到处抓人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开始跟踪你 暂时不会 毕竟徐杰刚刚弹劾我 这个时候 东厂应该不会跟踪一个被弹劾的人 也许过些日子 徐杰他们一直不再弹劾我 他们才会跟踪我 老爷还是加些小心号 有什么事情 就去贾家楼 让掌柜的将消息传给我 嗯 这样也好 罗信点头道 我这次来 是让你们查查 关于陆炳的一切 在陆炳死前 都见过什么人 说过什么话 能查到什么程度 就查到什么程度 好 王翠翘点头道 老爷 您在朝中 可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陆炳真的是暴毙的 有八分可能 罗信点头道 按照陆毅的说法 陆炳很可能是暴毙 大人 您觉得是谁 我列出了四个人 陛下 豫王 锦王和徐杰 不过 我刚刚从豫王府回来 豫王已经被我排出了 如此就剩下陛下 锦王和徐杰了 是 王翠翘道 老爷觉得谁最有可能 都有可能 程度差不多 王翠翘沉吟了片刻道 老爷 您不觉得冬场最近太嚣张了吗 他们的行动已经开始影响到朝政了 按照陛下不愿意见麻烦的性子 应该不会允许冬场如此啊 罗信的眉头渐渐的锁起 轻轻的拍着大腿道 是啊 当初露饼是陛下的第一心腹 也没有如此嚣张 难道 罗信的心中就是一跳 目光望向了王翠翘 王翠翘压低了声音道 陛下他会不会已经不行了 罗信猛然想起 已经有七天没有见到张玉山了 按理说 张玉山每三天都会有消息传来 但是却是七天没有消息传来了 难道陛下真的出问题了 黄景 黄景也没有消息传来 这不对啊 黄景可是和陆饼一样是家境地的心腹 如果陛下真的有事 怎么会没有消息传出来 翠翘 我们假设一下 罗信低声道 如果陛下真的昏迷不醒 而陈红又如此嚣张 他想要做什么 造反是不可能 王翠翘沉思着说道 他也是陛下的心腹 新帝登基之后 一定是失去宠幸 想要继续获得宠幸 就必须得到新帝的信任 从龙之功 罗信和王翠翘同时说道 随后罗信言道 如此说来 就剩下一个问题了 他想要从谁的龙 豫王的老师有高拱和徐杰 只要有这两个人在 豫王登基之后 大权一定落在高拱和徐杰的手中 更何况 还有我 我与豫王的关系 天下皆知 而我和陈红的关系一般 道士和黄景很好 如果豫王登基 陈红得不到什么好处 如此说来 那就只有豫王 罗信的脸色变得凝重到脆翘 立刻撒下人马 密切监察警王府 监视警王府的一举一动 和谁有过联系 是 老叶 罗信站了起来 向着外面走去 老叶 您去哪儿 入宫见陛下 罗府 罗信急匆匆地进入到 李时珍的小院 见到李时珍正在那里 琢磨着本草纲目 便轻声唤道 李神医 什么是儿 李时珍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最近您去皇宫给陛下看病了吗 李时珍放下笔道 按照疗程 应该是三天后 怎么了 跟我入宫吧 进宫 李时珍恶然道 进宫做什么 随后又是脸色一变道 陛下病重了 不知道 罗信摇头道 随后便把最近 在京城发生的事情 和自己的推测说了一遍 李时珍便阴沉下了脸 也不言语 起身收拾了药箱 便跟着罗信走了出去 两个人乘坐着一辆马车 向着皇宫行去 李时珍望着罗信道 不气 你真的要卷入这件事中 罗信坐在李时珍的对面 神色虽然凝重 但是眸光却是一片清明 他并不是不怕 而是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 如果不做 会后悔终生 既然决定铤而走险 心中反而一片平静 李神一 如果情况真的如不弃所推测的那样 让锦王登基 那对大明就是一个灾难 不气既然知道了这件事 总要做些什么 他认真的看着李时珍道 陈红的所作所为 已经扰乱了朝堂 如今能够止住陈红的 只有陛下 我相信陛下如果是清醒的 绝对不会任由陈红如此胡作非为 因为陛下本来就是一个不喜麻烦的人 如今年老 就更不愿意折腾 所以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见到陛下 让陛下恢复清醒 好吧 李时珍点头道 老夫只是一个医生 只要是旧人 总是没错 自然没错 医生父母心 罗姓含笑道 李时珍不再言语 罗姓也微微垂下了眼帘 他的心中远未如表面那么平静 张玉山没有消息传来 黄景也没有消息传来 这说明玉西宫内一定是出了事情 星号 第958章 祖兰 不知道高拱和徐杰如今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他们两个是否能够见到陛下 不知不觉中 马车停了下来 鲁大庆的声音从外门传来 侯爷 皇宫到了 罗姓打开车门 跳下了马车 然后伸手扶着李时珍下了车 两个人向着皇宫走去 目光向着皇宫大门的敬畏望了一眼 罗姓的眼皮子就是一跳 他也是经常来皇宫的 和皇宫守大门的敬畏也混了一个脸熟 但是 如今这几位 罗姓却发现全都不认识 而那几个敬畏看到了罗姓 发现不是内阁官员 也都戒备了起来 一个带刀侍卫走到了罗姓的跟前道 那个衙门的 罗姓此时心中电转 看到这些陌生面孔 罗姓便觉得皇宫出事了 如果自己直言要见嘉境帝 恐怕不会被允许进去 而内阁也在皇宫之内办公 便取出了一个玉牌道 我来见高阁老 这个玉牌是当初嘉境帝赐给罗姓的 凭借此牌可以行走皇宫 那个戴刀侍卫见到玉牌 又听到罗姓是去见高阁老 便让开了身子道 在皇宫内不要乱走 罗姓点点头 便带着李时珍向着里面走去 便带着李时珍直接向着玉玺宫走去 走到一处假山旁 突然从假山后面伸出了一只手 向着罗姓抓了过来 罗姓反手将那只手抓住 一拽 便将一个人拽了出来 那个人压低着声音道 罗大人 是我 罗姓定睛一看 却是经常为皇警给自己送信的那个小太监 急忙四处张望 然后和李时珍拉着那个小太监 便来到了假山后面 压低着声音道 你怎么在这里 黄公公呢 黄公公他 小太监便哭了起来 别哭 赶紧说 黄公公他 被陈宏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 被陈宏关起来了 为什么 不知道 小太监抽掖着说道 那你知道什么 都说出来 那天 陛下在听到陆太宝暴毙的消息后 便昏迷了过去 当苏醒的时候 便贺令陈宏去查 然后便又昏迷了过去 陈宏立刻便以调查为名 开始在宫内大肆排除一击 黄公公说了他两句 他便将黄公公关了起来 罗姓的脸色便是一变 嘉靖帝昏迷的事情已经确定了 而且嘉靖帝也确实在清醒的时候 让陈宏去查 但是 嘉靖帝恐怕是因为发小突然暴毙 才一怒之下说出了去查的话 然后便被陈宏当成了令件 先在黄公内排除一击 完全掌控了黄公 然后便开始掌控锦衣卫 当锦衣卫掌控了之后 便将爪牙伸向了文官 这一连串的手段厉害啊 如果嘉靖帝暴毙 到时候锦王率先进攻 这皇位便是锦王的了 事到如今 罗姓已经基本上确定 陈宏所做的一切 一定与锦王有关 至于陆炳是不是锦王所杀 还不能够确定 不过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你还知道什么 小太监便摇头 罗姓从李时珍的药箱内 取出了纸笔道 把关押黄公公的地方给我画下来 哦 小太监应了一声 拿着笔将地图画了出来 然后眼巴巴的望着罗姓 罗姓收起了纸笔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你什么也不要管 保护好自己 一切交给我 多谢大人 快去吧 望着小太监离去的背影 罗姓的神色变得凝重 李时珍轻声道 我们还能够见到陛下吗 不知道 罗姓吐出了一口气道 总得试试 两个人从假山后出来 向着玉西宫走去 远远地便见到很多太监和侍卫 将玉西宫包围了起来 见到罗姓和李时珍走来 一个个都警惕地望向了两个人 一看到这个阵势 罗姓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心中叹息了一声 知道今天想要见到家境地 恐怕不可能了 罗姓缓步而行 一步一步向着玉西宫走去 对面的太监和侍卫出现了一丝骚动 毕竟罗姓曾经保卫过京城 还是有人认出了罗姓 罗姓走到了太监和侍卫的面前 对面的太监和侍卫脸上现出了慌乱之色 罗姓军神的威猛可不是白给人看的 紧张之下 便是一片拔刀声 枪枪枪 那些人拔刀之后 却又猛然想起对面是罗姓 一个个便把刀指向了地面 而不敢指向罗姓 在仲太监和侍卫的后面 站着一个子依太监 看到这种情况 脸色不由一尘 望着罗姓道 罗大人 陛下并未宣你 为何前来 罗姓定定地望着那个子依太监 直到那子依太监的脸色变得不自然 才展颜一笑道 今日是李神一为陛下复诊之日 陛下无碍 请回吧 是否无碍 应该是李神一说的算 而不是公公你吧 罗姓淡淡地说道 子依太监神色微变道 陛下没有宣照李时珍的旨意 还有罗大人 陛下也没有宣照你 请回 罗姓取出了那块玉牌道 这次陛下所赐 凭此牌可见陛下 尔等还不让开 话落 罗姓便举步向着前方行去 那些太监和侍卫被罗姓所逼 不由一步步后退 那个子依太监不由急声吼道 罗姓 你是想要造反吗 闭嘴 罗姓陡然抱贺 我乃朝廷众臣 手持陛下所赐玉牌 你竟然敢阻挡朝廷众臣面见君王 谁给你的胆子 你是在造反吗 罗姓的吼声如雷般 在玉西宫上空轰向 在他对面的太监和侍卫 慌乱地后退着 脸色变得苍白 那个子依太监更是亮呛后退 被被撞在了后面的柱子上 惶恐地说不出话来 罗姓脸色便是一喜 加快脚步向着玉西宫大门行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影从玉西宫大门内走了出来 淡淡地喝道 罗大人 你想要强闯宫门吗 罗姓脚步不停 目光望向了那个人 却正是大太监 东场大当头 陈宏 看来他是一直躲在了大门内 见到挡不住罗姓 这才现身走了出来 他见到罗姓依旧脚步不停 而那些太监和侍卫 却是在慌乱地后退 便猛然大喝道 罗姓 你在前进一步 杀无赦 星号 星号 第989章 时韵夜叹 你敢杀我 罗姓脸上带着冷笑 依旧向前迈出一步 没有陛下召见 你敢硬闯玉西宫 这是死罪 话落 将目光扫向那些太监和侍卫喝道 你们都想死吗 还不拦住他 枪枪枪 那些太监和侍卫将刀尖指向了罗姓 再也不肯倒退一步 罗姓心中便叹息了一声 他自然不会在这里和那些侍卫打起来 一旦动手 那性质就变了 罗姓望着站在台阶上的陈红 之前在陆炳家中 陈红还不敢和自己对峙 此时却无所顾忌 看来陈红是真的不敢让自己进去 如果自己强行进去 便只有动手硬闯 但是罗姓却不能 陈公公 你阻拦我面见陛下 这个结果你真的负得起吗 要说陈红对罗姓不惧怕那是假的 但是此时却硬挺在那里 冷然道 并非咱家阻拦你面见陛下 而是陛下正在闭关 待陛下出关之后 咱家必定向陛下禀报此事 罗大人还是回去等候陛下的召见吧 罗姓定定的看了陈红一会儿 转身默然离去 李时珍望着玉西宫的大门 摇了摇头 叹息了一声 跟在了罗姓的身后 罗姓并没有立刻出宫 而是转头向着高拱的半宫衙门走去 见到了高拱之后 高拱见到罗姓的背后跟着李时珍 眼睛便不由于亮道 不气 你们见到陛下了 陛下他 罗姓看到高拱这个神态 心中就是一尘 这说明高拱也有些日子没有见到家境地了 便压低了声音道 高大人 你也没有见到陛下 高拱的脸上 立刻便浮现出失望之色道 你们 没有见到陛下 没有 罗姓摇头 陈红封锁了玉西宫 大人 你也没有见到陛下 没有 徐杰呢 也没有 高拱的脸上 现出了一丝焦虑道 现在除了陈红 恐怕谁也见不到陛下 高大人认为 罗姓压低了声音 高拱也不说话 伸出手指指了指天 罗姓立刻明白 高拱的意思是 家境地要升天了 不由井所起 没头到 高大人 如果真是那样 您就这样坐着 高拱沉吟了片刻道 拿不准啊 总不能够就这么闯功吧 如果陛下是在闭关 谁也承受不住打扰陛下闭关的怒火啊 不像闭关啊 罗姓摇头道 以前陛下闭关 虽然也由陈红守卫 但是黄景却随时能够出来啊 所以才怀疑啊 只是拿不准啊 高拱的脸上也现出了焦躁 那高大人准备如何做 看看再说吧 罗姓摇了摇头 知道暂时指望不上高拱了 便告辞离去 进入府门 和李时珍分道扬镳 李时珍回到他自己的院落 继续琢磨本草纲木去了 而罗姓则是回到了自己的书房 把鲁大庆叫来 低声吩咐道 你去找王翠翘 让他派时运来找我 是 侯爷 陈红拧着眉头坐在椅子上 在他的面前站着一个紫衣太监 陈红望着那个紫衣太监 脸上不断地现出猙獰之色 一想到方才罗姓 他的心中便既有惧怕 犹豫杀意 渐渐地 他的目光变得坚定 宁声道 去把陆炳的几个义子抓起来 这大当头 他们几个可是千户 没有陛下的旨意 什么千户 已经被咱家停止了 那就什么都不是 立刻去 将他们抓进东厂 给我审 审什么 陆炳和罗姓有什么关系 罗姓在东南认世伯斯提局和杭州之府的时候 可是和陆炳过从甚密 没有陆炳的同意 陆炳不可能与罗姓如此合作 陆炳和罗姓之间 一定有着什么秘密 给我审出来 我要罗姓死 是 罗姓的书房内 石迁的后人 石运站在罗姓的面前 拱手道 大人 换小人来此 有何吩咐 你今夜潜入皇宫 说到这里 罗姓看了一眼石运 却见到石迁没有丝毫的反应 仿佛让他去皇宫 就好像去逛东市一般 你不怕 没什么好怕的 石运摇头道 我去过好多次了 你去过好多次 罗姓惊讶地问道 嗯 石运点头道 我去皇宫的厨房吃东西 罗姓闻听 不由哭笑不得 这江湖人还真是一高人胆大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宁目望着石运道 你是不是也经常光顾我这里啊 不敢 小人从来没有过 石运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罗姓便摆摆手道 不要紧张 你看看这幅图 罗姓将刚才画好的图纸拿了出来 只给石运看 这里是皇上居住的地方 你找得到吧 嗯 石运点头 那里紧被森严 你尝试进去看看 我想要得到皇上的身体状况 你看看他是清醒着 还是昏迷着 如果太危险 也不要勉强 小人明白 这个地方是皇井被关押的地方 罗姓又指着一处道 这里的看守不多 你应该能够见到皇井 你把这块玉佩带着 罗姓从身上取下一块玉佩 递给石运道 他见到这块玉佩 便知道你是我的人 他说什么 你都给我牢牢记住 然后回来告诉我 是 大人 去吧 大人 小人告辞 午夜 罗姓一个人坐在书房内 桌子上的茶已经凉透 罗姓携椅在椅子上 闭着眼睛 似乎是睡着了 轻轻地敲门声响起 罗姓睁开了眼睛 沉声道 进来 门打开一条缝 随着寒风扑进 一条黑色的人影轻盈地闪了进来 站在罗姓的面前 失礼道 小人见过大人 罗姓见到石运安全回来 眼睛就是一亮 压低了声音道 可是见到陛下 见到了 石运压低着声音说道 陛下他是清醒着 还是昏迷着 昏迷着 你怎么知道 我用头发拨弄陛下的鼻孔 他根本就没有反应 罗姓就是一惊到 没有人发现 星号 第960章 酿酿 卧室里服侍的太监睡着了 罗姓点点头 心中很是佩服 石运的大胆 低声问道 见到黄景了吗 见到了 他说什么 他说陛下再闻听到 陆炳死亡的消息当时 就昏迷过去了 当时他还在陛下身边服侍 让太医医治 但是一天的时间 那些太医也没有将陛下救醒 第二天 陈红就将玉西宫禁言 黄景据礼力争 便被陈红关了起来 他说 陈红掌握东厂 如今宫内都是陈红的人 他希望大人能够救他 他感觉到了危险 是 石运点头道 他说 这次他感觉到陛下恐怕不行了 一旦陛下死了 陈红便会在第一时间将他给杀了 他有没有说 陈红为什么要杀他 他说他和陈红原本就不对付 陈红如果得势 一定会杀他 关键是陈红怎么得势 陛下死了 他就能够得势 这个他没说 我也没问 他还说什么了 再没有说什么了 石运摇头道 罗信皱起了眉头道 你明日夜间再去 问问黄景 即便是陛下归天 他陈红如何得势 是 大人 小人告退 石运的身形失在门口 罗信呆坐了片刻 却是长叹了一声 第二天 徐杰和高拱的桌子上 又堆满了弹劾罗信的奏章 徐杰坐在那里 紧锁着眉头 虽然按计划行事了 弹劾罗信在奏章 也像是雪片一样 但是 这需要让陛下看到 才能够引开陛下的注意力 不让陈红如此胡作非为啊 但是 如今他根本就见不到陛下啊 沉思了片刻 徐杰便让书立去请高拱 不到片刻功夫 高拱便湿湿然地走了进来 徐杰急忙站了起来 两个人寒暄落在之后 徐杰指着桌子上的奏章道 高大人 你看看这些奏章 高拱瞥了一眼 那些奏章道 都是弹劾罗信的吧 是 那就不必看了 高拱淡淡地说道 徐杰脸色就是微变道 高大人你 高拱嘴角泛起一丝讥讽道 因为我那里也收到了一堆 想必这些奏章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 所以 没有必要再看了 徐杰文言点点头道 不看也罢 高大人 罗信的地位特殊 需要胜财 我们两个是不是一起去面见陛下 这件事我就不参合了 徐大人想怎么做就这么怎么做吧 话落 高拱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向着门口走去 徐杰急忙站起道 高大人且慢 高拱顿住了脚步 转过身望着徐杰不言语 徐杰脸上纠结了片刻 压低了声音道 高大人 我这并不是针对罗信 只是如今东厂闹得太凶了 陈宏将宫里的太监 宫女抓了一批不说 又将锦衣卫抓了一批 昨日更是将陆炳的几位义子抓了起来 这也就罢了 但是这几日 他已经开始抓我们文官了 如此下去 刘景之事就会重演 我们不得不防啊 这和谈和罗信又有何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 高大人先坐 我们慢慢相谈 高拱走了回来 和徐杰相对而坐 徐杰轻声道 高大人 陛下的性子你应该了解 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陆炳的死 让陛下气急攻心 这才下了审查的命令 但是却被陈宏乱用圣命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陛下的注意力 从陆炳的死吸引过来 用谈和罗信来吸引 高拱的嘴角泛起一丝激讽 不错 徐杰点头道 高拱嘴角的激讽在放大 你还期望趁此机会 也许还能够真正的罢了罗信的官吧 如此既解决了罗信 又吸引了陛下的注意力 真是一举两得啊 徐杰却仿佛没有听到高拱的激讽 而是认真的说道 真是如今陈宏不允许我等面见陛下 我想如果我们两个连妹前往的话 那陈宏应该不敢阻拦 高拱脸上的激讽消失了 定定的看着徐杰 脸上现出了怜悯之色 徐杰勃然变色道 你什么意思 高拱闭上了眼睛 脸上现出了一丝痛苦 带睁开了眼睛 目光中透露出一丝探究道 你真的因为我们两个连妹去 就能够见到陛下 为什么见不到 难道他成红 徐杰的脸色猛然一僵 呆呆地坐在那里半想 然后急声问道 高大人 你什么意思 高拱望着徐杰 脸色现出了一丝失望 摇了摇头道 你被与罗信的仇恨蒙蔽了双眼 徐杰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心中不由叹息了一声 最近自己确实是被罗信 吸引了所有的目光和精力 失去了平日的警惕 你是说陛下 我什么也没有说 高拱摇头道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确定 高拱垂下了眼帘不语 徐杰脸色现出了一丝忧虑 沉默了片刻道 我们去试试 高拱沉默了 如果和徐杰连媚去 真的见到了陛下 也许会给罗信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但是 这还真是一种试探的机会 最后 还是想要探明 嘉靖帝是否出事的心理 占据了上风 点点头道 罢了 同去 玉玺宫前 徐杰和高拱面沉似水 陈红站在一众太监和侍卫的面前 皮笑肉不笑的阻拦着两位阁老 理由只有一个 陛下在闭关 两个人面成似水 心中不安的离开了玉玺宫 回到了内阁 而陈红也阴沉着一张脸吩咐道 给咱家记住了 谁也不准进玉玺宫 东场大狱 陈红带着一群帆子来到了大狱门前 拜见大当头 几个看门的帆子跪地失礼 打开 陈红淡淡地说道 是 一个帆子立刻打开了沉重的铁门 一股混合着腐朽的臭味 从里面散发了出来 陈红皱了皱眉头 但还是举步向着里面走去 里面是道向着地底延展的台阶 陈红顺着台阶向着下方走去 走到台阶的尽头 是一条通道 里面又有着一些帆子 见到陈红下来 一个个跪倒失礼 星号 星号 第961章陈红的反击 带我去见见陆炳的那些义子 陈红淡淡地说道 是 几个帆子在头前带路 向着幽黑的深处行去 两旁的牢房中 有人看到了陈红 有的人在大骂 有的人在求饶 但是 陈红却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只是向前走去 最后在通道的尽头停了下来 望着最后一个牢房中的三个人 陈红的脸上现出了一丝宁笑 牢房中有三个人被锁链锁住 却正是陆炳的三个义子 三个人见到了牢房门外的陈红 挣扎着站了起来 向着陈红扑了过去 但是锁链的另一头锁在了墙壁上的铁环上 让他们只能够前进三步 陈红摆摆手 立刻有人搬过来一把椅子 陈红坐下之后 又有人端过来一杯茶 陈红捧在手中 望着牢房中的三个人 脸上现出了宁笑道 他们招了吗 没有 嘴很硬 很硬 呵呵 陈红呵呵了两声道 把你们的本事都使出来 我看看他们的嘴究竟有多硬 是 帆子打开了牢房门 几个帆子走进了牢房 一个帆子拎着一个大箱子走了进来 对着三个人宁笑道 据说你们锦衣卫的大狱有着十八种绝活 我们东厂也发明了十八种 让你们体验一下 究竟是你们锦衣卫的手段厉害 还是我们东厂的手段厉害 有什么手段就是出来吧 爷爷叫一声 就不算是锦衣卫出来的 陆炳的大义子贺道 好汉子 那个帆子拍手道 我就希望看到好汉子 否则不过瘾啊 啪 那个帆子打开了箱子 里面摆满了刑具 他的手指轻柔地扶过那些刑具 柔声道 不要急 我们一件一件地来 内阁 徐杰和高拱相对而坐 两个人的脸上都现出焦虑之色 徐大人 你怎么认为 高拱目光灼灼地望着徐杰 拿不准了 徐杰抬手揉了揉眉心 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就这么干等了 徐杰抬头望向了高拱道 高大人 如今皇宫内已经完全被陈宏掌控 他的手下有着侍卫 而我们手中五兵 不说我们根本就说不动五军营 就算能够说动五军营闯宫 如果陛下没事 我们这可就是兵变啊 高拱沉吟道 如今我们要做的便是尽量确定此事 如何确定 高拱便闭嘴不言 徐杰便知道高拱不是不知道如何做 而是要他开口 到了此时 徐杰也顾不得什么 压低了声音道 高大人 我们来分析一下 陈宏为什么会如此做 东场大狱 帆子已经给陆炳的三个义子轮番上了十八种形 已经把三个鹦鹉的汉子折磨得没有了人形 但是这三个人不愧是锦衣卫出来的汉子 竟然没有一个人开口 啪 陈宏将手中的茶杯摔在了地上 脸上阴沉的能够滴出水来 废物 这就是你们想出来的手段 废物 一群废物 你过来 那个负责审问的番子来到了陈宏的面前 陈宏勾了勾手指 那个番子便急忙弯下腰来 啪 陈宏愣起了胳膊 狠狠地给了那个番子一个耳光 尖锐地喝道 如此废物 要你还有何用 那个番子眼中便露出了惊恐之色 急忙道 大当头 再给小人一个机会 只要一次机会 小人一定能够将他们三个的嘴个撬开 陈宏死死地盯着那个番子 嘴角下弯 显出他的刻薄 音声说道 好 咱家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问不出来 你就自己将那十八种刑罚受一遍吧 那个番子身子就是一斗 压低了声音道 还需要大当头配合一下 嗯 陈宏斜着眼睛望着那个番子 那个番子凑近了陈宏的耳边 压低了声音道 大当头 您先告诉他们 给他们吃最后一顿饭 让他们做一个饱死鬼 然后小人将黄豆塞进他们的 那黄豆会在他们的内膨胀发芽 将他们的毒死 到时候他们拉不出来 一定忍受不住 呵呵 陈宏尖锐地笑了起来道 有前途 咱家喜欢 陈宏站起身形 走进大门前 望着陆炳的三个一子道 够硬气 哼 牢房内的三人冷哼了一声 却不言语 他们实在是被折腾得没有了力气 咱家没有那么多的耐心 最后问你们一次 将你们对陆炳和罗姓之间勾结的事情说出来 咱家便放了你们 牢房中的三个人干脆闭上了眼 呵呵 陈宏音笑了两声道 既然如此 你们就去死吧 来人 在 给他们一顿饱饭 明日便杀了 是 陈宏转身离去 牢房中的三个人睁开了眼睛 对视了一眼 眼中剧都现出了黯然之色 罗甫 什么 陆炳的三个一子都被抓陈宏抓走了 罗姓望着坐在自己对面的陆裔 陆裔神色间有着金句点头道 是 罗大人 你可要救救我们陆家 那陈宏是想要将我们陆家置于死地啊 什么时候的事情 昨日黄昏 罗姓却是微微垂下了眼帘 思索了起来 按照时间来看 应该是自己闯宫和陈宏发生冲突以后 陈宏如果想要抓陆炳的一子 当时在陆炳府内就抓了 为什么会等到这个时候 难道是因为自己 因为自己和陈宏的冲突 陈宏便想着将自己弄倒 想弄倒自己 抓陆炳的一子做什么 罗姓陷入了沉思 罗大人 罗大人 陆裔见到罗姓皱着眉头 半想不说话 便急着换道 罗姓摆摆手 示意陆裔不要吵 然后继续沉思 陆裔神色就是一致 在这一刻 他从罗姓的身上 感觉到了父亲陆炳的威严 一时之间 再也不敢言语 连呼吸声都放轻了下来 陈宏抓陆炳的一子 是想要弄倒我 想要弄倒我 便需要抓住我的把柄 我和陆炳 我和陆顶 陆炳和陆顶 陈宏是想要抓住 我和陆炳之间的一些事情做文章 星号 第962章 胆大 罗姓的眉宇之间浮现出一丝忧虑 他和陆炳还真是秘密结盟 他不知道他与陆炳之间的事情 陆炳的那几个一子是否知道 想必是知道的 因为有很多次 他和陆炳之间的联系 便是通过陆炳的几个一子 如果那几个一子扛不住 那可就糟了 进入冬场大狱的人 能扛得住吗 不行 必须尽快解决陈宏 罗姓的心焦急了起来 怎样才能够解决陈宏 或者是将陆炳的一子救出来 劫 也不是不行 以罗姓如今掌握的力量 王翠翘那里有着很多奇人 未必就不能够把陆炳的几个一子救出来 但是 那只是下策 如果能够让陛下苏醒过来就好了 对了 苏醒 罗姓睁开了眼睛 望向了陆毅 陆毅便是精神一震 期待地望向了罗姓 罗姓平静地说道 陆兄 你先回去 我会尽快想办法 那就麻烦罗达人了 不客气 那 在下告辞 我送你 将陆毅送出去之后 罗姓便急匆匆地奔着李时珍的小院走去 进入到李时珍的房间 便道 李神一 陛下已经昏迷了 李时珍便是一皱眉道 你怎么知道 罗姓沉吟片刻 将牙一咬道 我有一个手下 善金公 昨夜曾经偷偷去看过 你 李时珍睁大了眼睛 震惊异常地说道 你好大的胆子 罗姓苦笑道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 如今陛下昏迷 又被陈红隔绝了内外 我曾经去问过豫王 这一切与豫王没有关系 如此便只有锦王和陈红连成了一气 李神一想必对豫王也有耳闻 锦王登基 暗就是大明百姓的灾难 李时珍皱着眉头坐在那里 半想 长叹了一声道 我们又见不到陛下 老夫有力也没地方使 有地方使 你能够见到陛下 李时珍双目一张 不能 罗姓摇头道 李时珍便泄气道 既然见不到陛下 说来又有何用 罗姓眼睛闪亮地说道 李神一 你之前给陛下看过病 虽然如今见不到陛下 但是结合陛下 因路饼死亡而伤痛 你能不能推断出陛下的身体 从而开出药方 李时珍皱着眉头在那里思索着 足足有三克钟的时间 抬起手轻轻地揉了揉眉心道 陛下主要还是因为中了单独 才使气血两衰 吐纹路饼暴毙 急怒攻心而昏迷 仁依昏迷 心智变去了 所以单独便寻机深入 如果一直不排毒 恐怕陛下便会这样一直昏迷过去 一直到再也醒不过来 罗姓自然是知道 李时珍口中的一直醒不过来的意思是什么 嘉靖帝在这个时候死 并不是最佳时机 首先是陆炳死了 这让锦衣卫的势力都被东场的陈宏给吞并了 然后便以此占据了内功 再和锦王联合 大有将豫王排斥在外的局势 而且因为如今豫王无子 朝中还真是有着不少的人支持锦王 在这种情况下 豫王不仅不占优势 而且还落在了下风 在这种局面下 罗姓想要破局 除非的兵变 而且没有绝对的把握 所以 此时嘉靖帝不能够死 如果现在没有锦王 或者锦王在封地 罗姓根本就不会去管嘉靖帝 死了才好 但是 如今偏偏锦王不仅活着 而且还在京城 如果嘉靖帝这个时候死了 让锦王当了皇帝 罗姓的处境还不如当下 李神医 太医院那些太医看不出来吗 李时珍的脸色当即就阴沉了下来道 当然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他们不敢下药 更不敢提醒陛下 陛下一心向道 已经迷了心窍 谁敢和他说实话 罗姓点点头道 那能开出药方吗 能倒是能 能有几分把握 罗姓继而追问 应该有八成把握吧 说到这里 他豁然抬头道 你想干什么 罗姓陈吟片刻道 李神医 你就别管我想要干什么 反正你也知道 我不会害陛下 还请你把药方给我开出来 你开药方的事情 只有你知我知 李时珍端良罗姓半想 最终长叹了一声道 好 话落 便提笔写出了一个药方 递给了罗姓道 你好自为之 谢谢 罗姓接过了药方 便匆匆而去 大庆 换时运去我书房 吩咐了鲁大庆之后 罗姓又回到了李时珍的小院 去了另一个房间 推门进去 药箱扑鼻 自从李时珍过来 罗姓便将这个屋子改成了一个药房 各种草药都买了一些回来 留给李时珍研究 俗话说 秀才学医 笼中捉鸡 所以 读书人也多少都读了一些医术 罗姓也不例外 虽然不能够开芳治病 但是草药还是认识的 拿着小秤 拉开药箱 按照药房上的草药和分量 将药材秤了出来 包在一个纸包内 用绳子系好 然后拎着药 向着自己的书房内走去 进入到自己的书房 将药放在了桌子上 丫鬟端着茶进来 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 然后轻轻提退了出去 罗姓闭上了眼睛 眉宇之间浮荡着一丝丝忧虑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听着只有一个人的脚步声 而且罗姓一下子就能够听出来 是鲁大庆的脚步声 睁开了眼睛 隐去了眉宇之间的焦虑 平静地望向了房门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 罗姓宁声道 门从外面打开 门口现出了两个人的身影 正是鲁大庆和时韵 罗姓心中的信心又足了一些 他也是习武之人 用心去听 竟然听不到时韵的脚步声 可见时韵的轻功有多厉害 也许能够成功吧 时韵走了进来 鲁大庆将房门关上 站在了门外 时韵心中有些奇怪 大人不是让他今天夜间 再去皇宫去找黄景吗 怎么又把他给换来 拜见大人 时韵轻声说道 坐 罗姓指了只椅子 小人不敢 让你坐你就坐吧 有件事情好和你商议一番 星号 星号 第963章潜入 时韵的脸上便现出紧张之色 罗姓竟然用商议 两个字和他说话 可见事情不小 便小心翼翼地坐在了罗姓的对面道 请大人吩咐 是这样 罗姓压低了声音说道 我熬一副药 要你秘密潜入玉西宫 再偷偷地给陛下扶下 你能够做到吗 有点儿难度 时韵思索了一下道 应该能够做到 好 罗姓精神一阵道 你将要给陛下扶下 然后能不能躲在一个地方 探查陛下是否醒来 时韵又点头道 没有问题 好 罗姓不由再道了一声道 你今日就不必去找黄警了 你今夜的任务就是去将要秘密给陛下扶下 然后躲在一处 探查陛下是否醒来 然后回来将细节告知我 是 大人 你什么时候去 此时 好 到时候我将熬好的药交给你 你就在书房内休息吧 是 大人 镜子时 罗姓手里拿着一个水袋递给了石韵 看着石韵走出了房门 轻轻一动 就消失在夜色中 罗姓的眼中不由献出一丝羡慕 大人 不过他也知道 亲功这个东西 不仅是需要滋右修炼 而且还需要自制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练的 叹息了一生 心中有些不宁 这种情况 他已经很久没有了 自己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握 令人彷徨 等着石韵的消息 心中便有些烦躁 虽然他是为了救家禁帝 但是这种事情恐怕历朝历代也没有人做过 石韵一旦被发现 这就是一场灾祸 呼 罗信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在院子里拉开了架势 打起了太极拳 玉熙宫 石韵躺在围墙之上的阴影里 侧着身向着家禁帝的寝宫张望着 皇帝的寝宫被太监和侍卫层层包围 只是夜深人静 那些人已经有些困倦 一个个都搭拉着眼皮 但是皇帝的寝宫周围一片开阔 没有树木 即便是石韵轻功卓越 想要不被发现 潜入皇帝的寝宫 也完全不可能 石韵取出了两颗药丸 塞进了鼻孔之中 然后取出了一个玉瓶 打开了盖子 此时石韵正在上风口 从玉瓶内便冒出无色无味的迷魂烟 向着皇帝的寝宫飘了过去 大约三分之一刻钟时间 一个个太监和侍卫便摇摇晃晃 然后缓缓地倒在了地上 石韵翻身 如同枯叶也般地落在了地上 身形在地面窜过 如同一缕黑烟 便来到了玉瓶宫大门前 轻轻地将大门打开 身形便进入到大殿之内 反手将房门轻轻关上 目光一扫 大殿内并没有他人 但是在皇帝的卧室外面 正站着两个太监 此时正靠着墙打盹 石韵的身形便悄无声息地 落在了那两个太监的身前 药平在两个人的鼻端晃了一下 两个太监靠着墙壁便睡得更香 竖起耳朵倾听 他已经来过了一次 果然听到了里面传出来轻微的憨声 眼中露出了一丝笑意 轻轻地将房门推开 闪身进入 反手将房门轻轻地关上 便看到两个太监和外面的太监一样 正靠着墙壁睡得正香 便又将瓷瓶分别放在了两个太监的鼻端下 随后收起了玉瓶 身形一飘 便站在了家境地的窗前 取出了水袋 拔出了筛子 一只手将家境地的上半身扶了起来 一只手拿着水袋 将水袋嘴毫不客气地塞进了家境地的口中 将水袋内的药给家境地灌了进去 也就是十几夕的时间 水袋内的药便被食韵给家境地灌了进去 然后取出一个丝帕 将家境地嘴边的药字擦干净 将家境地放躺在床上 收好了水袋 从百宝囊中又取出了一个玉瓶 打开盖子 便有着一股辛辣味道冒出 分别在两个太监的鼻下晃了一下 身形便迅速地出了门 又在门外的两个太监鼻下晃了一下玉瓶 身形便如同一缕黑烟来到了大门前 将大门打开 窜了出去 反手将大门关上 不到一息的时间 食韵便回到了那个围墙之上 取出那个有着辛辣味道的玉瓶 不断地向着空中抖动 只是瞬间 空气中就充斥着一种辛辣的味道 向着玉瓶宫飘了过去 食韵将玉瓶一收 身形便从围墙之上消失不见 仿佛融化在夜色之中 很快 空中的辛辣气味就随风飘散 大约又过去了三分之一刻中的时间 一个个太监和侍卫从昏迷中醒来 彼此看了一眼 脸上便现出了金句之色 那些太监就不说了 这些侍卫可不是糊涂人 如果只是一个躺在地上睡着了 还有情可原 哪里有所有人都躺在地上睡着的可能 其中几个侍卫头子急忙吸了吸鼻子 想要嗅一嗅味道 但是此时空气中哪里还会有味道 但是那几个侍卫头子 彼此对视的眼神十分惊具 都在表露着一个意思 出事了 但是他们不敢进入玉瓷宫 唯有将焦急的目光望向了一个太监 那个太监此时也反应了过来 急忙转身向着玉瓷宫走去 轻轻地推开了大门 向着里面走去 便见到卧室门外站着两个太监 此时正望向了他 他便急走几步 走到了你两个太监的面前 压低了声音道 里面没有什么视儿吧 那两个太监有些迷惑地摇了摇头 那个老太监便道 咱家进去看看 两个守门太监便让开了身子 那个老太监便走进了房间 先是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家境地 然后转手问屋内的两个太监道 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没有 两个太监有些迷惑地摇头道 老太监便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来到了床前 仔细地端梁家境地 见到家境地虽然昏迷 但是却依旧有着呼吸 而且也没有看出什么不妥 便一律重重地走出了玉瓷宫 朝着那几个侍卫 统领摇了摇头 然后就紧皱着眉头站在那里 他实质是想不通 不可能大家都困了 而且困得还那么整齐 一起睡在了地上 但是 如果是说有事情发生 却没有任何发现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宁声道 我们一直守卫在这里 期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星号 第九百六十四章 醒来 众人一听都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情必须隐瞒下来 否则被陈红知道了 他们每个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见到众人的神色 那个太监也轻轻地送松了一口气 然后对其中一个侍卫统领道 西统领 还请你带着一对人 四处查看一下 好 那个侍卫统领心中也十分怀疑 自然要四处巡查 便带着一对人开始巡查四周 他刚刚离开 没有一刻钟的时间 便从玉溪宫内传出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砰的一声 玉溪宫的大门被打开 一个太监从里面冲了出来道 陛下醒了 外面的老太监脸色就是一变 立刻吩咐身边的太监道 通知陈公公 传太医 然后便急匆匆地冲进了玉溪宫 还没有进入到卧室 便问到了一股臭味 推开了卧室的门 便见到家境地 此时已经被两个太监从床上扶了起来 坐在马桶上 而在床上已经污浊不堪 想必家境地是在昏迷中僵尸拉到了床上 然后才苏醒了过来 准备洗澡水 那个太监立刻安排了下去 家境地这一拉足足拉了又两克钟 在太医和陈红来了之后 他还在那里拉呢 太医自然也不敢等着家境地出宫完 洗完澡 打开窗户将臭味清空 再给皇上看病 如果太医敢这样 家境地就会问 怎么 嫌弃症吗 勾件还尝过粪呢 何况你一个太医 所以 太医老老实实地跪在了马桶前 给皇帝看病 然后说一些没有营养的话 开了一个方子 家境地的身体状况 太医不是不清楚 但是他敢说家境地是浮仙丹中毒的吗 以家境地对修到痴迷的程度 会直接派人将太医拉出去 杀了 又有太监给家境地洗了澡 换上了衣服 此时床铺早已经换过 扶着家境地躺在了床上 陈红早已经事后在床前 服侍着家境地喝了水 只是一颗心已经提到了心口 黄景还被他关着的啊 他当初可不是轻易下的决心关了黄景 而是买通了太医 从太医那里得知 家境地有九成醒不过来了 而实际上也却是如此 如果没有李时珍开的药 家境地还真就有九成醒不过来 这才让陈红下决心关押了黄景 只等着家境地归天 就将黄景给杀了 但是 家境地醒了 黄绊绊呢 陈红心中就是一跳 家境地终于还是问起来了 他不敢撒谎说黄景病了之类的 因为一旦撒谎 黄景一来 一切都路线了 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哭道 陛下 老奴有罪 哦 家境地目光一冷 说说 陛下 陈红一个头磕在了地上 哭道 陛下在昏迷前 曾经下旨让老奴调查陆大人暴毕的死因 老奴在调查的过程中 遇到了朝堂官员的重重阻力 高阁老和徐阁老要面见陛下 但是 老奴害怕陛下昏迷的事情泄露出去 引起混乱 便言称陛下闭关 没有让他们见陛下 而黄公公却不同意老奴封锁消息 老奴便将黄公公给软禁了起来 太可怜见 陛下宁终于醒过来了 老奴虽死无憾了 家境地冷冷地盯着陈红 陈红虽然无体投地地趴在了地上 但是却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目光如刀 后背便湿透了 你去幻黄绊绊进来 然后你在外面候着 是 陈红颤声音是 随后退出了玉熙宫 神色间有着仓皇 犹豫了一下 向着关押黄景的地方行去 远处的围墙上 石韵的身形跃下了围墙 消失在夜色之中 玉熙宫 黄景一走进卧室 便跪在了床前 大哭了起来 别哭了 家境地有气无力地说道 黄景便抽噎着止住了哭声 爬到了家境地的面前道 陛下您安康了 真是天佑陛下 说说吧 在正昏迷这一段时间内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陛下 您在昏迷前曾经下旨 让陈红去查陆大人暴毙之事 陈红先是抓了宫内很多人 而且不让老奴进来探望陛下 老奴便和他争吵了起来 他便将老奴给关了起来 所以后面的事情 老奴并不知道 废物 家境地便骂道 黄景便善善地跪在了那里 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闭上了嘴巴 家境地便骂道 有话就说 黄景便戚戚爱爱地说道 老奴的威风都来自陛下 不想陈红手中有着东场 这一句话就够了 黄景说得直白啊 我就是宁老陛下一条狗 而且还是孤零零的一条狗 宁这一昏过去 我有什么办法 但是 陈红不同啊 陈红手中有着兵啊 我能够怎么样 能够活着来见宁老 都是老天垂帘 家境地的脸就黑了下去 但是作为皇帝 自然不能够听黄景一个人说话 便道 去内阁传指 让高拱和徐杰来见证 罗府 书房外 一条黑影如同枯叶一般落在了门外 抬起手轻轻地敲击了三下 此时罗信通过打了一阵太极拳 又喝了一壶茶 心境已经稳定了下来 饶是如此 听到敲门声 一颗心也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宁生道 进来 门无声地被打开 一个黑影闪了进来 反手将房门关上 来到罗信的跟前 施礼道 小人拜见大人 罗信伸手石韵扶起 同样压低了声音道 如何 醒了 罗信精神就是一阵 心中一块大石落了下来 将身子靠在了椅子背上 轻声道 详细说说 玉玺公 家境地听完徐杰和高拱 讲述了如今朝局之后 脸色阴沉如水 徐杰眼珠子转了转 此时他还不确定 家境地之前是昏迷 眼看着面前的家境地 虽然有些虚弱 却绝对不像昏迷不醒的模样 心中便打着主意 用弹劾罗信的方式 将家境地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便轻声道 陛下 内阁接到了大量弹劾罗信的折子 家境地就摆摆手道 你们先退下去吧 新号 新号 第965章 为难 徐杰和高拱对视了一眼 便失礼道 陈告退 屋子里面变得寂静无声 家境地面沉似水 胸膛剧烈地起伏着 陈宏的一切行为 作为一个当了几十年的皇帝 怎么会没有警觉 陈宏一个人绝对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背后一定有主子 只是这个主子家境地还没有推测出来 但是 只要想象 家境地头就痛 他原本就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如今年纪大了 心中更是害怕麻烦 而且如今身体虚着 只要想一点儿事情 就觉得气短烦躁 陛下 是不是宣礼神医入宫来 黄景轻声问道 家境地心中一动 黄景提起礼神医 便让家境地不由想起来了罗姓 而刚才徐杰还提起弹劾罗姓的事情 便道 黄绊绊 东厂从今日起交给你管着 是 黄景心中大喜 出去让陈宏受四十板子 然后让他闭门思过 是 黄景心中有些不满意 他哪里知道家境地是真的怕麻烦 而且此事不知道交给谁去查 这里很可能涉及到黄家 不可能交给朝堂去查 心中不由又浮现出罗姓的影子 便道 在传罗姓和李时珍入宫 家境地闭着眼睛 听着外面传来的板子声和陈宏的哭喊声 然后门外渐渐地静了下来 家境地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 发现已经到了午时 房间内站着两个小太监 黄景在一个井凳上坐着打盾 咳咳 家境地倾咳了两声 黄景便一个抖擞从井凳上站了起来 陛下 罗姓和李时珍来了吗 早来了 外门候着呢 宣李时珍进来 让罗姓先候着 遵旨 黄景退了出去 外面的井凳上坐着李时珍和罗姓 见到黄景出来 罗姓急忙压低了声音对李时珍说道 不要提单独之事 李时珍神色不悦 罗姓又压低了声音道 佛度有缘人 陛下根本不会听 徒增陛下增悟 李神医还是留有用之身 祝 本草纲目 造福后人 陛下一人抵不过一兆百姓 李时珍闻听 神色一缓 犹豫了一瞬 最终点了点头 而此时黄景已经走到了跟前道 李神医 请随咱家来 李时珍便拎起药箱 跟在了黄景的身后 大约两刻钟之后 李时珍便拎着药箱走了出来 罗姓诞心地望向了李时珍 李时珍向着他轻轻点头 罗姓便知道他并没有提单独之事 悬起来的心便放下 罗大人 请随咱家来 黄景轻声道 罗姓点点头 便起身跟着黄景向着卧室走去 进入到卧室内 便见到家境地有些疲乏地躺在床上 罗姓便跪倒拜道 臣 罗姓拜见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赐座 便有小太监搬着一个井凳放在了床前 罗姓谢过之后 便坐在井凳上 微微垂着眼帘 等待着家境地开口 露饼的死 你怎么看 家境地轻声问道 罗姓略微沉思了一下道 臣去祭奠陆大人的时候 见过陆大人的大公子陆毅 据陆毅说 虽然陆大人卧病在床 却在短时间内不至于逝去 那就是暴毙了 有这个可能 听说你在陆府和陈宏起了冲突 而且昨日在玉西宫外 也和陈宏起了冲突 是 罗姓实打实地说道 他知道在这方面不能够有丝毫隐瞒 控制住陈宏之后 随便找个冬场的人来问一下 都会将事情知道得清清楚楚 更何况 这都不需要家境地亲自问 黄景如今接了冬场大权 想要调查一些事情很容易 恐怕还没有等到他调查 就有无数的人跑来向他汇报 当初陈去祭奠陆大人 碰到陈公公带着冬场帆子在陆府耀武扬威 逼迫陆饼的大公子跪下 在陆毅刚刚丧父之期 如此逼迫 这不当人子 所以陈便和陈宏起了冲突 至于昨日之事 是李神医想要给陛下复查 所以陈便带着李神医前来 最终却被陈宏挡在了外面 于是便起了冲突 家境地的脸色便阴沉了下来 陈宏竟然敢阻止李时珍来给他看病 这便是居心叵测 是死罪 但是 家境地还是想要知道陈宏背后的人 所以目前才留了陈宏一命 陈宏了片刻 家境地冷声道 朕要查 罗信便低下了头 家境地的话 他瞬间领悟 这不仅仅是要查陆饼暴毙之事 还要查陈宏背后之人 否则也不会先问他和陈宏的冲突 然后才说要查 但是 这件事情 罗信是真的不想参与进来 陆饼的暴毙和陈宏的背后人 很可能都是一个人 那就是锦王 这便是帝王的家务事啊 就算罗信把事情查清楚了 这是治国的大功 还是征战一族的战功 不是 都不是 这是隐患 参与到帝王的家务事中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他的目的只是想要把陆饼的一子救出来 让他们来不及将他们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就可以了 他可不想给自己埋下祸端 见到罗信的神态 家境帝便知道罗信的心理 只是他如今也没有人选 相对来说 罗信还是比较合适的人 罗信有威严 有能力 家境帝认为罗信一定能够将此时调查得清清楚楚 而且他对罗信依旧有着忌惮 所以将这样的事情交给罗信去做 最后在自己百年之前 再把罗信杀了就是了 皇家的秘密便得保存 你来彻查此事 陛下 这不妥吧 罗信立刻推辞道 臣是詹是福佐树子 查此事明不正言不顺 正给你一道旨意 罗信心中就是一斗 依旧推辞道 陛下 臣不善查案啊 家境帝便将脸衣沉道 你也是当过一周知府的人 怎么会不善查案 臣当知府的时间并不长 而且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士博斯上 当时衙门的案件都交于手下去做 家境帝就望向了罗信 目光渐渐地变冷 罗信便微微低下头 不去看家境帝 但是脸上的神色却表明自己不愿意 如果正非让你赴 第九百六十六章推辞 罗信沉吟了片刻 从颈凳上站了起来 跪在了地上 把头上官帽摘了下来 放在一旁道 陈请起海骨 家境帝的脸色便便得十分难看 罗信的行为表明了他的决心 那就是此官也不会管皇家的家事 既然如此 再逼罗信就没有意义了 总不能因为罗信不愿意管皇家的家事 就把罗信给杀了吧 罢官倒是可以 但是家境帝并不想罗信从此天高热鸟飞 他还想把罗信拴在京城 随时可是掌控罗信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 你先起来 是 家境帝站了起来 再次坐在了井凳上 将官帽抱在了怀里 那你觉得谁来负责此事为好 罗信陈寅片刻道 只有两个人选 哪两个 锦衣卫知识可以让锦衣卫去查 他们有着便利条件 而且比其他人更了解锦衣卫 也更了解陆大人 以及陆大人身边的人 调查此事事半功倍 最重要的是 不管将来事态如何 都能够控制在锦衣卫的范围里 陈宏的事情可以让东厂来查 道立和锦衣卫一样 如今是黄公公掌管东厂 想要查明此事 也不困难 而且不管结果如何 也都能够控制在东厂范围之内 家境帝便便成淫了起来 锦衣卫和东厂都属于皇帝的私兵 实际上是不属于朝堂的 朝堂是什么 是文官聚集之地 而家境帝调查此事避讳的是什么 就是避讳文官 此事如果在文官中宣扬起来 那是皇家的耻辱 所以 他才想起罗姓 可以说 他在任用罗姓调查此事的时候 潜意识中对罗姓已经有了杀心 因为死人才是最能够保守秘密的人 但是 罗姓却不上钩 而且提出了让锦衣卫和东厂查 如此 便不至于将此事在文官中宣扬 这也是一个办法 只是东厂和锦衣卫真的有能人吗 真的能够把真相调查出来吗 你觉得锦衣卫谁能够担当此任 嘉靖帝淡淡地问道 他没有问东厂谁来负责此事 那还用问吗 肯定是黄锦啊 罗姓心中偷偷地松了一口气 陈吟片刻道 陈对锦衣卫并不了解 不过按照官职顺序 如今能够负责此事的 应该是指挥千世留守友 留守友 是 罗姓点头道 不过 锦衣卫是陛下心腹 陛下英明神武 当有决断 嘉靖帝轻轻点头 对着身边的黄锦道 陈鸿之事 你去查 老奴遵旨 黄锦低下头 脸上现出喜色 眼中闪过了一丝力芒 心中暗道 陈鸿啊陈鸿 你就等着咱家收拾你吧 至于锦衣卫 嘉靖帝曲起手指 轻轻地敲击着床铺 然后望向了黄锦道 黄绊绊 你觉得留守友如何 这陛下钱刚独断 让你说 你就说 嘉靖帝将脸一尘 黄锦顿了一下道 可以让留守友先试着查查 不行再换人 黄锦的话十分清楚 先让留守友查查 如果查得好 就用留守友 如果查得不好 就将留守友杀了 也好 嘉靖帝终于做出了决定 去宣留守友 遵旨 黄锦退了出去 陛下 带黄锦出去之后 罗信开口道 陈公公因为之前 在陆大人府上剥夺了 陆大人义子的职位 与陆大人几位义子产生了冲突 便将陆大人几位义子抓了起来 陆一找到陈哭诉 如今陆家人人心惶惶 这对陆大人一家 混账 家境地脸上现出怒涩 但是随后 脸色又是一冷 望向了罗信道 陆一为何找你哭诉 陈红包围了玉锡公 没有人能够见到陛下 高阁老 徐阁老和黄公公都见不到陛下 陆一想要面见陛下 哭诉而不得 不知道如何得知 为陛下看病的李神一 住在我的府上 便觉得李神一能够见到陛下 陈自然也能够随着李神一见到陛下 委托陈向陛下陈述冤情 家境地点点头 脸色一缓道 一会儿 你随黄伴伴驱东厂将那几个人放了吧 再去告诉路易 不用担心 陈带路易拜谢陛下 陛下仁慈 爱 家境地长叹了一声 想起自幼和自己一起长大的陛丙 脸上变现出悲伤之色 陛下节哀 罗信轻声道 家境地摇了摇头道 原本以为陛丙能够再坚持几年 等阵修成大道 非生仙界 必定带着他 却没有想到 说到这里 家境地叹息了一声 陷入了沉默 罗信的心中却有一种日了狗的感觉 家境地还想着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事情 这真是已经痴迷到了骨子里 屋子里又寂静了下来 呼吸可闻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罗信都认为家境地睡着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家境地却睁开了眼睛 罗信偏过头望去 便见到黄景带着留守友走了进来 那留守友进来之后 飞快地看了罗信一眼 那眼神中有着感激 毕竟是因为罗信在皇上面前的推荐 让他很可能会成为纪录柄之后的锦衣卫指挥使 拜见完了家境地 留守友就规规矩矩地站在了一旁 家境地便对黄景道 黄伴伴 你去全面接收东厂 然后带着罗信去 将鹿饼的几个义子接回家吧 老奴遵旨 黄景和罗信退了出去 反手关上了门 黄景的脸上便现出了灿烂的笑容 罗信拱手 压低了声音道 恭喜黄公公 黄景收起了笑容 轻叹了一声 不过也没有言语 和罗信并肩走出了玉玺宫 直到走到无人之处 黄景才压低了声音道 真是凶险啊 嗯 罗信也轻轻点头 不气 黄景的脸上现出了恐惧之色 压低了声音道 经过这次事情 咱家真的有些心慌 黄公公心慌什么 你现在圣券正龙 黄景摇了摇头道 不气 这次事情是有什么引起的 还不是因为陛下昏迷 如果陛下真的有那么一天 你说我还有活路吗 星号 星号 第967章 捞人 不要担心 罗信平静地说道 既然我答应了你 就会保你无忧 但愿吧 黄景明显 信心不足的样子 这次的案子 不好查啊 罗信叹息一声道 管他好不好查 黄景的脸上 献出了戾气道 我先把陈宏整治一番 一旦让我查出来 他有造反的证据 咱家必定置他于死地 真相很可能 会涉及到黄家了 你是说锦王 黄景心中已经认定这件事 一定是锦王和陈宏联手 绝对不会是豫王 如果是豫王 罗信不会不知道 而罗信一旦知道 自然会选择他 而不是选择陈宏 他怎么还可能被陈宏给软禁起来 所以 黄景不仅恨陈宏 对锦王也充满了怨恨 既然锦王都想要置他于死地了 他还有什么在乎锦王的 说句实话 在家境地的心里 锦王的地位绝对不如黄景 所以 黄景在罗信面前 也不隐藏自己的想法 嗯 罗信点头 吃 黄景吃笑了一声道 如今陈宏都被我关了起来 恐怕锦王如今在家里 已经吓得像小鸡子似的 说到这里 黄景的脸上现出了阴狠之色道 敢整死咱家 咱家就敢整死他 罗信便露出为黄景担心之色道 他毕竟是陛下的儿子 陛下又不只有他一个儿子 罗信便笑道 是啊 陛下还有豫王 呵呵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不气 谢谢你之前派人来看我 将来还需要不气你关照 罗信便笑道 互相关照 呵呵 两个人又低声笑了起来 笑声中充满了阴险狡诈 不过 罗信思索着说道 这件事可不是 仅仅锦王和陈宏那么简单 锦王也不是孤身一人 在朝堂之上也有很多支持者 恐怕一旦查到底 会牵连圣广 我知道 黄景点点头道 说不得咱家就会得罪一批人 惹得一身麻烦 那黄公公准备 先查查看吧 黄景叹息了一声 两个人走出了黄公 乘着马车向着北镇俯斯 也就是东厂行去 来到了东厂 从马车上下来 立刻便有一群帆子逼了上来 不过等他们看到下车的人 是黄景和罗信的时候 气势便是萎靡了下去 这个时候 他们都已经收到了陈宏被关押 黄景成为东厂大当头的消息 见到黄景 便呼啦一声都跪了下去 见过大当头 黄景望向了大门 便见到从里面走出了一群人 为首的正是陈宏的弟弟陈胡 远远地看到黄景和罗信 眼中便闪过了一丝杀意 不过还是很快 隐去了眼中的杀意 跪在地上道 见过大当头 将陈胡拿下 黄景冷冷地说道 场面就是一致 陈胡猛然抬头道 黄公公 我犯了何罪 黄景根本就不搭理他 目光阴冷地扫过 跪在地上的那些帆子道 怎么 你们都想蹲牢房 呼啦 便有几个帆子站了起来 向着陈胡逼了过去 陈胡的眼中猛然爆射出杀意 他心中知道 陈红恐怕已经活不了了 那自己就更活不下去了 枪 陈胡拔出了腰间长刀 向着黄景就冲了过去 他向着一刀劈死黄景 然后逃走 就算最终逃不掉 也转个够本 砰 一只脚狠狠地踹在了陈胡的小腹上 陈胡就感觉到自己的小腹仿佛被一匹马撞到了一般 整个身子都飞了起来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拿下 罗信力声喝道 这次再没有人犹豫了 哗啦一下都站了起来 将陈胡按在地上 绑了起来 这个时候 黄景才回魂 知道是罗信刚才一脚救了自己 哆哆嗦嗦地说道 不气 谢谢 应该的 罗信微微摇头道 赶紧去把陆饼的一子带出来吧 否则陆毅又会跑到我那里哭诉 黄景点点头 这个时候已经有些平静了下来 朝着一个帆子喝道 陆大人的一子关在这里 是 带路 是 大当头 几个帆子便在前面带路 走进了大狱 中间一条通道 两边都是牢房 此时在牢房内都是一些遍体鳞伤 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凡人 听到脚步声 都条件反射般的畏惧地望了过来 罗信在心中叹息了一声 不过他也没有心思救这些人 而且也救不了 只是跟着帆子向前走去 走到通道的尽头 几个帆子便停在了一个牢房的门前 罗信凝目望去 便见到陆炳的三个一子被铁链锁着手脚 每个人的脸上都轻轻乱蹦 一看就是强子忍着极大的痛苦 只是还紧咬着牙关 不肯喊出一声 罗信的脸上便有些奇怪 此时他们也没有受刑 怎么会如此痛苦 便对帆子道 他们怎么了 这 说 他们的被塞了黄豆 罗信一听就明白了 急忙问道 多久了 有七个多时辰了 罗信的脸色就是一变 七个时辰 黄豆已经开始发胀了 堵塞的 时间越久 痛苦越大 恐怕再过几个时辰 这三个人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住 将他们抬出去 然后请太医 牢房内的三个人 望着罗信的目光现出了感激之色 只是却没有开口 恐怕一开口 他们就会忍不住喊出声来 立刻有帆子将三个人解开了铁锁 然后将三个人抬了出去 而黄景也派人去请太医 大约两刻钟后 太医来了 黄景和罗信便离开了这个房间 去了隔壁的房间 不一会儿 隔壁就传来了狼嚎一般的喊叫声 罗信和黄景都叹息了一声 两个人心中都清楚 这种情况 只有将黄豆从内给掏出来 这得是多大的痛苦 足足过去了一个时辰 才见到太医出来 罗信和黄景将太医送了出去 又吩咐帆子给三个人洗了澡 换了干净的衣服 而他们两个则是一直在隔壁等候 罗信还吩咐鲁大庆去陆府 通知陆毅来接人 新号 第968章 刘首友来访 近半个时辰后 便见到陆饼的三个义子走了进来 只是这三个人的姿势很奇怪 都开着八字腿 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谢罗大人 黄公公救命之恩 三个人便要跪下 罗信和黄景急忙伸手扶了起来道 苦了你们了 陆毅应该已经派人在外面接你 我们出去吧 罗信和黄景走在了前面 三个陆饼的翼子 蹒跚地跟在了后面 走出了北镇府司大门 便见到陆毅正在站在外面 在他的身后停着三辆马车 还有一些家仆站在马车的旁边 见到罗信和黄景出来 陆毅急忙急行几步上前施礼道 多谢罗大人 黄公公 爱 黄景便是长叹了一生 罗信伸手扶住了陆毅道 陆兄不用客气 先把三位仁兄送回去吧 看到三个人憔悴的模样 陆毅脸色阴沉 双拳紧紧握住 只是不敢说狠话 罗信便拍拍他的肩膀道 陈鸿已经被拿下 黄公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多谢黄公公 陆毅又是一礼 黄景伸手扶住陆毅道 你放心 咱家不会放过那个孙子 三个人在北镇府司门口分开 黄景回宫 陆毅回陆府 罗信会罗府 回到了罗府 陆如带听说他去了北镇府司 而且还进入了大牢 便忙着让丫鬟烧水 让罗信洗澡 说是洗去一声晦气 罗信便道 我又不是蹲大牢 是去接人 那也不行 必须洗 罗信无法 便在丫鬟的服饰下去洗澡 等着洗完澡出来 便听鲁大庆前来汇报 侯爷 刘首友来访 罗信点点头 心中没有丝毫奇怪 他一定会从黄景那里得知 他之所以能够 暂待锦衣卫大嘟嘟之职 全凭他罗信的举荐 前来感谢 那是提中之意 罗信一声便服来到了花厅 那刘首友听到脚步声 便早早地站了起来 见到罗信 便躬身施礼道 下官拜见罗大人 罗信急忙上前辅助刘首友 苦笑道 刘大人 我们两个 我才是下官 刘首友的脸上便现出善善之色道 在首友的心中 明早晚会有一天成为下官的上官 罗信便摇摇头道 你我还像以前 刘首友急忙打断罗信道 对 我们还像以前那样兄弟相称 只是老哥我有些拖大了 罗信神色便是一愣 以前他可是管刘首友叫叔叔的 什么时候兄弟相称了 而刘首有必须抢话 罗信可是他一步步看着成长起来的 在他的心里 罗信是一定要飞黄腾达的 如今才19岁 就已经是四品大员 哪怕就是熬年龄 也会熬到内阁那一天 他还哪里敢让罗信叫他叔叔 罗信也想到了这一点 看到刘首有认真的模样 便不再坚持 而且实际上 罗信也不愿意当晚辈 便顺其自然道 刘兄 请坐 谢坐 刘首友等着罗信坐下之后吗 彩洛坐 来人 上茶 丫鬟将茶水上来 然后退出了花厅 刘首有望了一眼大门口 便见到鲁大庆和万大全在外面 眼中便现出犹豫之色 大庆 罗信唤了一声 然后打了一个手势 鲁大庆便将大门关上 刘首有再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朝着罗信身诗一礼道 多谢贤弟举荐之恩 罗信急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三步两步来到了刘首友的跟前 双手扶住刘首友道 刘兄 这可使不得 我不过是多了一句嘴 就算是我不说 那个位子论姿排辈 也应该是你的 不能那么说 刘首友摇头道 我们坐下说话 也好 双方再次落座 罗信真诚地说道 刘兄 这个位子可不好坐 特别是当下这个局势 我知道 但是富贵显中求 如果我能够将大都督的死因调查出来 这个位置便能够坐稳 如果调查不出来 别说锦衣卫那些手下不服 便是陛下 也会降罪于我 所以 这件事你还真是不用谢我 罗信苦笑道 也不知道我是把你推到了高山上 还是推到了阴沟里 所以刘首友又站了起来 朝着罗信公身道 还请贤弟帮人帮到底 你怎么又来 罗信苦笑道 能帮的我当然会帮 刘首友当然能够听出罗信话中的意思 那就是不能帮的 自然也就不会帮 便继续说道 贤弟 如今锦衣卫人心涣散 东厂欺负我们欺负的厉害 我听闻 徐杰和高拱有意推动裁撤锦衣卫 如果您不帮忙 锦衣卫就算没有被裁撤 也会变成东厂的走狗 裁撤 罗信摇摇头道 陛下不会裁撤的 你放心 你肯定 刘首友眼睛一亮 罗信回忆了一下历史 最终笃定的点点头道 我确定 呼 刘首友便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仿佛放下了心中一块大石 他相信罗信的话 这是罗信从一件件胜利中确定的信誉 而且他如今也需要这样的安慰 随后脸色又变得凝重道 可是还有东厂 东厂 如今东厂的大当头已经不是陈红了 是黄公公 他不会为难你的 这可不好说 刘首有摇头道 锦衣卫已经被陈红给打残了 黄警接收了东厂 便接收了陈红的成果 没有人会愿意把到手的权利再让出去 所以 贤弟 我如今只有一条路 便是将大都督的死因查出来 把背后的凶手揪出来 这样才能够得到陛下的信任 恢复锦衣卫的荣光 恳请贤弟帮我 罗信便摇头道 我只是一个私品官 而且还是一个最没有权力的詹士福佐树子 真的帮不了你 你能 刘首有目光崇拜地望着罗信道 您的智慧深不可测 一定能够帮到我 罗信脸上便露出苦笑 他不怀疑刘首有眼中的崇拜是假 刘首有可视罗信从不一之时便结实 可以说 罗信的每一步 刘首有都看在眼里 罗信这一路走来 遇到了无数次悬崖边上的凶险 但是罗信最终都是如履平地 化显为夷 星号 星号 第969章 风云洞 这种经历 越是了解罗信的人 便会越是恐惧 敬重 甚至于崇拜 罗信便沉吟起来 他之所以在家境地的面前举荐留守有 便是存下了结交留守有之意 毕竟陆炳死了之后 他缺少了锦衣卫这个臂膀 如果能够通过刘首有再度将锦衣卫拉进自己的阵营 便多了一份保障 所以 刘首有请求之事 还真是不能够拒绝 便道 这件事我真的不能够出面 你当知道我的为难 知道 刘首有连忙点头道 陛下将此事交给我 我自然要站在前面 而且贤帝为文官 詹士福佐树子 身份轻贵 我不敢强求 只求贤帝在幕后帮为兄 为兄必定言听计从 罗信摇摇头道 不至于如此 我并不擅长查案 我们两个可以商量着来 一人计穷 二人计常 都听贤帝的 罗信便摆摆手道 大嘟嘟之死 你怎么看 毕竟你们锦衣卫 才是这方面的专家 刘首有变道 如今需要先确定大嘟嘟 究竟是不是被人害死 不是说暴毙吗 暴毙也不一定 就是被人害死 罗信点点头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突然死亡 未必就是被人所害 你想怎么做 刘首有沉默不语 罗信便微微皱眉不语 神色变冷 刘首有急忙道 大人 非是我不说 而是 而是 看到罗信依旧不语 刘首有便将牙一咬道 当我知道大嘟嘟暴毙之后 急急赶去大嘟嘟府的时候 大嘟嘟已经入关 我曾经偷偷问过路易 大嘟嘟的尸体可是检查过 路易当时便和我翻脸 说我不当人子 罗信点点头 普通人家的死人之后 都是检查遗体为冒犯 更何况陆炳贵为一瓶大嘟嘟 罗信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脸色也变得凝重道 你的意思是开关验尸 是 刘首有点头道 只有这个办法能够确定大嘟嘟是否被人所害 如果检查不出来什么 便只能够确定大嘟嘟是正常死亡 你和陛下说了吗 没有 不敢 以陛下和大嘟嘟的关系 如果我提出要开关验尸 恐怕陛下会先把我塞进棺材里 你是想要我去和陛下提 留守友便拱手 不说话 罗信紧锁起眉头 陈吟了片刻道 如果和路易商议呢 他不敢同意 罗信一听 便也点头 作为陆炳的儿子 怎么敢同意开关验尸 那才是真正的不当人子 看来这件事也只有请陛下下旨了 罗信揉着太阳穴道 是啊 留守有点头 目光期待地望着罗信 也好 罗信陈吟片刻道 如果没有问题 你也就不必查了 倒是也坐稳了大都督的职位 如果查出来又问题 你也好 有地方是 是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罗信又沉吟了片刻道 我来想办法吧 陆府 陆毅从三个一兄的房间里出来 知道三个一兄只是被报了局 没有生命危险 陆毅放松下来 可是一想到自己的父亲死因不明 又皱起了眉头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锦衣卫快步走来 大公子 陈鸿已经被下狱 如今东场的大当头是黄公公 刘首有暂待锦衣卫指挥时 陛下令黄公公调查陈鸿 命刘首有调查大都督死因 刘首有 陆毅沉默了下来 陆禀活着的时候 和刘首有的关系也就是一般 平时刘首有倒是十分尊敬陆饼 有什么事情也尽力完成 但是却不是陆饼的心腹 和陆饼的几个一子比起来 还是要差了一层 实际上 倒不是刘首有不想要成为陆饼的心腹 而是陆饼对刘首有存有提防之心 如今陆饼死了 刘首有却站带了锦衣卫指挥时 这样就尴尬了 陆毅不知道如何对待刘首有 陈银了片刻道 准备一份重礼 明日我去拜访刘首有 内阁 徐杰和高拱相对而坐 两个人的神色都很严峻 肩膀上感觉到重重的压力 两个人虽然是政敌 但是两个人都是御王的老师 在储君这个问题上 两个人是一致的 必须让裕王成为储君 绝对不能够让锦王成为储君 但是 此时两个人都意识到 这次嘉境帝昏迷 陈鸿专权 背后就九成事 锦王在推动 如果这次嘉境帝死了 整个皇宫都在陈鸿的控制下 倒是伪做一份遗诏 将地位传授给锦王 对于徐杰和和高拱来说就是灾难 到时候 他们两个没有丝毫的办法 东厂和锦衣卫都掌握在陈鸿的手中 而他们也没有掌握武军营 更何况 一旦有了圣旨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武军营绝对不敢异动 绝对不敢听高拱和徐杰的话 进行夺攻 文官系统和武官系统原本就不融洽 在那种局势下 就更不可能听从徐杰和高拱的 一想到这里 两个人都是一身冷汗 徐格老 你怎么看 高拱轻声问道 徐杰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道 好在陛下醒了过来 陈鸿已经被拿下 高拱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道 你觉得黄锦和留守 有会查出来背后的推手吗 扎不查出来背后的推手不知道 但是陈鸿肯定是完了 徐杰宁声道 而且就算查出来背后的推手是那位 你觉得陛下会怎么做 高拱沉默了片刻 长叹了一声道 最多让他回封地吧 所以说 他的威胁依旧在 两个人又沉默了下去 徐杰伴响长叹一声道 玉王无子啊 听说李神医正在为他诊治 我们找个时间 却玉王府看看吧 这个时候 玉王不能够出乱子 嗯 也好 锦王他 这要看留守友和黄锦能够查到什么地步了 锦王府 书房内 一片狼藉 地面上碎裂着茶杯 还有一些文房四宝 锦王阴沉着一张脸坐在椅子上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个人影走进了书房 锦王刚想要呵斥 抬头见到是他的第一位老师 袁伟 便按下了心中的怒气 不过也没有站起来道 袁师来了 星号 星号 袁伟看着地面上的狼藉 轻轻叹息了一声 坐在了锦王的对面 低声道 可惜了 锦王脸上便现出了一丝沮丧 如果这次家境地真死了的话 锦王有着很大的可能性成为大明星帝 这些日子 锦王没有都非常亢奋 虽然闭门不出 却是在府内日日欢宴 晚上做梦都是自己身穿龙袍 登上大宝 实际上 不仅仅是锦王 整个锦王府中都笼罩在一种压抑的兴奋之中 锦王府的人想的没有锦王那么多 他们只知道锦王有个儿子 而豫王没有 如果嘉靖帝死了 这皇位九成便是锦王的 锦王成了皇帝 他们也就是皇帝的属下 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 嘉靖帝竟然莫名其妙地苏醒了 锦王的梦想当即便如肥皂炮般地破灭了 这种大起大落 放在一个城府深的人身上 都会引起心境的波动 更何况是锦王 原委站了起来 走到书房门口 见到锦王的侍卫站在门口 便摆摆手告诉他们在30米外警戒 30米内不允许有人靠近 然后将书房门关上 重新坐在了锦王的身前 压低了声音道 殿下 陈红之事可与你有关 锦王身子就是一斗 脸色白了几分 立刻说道 原是你 怎么这么想 这话从何而来 原委便轻叹了一声 神色变得极为严肃道 殿下 这件事如果与你无关便好 如果与你有关 一定要告诉我 老夫也好为你早做安排 锦王沉默了 随着锦王的沉默 原委的一颗心沉了下去 大约有五息的时间 锦王抬头道 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 真的 真的 原委沉声道 殿下 此事非同小可 锦王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力气 原师不信我 原委沉默了下去 大约三息的时间 抬头望向了锦王道 我只是担心这件事与你有关 殿下不要小看的锦衣卫和东场 锦王的脸色又白了几分 却依旧摇头道 与我无关 原委便叹息了一声道 既然如此 我们先把此时放在一边 但是你要记住 从此刻起 不管是在府内还是府外 都要慎言 我知道 殿下 你还要准备一件礼物送给陛下 毕竟陛下昏迷数日 方才醒来 你要表现出你的孝心 锦王点点头道 我送什么 原委略微思索了一下道 这次是陛下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殿下就送一些滋补品吧 想必陛下会体会到你的孝心 锦王再度点头道 好 我马上准备 原委认真的说道 殿下 你如今有后 便比豫王多了一份优势 如果再表现出你的孝心 讨得陛下欢心 你的优势便会进一步扩大 所以 你不必焦急 一切以稳为主 原委这是在提醒锦王不要走极端 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 锦王心中此时还忐忑不安 所以 倒是真诚地点点头道 顾明白 沉默了片刻道 只是三哥正在请李时珍诊治 恐怕我这个优势延续不了多久 原委沉吟了片刻道 我们可以在京城散布谣言 说是李时珍在京城扬言 说陛下之所以昏迷 全是服用金丹之祸 这有用吗 锦王目中露出了疑问 有用 原委点头道 陛下一心向道 如果听到这种谣言 一定会暴怒 这是在否定陛下的修道 否定他坚持一生的梦想 一个失去梦想的人 会有多么暴怒 殿下可以理解吗 太理解了 现在锦王就是处于梦想破灭之中 便欣然点头 又和原委商议了一番 这才将原委送了出去 回到了书房内 看到满地的狼藉 心中又暴怒了起来 想起原委的计谋 心中便烦躁了起来 散布谣言 有用 还不如直接将李时珍杀了 来人 殿下 一个人站在了锦王的面前 锦王满脸力气道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我要李时珍死 玉王抚 玉王坐在椅子上 眼泪哗啦哗啦的流 玉王飞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到玉王在哭 不由脸上现出了惊慌之色 紧走几步 来到了玉王的跟前 仓皇地问道 殿下 您这是怎么了 玉王便笑了 笑容中依旧泪水长流 伸出手抓住了王妃的手 激动地说道 父皇醒了 父皇醒了 玉王妃的眼睛猛然睁大 眼中现出激动之色 嗯 我总算安全了 殿下 门外传来了声音 玉王抬头望去 便见到高拱和徐杰连妹而来 在他们的身后跟着府内的大太监冯宝 脸上露出善善的笑容 他倒想拦住高拱和徐杰 但是他拦得住这两位吗 徐杰和高拱根本就不搭理他 直接便进来见玉王 玉王倒是没有做他想 反而是极为高兴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高拱和徐杰是什么人 一个是内阁首府 一个是内阁赐府 平时教训玉王都像是教训孙子似的 玉王对这两位可是心中怕得很 也就是最近几年 罗姓成为了玉王的老师 看着玉王和罗姓亲近 才让高拱和徐杰感觉到来自罗姓的威胁 两个人和玉王说话的态度才好了很多 所以玉王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怪高拱和徐杰不经通报的念头 欢喜地来到了高拱和徐杰的跟前道 徐师 高师 你们来了 徐杰和高拱点点头 玉王非见过高拱和徐杰之后 便退了出去 房间内便只剩下了玉王 高拱和徐杰三个人 徐杰脸上露出亲切之色道 罗姓 陈以晴和殷士丹没有来 没有 徐杰点点头道 殿下 这次的凶险你应该知道吧 嗯 玉王心有余悸地点头 殿下 你的身体 高拱轻声问道 玉王脸色就是一红 低声道 李神医说 还需要半年 高拱点头道 一定要听李神医的话 克制住自己 只要你但下笼子 锦王便再也没有优势 星号 星号 第971章通报 姑明白 姑已经不是年少不懂事了 两位老师放心 殿下 徐杰压低了声音道 这次我们之所以凶险 便是我们在东厂 锦衣卫和武军营没有人 你从罗姓那里 可是听说他有什么人 他的父亲可是在武军营 没有和你说过什么吗 高拱就看了徐杰一眼 心说 这老小子真是够阴的 还想着从玉王这里套一些罗姓的底细 看来通过这件事情 他对于罗姓有个爹在武军营很是忌惮 一旦在发生类似的事件 而是徐杰和罗姓争起来 罗姓可有一个在武军营的爹 最起码在武力上 徐杰是落在了下风 徐杰这是一边探查消息 一边在给玉王的心里扎根刺 你看 在陛下昏迷 陈宏专权的时候 罗姓有一个在武军营的爹 但是却没有做事帮玉王宁 这罗姓的忠心可疑啊 玉王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而是摇头道 没有 罗姓没有和我说那些 高拱看不惯徐杰那种小人行径 和这种人联手 真是得时刻小心 便开口拦住了徐杰道 殿下 如今陛下苏醒 这是一件大喜事 你可是要表现一下你的孝心 不要让锦王给比了下去 对对对 玉王精神一震 目光灼灼的望着徐杰和高拱道 两位老师 我应该怎么做 殿下觉得应该如何做 玉王便低头寻思了起来 大约几夕的时间 便抬头道 我给父皇准备一些滋补品 这是提中之意 陛下因为身体原因而昏迷 送些滋补品正好 徐杰点头道 不够 高拱却摇头道 殿下您能够想到的 锦王也一定能够想到 想必锦王也会送自不品进宫 这显示不出来 殿下您更有孝心 那 两位老师替姑写份贺表 高拱点点头 又摇摇头 看着玉王一脸的迷糊 最终高拱叹息了一声道 论其写清词 大明除了严嵩就是元伟 而如今元伟是锦王的老师 说句实话 如果锦王那边由元伟带写一首清词 老夫写不过他 玉王便将目光望向了徐杰 徐杰也摇头道 我也写不过他 玉王的心中便在懊恼中浮现出一丝不屑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们两个除了给姑讲些没有用的四书五经 除了动不动训斥我 还能够干什么 一到了真正需要你们出主意的时候 就什么办法也没有 想到这里 心里也不禁有些沮丧 有气无力地说道 那怎么办 高拱在决断方面 要略强于徐杰 但是在谋略方面却不如徐杰 所以此时便紧锁着眉头坐在那里 一时半会儿 想不出办法 一旁的徐杰便道 我们要想出一个超出锦王的办法 玉王的目光突然移动到 问问罗师吧 高拱和徐杰两个人都动了一下嘴唇 两个人本能地想要反对 如今罗信在玉王的心中 占据的位置已经够大够重了 把他们两个都挤得快要没有位置了 他们捧玉王登位 一方面是看不上锦王 另一方面是看玉王唇厚 实际上就是看玉王性格软弱 如果玉王登基 他们便能够凌驾于玉王之上 做到真正的把持朝政 将士大夫带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顶端 但是如今罗信在玉王的心中 明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这样已经威胁到他们两个人了 如果再让罗信在玉王的心中 进一步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那就算玉王以后登基 还有他们两个什么事儿 所以他们两个本能地想要反对 但是这样的话又不好说出口 到底还是徐杰脸皮后 沉吟了一下道 如今罗信也是俗世缠身 这样的事情 恐怕他也没有心思去琢磨 玉王便翻了一个白眼 心中暗道 罗氏的麻烦还不是你给弹劾的 高拱这一会儿倒是反复思考过了 如今已经是关键时刻 锦王有子 而玉王无子 如果在取悦陛下这件事上 再落下了下风 玉王可真就危险了 谁在玉王心中分量重 那是玉王登基以后的事情 眼前还是帮助玉王登基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便开口道 殿下可以抽时间问问不弃 别抽时间了 玉王望向高拱的眼神便多了一份温度道 我这就派人去把罗师请来 正好两位老师也在这里 三位老师今日一定要商议出来一个计策 不让四弟争先 高拱和徐杰还能够说什么 唯有点头 玉王便将冯宝喊了进来 让冯宝去请罗信 很快 罗信很快就出现在玉王府 在来时的路上 他已经知道高拱和徐杰在玉王府 心中便有些迷惑 高拱和徐杰什么时候能够连妹拜访玉王了 而且叫我去做什么 问了一下冯宝 冯宝也不知道 冯宝可知道罗信在玉王心中的地位 所以也不敢隐瞒罗信 告知罗信 高拱和徐杰是和玉王在房间内密谋 关着大门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事儿 罗信便皱着眉头思索着 一直到了玉王府 也没有想出来高拱和徐杰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心中还是有些紧张 如今的局势中 高拱和徐杰竟然和玉王联合找自己 一定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否则以徐杰的尿性 根本不愿意面对自己 就像罗信不愿意面对徐杰一样 思索间 便已经到了玉王府 罗信跟着冯宝向着大殿走去 来到门口 冯宝脸色便善善的看着罗信 按规矩 那是应该罗信在外面等着 让冯宝先进去通报 但是 冯宝连徐杰和高拱都不敢拦 更何况玉王最为重视的罗信 罗信是多聪明的人啊 只要看到冯宝脸上善善的表情 罗信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而且从他的表情上也能够推测出 以高拱和徐杰的尿性 根本就不会搭理冯宝 直闯大殿面见玉王 心中一动 视镜往往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一个小小的事情 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罗信决定给高拱和徐杰添点读 给玉王的心中重根刺 便顿住了脚步 温和地说道 请冯公公通报一声 星号 星号 第972章提议 冯宝的脸上顿时就现出了感慨之色 看看人家 一时之间 冯宝都不知道怎么形容罗信了 弯着腰向着罗信试了一礼 这才上前轻轻敲门 里面传出来玉王的声音 这才推门走了进去 哈着腰道 殿下 罗氏来了 还不快请 玉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快步向着门口走去 冯宝伸手敏捷地将大门推开 便露出了罗信的身形 罗信哪里能够让玉王迎出来 那自己不是白费功夫了 于是 急忙跨进了大门 朝着玉王施礼道 臣 拜见殿下 玉王急忙伸手扶住罗信 脸上献出欢喜笑容道 罗诗 妮可来了 然后便拉着罗信向着大殿内走去 罗信目光向着高拱和徐杰望去 见到高拱面露笑容 徐杰道也没有阴着脸 可是也没有笑脸 罗信便拱手道 见过高阁老 徐阁老 不气来了 高拱含笑道 徐杰点点头 没有言语 罗信心中便是一跳 徐杰没有冷面相对 看来这次玉王遇到的事情不小 待落座之后 便望向了玉王道 殿下 换成来 不知何事 是这样 玉王便向着罗信把事情说了一遍 然后便期待地望向了罗信 罗信心中便是一定 只是这件事 并不严重 只是他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主意 便向着高拱道 高阁老 您有什么主意 高拱便摇了摇头道 我和徐阁老都没有想出什么主意 只有送些资补品和贺表 不气 你年轻 脑子活 帮殿下想象 罗信便点点头 陷入了沉思之中 玉王便期待地望着罗信 徐阶和高拱也垂下了眼帘进入到思索之中 即便是罗信来了 他们两个也不希望罗信能够想出新奇的主意 更希望自己能够想出来 所以 他们两个也在那里努力地想着 看着屋子内的三个人都愁眉紧锁 玉王眼中的期待便渐渐消失 扶上一丝沮丧 男男道 就送些资补品吧 父皇他老人家是因为身体原因昏迷的 姑舅挑选一些最为贵重的资补品 再麻烦三位老师写一份贺表 身体 昏迷 罗信的眼睛猛然一亮 家境地可不是单纯的身体原因而昏迷 而是因为中毒 服用金丹中毒而引起的昏迷 所以在家境地的心中 修道才是重中之重 便抬头道 这件事情不能以陛下身体为缘由 应该从陛下修道方面去想 高拱和徐杰的眼睛都是一亮 玉王眼中又露出了期待之色问道 罗诗可是想出来办法 还没有 不过既然想出来方向 却也不难 待微臣想象 罗信略微思索了一下道 殿下可为陛下准备两份礼物 那两份 玉王紧紧地盯着罗信 罗信望着玉王道 殿下 王妃会女红吧 会 玉王急忙点头道 那就好 罗信点头道 第一件礼物就落在了王妃的身上 让王妃亲手为陛下做一件道袍 高拱和徐杰文听 眼中便现出复杂之色 虽然轻轻点头 但是心中却现出浓浓的极度 那第二件礼物呢 玉王急忙开口追问 第二件礼物便落在了殿下您的身上 是什么 殿下亲手为陛下抄写一本道德经 妙啊 玉王府长大笑 徐杰和高拱也纷纷点头 虽然不愿意让罗信抢去了风头 但是心中却知道这是一个好主意 有了主意 心中大定 玉王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也有心思开完了 陈红真是眼界短小 便是他成功了 还真以为四弟会重用他 以四弟那个性子 一定会杀了他 他也不是因为锦王 徐杰淡淡的说道 陈红只是陛下用来制衡陆炳的 即便陆炳是陛下的发小 曾经救过陛下的性命 是陛下的绝对心腹 陛下也不会完全信任他 有陈红掌控的东厂 陆炳便不会渗入大内 更无法控制五军营 哦 玉王坐在那里开始沉思 高拱脸上现出了一丝诧异 他不明白为什么徐杰突然开始传授 玉王为君之道 以徐杰的性子 恨不得玉王什么也不会 就是一个傀儡 转念一想 高拱有些明白了 这是罗信给徐杰的压力太大了 这么持续下去 就算玉王最终登基为帝 在玉王的心中 罗信也会摆放在第一位 以罗信的手腕 名声和智慧 一旦得到了玉王的信任 会将徐杰摆布的欲先欲死 这不禁令他心中也是一领 徐杰都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用传授玉王为君之道来 重新赢得玉王的好感 自己也不能够傻作者 于是便开口道 如今陆炳一死 那陈宏便凸写了出来 陛下自然不会任由一家独大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 即便是陈宏依旧老老实实 陛下也不会放过他 说不定就会派他去守灵 陈宏会如何甘心 玉王皱着眉头坐在那里思索着 似乎有些明白 又有些不明白 罗信坐在那里默然不语 他自然是知道徐杰和高拱之所以说这些的目的 心中暗道 早干什么去了 现在知道讨好玉王 呵呵 让开 门外响起了一个不悦的声音 然后便见到大门被推开 陈以晴和英士丹出现在大门口 见到里面坐着徐杰 高拱和罗信 脸色就是一变 这分明是在开会 却没有通知他们两个啊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也是玉王的老师好不好 两个人当即便如同被抛弃的孩子 急走几步 走进大殿 委屈的失礼道 陈 拜见殿下 玉王此时心情正好 见到陈以晴和英士丹 脸上便露出了笑容道 两位老师也来了 还未等陈以晴和英士丹开口 便见到徐杰和高拱站了起来道 殿下 陈还有公务处理 告退 啊 玉王有些惊讶地站了起来 陈也告退了 罗信也站了起来 罗师 玉王的脸上现出了不舍 星号 星号 第973章 问长生 不过 徐杰 高拱和罗信 却已经在此失礼 向着大门外走去 在这三个人的心中 虽然彼此不对付 但是心中却知道对方都不等闲 在玉王这件事上 都不会是坏事之人 而陈以晴和英士丹 在三个人看来 都是有小聪明 而没有大局观的人 不值得公事 所以 事情既然已经商议结束 没有人愿意留在这里和陈以晴 英士丹敷衍 姑送送你们 玉王紧跟着三个人走了出去 将陈以晴和英士丹两个人扔在了大殿内 两个人望着高拱 徐杰和罗信三个人的背影 眼睛冒出了火 罗信会到了府邸 陆远便走了过来道 侯爷 李神一被宫内来的人请去了 这怎么刚回来 天还没黑 就又给请去了 陛下的身体又出问题了 不知道 罗信突然脸色一变 他自己去的 怎么可能 陆远笑道 我派了50个家丁保卫着李神一去的 呼 罗信这才松了一口气道 一定要严密保护李神一 属下明白 陆远认真的点头 罗信又在门口的台阶上 来回走了几遍 最后站住身形道 不行 我要去入宫看看 别是陛下的身体又出了问题 罗信乘坐着马车 在鲁大庆和万大全的保护下 向着皇宫行去 玉西宫 请宫内 家境地半躺在床上 后背垫着两个枕头 望着李时针道 李先生 你的药十分好使 只是这一天的时间 朕就感觉到爽利了很多 太医院那些人和你比起来 就是一群垃圾 李时针心里记得罗信的话 所以只是笑笑 却并没有说话 李先生 这药镇要吃多久 我来给陛下把把麦 好 李时针给家境地把完麦之后 又闭目寻思了几夕的时间 这才淡淡地说道 再服用二十天就差不多了 二十天之后 朕就不用服药了 家境地脸色就是一喜 嗯 李时针点头道 到时候只要静心调养即可 家境地闻听 大喜过望 连身子都立刻觉得轻了几分 活动了一下身体 让自己略微坐直了一些 目光炯炯地望着李时针道 这么说 二十天之后 朕就痊愈了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随时有着起伏的可能 那怎么办 家境地期待的望着李时针 陈刚才已经说过了 需要陛下静心调养 早睡早起 控制情绪 再适当地锻炼 草民发明了一套锻炼身体的功法 叫做武情戏 陛下若是感兴趣 草民可以传授给陛下 好 家境地高兴地点头 李时针便回身拿起了药箱 在里面取出了一本册子 递给了家境地道 这就是草民所创的武情戏 家境地结果了武情戏 却并没有去翻看 望着李时针道 李先生 你曾经也是太医院的太医 回来可好 李时针便摇头道 陛下 你也知道草民正在编写本草纲目 草民收集的资料并不全 还需要四处游历 之前只是为了豫王殿下 所以才留在了京师 之后 草民还是要离开的 家境地便点点头 感受到李时针的医术 他对本草纲目 也重视了起来 自然希望李时针 能够在他这个时代将 本草纲目写出来 那也是他的荣誉 便道 朕不拦你 你有何困难 便去找罗信 告诉他 就是朕说的 不管你有什么要求 他都必须做到 谢陛下 李先生 豫王的身子如何 还能够医治吗 能 李时针肯定地点点头道 否则草民也不会留在京师了 那 估计什么时候能好 李时针沉吟了一下道 还需要半年吧 半年 这便好 家境地点点头 然后神色闪过一丝犹豫 最后还是开口道 李先生 你看朕这身体 还能够坚持多久 李时针立刻摇头 傻子才给家境地断生死 陛下 草民只是医生 这个真是看不出来 不过 只要陛下按照草民所说的那样去做 总会延年益寿 真的不知道 家境地逼问道 李时针便苦笑道敖 草民真不知道 草民还没有那个境界 家境地沉默了 李时针心中便有些不安 微微低着头坐在那里 心中更是谨慎 正所谓半君如半虎 在没有将本草纲木 完成之前 他可不想自己被家境地杀头 半想 家境地一字一顿地问道 李先生 你为神医 而且走遍天涯海角 这世上可有不死药 李时针心中便叹息了一声 认真的摇头道 没有 真的没有 家境地目光炯炯地盯着李时针 眼中充满了渴望 怎么可能有 怎么就不可能 老子和庄子就不说了 彭祖 臣团不都是吗 那都是传说啊 李时针苦笑道 从秦始皇开始 便有无数帝王寻觅不死药 但是那个帝王长生过 家境地的脸上便现出失望之色 但是心中却依旧不肯否定 自己一生的坚持道 无风不起浪 传说未必就不真实 李时针此时真的想要和家境地说道说道 但是一看到家境地眼中的坚定 便知道自己说了也没有用 修道是家境地一生的坚持 精通一律的他深知 人的信仰对人身体的重要性 有着信仰 一个人即便是在身体很糟糕的情况下 也能够坚持数年不死 但是一个同样身体糟糕的人 一旦失去了信仰 恐怕活不过去几天 如果李时针现在打破了家境地的信仰 不仅对家境地无益 而且有害 更何况 家境地未必听他的 说不定还引起家境地暴怒 将他给杀了 于是便道 陛下 草民将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医道上 李时针的意思很明白 就是我就是一个医生 你说的那些我不懂 你老人家也别问我了 家境地脸上的失望之色更浓 便摆摆手道 你退下吧 草民告退 星号 星号 第974章静言的冯宝 此时 在豫王府 陈以晴和英士丹感觉到 豫王的敷衍态度 两个人坐了没有一刻钟 便沮丧地离去 心中有些后悔 早知道陛下能够醒来 自己就天天来豫王府 也不用害怕锦王秋后算账 呸 冯宝轻轻地朝着陈以晴和英士丹土了一口 他声音虽然轻 而且是背着豫王 却还是让豫王听到了 脸色不由一尘 贺道 冯宝 你这是干什么 冯宝吓得就是一哆嗦 连忙贵吓道 奴婢错了 哼 豫王冷哼了一声道 他们是孤的老师 你这奴才如此对待孤的老师 将来还会有谁帮孤 去吧 以后不用伴着孤了 你去马房吧 殿下 饶命啊 冯宝碰碰的磕头 但是见到豫王转身离开 心中大害 急忙西行几步 抱住豫王的大腿道 殿下 奴婢不是为了自己委屈 是为了殿下委屈啊 嗯 豫王顿住了脚步 低头望着冯宝贺道 说 如果乱嚼舌根子 你也不必去马房了 姑舅打死你了仗 是 奴婢绝对不乱说 冯宝抬起头 流着眼泪道 殿下 徐格老 高格老 还有罗大人 陈大人和英大人是您的老师 但也是您的臣子 您给了他们老师的尊敬 但是他们却没有给您臣子的本分 豫王便微微皱起眉头道 你想要说什么 殿下 作为臣子的 哪里有不经通报 直闯大殿 面见殿下的道理 长此以往 还有谁会把殿下放在眼里 对 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殿下您放在眼里 徐格老和高格老来的时候 奴婢说要禀报殿下 两位格老连看都懒得看奴婢一眼 仿佛根本就没有听到奴婢的话一般 直闯大殿 而陈大人和英大人直接贺令奴婢闪开 这就是去一般的朋友家 也需要通报吧 他们凭什么就如此硬闯 完全不把殿下放在眼里 豫王的脸上现出了不悦之色 最终还是叹息了一声道 他们是孤的老师 可是罗大人也是殿下的老师啊 冯宝哭着说道 原本奴婢知道殿下十分尊敬罗大人 而且高格老和徐格老都是直接面见殿下 所以当时奴婢正纠结着如何向罗大人开口 允许奴婢先向殿下禀报 但是还没有等奴婢开口 罗大人就先请奴婢去向殿下通报 真是没有比较 就没有伤害 这个时候 豫王也想了起来 当初罗姓是经过冯宝的通报才进来的 同时也想起来 他曾经听到陈以晴在门外呵斥冯宝闪开 豫王的脸色铁青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皇子 就算性格懦弱 也有着皇家的脾气和尊严 名声喝道 以后陈以晴和殷士丹再来 必须经过你的通报 否则不准许他们见孤 遵命 冯宝的心又飞了起来 豫王这么说 就证明原谅他了 他不用去马房了 站起身形 小声地说道 那徐阁老和高阁老呢 豫王便轻叹了一声 陈以晴和殷士丹他可以不在乎 但是徐阶和高阁老 他哪里敢不在乎啊 原本高拱和徐阶就一年来不了一两次 来豫王府 那是给豫王面子 如果豫王敢跟徐阶和高拱摆架子 他怎么敢摆架子 他们两个就随他们吧 冯宝的脑袋便搭拉了下来 豫王又宁声道 还有 对罗师要尊重 要比高师和徐师还要尊重 如果有天让我听到你对罗师不尊重 你就去马房 奴婢哪里敢对罗大人不尊重 冯宝连忙叫区 罗姓来到了皇宫门前 从马车上跳下来 见到五十个家丁正在边上等候着 见到罗姓到来 一个个纷纷上前拜见 罗姓摆摆手 便向着皇宫大门走去 却猛然顿住了脚步 因为他见到李时珍正背着一个药箱 从皇宫内缓缓走来 带李时珍走出了皇宫的大门 来到了罗姓的跟前 罗姓接过了李时珍的药箱道 走 跟我上车 两个人进入到车厢 离开了皇宫足有一里地 罗姓这才压低了声音问道 你没有提陛下修道的事情吧 没 李时珍情绪不高地说道 呼 罗姓便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道 没提就好 我还真怕你提的 原本是想提的 罗姓心中虽然知道李时珍最终没有提 但是听到这句话 一颗心还是悬了起来 急声问道那后来怎么没提 李时珍摇了摇头 最后叹息了一声道陛下已经走火入魔了 不提还能够活一段时间 提了说不定立刻就死了 陛下他还能够活多久 李时珍便抬头瞪他 罗姓便善善地笑了笑道 不说就当我没问 车厢内沉默了下来 半想李时珍低声道最多三年 但是在这三年内随时都有去的可能 罗姓轻轻点头 车厢内再次陷入寂静 马车咯吱咯吱地回到了罗府 罗姓和李时珍从马车上下来 罗姓朝着万大拳招了招手 万大拳便跑了过来施礼道 侯爷您有什么吩咐 你挑五十个人 以后专门保护李神医 十二个时辰不间断保护 尊令 没有那个必要吧 李时珍皱着眉头道 有必要 罗姓凝声道 我害怕有人狗急跳墙 爱 这皇家事 真的不能够沾啊 李时珍叹息了一声 向着自己的小院走去 罗姓脸色也有些凝重地 向着自己的院落行去 第二天 罗姓去了一趟冒生胡同 让王翠翘洒出人马 调查陆炳生前的点点滴滴 然后便回到了自己的府中 没有去去贤书局 也没有去詹氏府 如今的局势愈加得扑朔迷离 罗姓暂时不想参与其中 因为他知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他想要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清晰地观察一切 在错综复杂的局势时 保持清醒是重中之重 但是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罗姓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 待了一天 就被留守友又拖下了水 新号 新号 第975章怀疑对象 这是傍晚 罗姓正坐在自己的书房内 查阅着一张张由王翠翘送来的各方消息 便听到轻轻地敲门声 进来 门开处 鲁大庆走了进来道 侯爷 留守友又来了 罗姓略微沉吟了一下道 去请留守有来我的书房 鲁大庆悄然离去 罗姓起身沏了一壶新茶 然后走到门外 便听到脚步声传来 两条人影从月亮门走进 罗姓上前几步拱手道 刘兄 不记 冒昧来访 妄不见怪 罗姓的脸上就浮现出笑容道 刘兄多虑了 请 请 两个人在书房落座 鲁大庆在门外将房门关上 守在了外面 不记 什么时候可以开关验尸 罗姓的脸上便献出了一丝苦笑道 我还没有和陆毅谈 和他谈 刘首友的脑袋摇得像是波浪古道 别和他谈 不但不会同意 还会恨你 可是 总得先和他谈谈 毕竟他是大嘟嘟的长子 也对 刘首友点点头 随后又长叹了一声道 不过 没用 罗姓也不由苦笑连连 两个人沉默了下去 罗姓不想卷入此事过多 所以一直保持着沉默 最好是大家谈些风花雪月 最后刘首友离开 但是 这明显是罗姓想多了 沉默了大约三分之一刻中的时间 刘首友终于憋不住了 轻声道 不气 今天我们查到了一些事情 想要请不气给老哥参详参详 罗姓的脸上便献出了无奈 点点头道 愿闻其详 今天我们将陆府的人逐一排查 获得了一个线索 能够进入到大嘟嘟房间 服侍大嘟嘟的只有四个人 大公子 二公子 四一太和八一太 你的意思是 如果有人投毒害了大嘟嘟 就只能在这四个人之中 不错 罗姓便皱起了眉头道 有没有可能 是江湖人 或者杀手 呵呵 刘首友便自信地笑了起来 不气 你不了解我们锦衣卫 在大嘟嘟的房间周围 有着五重名哨暗哨 不可能有人能够躲过我们锦衣卫的监视 而秘密潜入 说句夸张的话 便是飞进去一个苍蝇 我们的人都能够分出公母来 罗姓便偷偷撇了撇嘴问道 大嘟嘟那五重 明哨暗哨和皇宫比起来如何 那自然比不过 刘首友善善地说道 罗姓便在心中暗道 那还说个屁啊 石韵潜入皇宫就像烫平地一般 想要潜入陆府 还不是轻而易举 我就不相信 江湖上 就没有和石韵一样的人才 不过 这样的话自然不能够说 陈吟了片刻道 那这四个人有什么反常行为吗 没有 刘首友摇头道 都在灵堂守灵 都是一个表情 没找他们单独问问 这怎么问 刘首友像看傻子 一般地看着罗姓道 这四个人 两个是大嘟嘟的儿子 两个是大嘟嘟的姨太太 身份尊贵啊 罗姓揉了揉眉心道 那两个姨太太有什么背景 没有什么背景 刘首友道 四姨太是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子 嫁给大嘟嘟后 全家都搬进了锦衣卫的黄庄内 八姨太是一个青楼女子 独身一人 罗姓便不言语 直直地盯着刘首友 刘首友便善善一笑道 大公主和二公子身份尊贵 而且是大嘟嘟的儿子 不好查 不敢查 而且也没有必要查 四姨太全家都在黄庄 应该不会也不敢害大嘟嘟 只有八姨太 我们锦衣卫已经开始查了 最近一年内他都与谁接触过 只是还没有具体的消息送上来 那就赶紧查 罗姓宁声道 老哥知道 看着刘首有不再言语 但是也不走 罗姓便道 你这次来 不是就为了来告诉我这些事情吧 刘首有点点头道 我有一个推测 想请老弟给我参详参详 说 这个 怎么 有些犯计 愿说不说 别 我说 我说 刘首有紧张地向着四处张望 罗姓便没有好气地说道 你不用看了 我这里是安全的 大庆守在门外 书房周围还有二十沙场老兵 没有人能够听到你说什么 呼 刘首有就松了一口气 压低了声音道 老弟 咱们假设啊 是假设 你烦不烦啊 呵呵 刘首有甘笑了两声 又压低了声音道 我们假设 陆炳是被人害死的 那么害死陆炳的目的是什么 而在陆炳死后 陈红是跳得最欢的 说巨大不尽的话 在陛下昏迷之时 实际上陛下已经被陈红软禁了 而且掌握了皇宫 一旦他再完全掌握了锦衣卫 便可以说 整个个皇宫内外 都已经被陈红掌握 在这个时候 如果陛下驾崩 而且留有一照 陈红想要谁登上大宝 谁就是未来的皇上 你什么意思 罗信目光亮了起来 我的意思是 在大都督活着的时候 东场根本就兴不起风浪 陈红在大都督眼前 就和孙子一样 只要大都督活着 陈红想要掌控东场都不可能 你也知道 东场的人几乎都是从锦衣卫抽调过去的 哪个见到大都督不都乖乖的 所以说 只要大都督活着 陈红他连东场都控制不了 更何况想要控制内功 在看大都督死后 他不仅掌控了东场 而且疯狂地抓捕锦衣卫 中大都督的亲信 就连大都督的几个义子 副指挥时都被他抓了起来 目标直指掌控锦衣卫 说到这里 留守友的神色严肃了起来 从这些事情我们反推 陈红有没有暗害大都督的可能 有 罗信点头道 但是 你不是和我说过 大都督府有着五层守卫 就是一个苍蝇飞进去 都能够分出公母吗 就算陈红想要害大都督 又如何下手 这个留守有尴尬到 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呵呵 星号 星号 第976章沈陈红 说吧 你是什么意思 这个 我想请老弟去审审陈红 不可能 罗信白首道 我说过 我不会直接插手此案 我是詹世福佐树子 不是锦衣卫指挥使 也不是东厂大当头 我知道 我知道 留守友连连陪笑道 我没有想您亲自插手 只是想请您去和黄公公谈谈 你怎么不去 我 留守友的脸上露出了苦笑道 我是锦衣卫 他是东厂 我们两方本来就不对付 大都督在的时候 可以把东厂像训孙子般的去训 但是我不行啊 我要是去了 黄公公根本就不会搭理我 几句话就把我给刺了出去 黄公公是谁啊 陛下的身边人 和大都督一样 都是陛下的发小 我哪里敢去 你不敢去 我就敢去 不是 留守友集道 您和我不同了 别看您只是一个左竖子 但是您是文宗啊 黄公公对您还是非常尊敬的 老弟啊 这可是一条路子啊 也许破案的关键就在这里 您帮我去问问 好吧 罗姓琢磨了一会儿道 能不能问出来 黄公公给不给面子 可就不一定了 无论怎样 我都欠您一份情 算了 也不提什么情不情的了 我如今这个位置 都是您举荐的 如果您再帮我坐稳了这个位置 以后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便是留守有向罗姓投诚了 只是究竟有几分可信 那就呵呵了 不过 两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 只要罗姓不倒大霉 哪怕只是坐在 詹士府左竖子这个位置 留守友也会十分忌惮罗姓 只要罗姓开口 能办的事情 也一定会尽力去办 实在是罗姓一路走过来 没有少过争斗 罗姓的名声都是一路斗过来的 凡是和罗姓争斗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便是当朝内阁首府徐阶 虽然如今还坐在内阁首府的位置上 但是几次和罗姓交锋 都没有占到便宜 甚至有些灰头土脸 这样的战斗力 留守有怎么会不怕 留守有离开了 罗姓的心情好了不少 不管怎么说 在陆炳死后 他算是又和锦衣卫有了密集的关系 最起码在这段时间内 锦衣卫绝对不敢跟踪自己 让他方便了许多 第二日 罗姓去了东厂 北镇府司门前的番子 看到了罗姓之后 一个个都露出了谦卑的笑容 大人 您来找黄公公 嗯 罗姓点头问道 黄公公可在 不在 那个番子摇头道 黄公公在伺候皇上 通常只会在下午来一个时辰 罗姓点点头 便转身上了马车 吩咐马夫去黄公 进入到黄公 罗姓自然不会去玉溪宫 没有家境地的传讯 他也进不去 他直奔黄景居住的地方 然后吩咐一个小太监去通知黄景 罗姓足足等了半个时辰是时间 才见到黄景走了进来 见到罗姓 先是点点头 然后端起茶水一饮而尽道 不气 陛下刚刚睡着 咱家才脱身 陛下不是让你接管东厂 审问陈红吗 那也得先服侍好陛下啊 也对 罗姓点点头 他很了解这些太监 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虚的 只有皇上的信任才是真的 有了皇上的信任 便有了一切 失去了皇上的信任 便失去了一切 不气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我是想问问陈红审问的怎么样了 黄景的脸上便献出了尴尬之色道 昨天刚刚把他抓起来 只是揍了他一顿 还没有来得及问 准备下午去问问 罗姓便是苦笑道 这件事脱不得啊 别等着陛下问你 你什么也不知道 如果让陛下觉得你没有掌控东厂的能力 我明白了 黄景的神色立刻凝重了起来 我这就去审问陈红 不计和我一起去 也好 不过先说好了 我只是去看看 明白 两个人离开了皇宫 来到了北镇府司 被帆子迎了进去 一直走到最后一间牢房 那个之前关押陆饼一子的牢房 早有帆子搬过来两把椅子放在了牢房的门前 罗姓和黄景落座 望向了牢房内的陈红 此时的陈红再也没有了当初在玉西宫外阻挡罗姓的气势 身上的衣服都是血字 脸色苍白 他愿赌的看着黄景和罗姓 音声道 黄景 罗姓 你们两个弄不死我 等咱家出去 必定弄死你们两个 吃 黄景吃笑了一声道 你还想着出去 做梦吧 陈红瞪着黄景道 咱家又没有醉 大不了多关几天 等着陛下想起了咱家 就会放咱家出去 黄景音音的盯着牢房内的陈红道 你说的不错 谁也不敢肯定陛下会不会有一天想起你 你如果活着 说不定陛下念旧 就把你个放了出来 但是 如果你死了 即便是陛下想起你 又如何 你你你 你想杀死我 呵呵呵 黄景发出一阵尖锐的笑声 嘲笑的望着陈红道 陈红 你也是东场大当头 在这里弄死一个人很难吗 你活着 也许陛下还有念旧的时候 你死了 就算陛下想起你 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陈红死死的盯着黄景 只是脸色越来越苍白 眼睛也渐渐的发虚 你会放过我 不会 当然不会 黄景果断地说道 就算咱家说会放过你 你信吗 不信 这不就结了 黄景双手一摊 那就给咱家一个痛快 陈红嘶吼道 为什么 黄景英笑着问道 我为什么要给你一个痛快 你 陈红的脸上现出了恐惧之色 说吧 陈红淡淡地说道 你也曾经是东场的大当头 怎么行训你是行家 要不要让东场的行训 在你的身上都来一遍 呵呵 陈红此时又恢复了平静 还冷笑了两声道 既然都是死 怎么死无所谓 黄景 咱家就等着你把行训 都在爷身上来一遍 只要爷不死 爷将来必定弄死你 星号 星号 第977章 相劝 黄景便拍拍手道 去啊 难道还想着他是你们的主子 那些东场的帆子立刻变了颜色 连忙冲进了牢房 看着陈红兄弟的等着他们 一个帆子挥手就是一个耳光扇了过去 将陈红的一颗牙都扇飞了出来 看着陈红还兄弟的瞪着他 不由开口骂道 看什么看 然后宁笑道 等老子给你上十三变形之后 看你还敢看老子 这一下午 罗信和黄景就坐在牢房外 亲眼看着陈红背上了十三变形 壮硕的陈红已经被折腾个半死 但是 这陈红还真是一个狠人 宁是没有招供一句话 几个帆子将刑具从头到尾过了一遍 陈红的十个指甲和脚指甲都被拔了下去 几个帆子垂头丧气地望着黄景 废物 黄景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呵呵 陈红发出如同夜宵一般的笑声 呵呵 黄景那尖锐的笑声也响了起来 那陈红的夜宵般笑声便戛然而止 望向了黄景 黄景呵呵 笑了一阵 直到陈红的眼中献出了一丝惊惧 这才停了下来 笑咪咪地对陈红说道 陈红 我听说你当初把黄豆塞进了 陆饼那几个一子的里 我也准备试一试 如果你还能够坚持不说 我也就不再审问你了 也不再对你用行了 呵呵 因为那根本就不必了 你会被自己的屎憋死 呵呵呵 黄景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陈红惊恐地大叫了起来 黄景脸色一沉 喝道 还等什么 给我塞 陈红 你这个烂屁股 张嘴 黄景淡淡地说道 立刻有一个帆子 手里拿着一个板子 向着陈红的嘴抽了过去 啪啪啪 便将陈红的牙都抽了下来 陈红已经骂不出了 只有在那里 呜呜 鼻涕和眼泪流了满面 塞 黄景音狠地喝道 立刻便有人取出了黄豆 另两个人三下两下 便将陈红的裤子扒了下来 将陈红翻了过来 将两条腿给按住 那个拿着黄豆的人 便将黄豆一颗一颗的塞了进去 黄景站了起来到 等他招了的时候 通知咱家 是 那些帆子立刻应道 罗大人 我们回吧 黄景望向了罗信 罗信点点头 便和黄景离开了北镇府司 在北镇府司大门口 两个人分手 一个回宫 一个回府 罗信坐在马车内 回想着刚才看到的陈红惨状 不由轻轻叹息了一声 多少好汉子 只要进入了锦衣卫和东厂 都会被折磨的人 不忍鬼不鬼 平静了一下心情 敲了敲车厢板道 去陆府 马车便向着陆府行去 在陆府的大门口 罗信站在那里 很快 陆毅便匆匆走了出来 朝着罗信拱手道 罗大人请 大公子请 两个人来到了 陆丙的书房落座 陆毅便再次向罗信道谢 多谢罗大人相救我三位哥哥 罗信心中知道陆毅口中的三位哥哥 指的就是陆丙的三个义子 便摆摆手道 分内之事 不足谢 大人 陆毅的脸上献出了期盼之色道 可是家父的冤情查出来了 这个你不应该问我 如今陛下已经将此事交给了锦衣卫留守友 刘守友原本就是大嘟嘟手下 想必与你们也熟 陆毅的脸上就现出了一丝尴尬之色道 我去拜访过刘叔叔 他说会尽力 这不就结了 罗信含笑道 你们要做的就是配合好刘守友 可是陆毅的脸上现出了一丝气愤 可是他何在下说 他如今还不能够确定家父是不是真的被害死 罗信沉吟片刻 点点头道 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大嘟嘟久病卧床 所以他的死很难分出是病死 还是被人害死 但是家父确实是暴毙啊 陆毅挤道 罗信便摆摆手道 你也知道 李神医如今住在我府上 是 陆毅点头 眼睛中透露出迷茫之色 他不知道罗信为什么说起李时珍 如果陆毅还活着 提李时珍还可以 如今人都死了 就算李时珍是神医 那又如何 难道还能够让陆毅气死 复生不成 我曾经将大嘟嘟的情况和李神医说过 问李神医 大嘟嘟这种死亡情况 是不是一定就是被人害死 李神医怎么说 陆毅目光灼灼地盯着罗信 李神医说不一定 一个久病在床的人 身体各项机能都已经衰弱 如果在某个时间点闪上 这些各个机能上的衰弱同时爆发 便可以让一个看着还有几个月 或者半年受命的人突然死亡 罗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陆毅结结巴巴的问道 我的意思是 大嘟嘟是不是被人害死 如今缺乏证据 这件案子原本就难查 又没有真正的证据 刘首友如果差不出来 便会向陛下汇报 因为缺乏证据 大嘟嘟是正常死亡 他怎么敢 陆毅愤怒地站了起来道 家父待他不薄 罗信便摆摆手道 刘首友会尽力 他也不敢不尽力 否则会被锦衣卫的人 视他为天性凉薄 毕竟他也是大嘟嘟的手下 只是 朝堂会有一生 而且这种一生会越来越大 当初陈红将事情闹得太大 不仅仅是将宫内闹得一塌糊涂 将锦衣卫闹得几乎瘫 更是抓捕文官武将 将朝堂闹得纷纷扬扬 宫内和锦衣卫也就罢了 但是文官哪里是那么容易招惹的 特别是一个太监如此的肆无忌惮 所以 那些文官势必将此时的根源 落在了大嘟嘟身上 凭什么 陆毅不服道 因为陈红就是以查大嘟嘟死亡真相为起点 才将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最后牵扯到了文官 文官势必不会让这种事情持续下去 而大嘟嘟被人害死 并没有真正的证据 这就给了文官借口 会弹劾你们陆家嚣张跋扈 为了一个没有证据的死人 而扰乱朝堂 一旦弹劾成事 不仅留守有查不下去 就是皇上恐怕也会压下此事 新号 新号 第978章 人命案 看了一眼即将暴怒的陆毅 罗信淡淡地说道 这还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陆家 因此彻底得罪了文官 待此事的风头过去 恐怕陆家 罗信说到这里 便不再言语 陆毅的脸上就现出了恐惧之色 锦衣卫和文官一向不太对付 陆炳虽然为人不错 也曾多方面照顾文官 但是漫长的一生当中 不可避免地狠狠地得罪了许多文官 毕竟他是为家境地服务的 不是为文官服务的 陆炳死后 陆家人原本就担心自己的命运 在听罗信这么一分析 陆家说不定 就会被文官整得家破人亡 但是 如果就这么放弃调查真相 陆毅又不甘心 便扑通一声跪在了罗信的面前道 罗达人 还请教我 罗信沉吟了一会儿道 如今只有两条路 那两条 陆毅期待地望着罗信 第一条路 那就是承认了证据不足 忍下这口气 以后好好过日子 第二条呢 陆毅不甘地问道 第二条路 便是拿出大都督被害死的证据 可是我没有证据 如果想要有 就会有 罗信语气坚定地说道 陆毅的眼睛就是一亮 请罗大人教我 开关验尸 罗信轻声说道 陆毅的神色就是一呆 随后脸色便现出了怒涩 藤地站了起来道 罗大人 这不可能 罗信点点头道 我知道这令你很为难 我也没有强求你开关验尸 只是给你一个建议 开关验尸之后 如果查出来大都督是正常死亡 你们做晚辈的人 也可以彻底放心 如果查出来被害的证据 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求陛下彻查 不 陆毅将脑袋摇得像波浪鼓 我不能够做这样不肖的事情 人死为大 更何况家父 好吧 罗信点点头 站起来道 大公子 本官告辞了 你可以多和留守有联系 陆毅的脸色缓了缓 虽然他不喜罗信刚才要开关验尸的话 但是罗信只是一个建议 也没法和罗信翻脸 而且如今他也没有和罗信翻脸的资格 便将罗信送到了府门外 啊 从陆府内传出来一声尖锐的叫声 那叫声中充满了恐惧 罗信不由一愣 转头向着大门内望去 陆毅的脸上也现出恶然之色 随后他们就听到那个尖锐的声音喊道 杀人了 陆毅的脸色一变 回身向着大门内就跑了进去 罗信的脚步移动了一下 却又停了下来 他并不是查案人员 只是一个詹士福的左竖子 这个时候进去 并不强荡 嗖嗖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突兀的出现在罗信的身边 罗信的神经瞬间绷紧 却猛然听到其中的一个人低声道 罗大人 罗信的目光向着两个人一扫 便见到两个人取出了一个腰牌道 我们是刘大人的手下 刘首友 是 罗信放松了警惕道 通知刘大人吧 已经有人通知了 一个锦衣卫道 嗯 罗信点点头 目光向着大门内望去 大人 我们进去看看 罗信摇了摇头道 还是先注意 有没有人趁乱离开 那两个锦衣卫神色就是一变 朝着罗信拱手道 多谢大人 然后两个人便匆匆消失 不一会儿 其中的一个又回到了罗信的身边 和罗信站在一起 注视着大门 街道上响起了马蹄声 刘首友带着一群锦衣卫冲了过来 从马上跳了下来 朝着罗信拱手道 罗大人 刘大人 罗信也拱手回礼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和陆毅刚刚走到大门口 便听到里面有女人在尖叫 喊杀人了 罗大人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也好 封锁整个陆府 不要让任何一个人离开 刘首友立声喝道 是 一对锦衣卫迅速的散开 刘首友的身后还有一对锦衣卫 刘首友对罗信道 罗大人 请 刘大人 请 两个人并肩走进了大门 很快便来到了出事的地点 便见到一间房门外围着一群路家的人 一个个神情慌张 刘大人 罗大人 有人见到了刘首友和罗信 急忙失礼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刘首友宁声问道 刘叔叔 从门内走出来两个人 正是陆炳的两个儿子 刘首友变拱手道 见过大公子 二公子 刘叔叔 陆毅急走几步 上前道 八姨娘死了 刘首友目光就是一宁 和罗信对视了一眼 然后道 怎么死的 陆毅脸色苍白的 用手在在自己喉咙出 笔量了一下道 被割喉了 刘首友脸色就是一变 陈生道 有没有破坏现场 没有 陆毅摇头道 这个道理我懂 罗大人 我们进去看看 刘首友转头望着罗信 罗信点点头 便和刘首友 还有陆炳的两个儿子走进了门 一进入房间 便嗅到了一股血腥气 地面上仰面躺着一个女人 只有二十一二岁的模样 面容娇好 只是此时苍白如指 喉咙处被利刃切开 如同一张小嘴张着 鲜血还在鼓鼓地流着 罗信和陆炳的两个儿子 只是站在门口 害怕破坏现场 刘首友在一点点仔细地勘察着现场 所有的柜门都被他打开 里面的金银首饰并没有动 床下刘首友也查过 还发现了一个暗格 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小箱子 打开箱子 里面都是一些晃人眼的珠宝 没有找到凶器 检查完了一切 刘首友站在巴依泰的身旁 垂着眼帘思索了一会儿道 可以确定是他杀 罗信便翻了一个白眼 这不是废话吗 大公子 将府中所有的人都集中起来 我要问话 好 两位公子匆匆离去 刘首友缓步来到了罗信的身旁 和罗信并肩站在门前的台阶上 罗信斜着眼看了他一眼 压低着声音道 你不是说 就算有一个苍蝇飞进来 你们锦衣卫不都是能够分出公母吗 怎么就在你们层层监视中 让人杀了巴依泰 星号 星号 第979章调查 刘首友的脸上便现出了尴尬之色 在罗信面前夸下海口 结果却被人扇了一个好重的耳光 让他的脸面有些挂不住 所以 我才让路易江府中的人都集中起来 罗信目光一闪道 你认为是陆府中的人杀的巴依泰 刘首有自信的点点头道 一定是 没有人能够避开我们锦衣卫的眼睛 从容进来 杀了巴依泰之后 又从容离开 只有陆府中的人 才能够避开我们的耳目 毕竟这里是大都督府上 我们不能够派人进入 只能够在府外监视 罗信想了想 决定选择相信刘首有 他对锦衣卫还是有着信任的 这帮子人就是专家 应该不会让人随意进出陆府杀人 而没有察觉 很快 陆府的人就被聚集在一起 足足又700多人 刘首有和罗信坐在了陆炳原来的书房内 一个个提问陆炳的家眷 而陆府的下人 则是由锦衣卫逐个审问 这一场审问足足持续了两个多时辰 又和外面的锦衣卫碰了一下 竟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这一下 刘首有也有些焦急了起来 罗信皱了皱眉头 凑到了刘首有耳边道 我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个人 谁 四一态 刘首有神色一愣 猛然一拍大腿 望向了陆一道 四一态呢 怎么没有见到四一态 陆一神色就是一愣道 没有见到吗 看到陆一迷糊的模样 罗信和刘首有道也是没有责怪他 陆府原本这些日子就够乱的 如今又突然发生了命案 自然就更乱了 没有注意到四一态 也实属正常 就连罗信和刘首有不也是没有注意到吗 没有见到 刘首有一边翻看着面前的记录 一边说道 这里没有四一态的记录 我去找他 陆一匆匆离去 很快又匆匆地回来 脸色苍白道 四姨娘不见了 不见了 罗信和刘首有几乎一口同声地问道 两个人的脸上 都现出了凝重之色 是 不见了 陆一的脸上现出了不自然 带我们去 刘首有立刻说道 陆一也不言语 转身便带着刘首有和罗信 向着后院走去 来到了一个独立小院 静止走进了一个房间 刘首有先是站在门口 并没有进去 而是用那锐利的目光 四下扫视着 足足有十几夕的时间 这才缓步走进了房间 刘首有开始在房间内检查 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罗信没有进去 只是站在门口 目光随着刘首有动 柜门被打开 里面整齐地放着一件件衣服 仿佛主人只是出去一会儿 很快就会回来 一个个柜门 抽屉被打开 里面的一些事物 生活用品 化妆品都整齐地摆放着 从此能够看出 这间房屋的主人是一个严谨之人 罗信一边看着留守 有查找线索 一边对一旁的路易说道 找过四姨太了吗 还没有来得及 我这就让人去找 而这个时候 刘首有又钻到了床底下 果然又发现了一个暗格 从里面找出来一个小箱子 打开那个小箱子 站在门口的路易眼睛就是一红 声音都提高了几分道 这是我们路家的传家之宝 罗信向着小箱子内一望 却是一个白玉老虎 有巴掌大小 雕刻的唯妙唯笑 身上还有着虎纹 如同一只白虎一般 留守友的脸上却没有半点而变化 将那个小箱子放在了床上 站在那里思索了片刻 又开始从头搜查了起来 这次他不时地敲击着四臂 地板 甚至连天花板也没有放过 而就在这个时候 陆府的管家从月亮门进来 来到了路易的身后道 大公子 没有找到四一太 再找 路易暴怒道 慢 那个管家刚想要转身离开 却被屋子里面的留守有换住 走了出来 望着管家道 最后一次见到四一太和八一太 是什么时候 那个管家显然已经调查过此事 文言没有停顿 便道 今天一早就没有见到四一太和八一太 留守友宁声道 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 路易和管家的脸上都现出了尴尬之色 留守友和罗信对视了一眼 便明白了原因 路饼地位崇高 而且生性风流 总共娶了十五房小妾 这些小妾并不是路易和路伦的真正母亲 而且在大明 小妾也确实没有什么地位 路饼在世还好 路易和路伦多多少少对八一太和四一太有点儿尊敬 最起码在表面上是如此 但是路饼意思 他这些小妾变成了无根的飘平 不仅仅是路伦和路易哥俩个不再搭理他们 就是府中有些地位的下人都不再像之前那样尊敬他们 所以 当这两个人没有出现的时候 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当然 这也是因为当下路府也确实太乱了一些 等到路饼出病 路府重新洗牌之后 这种事情自然不会发生 八一太之所以被人发现 是因为九一太和他关系很好 上午守灵的时候 就没有见到八一太 到了中午便匆匆来到八一太的房间 这才发现八一太死在了地上 而那一声尖叫便是九一太发出的 四一太和八一太的丫鬟呢 罗信突然开口问道 他觉得此事很不正常 就算如今路府乱了一些 没有人在关注路饼的一太太们 但是两个一太 一个死亡 一个失踪 他们的丫鬟总不能够 一点而都没有注意到吧 最次不可能和别人一起发现吧 怎么也应该提前一点而时间发现吧 那是主子啊 路易便将目光望向了那个管家 那个管家的脸色便便的苍白 有些支支吾吾 说路易宁声喝道 府里忙不过来 便抽掉了一太太们的丫鬟 那个管家低着头道 路易的神色一缓 在他看来 这件事情属于正常 自己的父亲死了 这么大的事情 当然府中要忙很多 人手不够 抽掉一太太的丫鬟也实属正常 星号 星号 第980章迷离 这也是因为路易和陆伦两个人根本就是顽固子弟 从来也没有持家过 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 但是 刘首友和罗信不同 这两个人都是一家之主 持过家 对于这种猫腻一清二楚 刘首友锐利的目光 如同毒蛇一般盯着那个管家 那个管家一直低着头 没有去看刘首友 但是额头却已经渗出了汗水 来人 刘首友宁声道 立刻便有两个锦衣卫走了过来 把他拿下 大公子 救命啊 锦衣卫欺负我们陆家啊 陆毅的脸色十分不好看 望向了刘首友道 刘叔叔 这是陆府 刘首友没有去看陆毅 而是紧盯着那个管家道 你敢说大嘟嘟十五个一太太的丫鬟 都被你抽掉了吗 这件事只要一查就会查清楚 管家的脸变得慌张 陆毅的神色有些不解的望向了管家 又望向了刘首友 刘首友宁声道 如果你只是为了贪财 凡是给你送礼的一太太 你便给他们留下丫鬟 没有给你送礼 或者送礼少的一太太 你便将他身边的人都抽掉走 这样的事情 我不会管 会把你再还给大公子 自有大公子承治于你 但是 如果你是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人间 我来问你 你将四一太和八一太的身边人都调走 是不是好为你对他们两个下手 创造有利条件 我没有 带走 把各种刑具给他走一遍 大公子 救命啊 管家在哭嚎中被人锦衣卫拖走了 陆毅只是没有持过家 并不是代表着他不聪明 所以此时他也反应了过来 哪怕管家不是内奸 只是借着此事敲诈个房一太 这也不是能够饶恕的 钱都是他录役的 怎么可以被管家敲诈走 厌恶的看了一眼管家 一甩袍袖 怒哼了一声 罗信望着留守友道 有什么发现 留守友便皱起了眉头道 四一太和八一太的房间都很规矩 没有仓皇出逃的混乱 我们先来说说八一太 他被一刀封喉 和只有两个理由能够做到这一点 第一个 是一个伸手高超的杀手 但是 想要瞒过锦衣卫的监视 偷偷潜入陆府杀人 然后再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去 不能够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 但是可能性不大 第二个 便是陆府中人出手 而且和八一太还十分亲近 这才能够出其不意地杀死八一太 难道是四姨娘 陆毅在一旁插眼道 有这个可能性 留守友点头道 四姨太和八一太两个人相互熟悉 如果四姨太突然出手 而且四姨太还多少有点儿功夫的话 杀死八一太便说得通了 只是 他杀了八一太之后 如何离开的陆府 他离开陆府 为什么不带走金银 陆毅在问 留守友和罗信对视了一眼 如何解释到 如果是四姨太杀死的八一太 那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 是不是八一太发现了什么 比如发现了是四姨太下毒杀死大都督的线索 于是便杀死了八一太 然后逃走 这并没有解释四姨娘为什么没有带走金银 陆毅问道 如果事情真是如此 四姨太绝对不是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在外面一定有接应 有着一个严密的组织 他根本不需要带走金银 因为带着金银 目光就大了一些 而且他未必没有带走金银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里只有金银 并没有银票 那些银票应该被他带走了 砰 陆毅狠狠的一拳砸了门框上 当然 这只是推测 未必是事实的真相 也许我们能够从管家的嘴里得到一些线索 现在怎么办 罗信轻声问道 一方面抓尽时间审问管家 另一方面找到四姨太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罗信便皱起了眉头 四姨太从陆府悄无声息地能够消失 想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我们去四姨太的娘家去 刘首友开口道 路易点头道 他的娘家在城外的黄庄 我带你们去 罗信沉吟了一下道 我就不去了 对于罗信的话 刘首友倒是没有意见 毕竟罗信从一开始就拒绝参与到此案之中 罗信当朝状元 瞻世福佐树子 身份轻贵 刘首友能够求得罗信暗中相助 这已经是罗信给他面子 向他释放善意 他哪里还会多求 但是路易不同 他虽然顽固 但是对于锦衣卫也耳濡目染 深知锦衣卫的冷酷 如今父亲身亡 他心中便对锦衣卫有着深深的畏惧 生怕锦衣卫对陆家图谋不轨 要知道路秉这一生 可是贪没了大量的财宝 被刘首友惦记着 也没有什么不正常 便立刻向着罗信拱手道 罗大人 还请您一起去看看 看到罗信想要拒绝 路易急忙到 看在先父的面子上 罗信心中便生起了一丝无奈 这件事情还真是不能够拒绝 路秉虽然死了 但是在锦衣卫内 还是有很多路秉的心腹 这些人对罗信也非常的重要 他不能够把宝都压在留守 有一个人的身上 如果能够通过此事 将路秉的心腹收拦手中 便多了一个掌控锦衣卫的路 当下 便点点头 却也没有言语 众人便离开了路府 锦衣卫和路易等人都是骑着马 而罗信则是乘坐着马车 向着城外急驰而去 走出了城门 刘首友突然放慢了速度 路易见到刘首友放满了速度 便也放慢了速度 两个人便靠近了罗信的马车 罗信的车厢窗一直开着 见到两个人靠了过来 便望向了两个人 刘首友也没有闭着路易的意思 思索着对罗信问道 罗大人 你刚才也看见了 从四一泰和八一泰的房间里 搜出来很多金银 按理说 他们只要贿赂给管家一些金银 便会把自己身边的丫鬟留下服侍自己 但是情况显然不适 罗信将目光望向了路易道 大公子 四一泰和八一泰 这两个人平时的性子是怎么样的 可是吝啬 星号 星号 第981章 路易的恐惧 不是 路易摇头道 反而是很大方 为人也很亲切 这便是我大惑不解的地方 刘首友皱着眉头道 两个被服侍习惯的人 而且平时也不是斤斤计较的吝啬之人 怎么会为了一点而经营 便宁可自己没有人服侍 这对他们来说 应该是很不习惯吧 你的意思是 这两个人都有鬼 罗信宁生问道 是 刘首友点头道 但是 如今八一泰已经死了 罗信沉吟了片刻道 你就查查八一泰曾经所在的那家青楼吧 刘首友点点头 挥手招来了一个锦衣卫 吩咐了几声 那个锦衣卫便调转马头 匆匆而去 一旁的路易脸色十分难看 不过罗信和刘首友都十分理解 认识谁摊上了这样的事情 脸色也都好不了 大公子 罗信望着陆毅道 最近几天 你有没有发现 四一泰和八一泰有什么异常 没有 陆毅脸色灰败地说道 我也没有注意 罗信便不再言语 心中明白 陆毅这段时间 恐怕除了为陆炳办理丧事之外 想的都是如何争夺家产 怎么会去注意陆炳的几个小妾 三个人都不再说话 但是陆毅却没有离开 反而时不时地用愤怒的目光瞪着刘首友 刘首友也知道自己如今的位置尴尬 没有查出陆饼的死因 今日又将陆府中的人审查了一遍 这对陆府来说 也是一个羞辱 变神色善善地催马离开 反正他心中知道 就算罗信得到了什么消息 也会告诉他 陆毅见到刘首友离开 从鼻腔里冷哼了一声 然后望向了车窗内的罗信 神色有些复杂道 罗大人 您不管我们陆家了吗 罗信可不是刘首友 刘首友曾经是陆饼的手下 估计很多 在陆毅的面前很多话说不出来 很多事情也做不出来 但是罗信不同 我帮你可以 但是你要领情 如果不领情 还给我脸子看 罗信自然便会不客气 当下神色变得冷淡道 如果不帮你陆家 你觉得我一个詹士福佐树子 会跟着你来这里 陆毅的脸色就是一红 可是最终却是一咬牙道 可是 您却并没有护着我们陆家 你是这么想的 是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护着你们陆家 陆毅咬牙道 如果先父还活着 谁敢闯入府中 谁敢将府中所有的人集中起来 如同审问犯人一般 即便是我和弟弟也不例外 罗信沉吟了片刻道 如果大都督在世 确实没有人敢如此 陆毅的脸上便献出了愤怒之色道 如果你是护着我们陆家 就不会让我们陆家遭受这种羞辱 罗信淡淡地说道 但是 大都督已经死了 你 什么意思 陆毅勃然变色道 你曾经答应过家父要照顾陆家 难道是想要反悔吗 罗信倒是没有恼怒 他知道陆饼的两个儿子是怎么回事儿 都是被陆饼的权力宠坏了的顽固 陆饼活着的时候 人人都巴结和畏惧他们 如今陆饼一死 不说没有人在相之前 甚至很多人都等着踩上一脚 一个锦衣卫头子 依仗的不过是皇帝的宠信 陆饼一死 这份宠信也就消失了 家境帝可没有那份心思去宠信陆饼的儿子 所以 他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不是大都督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大都督那种威名和地位 陆毅变沉默了 他是顽固不错 但是却不是愚笨 之前只是羞怒 没有想的太多 此时听到罗信所言 便反应了过来 罗信便是想要像陆饼那样照顾陆府 也没有那个能力 把你咬牙切齿到 等我将来登上高位 一定让羞辱过陆家的人 百倍偿还 罗信淡淡地看了他一眼道 你没有那一天 你如果藏着这个心理 反而会给陆家招货 我怎么就不能 陆毅满脸仗红 你认为大都督为什么会有那种威名和地位 不过是因为陛下的宠信 他之所以得到陛下的宠信 除了忠心之外 最大的原因是陛下的发小 而且曾经救过陛下的性命 但是 你又什么 你认为陛下会把对大都督的这份宠信 加在你的身上吗 这还不是主要的 刘首友带着锦衣卫如此尽心 调查大都督的死因 是为了什么 那是为了大都督能够死的明目 难道你愿意没有人理会这件事 即便是四一太和八一太出事 锦衣卫也当作没事发生 就你这个性子 别说是复兴陆家 没有给陆家带来灭门之祸 那都是幸运 说好听的那是你顽固不懂事 说不好听的 那就是你缺心眼 看不到你们陆家 已经距离破门之祸不远 路易的脸上带着不服气道 就算是家父去世 陛下的圣誉还在 谁敢灭了我们陆家 吃 罗信赤笑了一声道 你也不是傻子 应该知道大都督在世的时候 对东厂的打压有多厉害 那个时候 即便是东厂的大当头 陈红见到大都督 都得跪下行李 你认为东厂对大都督没有怨恨 只是那个时候 陈红比不了大都督 但是 如今大都督已经去世 而如今掌控东厂的人也不是陈红 而是同样与陛下是发小的黄警 你认为东厂报复不了你们陆家 还是你认为东厂是一个慈善的地方 我 你不用再说话 只要想象大都督死后 东厂的行为就可以了 陆毅的眼中瞬间就现出了恐惧之色 他想起了陈红在他们家的嚣张 如果那天罗信不在 陈红便会逼迫他下跪 而且很轻易的便将陆饼的几个义子 给抓进了东厂 既然能够如此羞辱他 又能够如此轻易的将陆饼的几个义子抓起来 那么 日后想要整治他陆毅会很难吗 这个时候 他脸上的愤怒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恐惧 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脸色变得极为苍白 罗信就那么靠在车厢上 淡淡的透过车窗望着陆毅 关到两旁的树木在车窗外向着后面划过 明媚的眼光从空中洒落下来 却透不进车厢 让罗信仿佛笼罩在一团暗影之中 星号 星号